嗯?我记住唐明皇不为别的,只为她身边有一个杨贵妃,轻松的气氛戛然而止,她和楚颜亭暗暗抽气的同时,又隐隐替小师妹担心,位高权重的人不会随便说半个字,太子这话虽然隐晦,但话里的深意却已经十分明显,她想让小师妹为妃,并且也愿意宠她爱她。 若是一个取字,她们的担心大可不必,将来太子登位,小师妹便可母仪天下,这正是再好不过的归宿,可偏偏太子府里已有一位正妃,两位侧妃。 而小师妹的性子,她连夫婿都挑三拣四,又怎么愿意给人做妾?这时的小师妹只是笑,却一言不发。 太子也不急,一口茶接着一口茶,极有耐心地等着。 良久!小师妹指着戏台上的君王与妃子,殿下,这出戏里,你觉得杨贵妃姓还是不? 姓! 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得君王魂牵梦绕,试问这天下,有几个女子能有她这般福气? 太子笑道,她自然是性的。 小师妹轻轻摇头,我却觉得她太可怜。 太子显然有些吃惊,可怜在哪里? 可怜在身不由己。 小师妹的脸上轻轻淡淡,进攻身不由矣,受宠身不由己,连死都由不得自己,不是可怜又是什么? 太子的嘴角有些轻轻发抖,一瞬间脸色已经变了好几回。 小师妹把身子转过去,看着她,俏皮一笑,殿下要做明俊,身边可不能有杨贵妃,红颜祸水呢。 小师妹说得对? 太子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平淡起来,听不出喜怒。 这时,戏典子戛然而止。 小师妹起身,翘翘翼翼地站在太子跟前,规规矩矩地行了个大礼,一语双关道,戏唱完,殿下这会可以结结实实地骂我了。 你呀! 良久! 太子手指冲小师妹点点,都被先生都惯得无法无天了。 小师妹坏笑,这里头,难道没有殿下的一点功劳? 太子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楚颜亭吓得赶紧追过去,他却停在原地,压着声音问,怎么就聚了呢? 师哥,我只想寻一良人,关键时候,他愿意护着我。 他故意问,师哥我可是良人? 他眨了下眼睛,当我傻吗? 师哥是别人的良人? 你就不怕太子他? 师哥,儿女情常在江山权力面前,不知半文钱,他拎得轻的。 小裴叶! 燕三合的一声唤,把唐建西的思绪拉回来。 唐之卫拒绝先太子,除了看得透彻以外,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 他心里有人。 三合啊,你这话算是问对人了。 瞧瞧我,就是因为心里有了你,别的花花草草就入不了眼。 我觉得应该是,否则,他不会那么干脆坚定。 小裴叶的回答非常笃定。 贵妃是什么? 仅次于皇后之下。 凭着师兄师妹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先太子也不可能亏待他。 若是日后生下男子,说不定还有母仪天下的福气。 唐之卫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事出反常必有妖。 燕三合,唐老爷,小裴叶说的对不对? 唐建西的脸上忽然露出不屑来,但却点了点头。 点头? 是有。 不屑的表情是说明那人唐建西很瞧不上。 会是谁呢? 是楚言廷? 他问,唐建西摇头? 那也不可能是你。 你和你妻子打小就一起听戏,怎么着也是青梅竹马?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唐建西、楚言廷二人以外,还有一个人出现在唐之卫的生命里。 联想起那个楚言廷的落款名是遂寒三有。 燕三合若有所思的吸了口气,唐老爷此生偏爱什么? 聪明,聪明,聪明。 唐建西放在腿上的双手,兴奋地握成拳,抬头看了眼妻子。 深情道,我太太打小就喜欢没? 她喜欢的,必是我喜欢的。 书影横血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燕三合看着陶巧,暗香就是梅香,可见太太是个妙人。 陶巧先一正。 随即笑起来,燕姑娘,这话有人也曾对我说过。 你太太是谁? 唐之卫。 看来,陶巧先手在男人肩上轻轻拍了几下,姑娘也是个妙人。 太太夸奖。 燕三合接着又往下分析,楚言廷在教方司曾留下的墨宝上,自称碎寒三有,三有是指松、竹、梅。 唐老爷占了一个梅字,那么楚言廷自然就是竹。 唐建西声音激动地问,为什么这么说? 竹式高雅,纯洁,虚心,有气节的象征。 燕三合,楚言廷此人性高雅,有气节。 唐建西蹭地一下站起来,像阵风一样,冲到了燕三合面前,吓得燕三合身子往后一样。 你刚刚说什么? 他有气节。 燕三合看着唐建西眼里的疯狂,仿佛感知到了什么,点点头。 是。 唐建西大吼一声,你凭什么说他有气节? 你凭什么? 这一吼,吼腿边上的谢之飞眉头皱了起来,心中暗暗戒备着。 燕三合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也跟着站起来,凭他一生追随仙太子,凭他最后为仙太子而死。 可所有人都说他是乱臣贼子。 燕三合凉凉看他一眼,那是因为最后登顶的人不是仙太子。 如果是仙太子,那史书上的楚言廷就是功臣,是忠臣。 巧儿,巧儿,巧儿。 唐建西一声鼻一声喊得急。 你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他夸师兄是功臣,是忠臣,他夸呢,他夸他呢。 第三百三十章,灵弼。 陶巧儿小碎步走过来,一下一下俯着唐建西的后背又冲燕三合欠一笑。 姑娘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啊,有时候就像个孩子。 燕三合恩一生,上前直视唐建西,你称楚言廷是师兄,他比你年长几岁。 唐建西点头。 燕三合,你敬佩他。 唐建西又点头。 燕三合,你敬佩他的原因是,他什么都豁出去了,而你做了逃兵。 唐建西惊慌失措地往后退,一边退一边拼命摇头。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又是哪样的? 燕三合往前走几步,眼神逼视着唐建西。 唐家的种种你不能说,楚言廷的过往,如果和唐家无关的,可以与我说一说吗? 唐建西迟疑着,不说话。 老爷。 陶巧儿轻轻叹了口气,都说出来吧。 这些年,他们隐居在山里,看似悠闲自在,只有他这个枕边人知道,真哥心里有个街,从未解开过,夜里做梦都叫的是那人的名字。 那人,不是先生,不是小师妹,不是他恨的那人,正是与他情同手足的楚言廷。 唐建西定定地看着发妻,呼出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 言廷长我两岁,我能拜在先生门下,是他引荐的。 他十岁,就拜先生喂师,是先生的得意弟子。 燕三合正要感叹一句,这么早。 忽然感觉,有人扯了扯他身后的衣裳。 扭头一看,是三爷。 谢之飞直指椅子,示意他坐下听。 燕三合虽然已经铁了心的,要与风流顽固划清界线,却还是因为他的这个小动作,心微微一暖。 他坐回椅子,这么说来,楚言廷与唐家的渊源很深。 事关唐家,唐建西不说话,点点头。 燕三合立刻看向谢之飞。 三爷,两个家族渊源深有几种可能性。 谢之飞,一种有亲戚关系,一种像我和明廷这样,是上一辈的勤奋延续到下一辈,甚至是下下一辈。 另一种是两家有联姻关系。 燕三合,唐老爷,楚唐两家是哪一种? 唐建西伸出一根手指,在桌上点了点,接着又伸出两根手指,摸了摸脑门。 亲戚关系,再加联姻关系。 谢之飞看着燕三合,这有点复杂啊。 燕三合微微眯起眼睛,我大胆猜测一下,两家的长辈有亲戚关系,否则楚颜廷不会十岁,就到唐家来拜师。 唐建西点头,两家长辈觉得门第相当,又知根知底,他们希望小一辈能做成姻缘。 燕三合,唐老爷,我说的可对。 唐建西对燕三合的聪慧已经不惊讶了,微微汗手。 燕三合,两人没有做成姻缘的原因,除了唐之味的心理有了别人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唐建西又点头。 呦! 哦!燕三合眼睛一亮,那么这个原因应该是落在楚颜廷身上。 这时,小裴爷忽然开口,太子对你们的小师妹有意思,一个君,一个臣,楚颜廷不得不避讳着。 唐建西摇头,猜得不对。 小裴爷哼一声,随口道,莫非楚颜廷心里也有别的人? 唐建西点头。 哈? 小裴爷一脸兴奋,快说说,那人是谁? 唐建西丢过去一个小子,你可以闭嘴了的眼神。 可惜小裴爷根本没有领悟到唐老爷眼睛里的精髓。 探出身冲着燕三合道,他不说,那这个人肯定和唐家有关。 小裴爷,分析得漂亮。 燕三合,唐家只有唐之卫一个女儿,那么,那么,谢之飞接话,这人应该是唐之卫的贴身婢女。 最后四个字落下,唐建西眼睛里有流光闪过。 没有错,颜廷真正喜欢的人是小师妹的贴身丫鬟。 那丫鬟叫林碧,是唐家的家生子,是师母在唐家一种下人中千挑万选出来的人。 林碧长相中等偏上,也不算太聪慧,胜在老师本分,细心妥贴。 师母手把手调教了三年,才放到小师妹身边伺候。 师母过世,小师妹虽然聪慧不输男子,可心思只在情妻书画上,理家算账,迎来送往这些琐事,她是不耐反管的。 就这样,林碧成了唐家半个当家人,她不仅把唐老爷和小师妹照顾得妥妥当当,还把唐府内宅打理得井井有条。 先生常常感叹师母有远见,给她和小师妹留了这么一个妥贴的人。 楚颜廷寄宿在唐家,与林碧抬头不见低头线,再加上师母临终前叮嘱林碧对未来的姑爷要多添一份心。 林碧自然把她放在和唐老爷小师妹相同的分量上。 一日一日,一年一年,颜廷不知不觉动心。 唐建西永远记得那个月圆的夜里。 颜廷喝得醉醺醺醺地走进她房间,四仰八叉地躺在竹榻上,嘴里说着酒话,也说着心里话。 建西,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心有吗? 所谓门当户对的夫妻,就一定情色和明吗? 我其实也不知道她哪里好,我只知道她扑过的被子,我睡得香。 她冲过的茶,我喝得舒服,她替我做的鞋子,一寸不大,一寸不小,总是那样的合脚。 建西,我想,我想娶她回家。 唐建西头皮当场炸了。 先生对楚颜廷,那可是当女婿来看的。 这小子倒好,竟然对一个丫鬟动了心。 小师妹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哪一点比不上灵璧的丫鬟? 你,你疯过了不成。 她撑着起来,最眼中透出一点迷茫。 小师妹什么都好,干哪儿都好,哥,我觉得配不上她。 她眉头一皱,我就害怕。 灵璧不一样,她不一样。 唐建西一把揪住她的前筋,想一巴掌抽过去。 你说,你倒是说说看,她哪里不一样? 师妹说我字太丑,她说她就识得几个字。 师妹说我的文章不行,她说尽力就好。 师妹说我一点都不用工,她说楚公子夜里别熬太晚,会伤身子的。 她醉得有些坐不住,可声音却清晰地仿佛冰茶。 建西,我在小师妹眼里,什么都不是,可在她眼里,我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第331章,仰视。 唐建西听了这话,莫名地就想到了讨巧。 表哥,你怎么这么聪明? 我怎么就这么笨? 表哥,这段戏文唱的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完了完了,爹娘要骂我了,表哥,我怎么办啊?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陶巧打小就笨,读书费劲,做针线费劲,就是让她七壶茶,她都能把自己给烫着。 还什么主见也没有,一遇到事情,就愁眉苦脸地来找她,被她三言两语一哄,又开始没心没肺地傻乐。 她一边嫌弃得不行,一边又惦记得不行,总怕她被人欺负。 一股寒气窜上头顶,唐剑熙揪着炎亭的手慢。 慢松开了,男人其实都喜欢不如自己的女子,因为可以被仰视,被崇拜,被依靠。 而小师妹,她们只有仰视的份。 那一夜,她守着一个醉鬼,把先生的话想了又想,品了又品,然后替小师妹担了整整一夜的心。 唐剑熙悠悠叹出口气,冲写之妃点了点头。 世家公子喜欢一个婢女,这故事怎么看,都和我那么像呢? 小裴爷着急问道,唐老爷,那二人心想事成了吗? 唐老爷摇头?为什么? 裴公子猜啊。 还用猜吗?门不当户不对? 唐老爷摇头?啊,楚家竟然同意了。 唐剑熙又摇头,楚家不同意,两人却又心想事成了。 小裴爷脱口而出,难不成两人私奔了? 裴公子? 唐剑熙声音发沉,若真这样,楚颜亭那一肚子的书, 就都读到了狗肚子里,不配为人。 各退一步,两人才能心想事成。 燕三河思想道,应该是楚家同意那婢女未妾, 同时又替儿子安排好了门当户对的婚事, 再找唐其令帮忙开解。 饶是唐剑熙已经习惯了燕三河的聪慧, 却还是被这话给惊着了。 猜的半个字都没有错。 楚夫人知道,儿子喜欢上了唐家的婢女, 并没有急着棒打鸳鸯。 而是十分迅速地替儿子寻了门亲事, 等六里行过三里后, 才带着家仆奴婢进京。 进京直接求见先生, 先道出了楚家的苦衷, 又提出想那灵弼未妾。 先生被楚夫人打动, 立刻与楚妍亭彻夜长谈。 天一亮, 楚妍亭便点头同意家中的安排。 燕姑娘不妨再猜一下那婢女, 愿意不愿意接受楚家的安排。 若是愿意, 唐老爷不必让我猜。 若是不愿意, 也不会有心想事成这个词儿。 燕三河眼珠儿一转, 我猜她是愿意的, 却因为唐夫人临终嘱托, 没有立刻去楚家。 而是又在唐家待了几年。 谢之飞插话, 也有可能, 她想料理完唐之味的婚事后, 再离开唐家。 唐县熙冲两人点头, 同时又沉沉叹出口气。 这口气, 叹得千回百转, 让所有人心里咯噔一下。 这时, 唐建西忽然开口说话。 人活世上, 逃不过一个情字, 父母之情, 手足之情, 朋友之情, 男女之情, 主仆之情, 总有一个情字, 等着你一头栽下去。 她说这话的时候, 神色冷肃, 声音干涸无力, 原本挺直的腰背, 像压了重力, 慢慢弯下去。 人在什么时候, 会弯了几辆? 在承受不住的时候, 事情过去这么些年, 唐老爷提起楚言廷的往事, 还承受不住,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性。 燕三合, 婢女出事了。 唐建西轻轻合了下眼睛。 燕三合, 因为唐家出事, 她受了牵连。 唐建西又合了下眼睛。 燕三合, 事情莫查明真相前, 女眷应该会被关进牢狱, 她是在牢狱里出的事。 唐建西正正看着燕三合扮上, 终视点头。 书房, 一下子沉寂下来。 一个女子在牢狱里出事, 除了受辱糟蹋, 不会有其他。 唐之卫是太子的师妹, 太子还在台上, 狱卒们莫那个胆量动手, 但一个小小的避雨。 燕三合放在膝上的手握成拳又松开, 松开又握成拳, 几个来回后, 她深吸一口气, 道, 是自尽吗? 灵必死在小师妹的怀里, 她最后一句话是留给楚言廷的。 小姐, 你告诉言廷, 一定要长命百岁, 而孙满堂, 要比谁都活得好, 你一定要告诉她。 几年后, 唐建西第一次在教方司 见到一身艳丽的小师妹, 当丫鬟眼门离去后, 她泪如雨下。 小师妹啊, 你怎么就成了以门卖孝的风尘昌剑? 若先生, 师母全下有知, 要怎样的痛不欲生? 师兄, 她替她蒸了一杯茶, 又掏出帕子递过来, 塞在她手里。 当年在牢里, 他们拖着灵必离开, 灵必回头冲我喊, 小姐, 我很快就回来, 你等着我。 我很害怕, 我知道要发生什么, 可我不敢叫, 只能像条狗一样, 蜷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眼泪都要流光的时候, 她回来了, 也不说话, 也不哭, 就死死地抱着我。 师兄, 你是知道的, 娘走得早, 是她一手照料的我, 我不敢劝她, 我只有求她。 灵必, 你不要离开我, 我只有你了。 她答应得好好的, 可到了后半夜, 我只是打了一会瞌睡。 说到这里, 她呼得凄凉一笑, 她的身子在我怀里, 一点一点冷下去, 我其实心里有一万个念头, 想要和她一起走, 可我想着, 还没有把话转告给楚师兄, 就硬生生地, 把那一万个念头给掐断了。 师兄, 你知道吗, 她是故意用她的死, 逼着我活下去, 因为她觉得, 只有活下去, 伤得很, 却没有落泪, 同人里只有深深的倔强。 这几年, 每当我有死的念头时, 我怀里就像爆了一个灵必, 所以我不敢死, 不能死, 哪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还得咬牙活下去。 可是师兄啊, 灵必他哪里知道, 一口金子吞下去, 不过是瞬息之间的事, 但活着, 却是日日夜夜。 这话, 让唐剑西万剑穿心。 夺花魁的那夜, 我终于把这话和楚师兄说了, 楚师兄听完, 张了张嘴, 什么话, 看你, 哭作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 楚师兄说, 师妹, 好好活下去, 不为灵必, 只为你姓唐。 所以师兄, 你不要为我哭, 我爹是什么样的, 我唐家是什么样的, 你应该最清楚, 咱们得笑, 笑给那些王八蛋看。 第332章, 人为, 唐剑西清楚地记得那一夜, 他和师妹没有再继续唐家的话题, 而是聊起了别的, 他告诉他, 这些年的剑文, 寻了哪几本好书, 看了哪些好戏, 其门顿甲研究到了哪一步, 炼丹烧坏了几口锅, 怎么和陶巧伴嘴, 他脱腮听着, 听得津津有味, 还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 一如从前他们在唐家那样, 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记不得了, 他只记得师妹以门送别他的那个眼神, 含着笑, 带着杯, 回头看一眼, 便心计, 便无法喘气。 唐剑西乌咽着探出一口气, 重重点了点头后, 咬出四个字, 他是吞惊而死。 话落, 小裴爷骤然起身, 用力拉开门, 大步走出去。 唐剑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裴公子他, 他想到了他的九妹, 谢之飞跟着起身, 我出去看看, 唐剑西目光魔向燕三合, 裴公子的九妹, 也自禁在狱中, 燕三合站起来, 唐老爷, 你先喝口茶席上一些, 缓一缓, 我也得出去看看。 我也去, 我也去, 还有我? 不消片刻, 一屋子的人走了个精光, 陶巧站累了, 搬了张元凳, 在唐剑西身旁坐下。 真哥, 你有没有觉得, 这些孩子们都挺好的, 有人味儿? 唐剑西点点头, 近了片刻, 又道, 就是燕姑娘太过聪慧了些, 会急必伤啊。 裴孝本来还想找个黑灯瞎火的地方, 暗戳戳的伤心一回, 结果一个跟出来, 两个跟出来, 三, 四, 五个都跟出来。 干什么? 干什么? 他怒气冲天, 小爷我撒泡尿, 你们也要跟着, 像话吗? 李布爷眉头狠狠一皱, 小裴爷, 能把谎话说得这么丧心病狂的, 你是第一人。 小裴爷, 我有这么鸣鲜? 黄岐一脸心疼地看着自家主子, 爷, 别难过, 等回了四九城, 小的裴爷去九姑娘坟上烧纸。 小裴爷, 烧什么烧, 又不是清明? 朱青清了清嗓子, 小裴爷要不要找人打一架啊? 找我呗, 不还手。 小裴爷, 粗鼻五腹, 你不疼, 爷的手还疼呢。 谢之飞伸手揉揉他脑袋, 我就不和你见外了, 勾拦听取的银子, 三爷全包了。 滚别上去! 小裴爷一把挥开他的手, 当着我家三合的面勾引我犯错误, 就不能趁我家三合不在的时候再勾引吗? 裴明廷? 燕三合双手抱胸, 要不要我把你九妹的魂照上来, 让你? 打住! 小裴爷惊悚一脸, 你还是别折腾我家九妹了, 让他安安静静地投胎转世去吧。 逗你的, 想折腾我也摸那本事, 这事也能斗。 小裴爷睁您的一张脸, 都滚吧, 快滚吧! 老子伤心被你们几个一搅和, 彻底没了。 李不言笑了下, 小裴爷, 上一个让我滚的人已经现阎王去了。 小裴爷一正, 你妈? 李不言投一篇, 黄岐你舍的? 黄岐投直摇。 李不言, 朱青, 你呢? 朱青直摇投。 李不言, 小姐。 小姐想了想, 目前还舍不得。 李不言, 三爷, 三爷撕了撕, 以后也不会舍的。 得了, 李不言拍拍小裴爷的肩, 笑道, 本大侠放过你了。 小裴爷。 操! 敢请小爷的命, 还是这根脚屎棍给的? 夜晚的山顶, 很近, 四周只有重鸣, 燕三河县小裴爷神色已然恢复平静, 留下一句我去那边吹吹山风, 礼一礼思路, 一会就来, 便向夜色深处走去。 如果不是裴孝突然离开, 他也想让唐建希停下稍作休息, 必须要细细品一品唐之卫这对主仆。 贵人哲节和小人得志一样, 都让人唏嘘不已, 恨苍天无眼。 婢女最后的下场应该是乱坟岗, 体面一点会裹一张破草席, 最悲惨的便是衣不避体, 任风吹, 任雨林, 在化成一堆白骨钱, 由楚颜亭偷偷为他收敛。 那么唐之卫呢? 唐家一夜之间被抄, 父亲唐其令死在狱中, 最要好的婢女死在他怀里。 天堂到地狱走一遭, 她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是在替他们主仆难过? 燕三河脚步一读, 转过身, 男人黑亮的眼睛在漆黑的夜里, 分外醒目。 不如换个角度想想, 他们主仆其实还是有几分幸运的, 婢女虽死, 可楚颜停电她多年。 谢之妃的目光温柔而真诚, 唐之卫就更不得了, 至少落难以后, 有很多人惦记她, 帮她, 至少她在水月安的后半生是平安无波的, 至少到现在, 还有一个桂花未了她, 要和欺负过她的人斗到死。 燕三河苦笑? 什么话到谢之妃的嘴里, 都好像很有道理。 这回被她这么一说, 她忽然觉得唐之未能活下来, 能从教方司赎身最后进水月安, 不仅是幸运, 还很有福气, 命一点都不苦。 回去吧, 三爷。 燕三河走到她身边, 抬头看了看她的侧脸, 三爷在武城兵马司当差可惜了。 该去哪里? 去陪家百药座堂? 百药座的药, 治身上的毛病, 三爷的嘴, 治心病。 谢之妃哈哈大笑。 笑完, 她看着她, 语速很慢地说, 燕三河, 别人的心病与我无关, 爱谁治? 谁治去? 但有一个人的心病, 我便是上刀山, 下火海, 也得为她治好。 又来聊播。 燕三河淡定的脉步, 与她擦肩而过。 给姑奶奶滚吧。 重新坐回书房, 所有人的神色都恢复了平静, 陶巧亲自动手, 把已经冷了的茶换成热茶。 燕三河等她坐定, 十分冷静地开口。 唐老爷, 楚燕廷的心上人死在牢里, 又是死得那样的惨, 指着一样, 就足矣。 使她坚定不移地站在先太子身边, 可对, 唐建西点头。 而唐老爷你, 虽然和她师叔同门, 虽然唐其令也把你介绍给了先太子, 虽然也经历了唐家之变, 可到最后, 燕三河, 你却和她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这是为什么? 唐建西无奈苦笑起来, 我来猜猜看, 李不言看向陶巧, 是因为有牵绊吗? 黄奇接着说, 还有一个可能, 唐老爷因为是唐其令的学生, 在官场受到了排挤, 升迁无望, 所以选择隐退。 真个, 陶巧忽然唤了一声, 有些事情牵扯不到唐家, 我想和孩子们说说, 第333章, 忘安。 陶巧的突然开口, 对燕三河他们来说, 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唐太太, 您请说, 父到人家, 话总要说得碎线, 你们将就听。 燕三河, 不将就, 怎么碎我们都爱听? 陶巧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家老爷打小就是远近文明的神童, 从三岁启蒙读百家信开始, 到十四岁做童生, 再到科举中进士, 没有一天认真读过书, 最后半句话的转折, 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别的书生都是头悬梁, 追刺骨, 寒窗苦读十几年, 这位爷道好, 没一天认真读过书, 这话让那些考不上公民的书生们听见了, 还不得活活气死, 一点都没有用在正道上, 燕三河献他说的不像是假话, 问, 用在了哪里? 陶巧一个手指头, 一个手指头搬过去, 听戏, 写戏本子, 练丹, 练药, 练武, 酿酒, 弹琴, 吹笛, 下棋, 种花, 兵法, 骑门盾甲, 六摇算命, 斗蛆去, 斗鸡, 赌钱,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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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陪爷目瞪口呆, 下意识看了唐剑西一眼, 他长三头六臂吗? 陶巧, 没长三头六臂, 就是不安分呗, 不安分三个字一出口, 燕三河多少有些明白过来, 这么看来, 唐老爷打小就是个鹤立独行的人, 我爹娘说, 他就是个怪人, 陶巧脸上又有无奈, 又有骄傲, 其实他最恨的就是读书, 去京城考公民, 也是为了向我们家提亲, 他爹娘从前不待见我, 觉得我整天不干正事, 将来不是坐吃山空, 就是败家子, 唐老爷看着妻子, 只有他傻兮兮的, 觉得我哪儿哪儿都好, 以后就是坐叫花子, 也愿意跟着我, 呸, 陶巧褪了男人一口, 别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我就是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住了, 我骗你了, 没骗, 从来莫骗过, 陶巧褪了玩笑的神色, 我说不喜欢京城, 他就外放做官, 我说不喜欢做官太太, 他就辞官皈矣, 这话不对, 唐剑西打断, 他是瞧着我再京城不开心, 考公民不开心, 做官也不开心, 才故意使性子, 把我拉回了山上, 他呀, 陶巧伸手戳上男人的额头, 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 一言不合就骂人, 赶人, 哪是做官的料啊, 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我明白了, 燕三河打断两人说话, 唐老爷咸云野鹤的性子, 没有心思想要出人头地, 更不愿意披着一张假面, 在官场急急盈盈, 姑娘说得对, 谁做皇帝都和他没关系, 他只想做个闲人, 也只能做个闲人, 陶巧说到这里, 剥了剥头发, 唐家案子发生后, 他在官场上就更难了, 谁都不给他好脸色看, 谁都能在背地里踹他一脚, 给他小鞋穿, 我瞧着, 心疼烈, 当年因为他辞官这事, 楚大哥还来找过我, 让我劝劝他, 朱大哥说男子汉大丈夫, 哪能整天无所事事, 总要干出一番伟业, 才不往来这世上一遭, 燕三河, 你应该没有劝, 陶巧点点头, 一台戏, 有人办皇帝, 有人做贵妃, 有人是丫鬟, 有人是奸人, 戏外头也是一样, 什么人, 什么命, 老天爷都安排好的, 拗着性子做事, 失磨做成, 反倒把自己活活累死, 所以, 以唐老爷的性子, 注定是要和朱延廷分道扬镳的,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道不同, 不相未谋, 那么, 燕三河看着唐剑西, 目光呼得一冷, 为什么我们提起楚延廷, 唐老爷会异常地激动呢, 按理不应该啊, 唐剑西脸色有细微的变化, 不等他开口, 谢之飞沉声道, 先太子与唐老爷同出一门, 哪怕唐老爷避得再远, 也莫办法避开这一个现实, 小培也冷笑着接话, 先太子出世, 楚家被灭三族, 唐老爷不仅没有遭到清算, 玄毫发无损, 这不太合常理, 这里头应该是有事的, 谢之飞, 唐老爷不如好好和我们说说, 到底是什么事, 正所谓一朝天子, 一朝臣, 明廷和他明里暗里是太孙的人, 那么他们俩到死, 都会和太孙绑在一起, 说句不好听的话, 太孙万一有个什么, 清算不是今天, 就是明天, 甚至陪, 谢两家都不会有好下场, 唐剑西呼地站起来, 走到窗户边, 将窗户推开, 山风呼啸而来, 带着嘶嘶寒意, 巧儿, 唐剑西急冷的一双眼睛, 看着隐隐绰绰的远山, 其实那次严庭不是来劝我回到官场, 他真正的目的, 是让我避进深山, 他说给你听的那些话, 其实是做戏给别人看的, 那次跟着他来的侍卫, 其中一个是仙太子的人, 陶巧儿心里惊得狠狠一跳,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一直瞒着你, 唐家的事情发生后, 严廷和我商量说,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们两个最好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唐家就剩下师妹, 一个人, 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保住他, 为先生留个后, 唐剑西, 他还说, 我和唐家牵扯太深, 必须在明, 你有陶巧儿, 就想办法做个影视吧, 真哥, 陶巧儿满面金色, 乘着桌面站起来, 他又说, 太子那头, 由我来周旋, 你不必担心, 师妹那头, 你也不要急着出面, 慢慢等唐家的事情淡了再说, 一切都有我, 唐剑西宴中渗出泪水, 他最后说, 献息,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万一有什么, 你一定记着, 什么都不要做, 连收拾都不必, 每年清明中原, 替我烧一碟纸, 多敬我几杯酒, 就是全了我们同门一场的缘分, 又是一语成衬, 先太子逼宫造反的消息, 是在十天后传到山上来的, 一同传来的是敬尘师妹两个字, 忘安, 忘安, 悟动, 好好活着, 活下去, 否则清明中原, 没有人替他们烧纸敬酒, 也没有人给他们念经祈福, 唐剑西呼吸终于急促起来, 他伸手捂住脸, 泪从他指缝里流出来, 第334章, 猫腻, 先太子逼宫失败, 陛下震怒, 命紧依偎, 三思彻查, 但凡和先太子扯上关系的, 抄家, 杀头, 灭族, 那段日子, 整个四九成的空气里, 都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唐剑西再心大心宽, 也忍不住隐隐担心, 对先太子的清算, 会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 那段时间, 他吃不下, 睡不着, 短短半个月便瘦了一大圈, 他甚至已经写好了修书, 放在岳父岳母那里, 万一有什么, 乔和陶家总能逃过一简, 哪知心惊胆战了整整一年, 山上平平静静, 什么事都没有, 很多年后, 他才从师妹嘴里得知, 他唐剑西在世人眼里, 便是个性格乖张孤僻, 一怒一暴躁的无用书生, 在唐家做学生时, 就和先太子不对付, 而这一切, 都是楚延廷故意散播出去的, 他让他做饮事, 就当真把山里和山外的路斩得干干净净, 彻彻底底, 没有留顶点的后患, 我最小, 楚师兄总说大的, 要护着小的, 这些年, 我最大的心愿, 便是找到他的坟营, 可我, 唐剑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可我连他的坟营在, 哪里都不知道, 我对不住他, 我, 真个, 陶巧掏出帕子, 替他擦着纸缝, 有轻声安抚道, 回头我们去找, 总能找到的, 到时候, 我带几壶最好的酒, 你和他不醉不归, 唐老爷, 我也要去, 李不言站起来, 一脸豪迈道, 我李不言, 这辈子最敬重的, 就是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 只恨我晚上了几十年, 否则这样的人, 我定是要好好结交一番的, 小裴爷被他, 说得心头一击, 刚要附和, 谢三爷的眼刀看过来, 先搞清楚, 你是谁的人, 小裴爷眼睫一颤, 老老实实闭上了嘴巴, 是啊, 我是太孙的人, 太孙的祖父, 是龙椅上坐着的那位, 我去给先太子的人敬酒, 不就是和现在的皇帝对着干嘛, 我这是不想要小命了, 验三合完全没有把两人的眉眼观色, 看进眼里, 查静晨心魔时他有两个想不通的地方, 此刻一一圆上了, 第一处, 是是水在教方司八年时间, 前面出现的人是楚颜亭, 后面出现的人是唐建西, 两人从不同时出现, 这是楚颜亭对唐建西的保护, 第二处, 为什么静晨临死前, 要将所有的书信一一烧毁, 什么痕迹都不留下, 这是静晨对唐建西的保护, 他们都是在用不同的方法, 保护着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人, 这时, 唐建西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陶巧拉着他到屏风后面去镜面, 再出来时, 眼角已经没有了类子, 让诸位献笑了, 唐建西目光落在李不言身上, 我师兄不大爱线外人, 姑娘的好意心领了, 李不言虽然脑子不怎么样, 但关键时候很拎得清, 什么不爱线外人, 这是不想让他掺和进去, 免得生出些事情来, 其实, 我也就说说而已, 唐老爷不必当真, 李不言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小姐, 继续往下问吧, 燕三合没有浪费李不言搭过来的梯子, 唐老爷, 下面我要问到唐家的案子, 你心里有个准备, 唐家的案子, 我没什么可说的, 唐建西目光在六人身上走了个来回, 我劝姑娘也不要问, 你们是替靳晨化电解磨的, 不是去送命的, 他语气平淡缓和, 但六人听完只觉得血气翻涌, 燕三合不太甘心, 唐老爷, 你抛开你唐其令学生的身份, 抛开你和唐之卫的情分,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静晨心魔绕不过去的, 你说, 唐其令的案子, 有猫腻吗? 燕三合莫问是冤枉的吗, 因为就算是冤枉的, 他们也翻不了案, 既然翻不了案, 冤枉不冤枉又有什么意义, 而猫腻不同, 猫腻意味着有蹊跷, 蹊跷在什么地方, 唐建西不会说, 他们也不想听, 唐建西沉默良久, 久到所有人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 他忽然冷冷一笑, 极为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燕三合一看他点头, 立刻拼过脸去看谢之飞, 谢之飞似乎早就在等着他的眼神, 目光对上, 他们从彼此的眼睛里一回道了一句话, 行了,就到此为止, 唐其令案子的是是非非, 到此为止, 唐其令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好人, 是坏人, 不必再问, 下面要问的, 我们查到把唐之卫从教方司赎出来, 是一个叫李三的人, 但李三把人赎出来以后, 就销声匿迹了, 燕三合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唐健熙, 可见李三不过是个出面办事的人, 他背后的人, 是你吗? 唐健? 熙摇头? 楚颜亭吗? 唐健熙点点头, 燕三合瞳孔一缩, 楚颜亭是用什么办法, 把他从教方司赎出来的? 唐健熙摇摇头后, 低声道, 姑娘说过, 山中一日, 人间百年, 她知道师妹被赎出来, 还是因为去教方司铺了个空, 颜亭钉点消息都没有透露给她, 她记得那日从教方司走出来的心情, 那样的轻松和如释重负, 哪怕她根本不知道师妹去了哪里, 直到一年后, 望安两个字出现, 她才恍然明白过来, 颜亭用心良苦地把师妹安排在水月安里, 水月安好啊, 远离尘世, 远离昭征, 没有人知道她从前的身份, 能太太平平过日子, 唐老爷, 楚颜亭的背后, 有没有太子的手笔? 燕三合问, 唐健熙用力一点头? 燕三合再度扭头, 与谢之飞对视, 并没有因为唐之卫的拒绝, 而怀恨在心, 也没有因为唐其令的案子, 对唐之卫不管不顾, 而是一直在背后保护着她, 这也就解释通了, 为什么适水在教方司顺风顺水的原因, 燕三合, 遂寒三有是松竹梅, 唐老爷是梅, 楚颜亭是竹, 那么还有一位是松, 可对, 唐健熙点头, 松排守卫, 这一位是你和楚颜亭的大师兄? 唐健熙点头, 唐之卫和楚颜亭没有顺长辈的意, 唐之卫心里的那个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 就是你们的大师兄, 可对, 第三百三十五章, 陆时, 唐健熙四不甘心, 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点了下头, 这个态度很让人寻味, 燕三合问, 这位大师兄, 你能说出他的名字吗? 唐健熙摇摇头, 为什么不能说? 燕三合目光一下子尖锐起来, 楚颜亭里都说了, 师妹让我这辈子, 都不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唐健熙那张世外高人的脸上, 都是阴森森的冷笑, 我也不屑说, 脏我的嘴, 六人一听这话, 暗暗吃惊, 一辈子都不想从别人嘴里, 听到心上人的名字, 只有一种可能, 恨他入骨, 燕三合, 我们在教方司打听, 这打听到了你和楚颜亭, 那么也就是说, 唐之未进教方司后, 这人就从来没出现过, 无耻之徒, 又怎会出现? 唐健熙虽然不能说名字, 但不妨碍他骂, 卑鄙小人, 人便兽心, 贱力妄义, 狼心狗肺, 我恨不得操他十八代祖宗, 自古有忠, 就有奸, 有善, 就有恶, 唐健熙用最恶毒的话咒骂, 由此可见, 这人应该是辜负了唐之未的一片深情, 这人会是谁? 手臂被人戳了一下, 燕三合扭过头, 谢之飞正色道, 关键人物, 不管多难, 怎么这也得问出来, 不能一带而过, 我知道, 燕三合淡淡, 我只是在想该怎么问, 这个范围太广了, 不难问, 就是费点功夫, 谢之飞把视线挪向唐健熙, 此人现在在四九成, 唐健熙二话不说, 立刻点头, 漂亮, 一下子把范围缩小大半, 燕三合冲谢之飞翘了翘大拇指, 你骂他卑鄙小人, 都说小人得志, 这人现在在朝中做官吗? 唐健熙心里的激动控制不住, 用力点头, 仅仅两个问题, 就把这人所处的位置, 如今的身份都问出来, 真真后生可畏啊, 朝中做官, 谢之飞和裴孝浑身的血液, 顿时兴奋起来, 两人打小就生在官幻之家, 四九成里谁生官了, 谁罢官了, 他们这些官幻子弟, 哪怕不想知道, 也有人会在他们耳边逼逼刀, 这不就到了他们最擅长的地儿吗? 官分文官, 武官, 大官, 小官, 唐其林的学生, 只可能是文官, 小裴爷眼珠子一番, 这人官是那个吗? 唐健熙冷笑着摇头, 小裴爷, 这人在六部吗? 唐健熙摇头? 不在那个, 不在六部, 小裴爷心绪激动, 赶紧伸手扯扯谢之飞的胳膊, 兄弟, 范围又缩了不少, 谢之飞丢了个给爷稳住的眼神, 除去六部, 还有三思, 这人在三思? 唐健熙深目, 看了谢之飞一眼, 点头, 我去, 竟然在三思? 小裴爷和谢之飞, 心里同时冒出一个念头, 不会就是徐来的孙子吧? 这人典型的小人得志啊! 小裴爷兴奋的后辈都开始冒热汗, 三思只行步, 大理寺, 督察院, 这人是不是在行步? 唐健熙摇头? 妈的, 竟然不是徐来那孙子, 小裴爷顿时失落无比, 谢之飞, 大理寺呢? 唐健熙还是摇头, 那就只剩下一个督察院, 到关键时候, 小裴爷有些坐不住, 站起来一边摩拳擦掌, 一边来回夺步, 督察院, 督察院, 怪了, 他脑子里一时静想不起, 督察院都有哪些人物? 小裴爷朝谢之飞看过去, 兄弟, 你来, 督察院设左右督御史, 正二品官位, 左右复督御史, 正三品官位, 左右迁督御史, 正四品官位, 督察院是五成兵马司的上一级衙门, 寻成御史是专门监督五成兵马司的, 所以, 谢之飞对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门儿亲, 这人现在是二品吗? 唐健熙一听这话, 气得咬牙切齿, 骂道, 陛队心头大振, 急急地唤了一声, 鸣庭。 别喊, 别喊。 小爷我这回也很兴奋, 心都快跳出来了, 陪鸣庭用力地擦着手, 恨不得能擦出一片火花来, 督察院左都御史试路。 啪, 唐健熙拍案而起, 下座奸人, 不要拿他的名字, 来捂我的耳朵。 人这一声, 总有某个瞬间觉得不真实, 像是初。 陷了幻听, 也会有某个瞬间像是被人点了穴, 都定住了。 陆石, 陆石, 竟然他妈的是陆石? 小培爷一个剑步, 冲到谢之飞的面前, 额头对额头, 眼睛对眼睛, 谢武石, 快, 快掐我一把。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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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之飞心脏砰砰撞击着喉咙, 把胳膊伸出去, 你先掐我一把。 一击。 小培爷也伸出胳膊, 嘴里喊着, 一, 二, 三。 两只手同时, 用力一拧, 两声闷哼同时响起。 这小培爷, 小培爷错愕地回看着三爷, 都懵了。 书房, 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燕三河听谢之飞说起过陆石三次, 一次是纪灵川贪腐案, 陆石川飞衣弹和纪灵川, 纪灵川被抄家。 一次是徐来的案子, 陆石川飞衣弹和, 徐来被罢官。 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前几天, 陆石川飞衣弹和言如贤, 三爷说闹得文武百官人心惶惶。 但他不明白的是, 三爷和小培爷怎么说也是, 献过世面的人, 为什么会像见到鬼一样的吃惊? 燕三河哪里知道, 陆石这个名字对于这两人来说, 根本不是吃惊, 是惊吓。 小培爷甚至正扎地问了一句, 唐老爷, 要不你再认真想一想, 是不是搞错了? 搞莫搞错, 回头小培爷去问问他, 就一清二楚了。 唐剑西沉着脸, 现在, 在我的书房, 在我的面前, 我不想听到他, 更不想谈到他。 小培爷本来想质问一句谈一谈, 会死吗? 余光扫现唐剑西脸上的怒色, 只能声声咽下去。 燕三河, 裴明廷, 你坐下, 老子现在坐不住啊, 老子现在很好奇啊, 老子现在就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小培爷心里咆哮, 屁股还是老老实实地坐了下去, 他一坐稳, 燕三河扭头看向李不言, 李不言把身后的包袱解下来, 从里面拿出水田衣和绣花鞋, 摆在书桌上。 唐老爷, 这一套衣裳是静尘临终前穿的, 你回忆一下, 现他穿过吗? 我? 故人的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 唐剑西上牙齿和下牙齿打着架, 我见过。 第三百三十六章, 那日, 他见过? 燕三河难掩心中的惊喜, 你什么时候见过? 他是在什么场合穿的? 还有, 这衣裳是唐府绣娘做的, 还是什么人送的? 一连串的问题, 像鞭炮一样在唐剑西的耳边乍响。 燕姑娘, 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 别的我都不知道。 你说? 那日? 那日? 应该是唐家被抄那日, 唐之味从天之娇女变成了阶下囚。 燕三河问, 他用这身衣上做兽衣, 是在怀念从前的美好吗? 唐剑西捏着说不出话来。 好! 燕三河现问不出什么, 只能往后退一步。 上山的时候, 我和唐老爷提起过, 静尘的心魔是一段锣声。 你在唐家时, 有听过锣声吗? 唱戏不就用锣吗? 除此之外呢? 唐剑西皱眉, 摇头表示没有了。 听戏对唐之味来说, 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是他的心魔。 燕三河斟酌片刻, 唐老爷, 以你对静尘的了解, 他会为什么东西, 久念成魔? 唐剑西又是一脸的茫然。 唐老爷, 我们继续来摇头, 点头。 燕三河, 唐之味在教方寺的后几年, 你常去看他, 他可有提起过那个复兴人。 唐老爷摇头。 燕三河, 你有没有主动向他提起过? 唐老爷点头。 燕三河, 他愿意听吗? 唐老爷冷笑, 我的毒誓是随便发的。 那么也就是说, 唐家被抄, 唐之味入教方寺后, 牧师这个人就消失在他的生命里, 提都不能提, 直到死。 燕三河缓缓起身, 夜很深了。 唐老爷, 唐太太, 早些休息吧。 不问了, 小陪爷着急, 可都什么, 还没问出来呢? 今天听到的足够多, 我得理一理。 燕三河起身瞄了小陪爷一眼, 率先走出了书房。 小陪爷总觉得燕三河那一眼, 是要他赶紧跟上去的意思, 正要招呼谢武时走呢。 谢武时冲唐剑西行了个礼, 大步追过去。 嘿, 你们等等我啊。 燕三河没有走远, 就在挤帐外等着。 等人围上来, 他立刻低声道。 如果我没有推断错, 靖臣的心魔应该在唐家的案子, 和傅星汉之间。 案子暂且不说, 陆石这个人, 我想听三爷和小陪爷好好说说。 谢之飞, 这里说不方便。 回房间。 说回就回, 回的是燕三河的房间。 虽然已经丑时二刻, 朱青他们身上还带着伤, 但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开。 事情竟然牵扯到老玉石陆石, 这他娘的可太稀罕了。 小陪爷亲自弃查, 谢武时, 你后背有伤, 我来说吧。 我来说, 陆石这人, 我知道的更多一点。 谢之飞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把燕三河给惊住了。 如果说这四九城里, 非要选出一个清官, 一个好官, 陆石不站出来, 谁也没那个胆站出来。 我的妈, 还清官? 李不言惊呼, 这人可真是两面三刀, 表里不一啊, 妥妥的伪君子。 这话, 说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要不是伪君子, 怎么能在唐其令倒台, 先太子倒台后, 不仅毫发无损, 还一步一步爬到二品大员的高位上。 他从御史台最小的官做起, 一辈子莫娶妻, 莫生子, 家里一个三进的小宅子, 宅子里三五个中仆。 谢之飞, 逢年过节, 别的二品大员府钱车水马龙, 他的府钱永远冷冷清清。 燕三河? 为什么? 一是没有人敢给他送礼, 二是就算你把万贯家产都捧到。 他面前, 他前脚收下, 后脚就上交国库。 谢之飞苦笑, 第二天还要在皇上面前蹭你一本, 罪名是贿赂朝廷官员。 听听听听, 真够正直的。 李不言嘴角不屑, 要知道正直的人可爬不到二品大员的位置。 你说得很对。 谢之飞懒得和李不言抬杠, 顺着他的话道, 但他就有那个本事, 让皇帝看重和信任。 燕三河, 他的确是从唐其令吗? 谢之飞,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我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厉害, 好像中过炭花。 炭花? 小裴爷经着了, 陆时竟然还是炭花狼? 真够聪明的。 燕三河, 他的出身呢? 金陵府人, 据说他生母是个小妾, 有一年除夕晚上, 我和兄弟们寻接, 就看到他带着个仆人在街上闲逛。 谢之飞回忆着那次偶遇, 我下马问他, 老御师怎么不回去吃团圆饭啊? 他回了我四个字, 无人团圆。 无人团圆, 那就意味着陆时和陆家人几乎没有走动。 燕三河又问, 他性子呢? 谢之飞思存道, 六情不认, 算不算性子? 燕三河, 算。 谢之飞铁面无私, 算不算性子? 燕三河, 也算。 至于暗杀, 谢之飞耸耸肩, 那次数多的就数不过来了。 哟, 命很大, 也很硬。 李不言, 身边有高手吧? 谢之飞, 高手不高手, 三爷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好好地活到了现在。 李不言冷笑,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 谢之飞? 什么? 好人不偿命, 乌龟王八活千年。 李不言笑咪咪, 三爷, 你说是不是啊? 是个屁! 你个抬杠的粗笔武夫, 给三爷滚! 谢之飞嘴都要气歪了。 燕三河,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燕三河给了李不言一个警告的眼神, 他不娶气的原因是什么? 三爷可知道。 听听,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好姑娘, 该有的说话态度。 谢之飞被气歪的嘴又震了过来, 真正的原因我不太清楚, 听说他那个地方好像受过伤, 不太行, 和太监差不多。 娘脸, 你听说的可真多。 小裴爷新说, 这些事情怎么他一件都不知道。 我是什么衙门? 你是什么衙门? 谢之飞眯起淡色的瞳孔, 对了, 我记得他今年好像不小了。 燕三河, 多大。 谢之飞, 不是五十六, 就是五十七, 应该没到六十。 燕三河掐指一算, 大吃一惊, 他竟然比静晨大十来岁。 第三百三十七章, 陈起。 十来岁, 竟然大这么多? 所有人心里都疑惑不已, 堂堂太师的女儿, 怎么会看中这样一个人? 家世不相配, 身份不相配, 就连年龄也不相配。 难道感情真的会让一个聪明的女人 变得耳聋眼瞎? 李不言伸出脚尖, 轻轻碰了下燕三河的。 燕三河抬眸看他一眼, 尽管内心非常不愿意承认, 但还是轻轻点了一下头。 是的, 陷入情爱里的女人不仅耳聋眼瞎, 连行为举止都和平常不一样, 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大事不好! 谢之飞突然大喊一声, 燕三河, 咱们得赶紧赶回去。 为什么? 谢之飞还没来得及回答, 小陪爷一拍脑门, 听说这心路的病重, 万一活不了几天。 燕三河脸色骤变, 站起身, 走到窗户前, 对着漆黑的夜呼出一口滚烫的气。 如果陆时就是静晨的心魔, 那就丁点都耽误不起, 必须尽快赶回去。 但此刻已经是人倦马乏了, 除了他和陪明廷外, 余下四人的身上还有伤。 他转过身, 非常干脆道, 今天就说到这里, 各自回房好好休息, 睡到明天五十再起来, 起来后在山上用个饭, 然后赶回京城。 谢之飞, 唐老爷这儿, 就不再问下去了? 燕三河, 唐其令的案子他不肯说, 陆时这个人他也不会说。 他女儿呢, 就是静晨的养女, 叫明月的那个, 我们还没有献着。 谢之飞, 说不定可以从他身上打听到些什么。 燕三河轻轻垂下眼睫, 行程不便, 明天我一早就起, 去献一献那个明月。 你一个人? 我身上墨伤, 两个时辰的睡眠对我来说, 足够。 燕三河淡淡一句, 堵住了谢之飞的嘴。 赶路, 闯关, 与唐老爷斗智斗勇。 所有人几乎是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连心思最重的燕三河, 都没有像往常那样翻来覆去。 宅子里唯一还亮着灯的是正房, 夫妇二人靠在床头, 半点睡意也没有。 老爷, 谢公子和裴公子到底是什么人? 瞧着像是官坏人家出来的。 唐建西点头附和, 我瞧着也像, 普通人根本不熟悉官场, 胆子可真大。 陶巧叹了口气, 也不怕沾上唐家的事情, 给自己惹出麻烦来。 唐建西整个人无声一震, 话说半点没错, 这两人既然是官坏人家的子弟, 查唐家的救世, 查楚严庭的救世, 不就是在查先太子的救世吗? 这不是胆大, 这是胆大包天。 老爷不。 看别的, 只看这几个年轻人的勇气, 也应该好好帮一帮。 你的意思是, 陶巧看着男人的侧脸, 咱们做人做事, 只凭良心, 良心好了, 菩萨是不会怪罪的。 唐建西对上妻子的眼睛, 你是想让我? 织位的棺材合不上, 最伤心的人是明月, 老爷就当是为着他吧。 陶巧放柔生意, 织位在时, 最疼的人不就是他吗? 窗外的天色还是灰蒙蒙的, 燕三合就醒了, 他亲手亲脚地下床, 简单地梳洗了下, 在李不言耳边低声说, 我去唐老爷书房。 李不言其实也醒了, 就是不想动他。 没有半点力气。 去吧! 燕三合得他这一句, 安心地转身去开房门, 不想, 门外站着一人。 唐老爷, 这么走! 唐建西一身就山, 想请姑娘到处走走看看, 这里的山, 还是有几分看头的。 燕三合目光与他对视片刻, 能让唐老爷亲自陪同, 是我的荣幸。 请! 请! 一老一少并肩行, 出了宅子往后山去。 后山的路很小, 只容得下一个人, 燕三合跟在唐建西的后面, 只觉得路越走越偏, 问,唐建西也不解释, 两人就这么无声走着。 穿过一片密林后, 唐建西在一处略宽的平地上停步。 这里, 是整个山顶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确实是好地方, 视线十分地开阔, 燕三合却没有半点看日出的心思。 唐老爷把我带这里来, 应该不光光是让我看日出的吧? 唐建西被起手, 反问道, 姑娘敢跟着我来, 应该不光光, 只是因为胆大吧? 不是胆大, 是我有话想问唐老爷。 不光是请姑娘看日出, 我有话想和姑娘说。 两人一个低头, 一个抬头, 目光对上, 同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燕姑娘想问什么? 你的女儿明月, 我想献献她, 问一问水月安的事。 燕姑娘, 明月做了那个梦以后, 在山上待不住, 前几天下山往京城去了。 燕三合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 那真是不巧了。 明月这孩子很乖, 当年收养, 她是师妹的意思。 唐建西半点不瞒着, 实话实说, 其实我和乔儿以前有过一个孩子, 只可惜, 生下来就是个死胎, 算命地说我命中无子。 我们夫妻一商量, 就想着既然是命中注定的事, 那也就不强求了。 怪不得没有从族里过记一个,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有一天, 我收到师妹的信, 信中说她的养女虽聪明伶俐, 却与佛门无缘, 一辈子强留在水月安, 只怕会出事。 她说我们夫妻命中无子, 却未必无女。 唐建西瞳孔一压, 我们夫妻读完信, 当时就心动了, 决定下山走一趟。 燕三合忽然想到一桩事, 还是会如师态的眼招子亮。 她说, 你们当时收明月喂养女, 是冲着静尘去的。 她说的没有错, 哪怕那孩子不聪明伶俐, 只要师妹开口, 傻子我们都养。 我想献明月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是静尘养大的, 虽然心魔不在她身上, 但就想从她嘴里。 就算献着人, 燕姑娘也是要失望的。 唐建西无奈笑笑, 明月这孩子对师妹一无所知, 我们夫妻二人试探过很多次。 燕三合皱眉, 朝夕相处, 她一点蹊跷都没有发现吗? 第三百三十八章, 执拗, 那孩子就是个心大的, 万事不往心里去。 唐建西说起女儿, 嘴角不自觉地仰起, 天大的事情到了她这里, 都顶不过吃饭, 睡觉, 整天乐呵呵地, 活得没心没肺。 尼古安都是苦大仇深的人, 整天乐呵呵, 的确不适合待在那里。 燕三合画风一转, 唐老爷为明月招了女婿, 留她在身边, 可见是把她当成亲女儿养的。 燕姑娘, 唐建西脸上都是老父亲的慈爱, 你相信吗? 那孩子就是来度画我们夫妻俩的。 燕三合为愣, 这话怎么说? 姑娘想啊, 出世的是我的先生, 落入封城的是我的师妹, 死的是我的师兄, 再加一个西夏五子。 唐建西苦笑连连, 就算我的心再大, 也大不到哪里去。 我有一段时间万念俱灰, 甚至起过出家的念头, 只是舍不得巧罢了。 明月一来, 事情就变样了, 那孩子嘴上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一天能叫上几十遍的爹娘, 半点都不与他们生分。 爹, 您别老叹气, 叹气容易老, 老了脸上皱纹一条一条, 当心娘嫌弃你。 娘, 爹今天又逼我读书练字, 书上都说了, 咱们女子无才便是得, 爹哪里是在逼我? 他分明就是在嫌弃您不识几个字, 娘为了女儿, 为了咱们女子, 不理她半个时辰行不行? 燕姑娘, 你遇着过既让你气得牙根痒痒, 又让你忍不住心软的人吗? 燕三河又微微一愣, 脑子里浮出一张俊脸。 那孩子就是这样的, 有一回, 他真把我惹怒了, 我骂了他几句, 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 人才有喜怒哀乐, 爹, 您活得比从前有人味儿了, 来吧, 再多骂几句, 我经得住的。 唐建西说到这里, 又气笑了, 燕姑娘, 你听听, 我还能骂得下嘴吗? 燕三河听着有趣, 倒是个特别的, 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子, 师妹从来不和他说起任何事, 唐建西沉默了好一会儿, 大约我们都把自己活得像坟墓里的人, 就特别稀罕那孩子脸上的笑, 都想让他活得没心没肺, 快快乐乐一点, 燕三河不由感叹, 还是会如老妮说的对, 这世上再没比明月更好命的姑娘了, 那我便无话了, 下面我听唐老爷说, 我想说的, 唐建西脸色微僵了一会, 才又到, 事有关陆时, 他竟然主动和他说起陆时, 为什么? 唐老爷就不怕, 你师妹全下有之, 我更想他的棺材能早些合上, 唐建西与师妹有牵扯的部分, 我不说, 我只说他这人的所作所为, 不骂伪君子, 不骂下作小人, 他态度变化得这样快, 燕三河反倒有些诧异, 唐老爷是为了明月, 怕倒霉的事情落在他头上, 是, 那唐老爷请说, 唐建西一开口的话很突兀, 他当年是借宿在唐家的, 但他的借宿和严廷的借宿不同, 哪里不同? 我先生在后院批出一个院子, 专门让寒门学子借宿, 还供一日三餐, 燕三河突然打断了他, 这么说来, 他的家境很普通, 唐建西冷笑一声, 不是普通, 是穷, 穷得不仅吃住在唐府, 连衣裳都穿我先生的旧衣裳, 一个穷书生, 能被唐其令收为学生, 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他的过人之处, 便是刻苦, 唐建西虽然心里很是不屑, 却还是不添一点水分道, 一天十二个时辰, 他只睡两个时辰, 别的时间都在读书, 如此刻苦? 是, 唐建西, 我先生说他这人身上, 有一股子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认劲, 认劲? 我讲一件小事, 有一日, 先生与我们三人下棋, 先生一对三, 和我们同时下, 先生棋义是极好的, 他常说人生如棋, 每走一步都要三思而后行, 又说下棋下的是人品, 君子行阳谋, 小人行奸计, 一个时辰后, 他和严廷弃子认输, 唯有陆时还在苦撑, 燕姑娘不知道懂不懂棋, 略懂一二, 有一种人下棋, 明明输局已定, 但他就是不认输, 想着反而地和你周旋, 我和严廷说, 这人下棋喜欢垂死正渣, 那日棋下完, 先生借棋点评他们三人, 先生说他下棋有灵气, 却莫耐心, 心思都在棋外, 若肯潜心研究, 必有大成, 先生说言, 廷的棋风有股狭义之气, 这一气既能成全他, 也能毁了他, 说到路时, 先生扶着胡须, 陈寅半天才道, 你这孩子心思太执拗, 执拗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 燕三河听到这里, 不由地对唐棋令这人生出敬佩来, 看人还是挺准的, 唐建西天资最出众, 说是天才也不过分, 但喜欢的东西太多, 太杂, 反而不惊, 楚燕廷因为先太子的赏识, 一生追随, 有侠气, 以大哥的姿态, 护着唐建西和唐之味, 有侠气, 但最后也因为侠气丧命, 超三足, 而陆时, 执拗和任静是一个意思吗, 燕三河细细琢磨了片刻, 问, 那么也就是说, 唐棋令对陆时是实打实的恩情, 如再生父母, 再生父母这四个字, 分量太重, 燕三河想了想, 道, 唐老爷可否详细说说, 陆时年长我们几岁, 静静比我们早, 拜在先生门下也比我们早, 但他却约我们同一年春围, 姑娘可有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 有一年春围开考前三个月, 陆时的生母出了件不太体面的事, 他娘与下人私通, 被人拿住, 唐建西冷笑, 陆家要将她沉堂, 他娘半夜逃出来, 逃到了衙门, 击鼓鸣冤, 称自己是冤枉的, 等一下, 燕三河, 陆时的生母是个妾, 可对, 对, 是个小妾, 原来是陆时嫡母的贴身丫鬟,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爬了主子的床, 生下陆时, 能内气的人家不会太穷吧, 燕姑娘不禁主母同意就爬床的丫鬟, 是遭人记恨的, 如果主母有意克扣, 自然就穷了, 原来如此, 燕三河后来呢, 查出来她娘是冤枉的吗, 不冤枉, 唐建西冷笑一声, 听说肚子里已经怀了孽肿, 为了想活命, 才想出了这个法子, 第三百三十九章, 忘恩, 陆时的娘竟然这样的人, 燕三河紧拧着嘴角, 一言不发, 当时的陆时已经是举人, 举人的娘做出这样的丑事, 姑娘想一想, 陆时还能再上考场吗, 唐老爷, 我对科举不太了解, 参加春围的人是要求身家清白吗, 身家清白是最基本的要求, 唐建西又补了一句, 当然很多事情你不说, 我不说, 上头的人谁知道, 陆时的娘闹到衙门, 事情就闹大了, 捂不住, 正是如此, 唐建西, 县衙的人立刻书信一封, 送到京城, 礼部的人商议再三, 决定取消陆时春围的资格, 燕三河, 取消资格的人, 是这一次不能春围, 还是这一辈子都不能, 这一次, 唐建西口气一遍, 但姑娘可有想过一件事, 在同僚一样的眼光和闲言碎语中, 你能不能抬头挺胸, 主口官会不会因为这事, 对你的文章有所偏见, 后来事情是如何发展的, 石先生, 在那次电视过后的曲江宴上, 当着诸多礼部官员和新一课的近视们, 夸了陆时几句, 唐建西说到这里, 几乎是咬牙切齿, 我先生是一代大儒, 又是太子太师, 他的话是极其有分量的, 燕三河认同这一点, 自古以来, 越是位高权重的人, 越少替人说话, 但话一旦出口, 足以扭转一个人的命运, 陆时的命运因为这短短几句, 而彻底改变, 唐其令于他的确有再生父母的恩情, 那么, 在唐家出事后, 陆时又是怎样的忘恩负义? 唐建西闭上眼睛, 似乎不太愿意回忆起过往, 但过, 网就在哪里, 绕不过去, 唐家出事, 我们一众学生都深信先生的人品, 觉得他是被冤枉的, 所以联名上书为他喊冤, 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所有先生的学生都来了, 只有他陆时, 唐建西呼地睁开眼睛, 根本不为所动, 甚至连人影都没出现, 为什么? 燕三河皱眉, 按理说, 不应该啊, 因为要急着撇清关系, 当时陆时高中探花, 几个月后就能入汉陵院, 前程一片光明, 而先生锒铛入狱, 已经是接下囚了,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些年, 在提起的时候, 唐建西依然是满心冰冷, 燕姑娘, 且不说他当时与师妹的关系, 只说先生往日里待他, 他也不应该绝情绝意到这个份上, 因为燕行的心魔, 燕三河如今最恨的, 就是不知感恩的人, 这么看来, 他的确是忘恩负义, 狼心狗肺, 有人替他骂出来, 唐建西心里痛快了, 索性又多说了一件事, 师妹争花魁的那一夜, 燕亭那首饰的落款是最寒三有, 这是我知道, 燕姑娘不知道的是, 燕亭事先去找过陆时, 希望争花魁那一夜他能出面, 让他出面的原因是什么, 燕亭怕师妹在里面撑不下去, 想让陆时去陷一陷, 哪怕违心说几句假话, 师妹都有撑下去动力, 更何况, 唐建西动了动嘴唇, 极其艰难地往下道, 更何况师妹的身子干干净净, 他又是他心爱之人, 话到这里, 是彻底地说不下去了, 但燕三和心里已经有数, 一个女子从生到死, 如果非要在这漫长的一生中, 找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应该就是洞房花竹叶吧, 对于深陷教方司的唐之位来说, 他的洞房花竹叶就是花魁叶, 花魁叶与其被别的男人糟蹋, 不如找一个他心理上能接受的男人, 温柔地, 联系地, 教他成为一个女人, 楚颜挺想的极为周到, 陆时正是最好的人选, 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燕三和问, 唐建西木然地冷笑一声, 不想献, 不能见, 不该献, 饶食燕三和再见多识广, 也被这三个不字, 惊得往后退了半步, 当真是无情无意到了极点啊, 也难怪唐之位从教方司出来, 就直奔水月庵, 一腔痴情错付与人, 伤透了, 他后来真去了汉林院吗? 没有, 为什么? 这只能说老天有眼, 我明白了, 春围舞弊案一出, 就有人质疑陆时这个新科花魁的真实性, 姑娘真是聪明, 唐建西脸色森冷, 这世上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撇就能撇得轻的, 厌过留生, 人过留名, 越是想逃, 越是逃不掉, 怪不得连小培也都不知道陆时还曾经种过炭花,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燕三和转身看着唐建西, 唐老爷, 如今的陆时今非昔比, 你可曾预料到, 凭着人的钻营, 手段, 狠毒, 他要不坐上二品的高位, 那才是我预料不到的, 那你可知道, 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登上高位的, 不知道, 我只是听一位顾友提过那么一嘴, 唐建西强忍住脸上的嘲讽, 这世道就是这样, 杀人放火经腰带, 修桥补露无尸骸, 暗无天日, 话音刚落, 东边一抹金光刺出, 燕三和与他并肩而立, 看着那抹金光, 缓缓道, 看, 这天不是亮了吗? 唐建西愣了愣, 偏头看了燕三和一眼, 少女的侧脸沐浴在晨光里, 那么稚气, 又那么带劲, 山中一日, 世间百年, 这是六人下山的时候, 心里同时发出的感叹, 唐老爷夫妇亲自送他们到了河边, 燕三和县陶巧儿欲言又止, 太太有什么话, 只管说, 是这样, 燕姑娘, 陶巧儿苦笑, 明月在靖城身边养了十几年, 两人感情非同寻常, 以她的性子, 一旦知道靖城的棺材裂开, 就会千方百计找到姑娘, 想要问个明白, 太太是想让我, 她怀着身子, 刚满三个月, 拜托姑娘和她好好说话, 别让她着急, 太太, 放心, 燕三和冲唐建西抱了抱拳, 就此别过, 姑娘留步, 唐建西上前, 冲燕三和躬身行了个书生礼, 师妹的事情还请姑娘多多用心, 若事情顺利了结, 麻烦烧个信过来, 这是自然, 燕三和简单一句, 转身登船, 身后的五个人也纷纷跟过去, 乔老头, 开船了, 乔老头几乎都看傻眼了, 他在这河里撑了小半被子船, 第一次看到唐老爷亲自把客人送下山, 第一次看到唐老爷弯腰朝一个小姑娘行礼, 这, 这, 这小姑娘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吗, 第三百四十章, 熬药, 渡河, 骑马, 赶回山关县, 到山关县的时候, 天色已黑, 燕三和决定休整一夜, 让朱青他们身上的伤再养一养, 后面就一口气赶回京城, 因为要养伤, 就在县城里挑了家条件最好的客栈住下, 用过饭后, 燕三和就让所有人回房休息, 临走的时候, 光头廊中给朱青他们四人各配了七天的药, 他问掌柜借了个小厨房, 亲自替四人熬药, 因为有了肉汤的前车之鉴, 燕三和不敢离开半步, 身后有脚步声, 一扭头, 正对上小裴爷笑眯眯的眼睛, 你来干嘛, 来和你套近户啊, 不套近户, 咱们俩个能成一对吗, 小裴爷一边付匪, 一边走上前, 我身上墨伤, 过来帮你一刀盯着, 那两个炉子归你, 小鸡要沸腾后一出来, 燕三和下巴朝边上一台, 蹲着累, 你拿张主椅坐下, 听听, 多贴心啊, 这一趟出来, 燕三和对自己的, 态度既温和, 又贴心, 再也不像上回那样横挑鼻子, 竖挑眼睛的, 越来越有戏了, 小裴爷搬过主椅, 老老实实在他身边坐下, 余光悄悄瞄过去, 只觉得满心欢喜, 对了, 总不能干坐着吧, 该说些啥呢, 聊是辞歌父, 小爷我不是那块料, 聊静尘的案子, 太沉重, 聊男人女人之间的风月, 太骚气, 要不, 还是聊聊佛经吧, 这个小爷在行, 燕三和, 裴明亭, 两道声音几乎同时喊出来, 小裴爷浑身的血液, 瞬间奔腾起来, 刚刚那一幕叫什么, 叫心有灵犀, 燕三和, 有话你先说, 燕三和转过身,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我说什么, 你不是刚刚叫我, 我叫的, 小裴爷一听这声音, 就默好气道, 心谢的, 你来做什么, 我就是没忍住, 过来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 谢之飞咳嗽一声, 正色道, 明天赶路, 我们把马卖了, 雇两辆马车吧, 这样速度快些, 燕三和皱眉, 是不是朱青他们身上不舒服, 是, 谢之飞, 那人下手还真挺狠的, 燕三和听他这么一说, 才想起来自己忘了问一问唐老爷, 那位毕招到底是何方神圣, 手脚功夫竟然这么厉害, 谢之飞走过去也搬过一张主意, 他而皇之地在燕三和和小裴爷中间坐下, 对了燕三和, 你和唐老爷后来又谈了些什么, 我, 哟, 三爷和小裴爷都在呢, 李不言搬了张椅子, 在燕三和边上坐下, 这小小的造金, 因为有两位爷的屈尊玉贵, 而蓬壁生辉啊, 谢三爷, 这根脚屎棍, 小裴爷, 给爷滚, 李不言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说什么呢, 也让我听听, 我们也要听, 门口, 皇旗一脸好奇地倚着门, 一旁的朱青露出一点淡淡的歉意, 歉意里还隐藏着一句话, 我是被这人拖过来的, 小裴爷气得像个葫芦, 怎么着, 小悠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想和心上人套套近乎, 你们倒好, 一个个都跑来凑热闹, 成心捣乱吧, 你们俩先坐下, 燕三合, 裴明廷, 你身子莫伤去门边站着, 防止有人偷听, 啥, 小裴爷指着自己的鼻子, 心说, 还有没有一点尊卑了, 我是爷啊, 辛苦你一下,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哪里辛苦了, 小裴爷私身寺院的邓他一眼, 站起来走到门口, 谢武时, 你看着炉子, 别让他泼出来, 谢之飞借着低头看药, 掩住嘴角一点腥味, 这小子将来一定被燕三合吃得死死的, 而且是永世不得翻身的那种, 燕三合等朱青他们坐下, 开口道, 在后山, 唐剑熙主动和我谈起了陆石, 谢之飞, 什么, 李不言, 当真, 小裴爷, 天啊, 黄奇, 怎么会, 朱青, 奇怪,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唐明月, 并且避开了和静晨的那部分, 讲了这人的一些过往, 燕三合声音很淡, 很平静, 尽量不带任何情绪地转述唐剑熙的话, 说完, 整个灶间只听见药灌咕噜咕噜沸腾的声音, 扮上, 小裴爷感叹道, 哎, 陆石这人还是人吗, 谢之飞回头看他一眼, 也难怪唐剑熙不想提, 黄奇, 我呸啊, 太他娘都忘恩负义了, 朱青, 过分, 太过分, 鸣骚一躲, 暗箭难防, 李不言眼睛转一圈, 冷笑, 这男人要见起来, 还有畜生什么事, 男人们, 李不言还莫完, 又添了一句, 怪不得我娘总说, 女人啊, 要防火防到防处上, 哎, 我说, 小裴爷再也忍不住了, 你娘到底是何方神圣, 哪来那么多, 人生金句是吧, 李不言一脸骄傲, 因为他是穿越者啊, 从二十一世纪来的, 他们那里有很多的金句, 比如说, 春风十里, 不如前任暴毙, 又比如说, 男人靠得住, 母猪能上树, 男人们, 他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一个字都听不懂, 燕三和线男人们的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憋着笑道, 先不骂陆时, 先想想我们回去后, 怎么接近他, 我打算直接找上门, 不妥, 谢之飞从李不言娘的金句的震惊中, 回过神, 陆时的宅子, 四九成多少双眼睛盯着, 直接找上门, 有些事情就瞒不住, 那三爷的意思, 没想好, 但坚决不能就这么找过去, 燕三和迟疑了一下, 谢之飞这人, 有时候很混蛋, 但牵扯到朝廷的一些事情, 他就十分小心翼翼, 他的话, 要当回事, 好, 燕三和表示赞同的同时, 又说出了自己这一路的疑惑, 有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蹊跷, 小裴爷迫不及待, 什么, 燕三和直指四九成的方向, 那一位是怎么做到, 用故人的旧臣, 而心中毫无芥蒂的, 话说得含糊, 但谁都听懂啊, 那一位是指皇帝, 故人是指先太子, 旧臣是陆时, 还有, 燕三和定定地看着谢之飞, 二品大员, 可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你父亲已经很得圣宠了, 也只是个三品, 谢之飞悚然变色, 对啊, 陆时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第三百四十一章, 无能, 一场秋雨过后, 四九成又添几分寒气, 若是往年, 十二间这个时候, 就应该开始准备贵人们过冬的新衣, 只是今年这个形势, 十二间群龙无首,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司里坚随唐太监情节很头疼, 他虽然暂时取代了大太监严如贤的位置, 但到底还没有过名录, 有些, 事情办起来, 名不正言不顺, 但差事就是差事, 得有人做呀, 贵人们稍不满意, 告到皇帝面前, 皇帝最后责问的人, 还得是他, 秦奇打了一肚子副稿, 癫癫地赶去御书房, 哪知刚到御书房门口, 就被小内侍拦住, 秦奇指了指里头, 小内侍摆了两下手, 示意他重新换个时间再来, 秦奇板起脸咳嗽一声, 小内侍想着他如今在皇帝哥儿前的体面, 忙把头凑过去, 低声道, 小半的太医院的人都在里头, 小半的太医院, 那便是为了老御史的事, 老御史又牵扯到严如贤, 秦奇二话不说, 冲小内侍一点头, 麻溜地离开, 御书房里, 灯火通明, 龙椅上, 永和地促着两条剑梅, 看着御案前的人, 裴太医, 你来说说呢, 裴玉一脸为难, 回陛下, 陈的诊断和诸位大人一样, 陆大人的身子亏空得厉害, 他的脉膝浮乱且紧, 而且有, 裴太医, 朕不想听你长篇大论, 你只需和朕说, 陆大人还有几天能上朝, 裴玉盲跪地磕头, 陈, 无能, 地上已经跪了一大片, 太医院院正召太医, 索性扶在地上, 头也不敢抬起, 敢抬吗? 一个风寒治了半个月, 都没治好, 说出去, 老脸都不要了, 唯一一个站着的, 是沈老太医, 老太医年岁大, 资历老, 皇帝给他几分薄面, 留到最后一个再问, 沈太医不等皇帝开口问, 资格颤颤巍巍地跪了下去, 陛下, 老臣无能啊, 皇帝一双虎目半垂着, 看着一地的人, 脸色平淡地, 根本揣测不出, 他已经是怒到了极致, 既然无能, 那就该罚, 太医愿所有人, 扣月前三个月, 愿证半年, 半个月后, 颜色差一点没晕过去, 心里有句话, 差一点脱口而出, 陛下啊, 阎王要人三更死, 不会留到五更天哪, 别说太医院就是神仙, 也留不住啊, 都下去吧, 是, 仲太医像是得了舍令一样, 纷纷往外退, 年岁已大的沈老太医, 缩着脑袋, 退得比谁都快, 这老货, 永和帝怒急, 反倒淡淡地笑了一声, 这时, 有小内传进来传话, 陛下, 冯大人求见陛下, 宣, 随即从怀里掏出一叠纸, 呈到皇帝手上, 陛下, 请过目, 是什么, 永和帝淡淡看他一眼, 没有去接, 回陛下, 陆大人呈上的证据, 下官一件一件核查过, 这一份是核查后的结果, 真不想看, 你说, 冯长秀偷眼看了看皇帝的脸色, 硬着头皮道, 证据确凿, 没有钉点错, 皇帝似乎早有预料, 神色半点莫变, 甚至连语气都是淡漠的, 三思那边查的结果呢, 陈奉陛下之命, 只管暗中调查, 三思那投查的结果, 臣不得而知, 冯长秀换了口气, 锦衣卫查案, 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那就是陆时弹劾严如贤的一桩桩, 一件件都是真的, 永和帝这时, 脸上才有了几分怒意, 冯长秀上前一步, 用很轻的声音道, 陛下, 锦衣卫还查出了一些别的, 老皇帝猛地抬头, 冯长秀又将声音往下压了一点, 你可有真凭实据, 陈目前只找到一半的证据, 还有一半的证据正在查找, 但最多十日便可水落石出, 胆子太大, 胆子太大了, 老皇帝武将出身, 把桌案拍得砰砰直响, 冯长秀不敢再说, 只等皇帝自己慢慢冷静下来, 其实另一半的证据根本不用再找, 只凭现在找到的一半证据, 锦衣卫就能轻而易举地撬开严如贤的嘴, 如果陛下肯把严如贤交给他, 他就能再往身里挖一挖, 淫乱恭维的事, 说不定都能查个一清二楚, 皇帝很快平静下来, 依你看, 这是要如何处置好, 冯长秀能做到锦衣卫指挥使这个位置, 不是仅凭几分小聪明, 哪怕心里已经有十分打算, 却也只敢露出一分, 事关重大, 臣不敢多言, 还请陛下定夺, 永和帝默然看他扮上, 春围的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往下查, 冯长秀心中凛然一惊, 不仅不下令深挖, 甚至连现在手上查的都要停止, 陛下这是要保下严如贤吗? 朕不是要保他, 永和帝抚着额头春围牵扯到穴子, 朕是一线那些穴子们闹事, 头就疼, 臣也头疼那帮书生, 打也打不得, 骂也骂不得, 还一个个地不知道天高地厚, 冯长秀一边打量着皇帝的神色, 一边试探道, 那臣回去就把事抹去, 皇帝的嘴里很轻地一出一声, 嗯, 臣告退, 去吧, 冯长秀行李离开, 一脚跨出门槛的时候, 现身后莫动静, 忍不住又扭头迅速地看了眼, 老皇帝端坐在龙椅里, 虎目半争半合, 魁梧的身躯如远山一样沉寂, 冯长秀不敢多看, 另一只脚赶紧跨出门槛, 偌大的御书房空落下来, 老皇帝突然睁开了眼睛, 哭作半嗓, 换道, 来人, 把皇太孙叫来, 是, 外头的小内侍应了一声, 赶紧去传人, 老皇帝起身, 贴身内侍连忙上前扶住他, 陛下, 您, 震出去透口气, 永和帝淡淡瞥他一眼, 不要惊动人, 是, 内侍故意慢下脚步, 不禁不远地跟在皇帝身后, 走着, 走着, 他忽然察觉不对, 这条路是通往, 这时, 已经有守门的侍卫, 眼尖地看到了人, 赶紧, 飞奔过来, 陛下, 永和帝指着前面那道珠门, 他在里面, 是, 严公公除了不怎么吃喝, 瘦了好多, 别得一切照旧, 侍卫看着皇帝的脸色, 陛下, 要进去看看吗, 永和帝点点头, 刚要迈步, 呼得听到珠门里, 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侍卫脸色一白, 忙到, 严公公偶尔伤心了, 会哭上一哭, 他还有脸哭, 永和帝袖子一甩, 转身大步离去, 第342章, 迈向, 赵一时匆匆走到燕安宫, 一抬眼就看到, 皇帝正站在燕安宫的屋檐下, 身边连个侍候的人都没有, 他忙拎起衣角跑过去, 刚要行礼, 老皇帝的手已经扶住, 太孙陪朕走走吧, 是, 赵一时余光见皇帝脸色清白难看, 忙到, 陛下伸手, 虽然为您把把脉, 他少年的时候, 跟着沈太医学过一点脉相, 普通的脉相多少知道一点, 朕没病莫哉, 好得很, 老皇帝甩甩袖子, 将手背到身后, 走了两步, 赵一时从小受老皇帝教导, 几乎是在化落的一瞬间, 就明白这话里的深意, 脉相有快有脉, 有尘有福, 快, 表示你心乱了, 福, 表示你心虚了, 他们把准了你的脉, 就知道了你的弱点, 老皇帝看着这个最爱的孙儿, 哪怕是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 你的至交密友, 甚至是你的枕边人, 都不要让他们察觉出你的弱点, 一旦他们察觉到你的弱点, 就容易得寸进尺, 几句话, 把赵一时说出一身冷汗, 他虽然从小跟在老皇帝身边, 却从来没听他, 把话说得这么直白过, 思来想去, 多半又是为着严如贤的事, 正想着, 手腕护地被抓住, 一抬眼, 正对上老皇帝那双炯炯有神的虎目, 陛下, 手要纹, 脉要沉, 心要狠, 方氏未以君之道, 饶氏赵一时小时候, 被老皇帝牵着手无数次, 这回也忍不住暗暗惊心, 这双卧间的手太有力了, 他根本正脱不开, 更让他惊心的是, 老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 太孙殿下, 明日查抄炎如贤府邸的事, 朕就交给你了, 赵一时走出皇宫时, 已经很晚了, 沈冲眼巴巴地等在宫门口, 献主子出来, 忙赢上去, 殿下, 上车再说, 沈冲立刻招来马车, 扶太孙上车, 正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坐上去时, 只听赵一时命令道, 上来, 沈冲轻轻一跃, 人便到了马车里, 殿下, 这会是回府还是, 去锦衣卫, 明日查抄炎府, 短短一句话, 让沈冲的脸色变了畸变, 赵一时手指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炎府的后门, 交由五成兵马寺的白燕灵守, 沈冲想着三爷生辰提的那个要求, 问道, 也想让白大人守得住, 还是守不住, 赵一时看着他, 白燕灵是谁安上去的, 沈冲, 是太子殿下, 赵一时私存片刻, 那就让他守住, 随即升到别处, 那个位置挪出来给三爷, 是, 谢老三的病也该养好了, 明日一早让他去衙门复职, 沈冲明白, 殿下这是要借查抄炎府之计, 让三爷稍稍地出人头地一下, 好为他升任五成兵马司总指挥抬一下轿子, 小的这就派人去通知三爷, 让他明儿守门的时候, 机灵险, 速去安排, 是, 沈冲不等马车停, 先连跃了出去, 转眼间, 锦衣卫府便到了, 冯长秀德逊亲自迎出来, 两人入了礼间, 赵义士平退所有人, 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 递到他手中, 冯大人, 看一看吧, 冯长秀展开一看, 心中暗暗抽了几口凉气, 此事皇上只交给你, 我二人, 并未让三司插手, 人手不够, 我也安排五成兵马司的人来协助一下, 一切, 都由殿下做主, 冯大人把明天的事情安排一下, 赵义士收起圣旨, 天亮之前, 万万不可走漏风生, 冯长秀走上前, 压着身问道, 只是抄家吗? 赵义士刚要开口问一句这话什么意思, 只听冯长秀又道, 严公公呢, 陛下可又说如何处置? 赵义士微微一正, 古往今来, 抄家就意味着拿人, 可这回严如贤还在宫里关着, 皇帝对他的去留, 只字未提, 陛下没有说, 我们做臣子, 把分内的差事做好就行, 殿下说的是, 赵义士冲他一汉手, 随即背手走出礼间, 冯长秀看着太孙殿下修长的背影, 表情有些微妙的变化, 皇帝只抄家, 不拿人, 是何用意? 上一回查抄继辅的是太孙, 这一回查抄严辅的也是太孙, 太子呢? 锦义未直接听命于皇帝, 下一任新帝是太子, 陛下不磨合锦义未和太子的关系, 反倒磨合锦义未和太孙的关系, 又是何用意? 赵义士走出锦义未府, 刚下几层台阶, 沈冲急急迎上来, 趴在他耳边低语, 殿下, 三爷不在京城, 赵义士的脸色, 梳得一变, 叫方思, 谢不祸捏着一只酒钟, 身子倚着栏杆, 百无聊赖赏着月, 他相貌本来就生得极好看, 房里好几个娼妓都勾着头, 时不时地偷苗太眼, 身后有人靠过来, 不用回头, 也知道是贺云, 这次一年到头, 身上熏的都是龙咸香, 放着屋里的小娘子, 小官人不玩, 跑外头来一个人喝闷酒, 捏住谢不祸的手, 笑迎迎道, 哎, 和弟弟说说是哪家的姑娘, 还是小子, 谢不祸甩开他的手, 别瞎猜, 看来, 多半是为了你家那位燕姑娘, 赫云把头伸过去, 看着谢不祸的神色, 要我说啊, 事情很简单, 酒一惯, 要一下, 找个黄道吉日把它办了, 你家老三怎么跟你抢, 谢不祸险些急眼, 再胡说, 我撕烂你的嘴, 瞧你急的, 赫云踢他一脚, 我这不是帮你想招吗, 索性道, 我对他没兴趣, 那你对谁有兴趣, 你, 那来啊, 赫云一点不急, 笑得悠哉悠哉道, 弟弟委屈一回, 让你弄, 越发不像样, 谢不祸回踢他一脚, 自顾自地回了屋里, 还莫坐下, 就先乌行在门口探了探头, 谢不祸拉开门走出去, 第343章, 底线, 耶, 乌行把二爷拉到边上, 已经查清楚了, 燕姑娘和李姑娘二人先走一步, 三爷他们晚几个时辰, 从南城门离开的, 一先一后, 是为了逼人耳目吧, 有没有查到, 他们去了哪里, 去干什么, 出了城门以后, 就没了踪迷, 乌行一脸为难, 心说这个燕姑娘不仅身份神秘, 连行踪也神秘, 到底是什么人啊, 谢不过把酒中扔给了乌行, 跟爷去个店, 那世子爷这里, 这人今儿个犯病, 不想搭理, 二爷嘴里的店, 正是小陪爷在城中的私宅, 如今燕三河的处所, 燕三河离开谢府的那日, 谢二爷早早就去了田庄上, 傍晚回来才听说, 禁私居人去怨空, 夜里, 他站在禁私居的门口, 忽然觉得有种不真实, 像是做了一场梦, 梦里, 那清冷少女口气很淡地问, 二爷, 你的心正吗? 乌行, 去敲门。 是。 片刻后, 谢不过坐在小厅里, 一脸温柔地看着面前的汤圆, 一直想来瞧瞧燕姑娘, 一直也没寻着空, 好不容易得空了, 他又出门去, 真是不巧, 汤圆陪笑道, 前大奶奶来, 也是这样说的, 这么说来, 大嫂也不知道燕三河去了哪里, 谢不过眼睛一弯, 起身, 那我改天再来, 我送送二爷, 谢不过走出小厅, 呼得顿住, 对了, 你家姑娘什么回来, 别下回又扑个空, 汤圆心识, 姑娘说, 十日内一定回来, 一来一回十日, 那去的地方不会太远, 应该就在四九城南边附近的几个州府, 他去干什么呢, 为什么回回老三河陪笑都要跟着, 那个李不妍又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能做出那样一首千古绝唱, 马车到了四条巷, 这几个问题还在谢不过的脑子里周旋着, 这时, 驾车的乌形突然一乐缰绳, 扭头低声道, 爷, 你看前面, 树杖外, 停着一顶轿子, 扶叫的人谢不过认识, 正是你儿, 找到这儿来了, 一瞬间, 谢二爷脸上的冷漠藏都藏不住, 他跳下车, 大步走过去, 一把掀开轿帘, 夜明珠下, 杜一云粉脸翘身上, 二哥, 上轿来说话, 谢不过上下打量他鸡眼, 弯腰攥进去, 与他并排坐着, 杜一云, 他声音里毫不掩饰的冷淡, 小厨房的事情, 是你让李正家的做的, 杜一云反问, 二哥为什么用这么冷淡的口气, 和我说话, 李正家的死了, 一个卖主的剑奴, 死就死了, 更何况, 他让太太禁足, 让二哥和柳姨娘, 在谢老爷心目中的位置, 又高了一层, 正是死得起锁, 谢不过促然偏过头, 目光锁着这张娇俏可爱的脸, 心里说不出的厌恶, 他并非什么好人, 也干过不少坏事, 那个贺云更是, 但干了坏事, 还能摆出这么一副冠冕堂皇的好人样, 他和贺云都做不到,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他的口气更冷了, 二哥还没给我答复呢, 杜一云对他温柔地笑了笑, 我这人心急, 等不了那么久的时间, 来找二哥要句准话, 谢不过面色阴沉, 他在教方司一个人喝闷酒, 其实也在思存, 到底要不要和杜家合作, 杜家摆出来的条件十分诱人, 把吴氏这个蠢女人, 从正妻的位置上弄下来, 扶柳姨娘上位, 让他谢二爷成为堂堂正正的嫡子, 不仅如此, 杜剑学还愿意把他带在身边, 一步一步往仕途上靠, 而他要做的是把谢家的一切, 事无巨细地传到杜家, 一本万里的好事, 不是吗? 但再往深处想一想, 杜剑学要知道谢家的事情做什么? 杜剑学的背后是汉王, 他的目的应该就是替汉王拉拢父亲, 父亲与杜剑学相交这么些年, 迟迟不靠向汉王阵营, 可见父亲并不看好汉王这一对, 这世间只有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道理, 绝没有独善其身的说法, 他二爷在卑鄙无耻, 在阴险下做, 也有最后一点做人的底线, 准话就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 谢二爷略笑笑, 我是讨厌老三, 讨厌身上这个抹不去的数字, 但这都是我谢家的事, 姑娘管着字个就行了, 手别伸得太长, 杜一云脸色大变, 二哥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说人话, 谢不惑呼地冷笑一声, 杜姑娘用一个李正家的挑起谢家大房, 二房之争, 表面看似对我二房有利了, 可谁又能保证, 我谢不惑不是第二个李正家的, 李正家的怎么能和二哥相提并论呢? 怎么不能? 谢不惑语速放得很慢, 一样吃里巴外, 一样被煮求荣, 一样是别人手中的棋子, 杜一云书的变色, 杜甫? 书房? 杜一云书的口干舌燥, 端起茶中挫了一口, 沮丧道, 爹, 原话就是这样。 谢老二这颗棋子, 咱们算是白费了心思, 杜建学微微笑道, 女儿啊, 这世上没有白费的心思, 两步棋一下, 杜一云摇摇头, 他却生生忍下了, 杜建学冷笑, 李正家的死, 死给谁看? 是给咱们杜家看的, 是在警告你爹我, 手别伸太长, 一鸣一案, 他当真好算计, 杜一云瞬间明白过来, 谢道之人在明, 是为了自个的名声, 毕竟爹曾经是他上司, 弄死李正家的在案, 是在反击杜家, 还有三吗? 有, 杜建学, 谢道之教子有方, 哪怕在那里, 已经斗得死去活来, 在外头, 依旧护着自个兄弟, 行事有轻重, 有分寸, 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谢家的男人, 如果帮衬着太子, 站在汉王对立面, 会如何? 第344章, 坑爹, 谢家的男人, 如果帮衬着太子, 站在汉王对立面, 会如何? 这个念头刚在杜建学的脑子里冒出来, 答案就已经在他心里, 会是劲敌? 杜建学沉默片刻, 此事过后, 谢府和我们, 就算正是撕破脸了, 你以后也不要再动什么歪心思, 随他们去吧, 爹, 杜一云不服气, 这么算了, 急什么? 杜建学冷眼看着他, 先探一探深浅, 看看谢府人的态度, 后面再缓缓涂之, 对了, 谢老三最近在做什么? 杜一云心里冒出一股酸水, 还能做什么, 十有八九跟信念的小贱人鬼混呗? 不像, 杜建学摇摇头, 一个述出的谢老二, 形势就已经如此, 正方敌出的儿子, 他谢道之会眼睁睁地看着他鬼混, 来人, 老爷? 暗中派人再摸一摸谢老三这个人, 是, 仔细摸, 是, 老爷, 杜一云有些纳闷, 爹, 摸他做什么? 他这人每天上牙混日子, 下牙也是混日子, 一个混日子的人, 你还惦记了这么些年, 杜一云一正, 是啊, 我为什么惦记他这么些年, 就凭他那张脸吗? 女儿啊,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豆粮, 他杜建学就是被谢道之那张 毕恭毕敬的脸给蒙骗了好些年, 谢三爷哪里知道 京城惦记他的人, 一个又一个, 他这回正趴在飞驰的马车里, 想着怎么敲陌生的和陆石搭上线, 一个可靠的中间人都没有, 这位爷六亲不认, 谁的脸面都不给, 唯一一个能和他说得上话的, 是赵怀人, 但这是偏偏不能惊动赵怀人, 那丫头的话还真没错, 直接找上门是最好的办法, 但不是白天找, 而是夜里找, 爬墙找, 爬墙是个体力活, 嗯, 我得好好休息, 把背上的伤在洋洋好, 另一辆马车里, 燕三合靠着马车臂, 头枕在膝盖上, 他替谢三爷把一圈的人脉, 根本想不出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找上路时, 最好的办法, 还是他说的, 直接找上门, 但不是白天, 而是趁着月黑风高, 爬墙进去, 爬墙是个体力活, 得先探探地形,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棵墙边的树, 借着树爬墙, 两辆马车在夜色中急迟, 所有人都归心似箭, 恨不得马车能跑快点, 再快点, 两日后, 天还灰蒙蒙的, 汤圆刚起床, 呼得听到有人高喊小姐回来了, 他赶紧迎出去, 远远看到小姐, 三爷他们, 心头一颤, 这是从哪个计较嘎拉里跑回来的, 怎地一个个都灰头突脸, 小姐, 汤圆, 被热水, 被饭, 快点, 燕三合看了眼身旁的谢之飞, 三爷, 小裴爷, 是回去歇着, 还是, 就在这里, 汤圆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的, 汤圆撒腿就跑, 小裴爷目光锁住黄旗, 你先回家一趟, 给我拿几身换洗衣服, 顺便把我爹请来, 黄旗还没来得及开口, 谢之飞皱眉道, 伤都好得七七八八, 还惊动裴叔这尊大佛做什么, 谢武时, 你脑子是给癫糊涂了吗, 小裴爷翻他一个白眼, 我爹给那位看病了, 然后呢, 看病不得带个医童, 这医童你能做, 我能做, 三合也能做, 原本垂眼听他们说话的燕三合, 凸得心中一动, 所以, 我们只要说动裴太医, 就能扮成医童, 神不知, 鬼不觉地见到路时, 小裴爷一脸嫌弃地看着谢之飞, 看看三合, 再瞧瞧你这猪脑子, 没救了, 猪脑子冲他露出个讨好的笑, 一转身, 眼睛很亮, 燕三合, 你的身形扮作医童很合适, 而且太医院也没有人认识你, 燕三合, 我来负责说动裴太医, 他要不同意, 你就拿出对技家的恩情, 好, 燕三合头一天, 眼神定定地看着小裴爷, 想了一路, 愁了一路的问题迎日而解, 这法子比爬墙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一息, 两息, 三息, 小裴爷被他看得脸都红了, 舌头当场打了个接, 你, 你这人什么毛病啊, 啊, 怎么总能在关键的时候拍上大用场, 燕三合冲他敲敲大拇指, 用李不言的口气, 破天荒地说了一句, 这毛病我喜欢, 下次请继续保持, 小裴爷, 小裴爷看着他的背影, 一把扯住谢之飞的胳膊, 惊慌失措道, 他, 他刚刚, 好像说了喜欢, 是, 我, 我, 我要怎么办, 谢之飞看着这人的蠢样, 有些无奈道, 莫听他说嘛, 继续保持, 保持什么, 是保持我的聪明, 保持我的用场, 还是保持我对你的一颗真心, 小裴爷洗好澡, 吃好饭, 直到自家亲爹匆匆赶来, 都还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个问题, 裴玉一进堂屋, 不知何故, 眼皮跳了跳, 燕三河不等他喘口气, 开门见山道, 裴太医, 我求你帮我做件事情, 姑娘请说, 我想搬坐你的医童, 去献一献陆时, 啥, 裴玉眼皮剧烈地跳起来, 你最好不要问为什么, 更不能拒绝, 只管带我进路家就行了, 不能问为什么, 还不能拒绝,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求人的方式, 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燕三河悠悠地看着他, 不让问, 是因为我不想把你扯进去, 不能拒绝, 是因为人命关天, 裴玉一听这话, 心情复杂到无法言说, 哪个人的心魔, 竟然扯上了陆时, 陆时这种六亲不认的人, 怎么能帮上燕姑娘, 还有, 他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可见事情不会小, 那儿子整天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 岂不早就扯进去了, 心里一圈算盘打下来, 裴玉决定让燕三河稚难而退, 燕姑娘, 不是我不肯帮忙, 我根本没办法带你进陆家, 陆家, 简单, 我做你的医童, 裴玉眼神一粒, 化作刀子, 刷刷刷向自家儿子飞去, 假扮医童这种搜主意, 十有八九是自家小畜生出的, 坑爹啊, 偏小畜生还装出一头雾水的样子, 这主意好啊, 燕三河你怎么想到的, 苦思冥想, 燕三河配合着小裴爷把话接下, 要什么准话, 裴玉咬咬牙, 燕姑娘, 丑话先说前头, 你扮我一同可以, 但能不能进去, 我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运气, 燕三河皱眉, 这么说来, 想进陆家很难, 裴玉一脸无奈, 锦衣卫是第一重关卡, 陆家老奴是第二重关卡, 你说难不难, 裴叔, 谢之飞突然出声, 一个小小的陆府竟然要出动锦衣卫, 莫这个道理啊, 锦衣卫是什么, 是天子清兵啊, 宫里, 宫外多少双眼睛瞅着呢, 还是不对, 谢之飞对四九城的布房何等的敏锐, 燕如贤那桩事情不至于, 还提他呢, 家都抄了, 抄了, 谢之飞大感意外, 谁抄的, 裴玉心说这小子出一趟门, 怎么变傻了, 还能有谁啊, 陛下呗, 谢之飞与小裴爷面面相去, 燕如贤真倒台了, 这他娘的也太快了, 怪不得要派锦衣卫守一守门, 燕如贤挡雨颇多, 这个节骨眼上是得保护好老御史啊, 三爷, 这时, 朱青大步走过来, 附在谢之飞耳边低语几声, 谢之飞脸上迅速染上一层凝重, 起身看着燕三合道, 你一会跟着裴叔去, 我和明廷有点事, 他和明廷? 燕三合根本不用多想, 就知道是太孙那头的事, 你们安心办事, 我这头不用惦解, 没什么重要的事, 也不用过来, 谢之飞哪能真的安心, 若是锦衣未拦你, 你提一下我的名字, 说不定管用, 陆府老奴, 燕三合, 我自己想办法, 谢之飞点点头, 见不到人也别急, 后面总有办法, 燕三合, 谢之飞扭头看向裴玉, 裴叔, 裴玉最恨这小子, 摆出这样一张无辜的脸,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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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吧, 明天, 我们走, 裴明廷一句废话都没有, 俐落地跟过去, 等走出院子后低声问, 出了什么事, 银如贤的家是怀人抄的, 又, 又领指抄家了, 两回了, 陛下这是多么信任他的孙子, 怀人把看后门的事情, 交给了兵马司, 不一向都是刑部的人, 小裴爷话到一半, 呼得一把, 扯出谢之飞的胳膊, 他这是抬你上位啊, 偏偏我不在京城, 谢之飞柔柔眉心, 明廷,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有些对不住他, 这感觉, 我也有, 他们三人一向称不离驼, 驼不离称, 怀人有事, 都会和他们说, 他们这头发生了什么, 也不会瞒着他, 这回去和监府, 他们连个招呼都默和怀人打, 事儿做得不大上路子, 五十, 我们, 上车再说, 等到了马车里, 帘子一落, 谢之飞压着声道, 别的都是小事, 但有一件事, 咱们得事先商议好, 静城的心魔, 我们对他说不说, 问我做什么, 裴笑浑身的寒毛, 一根一根竖起来, 我, 我, 我哪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说, 三人这么好的关系, 独独瞒着怀人一个人, 这不是不相信他吗, 再说了, 他们的行踪, 如果怀人有心查, 也瞒不住, 说, 事情太敏感, 扯到先太子头上, 怀人心里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会不会不让他们往下查, 谢之飞往后一靠, 轻轻叹了口气, 两难啊, 这话, 让小培爷心里有些慌, 要不, 我们就像上回吴冠月的事情那样, 说一半, 留一半, 他带我一片心, 我, 谢之飞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说谎, 算计应该是用在对手身上, 对, 朋友不应该, 上一回瞒着怀人, 是因为牵扯到吴冠月父子, 牵扯到郑家, 案子太大, 掀开来就是血雨腥风, 刀光剑影, 怀人跟机还浅, 瞒着是为了他好, 这一回, 谢之飞头痛欲裂, 索性往马车里一躺, 这一回, 我是真不知道了, 午后的陆府掩盖在一片树荫下, 陪府的马车缓缓停在门口, 车上先跳下个小医童, 但医童年纪很小, 皮肤很白, 单薄的肩上背了个衣箱, 医童站稳, 转身扶培玉下车, 培玉握住医童的手腕, 压着声道, 一会进门, 尽量不要抬头, 跟在我身后就行, 燕三河看着手腕上那只发颤的大手, 一脸无奈, 裴太医, 这话, 你已经说了二十遍了, 老子, 恨不得说上二百遍, 裴玉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到了里间, 你看我眼色行事, 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陆时不比别人, 他, 裴太医, 你再说下去, 别人就该起疑心了, 燕三河下巴出门口抬一抬, 裴玉斜眼一看, 差点摸晕过去, 门口, 一左一右站着两位太医, 正用吃惊的目光看着裴玉, 皇帝动幕后, 赵燕正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 把太医们分成三班, 早班, 午班和晚班, 每个班轮一两个太医, 生怕陆时出事, 裴玉吓得赶紧缩手, 咳嗽一声, 抬起头, 挺起胸, 颇有几分气势地走过去, 王太医, 傅太医, 裴太医, 三人打了个照面, 王太医看着裴玉身后的医童, 面生得很, 新收的徒弟, 嗯, 裴玉, 收很多年了, 今儿带出来献献世面, 傅太医, 乔气兮应该是个姑娘吧, 怎么着, 裴玉口气冲得很, 我裴家, 难道就不能培养个女医出来, 坐镇摆药堂, 徒弟, 天赋的女子, 经过多年培养后, 专卫宫里的娘娘, 飞凭调养身体, 燕三和尚前一步, 大大方方给两位太医攻身行礼, 坦坦荡荡让他们打量, 他一坦荡, 两位老太医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随口夸了两句, 裴玉鼻子呼出两道冷气, 袖子一甩, 一脚跨进陆府的门槛, 燕三和尚两位太医一汗手, 不紧不慢地跟上去, 经此一遭, 他终于知道, 小裴爷的傲气是怎么来的, 从他爹那儿遗传来的呗, 这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二进宅院, 该种花的地方种花, 该种草的地方种草, 一路走进去, 燕三和找不到任何一处景色, 能让他多看一眼, 普通至极, 二门口, 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带刀卫兵, 燕三和心头一紧, 迅速低下头, 第346章, 路大, 燕三和做好了被人盘查的心理准备, 所以在马车上的时候, 他向裴玉请教了一些医学方面的常识, 哪里知道, 那两个兵卫根本没有多问, 冲裴玉点点头后, 便放他们进去了, 裴太医, 为什么不查, 也不看看是谁带来的人, 裴玉骄傲完, 扭头看他一眼, 但后头那一关, 你得自己过, 那人不看僧面, 不看佛面, 谁的面都不看, 正说着, 那人已静在眼前, 五十左右的年纪,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长相普通, 穿着也很不打眼, 背手站在院子门口, 神色淡淡, 那人叫陆大, 是陆府的管事, 裴玉无声翻了个白眼, 手底下莫管几个人, 脾气到不小, 燕三河低声道, 他和陆十是亲戚吗, 鬼知道, 裴玉走上前, 冲大陆管事一汗手, 陆管事目光瞄了燕三河一眼, 裴太医, 这位是, 我收的女医童, 带出来献献世面, 陆管事脸色不好看, 裴太医, 我家大人可没什么世面, 给你家一桶瞧, 怎么没有呢, 裴太医冷笑一声, 一个伤寒, 治了大半个月都没治好, 这世面可大了去, 燕三河上前一步, 刚要行李说话, 裴太医伸手把他往后一拨, 怎么着, 瞧不起我家女医童, 实话和你说吧, 他连死人都能治, 燕三河, 不是说好这一关, 让他自己闯的吗, 怎么连话都不让他说了呢, 陆管事目光上上下下看着燕三河, 半晌, 才点了下头, 这就放了, 燕三河赶紧脸眉垂目, 冲路管事行了个礼, 冲他行什么礼, 冲你师父行礼, 才是正礼, 裴玉傲气上来, 小燕子扶着谢, 小燕子赶紧上前扶住裴玉的胳膊, 毕恭毕敬道, 师父, 您当心脚下, 嗯, 师父趾高气扬地跨进了门槛, 经此一遭, 燕三河又得出一个结论, 小裴爷的嘴硬心软的毛病, 也是从他亲爹那儿遗传来的, 他轻轻捏了一下裴玉的胳膊, 师父, 谢了, 裴师父眼都莫眨, 谢啥, 后面我是真帮不了, 看你资格的命吧, 病重的人住的屋子, 几乎都有一个特点, 不通风, 空气污浊, 且房里有异味, 但眼前的这间屋子, 不景不暗, 不闷, 不浊, 反而很清爽, 燕三河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两扇大开的窗户上, 意外发现窗台上, 竟然摆着一只美人瓶, 瓶里插着两只桂花, 这人竟比山上的唐老爷, 还有几分闲情雅致, 这时, 裴玉已经走到床榻前, 聊起衣裳坐下, 陆大人, 伸手吧, 我来替你把个脉, 燕三河把衣箱放下, 悄悄把目光挪过去, 这一挪, 他的呼吸收得停住, 这是一个极为苍老的男人, 散着一头的白发, 眼窝凹陷, 眼皮松弛下垂, 以至于将整个眼睛都遮盖住, 双甲因为瘦身陷进去, 衬得颧骨异常的高, 唇很薄, 薄得近乎看不见, 燕三河在超技甲的时候, 陷过陆石一面, 莫太多记忆, 但, 似乎那时候还没有苍老至此, 这就是唐之卫喜欢的男人吗? 可除了老, 他看不出半点特别之处, 甚至连唐老爷的一半风采都没有, 或许是燕三河的目光太过灼热, 原本闭着眼睛, 任由培玉把脉的陆石, 呼得睁开了眼睛, 这双浑浊眼睛一睁开, 燕三河心微微一跳, 赶紧把目光磨开, 眼中的暗芒太锋利了, 一点都没有因为病痛而简单半分, 甚至有些让人不敢直视, 这种锋利, 和初见谢道之时, 他眼中流露出来的锋利, 还不大一样, 谢道之的锋利, 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锋利, 但这一味, 是那种能让你无所断行的锋利, 陆石这一眼过后, 又很快闭上了眼, 燕三河却清楚地看到他的眉头, 微微醋了一下, 恰这时, 裴玉的脉已经诊完, 摸着一点稀疏的胡子, 沉引道, 陆大人的病, 很快就好了, 陆石依旧闭着眼睛, 劳裴太医和陛下说一声, 晨再过三日就能上朝, 裴玉听完这一句, 简直要热泪盈眶, 我的娘脸, 头上的乌纱帽保住了, 恭喜陆大人, 终于病药好了, 我这就, 裴太医余光, 扫过燕三河, 话锋一转, 到外头给陆大人你个方子去, 徒儿, 你替师傅在这里看着陆大人, 是, 陆管事, 嬷嬷, 裴玉瞅了陆大一眼, 想把他支出去, 裴大人自己动手, 陆管事一双鹰眼, 冷嗖嗖地看着燕三河, 燕三河立刻明白, 这位陆管事, 是不放心陌生人待在陆石的房里, 他赶紧冲裴玉地了个眼神, 示意他先到外头去, 裴玉无奈, 只得转身去了外头, 一个方子再怎么磨蹭, 一盏茶和陆石说话的时间, 还得在陆管事的眼皮子底下, 话要如何开口, 是单刀直入, 还是迂回曲折, 燕三河只用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便做出了决定, 他身子一转, 看向陆管事, 我叫燕三河, 真正的身份是西郊水月安请来的, 话还莫说完, 一只大手以极快的速度, 扣住了燕三河的颈迫, 燕三河瞬间窒息, 掌红着脸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失算了, 这位管事竟然会手脚功夫, 正常人不可能出手, 快到这种程度, 脖子上的手越收越紧瞳, 燕三河双脚渐渐离地, 眼前阵阵发黑, 但他没有挣扎, 任由那只像钳子般的大手, 吞没他肺里的仅剩的一点空气, 他在赌, 赌他是由裴玉带进来的, 赌这位陆管事, 不敢当着一墙之隔的裴玉杀人, 阿大, 随着一声低换, 脖子上的手术的松开, 燕三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痛苦地捂着紧搏咳嗽, 每一颗仿佛是从胸腔里震出来的, 听得外头的裴玉头皮发麻, 静直冲进来, 燕三河, 你, 你出去, 燕三河声声咽下一口带着血腥的口水, 低赤道, 这里没你的事, 第347章, 过招, 裴玉瞬间傻眼了, 怎么摸他的事呢, 人是他带进来的,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别说儿子那头不好交代, 就是三爷那头, 裴太医, 你到外头去, 燕三河从地上爬起来, 目光冷沉沉地看着他, 有多远, 走多远, 这不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吗, 裴玉血气直往上涌, 扭头就走, 刚走到院子, 呼得又慢下脚步, 不对, 这丫头是不想把事情牵扯上他, 才会让他走远一点的吧, 奇怪, 一个尼姑的心魔, 怎么会和陆石扯上关系, 那尼姑谁啊, 燕三河等裴玉离开, 用力呼吸几口气, 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床上的苍老男人, 男人抬了一下眼皮, 眼睛缓缓睁开, 目光对上, 燕三河挺了挺腰背, 水月庵有个尼姑叫靖晨, 靖晨出家前的名字叫, 唐之卫, 陆石脸上一丝变化也没有, 仿佛他根本没有听见燕三河的话, 唐之卫是唐其令的女儿, 唐其令是你曾经的先生, 当年你进京科举, 借住的是唐家的房子, 陆大人, 前程往事可都记起来了, 陆石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 这个变化, 燕三河非要找一个词形容, 那就是微妙, 说吧, 你假扮培育的医童, 混进我陆府, 有什么事? 酒病的人声音是哑的, 陆石的声音除了哑以外, 听上去还很疲倦, 然而, 更吸引燕三河注意力的, 是他那句不打反问的话, 你假扮, 你混进, 你有什么事? 他自己与唐家的关系, 只字不提, 燕三河在心里瞬间做出判断, 陆石这人谨慎又小心, 还有狡猾, 如果陆大人的前程往事记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事, 如果记不起来, 燕三河眯起眼睛, 学着谢之飞的样子, 慢慢翘起二郎腿, 那么有些事情说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招叫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他赌的是陆石对自己的好奇心, 假扮医童, 混进陆府, 然后呢, 你陆石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燕三河如愿看到了陆石脸上的表情, 又有了些许变化, 但他看不到的是, 身后的陆管室 翘无声息地上前一步, 随时等着主子发话, 好意把拧断他的颈迫, 陆石浑浊的眼睛盯着燕三河, 半上, 忽然问道, 你叫什么? 燕三河? 多大了? 十七? 哪里人? 云南府? 找我做什么? 燕三河沉默, 他不仅沉默, 还冷冷地, 毫不畏惧地与陆石对视, 陆石心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好像面前坐着的 不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 得老江湖? 可真是嘻哈啊, 朝廷多少文臣武官, 都不敢直视他陆石, 这姑娘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唐七令曾经是我的先生, 唐之卫曾经是我的师妹, 当年我借助在唐府, 他目光一宁, 你找我做什么? 我找你,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 燕三河的目光又深了几分, 陆大人刚刚没有说实话吧, 唐之卫应该不仅仅是你的师妹, 陆石脸色呼得大变, 燕三河一看他这副表情, 决定乘胜追击, 你和他撕定过终身, 陆石撑着床板坐起来, 立声喝道, 说, 你到底是谁? 我是燕三河, 他扬了扬下巴, 亮出了底牌, 净尘的棺材落脏后裂开了, 死人的棺材裂开, 是生前心中有念, 时间一常念就成了魔, 我是水月庵, 请来替净尘化解心魔的人, 陆石的眼睛一寸一寸睁大, 房里, 安静极了, 燕三河没有再说话, 一双黑眸平淡地看着陆石, 静静等着他开口, 有些事情从听到, 到接受, 是需要时间的, 燕三河知道自己不能急, 陆石的眼睛一寸一寸变小, 直到眼皮搭了下来, 形成一条缝的时候, 方才开口, 燕三河, 他的心魔不会是我, 你找错人了, 燕三河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 反问道, 我连他的心魔是什么都没有说, 陆大人怎么就知道找错了人? 很简单, 陆石冷冷一笑, 我与他并没有私定过终身, 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师兄师妹的关系, 陆石, 你确定, 燕三河对一个男人的厌恶与否, 其实都在称呼上, 陆石淡淡回答, 除了这层关系, 再无其他, 你还要脸吗? 好, 燕三河压住怒气, 既然你说, 你们是师兄师妹关系, 那么他的棺材合不上, 作为师兄的你, 是不是可以出一份力? 燕三河, 你能查到我这里, 就应该清楚很多过往, 陆石的声音带着冷沉的肃杀, 我陆石从来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对于一个小人, 燕三河惊住了,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棺材永远合不上, 能? 你就不怕举头三尺有神明? 唐麒麟伸手春围, 替人舞弊, 抄家是活该, 唐之卫是他女儿, 唐家昌盛时, 他享受一切, 唐家没落时, 他也应该承受一切, 就算神明也不会怪到我头上来, 陆石冷笑一声, 更何况人死如灯灭, 他就不该有什么念, 什么魔, 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我为什么要出力? 你, 燕三河狠狠掖住, 你不必再来找我, 这桩事情我只当没有听说过, 陆石看一眼陆大, 陆大上前一步, 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燕三河没有动, 话念解磨这么几年的时间, 还从来没遇到过像陆石这样的人物, 这人何止忘恩负义, 简直没有一点人性, 也难怪唐建西连这人的名字都不想听到, 真的很无耳朵, 燕姑娘, 我劝你还是先离开得好, 陆石缓缓闭上眼睛, 别连累了院子里的那一位, 我能告他一个图谋不轨, 姓陆的, 你他妈的做个人吧, 燕三河被人捏住三寸, 分而起身, 一只脚跨出门槛的同时, 他眼神暗了又暗, 到底从牙缝里扔下一句, 陆石, 我还会来找你的, 燕姑娘, 陆石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下次别让我再看到你, 否则, 后果你担不起, 燕三河的心, 直往下沉, 第348章, 天意, 马车缓缓启动, 李不言两只眼睛盯着燕三河亲子的颈驳, 刷刷往外喷火, 谁干的, 不言, 别冲动,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燕三河把刚刚和陆石见面的情形, 一字不漏地说给李不言听, 陆大掐他脖子的感受说得尤其详细, 因为只有越详细, 李不言才能判断出, 这人的身手是高是低, 是不是高手我不好说, 但此人一定心狠手了, 李不言阴沉着脸, 习武之人弱小不期, 妇孺而同不期, 这是道上的规矩, 燕三河很不明白, 陆石身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 坏事缺得是做多了呗, 身边不安个高手, 他夜里能睡着绝吗, 李不言一掌拍在毯子上, 妈的, 做人忘恩负义也就算了, 怎么能连点人味都没有呢, 李不言越看燕三河的颈驳, 越心疼, 感觉自己快被气升天了, 男人啊男人, 都他骂的是什么东西, 还是我娘说的对啊, 凤凰男这种东西碰不得, 谁碰谁死, 唐家的事变成了凤凰, 然后就自己一飞冲天, 不管别人死活, 这就是凤凰男, 李不言咬牙切齿, 我现在充分怀疑春围舞弊案, 跟那只路土机有关系, 说不定就是他在里头搞的鬼, 燕三河沉默良久, 道, 咱们去茶楼听戏喝茶, 你还有这心思, 大太监严如贤的家被抄了, 这么大的事情, 茶楼九四一定会有人议论路时, 回家也没事干, 不如去那边听听, 燕三河正所谓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咱们那里走不通, 就先从外头来, 我就不信了, 他路实是铁板一块, 说得好, 李不言斗志, 一下子被激起巴掌高, 咱们一定要把路实这个狗男人的皮, 给一层层接下来, 姑奶奶就不信他的心, 燕三河沉默半赏, 道, 不言, 你还记得一年前, 我在娇州腐化的那个小心魔, 记得, 是娇州的寒家宝, 李不言感叹, 大户人家呀, 给咱们安排的吃的, 穿, 用的都是好东西, 我到现在最忘不掉的, 就是他们家的, 不言, 燕三河出声打断, 我记得寒家宝市标局, 也顺带替人打探消息, 你的意思是, 他们欠我一个人情, 我想请他们打听一下陆时这个人, 为什么还要打听, 唐建西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他只说了一部分, 唐其令倒台后, 陆时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怎么一步一步甩掉唐其令学生的名头, 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坐到二品大员的位置, 燕三河看向他, 在不惊动三爷和小陪爷的情况下, 用寒家宝最快, 也最稳当, 寒家宝啊, 李不言肉疼死了, 这人情, 你要问他们拿个十万八万的, 他们也肯给, 现在用来打探那只土鸡, 炫耀不要把凤凰男的皮, 一层一层扒下来, 扒, 李不言一掌挥出去, 扒他个精光, 我还想知道陆家的, 燕三河掏出帕子, 系在脖子上挡住淤青, 想知道什么样的水米, 才能养出这样狼心狗肺的儿孙后代, 夜幕降临, 开柜方热闹起来, 好些日子莫出现的谢三爷和小陪爷, 接二个出现了, 两位爷先在大堂里堵了几把, 先玩得不够大, 就又上了船方, 羡慕得一众赌徒在心里骂老天爷, 妈的, 怎么就莫给他们投个好胎, 船驶里码头, 三爷和小陪爷站在船尾, 两人浑身都不自在, 有种丑媳妇, 终要献公婆的忐忑, 小陪爷受不了, 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 这样啊, 正面坦白, 反面不坦白, 听天由命如何, 行, 别行啊, 说定了, 就不能反悔, 好, 小陪爷把玉佩往上一扔, 伸手一抓, 摊开掌心, 正面, 说, 小陪爷浑身一个哆嗦, 赶紧把玉佩塞到谢之飞手里, 我刚刚如此没洗手, 你来, 是谁说不能反悔的, 谢三爷白他一眼, 把玉佩往上一扔, 抓住, 摊开, 反面, 不说, 谢三爷整个人一击灵, 又把玉佩塞回到小陪爷手里, 我如厕, 也莫洗手, 还是你来, 你这王八蛋, 能不能有点出现, 恰好这时, 媒娘扭着细腰走过来, 小陪爷心思一动, 把玉佩扔给媒娘, 赶紧地往上抛, 媒娘只当两位爷在玩什么把戏, 听话地把玉佩往上一抛, 玉佩在空中翻了几个身, 巴的一声落下, 落在了哪里, 好巧不巧地竖着, 卡在了甲板的缝隙里, 谢三爷和小陪爷低头一看, 同时在心里叹口气, 三爷, 明廷, 天意啊, 小陪爷, 天意, 不可为, 两人抬起头, 目光一对视, 尘埃落定, 嗯, 就这么定了, 说一半, 留一半, 依旧是那个马头, 等船的也依旧是那个人, 一身浅灰色长衫, 让人想到一句词, 莫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赵公子走进船舱, 脱下豆棚, 往桌边一坐, 似笑非笑地看着那两人, 小陪爷像个小媳妇一样, 心虚地坐他边上, 心虚地用手托起下巴, 心虚地开了口, 这事儿吧, 都怪我, 我心里不甘心, 想着怎么样也得争取争取, 所以就拉着五十根过去了, 赵一石拿起一颗葡萄, 争取争取什么呀, 小陪爷, 终身大事啊, 手上一划, 葡萄滚落下去, 赵一石一脸诧异, 你还不死心, 谢三爷先一坐下, 拨开一颗葡萄, 递到赵一石的手上, 男人骂, 吃不到嘴的, 能惦记一辈子, 赵一石把葡萄放嘴里, 抿了几下, 吐出一颗子, 放在裴校的掌心, 出息的你, 破冰的机会终于来了, 谢之飞掏出帕子, 拉过赵一石的手, 讨好似的替他擦了两下, 趁机道, 都是我的错, 是我纵着他的, 要骂骂我, 哦, 赵一石声音淡的向阵风, 第349章, 哄人, 赵一石声音淡, 眼神也淡, 你纵着他争取燕三合, 否则怎么办呢, 这人天天夜里想人家姑娘, 想得睡不着觉, 谢三爷冲赵一石笑了笑, 回头你要瞧上了谁, 我也纵着你, 墨游来的, 赵一石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人, 那人竖着发, 一张白金的脸, 脸上堆着笑, 殿下, 灯徒子好色, 非爬墙不可亏也, 怎么会是他, 他想, 近了片刻, 赵一石挥开三爷的手, 继续吃他的葡萄, 吐出一颗子, 还放在小培爷的掌心, 谁的心魔, 小培爷, 水月案一个叫静尘尼姑的, 赵一石, 什么来路, 谢三爷, 查到是教方司的一个娼妓, 赵一石看了谢三爷一眼, 去了什么地方, 小培爷, 和尖府山关县的牧梨山, 拜访一个隐居的高人, 那高人姓唐, 自建西, 谢三爷, 遗憾的是, 莫问出些什么, 在山上住了一夜, 赵一石从三爷手里抽走帕子, 一根一根手指擦干净, 然后又把帕子扔给他, 说吧, 要我帮什么忙, 谢三爷, 小培爷, 一个个愣着做什么, 赵一石嗤之以鼻, 是嫌弃本太孙没什么本事, 帮不上忙吗, 啊, 我的怀人啊, 小培爷把手里的葡萄子一扔, 直接把身子凑过去, 你歪上了, 你他娘的可太够意思了, 滚, 赵一石推开他, 头一偏, 淡淡地看着谢三爷, 三爷露出一个千年不变的无辜的可怜兮兮的笑容, 三爷笑给谁看, 怀人你啊, 还笑得出来, 苦笑, 三爷, 苦笑也是笑, 总不能对着我们堂堂皇太孙, 哭吧, 哟, 小嘴还挺会说, 就剩下嘴了, 谢三爷眼里带了笑, 一只手摸着心口, 不对, 还有一肚子的感动, 三爷, 赵一石哼了一声, 这感动你准备怎么办, 不怎么办, 替我家怀人的, 怀人让放心里, 三爷就放心里, 怀人要表示, 三爷就表示表示, 谢之飞笑得一脸谄媚, 反正都是他说了算, 哟嘴滑舌, 你也给我滚, 赵怀人伸出一根手指头, 用力地点了他几下, 不够直接戳到他的脑门上, 三爷笑得桃花眼眯成一条缝, 一脸打不还手, 骂不海口的无赖表情, 反倒让人无从下手, 谢总指挥使, 不是本殿下要说你, 这人疯, 你也跟着一道疯吗? 五个字的称呼, 让谢之飞眼睛一亮, 升官的事儿, 成了, 他直接伸手按在赵怀人的肩上, 意味深长道, 怀人想风, 三爷也陪着, 陪吃, 陪喝, 陪睡, 陪聊吗? 陪你上刀山, 下火海, 谢之飞目光深邃, 略带着歉意看着赵怀人, 我的太孙殿下, 够吗? 赵怀人回看着他, 目光和神色渐渐揉了下来, 小裴爷冲谢三爷挤了下眼睛, 论哄人, 还得谢五十你啊, 三爷, 废话, 赶紧学着点, 男人之间把话说开, 就没有再计较的道理, 在几杯酒下渡, 赵一时心灵的点子不痛快, 烟消云散, 谢之飞这时才开口问, 怀人, 超颜家都超出了些什么? 说到这个, 赵一时脸沉下来, 超出了两个技家, 两个技家? 谢之飞和裴孝面面相去, 府里一个正妻, 好几方窃室, 吃穿用度堪比宫里的娘娘, 别说你们吃惊, 严如贤顶天了, 也不过是个太监, 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脸, 这么多的才, 还敢妻妾成群? 陛下当真一无所知, 谢之飞问, 他现在人呢? 宫里, 宫里, 小裴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都他妈的抄家了, 怎么可能还在宫里? 正要问一句啥情况, 忽然赶到脚上一腾, 谢之飞收回脚, 又问道, 你领锦衣为抄家, 太子那头莫说什么吧? 不说这个, 赵一时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冷眼观察, 顶替严如贤的人, 十有八九十情景, 谢之飞对情景这人不熟悉, 对咱们来说是好事, 还是坏事? 此人形势低调, 稳重, 没有明显的战队, 也说不上来是好事, 还是坏事, 且往下看吧, 赵一时拍拍谢之飞的肩, 三爷, 风流纹裤做得差不多, 也该走马上任了, 明儿就去衙门里报道, 还有一个消息刚刚传过来, 三日后, 陆老御史上朝, 小裴爷有些诧异, 他病好了, 赵一时气得脸色清黑, 这小子心思都在燕三河的身上, 自家爹干了什么, 传了什么话, 压根不管不顾, 小裴爷完全目瞭道, 赵一时脸色清黑是因为他, 还只当他是为着陆时, 要拿出严如贤淫乱后宫的证据而揪心, 我也揪心啊, 他感叹道, 陆时这人淡无虚发, 真要拿出什么证据来, 陛下岂不是, 谢武时, 给我把他的嘴捂住, 谢之飞走到小裴爷面前, 大掌捂住他的嘴, 我没说啥啊, 小裴爷气得翻白眼, 谢武时, 你放手, 谢武时, 怀人让捂的, 我敢吗, 小裴爷, 你他娘的, 将来就是个奸臣, 谢武时, 寻将来, 我现在就是, 小裴爷一把抓住赵一时的胳膊, 怀人, 忠言逆耳啊, 赵一时甩开他的胳膊, 大步走到甲板上, 大口呼出几口啄气, 听到这个消息, 他第一个担心也是如此, 陛下英明身武了一辈子, 岂能让一个又老又丑的太监, 给折入了名声, 身后有脚步声, 小裴爷语气, 听着可怜兮兮, 陛下比我十万八千脸, 我操那份闲心干嘛, 不是担心你吗, 三爷, 明听这人, 就是嘴臭心软, 你别和他计较, 小裴爷跺脚, 愁啥愁, 车到山前必有路, 了不得我, 陪你大醉一场, 三爷, 我负责烤肉, 烈酒就肉, 才够二, 还气什么气, 赵一时转过身看着两人, 外墙中干, 憋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的, 到时候, 烤肉还得我动手, 三爷淡定甩锅, 谁这么不要脸啊, 敢劳太孙殿下动手, 小裴爷淡定插道, 这种不要脸的人, 就应该剁碎了胃狗, 赵一时, 得, 彻底没脾气, 第三百五十章, 升官,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仅仅一个晚上, 老玉使三天后要上朝的消息, 就已传到了四九城的每一户高门, 特别是有女儿在深宫里未凭未飞的, 更是心惊胆战, 生怕三天后, 抄家灭族的大难落到他们头上,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熟睡的谢道芝, 忽然感觉有什么不对, 猛地睁开眼睛, 爹, 是我, 听到这一声, 当爹的才把心落回原处,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儿一早进得惊, 昨儿回来, 这回才想到你爹, 可真是孝顺儿子啊, 爹, 我升官了, 谢道芝困意一下子没了, 五成兵马总指挥使, 谢道芝皱起眉, 看着儿子隐在黑暗中的脸庞, 半上才又开口道, 什么时候上任, 就今天, 谢之飞一夜没睡, 眼底一圈青涩, 曹芝过极了点, 谢道芝撑着床檐坐起来, 抹了一把脸, 再抹个两三年会更好, 到底将还是老的辣, 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微妙之处, 的确, 以他的资历, 的确不足以坐上五成兵马总指挥使的位置, 一是年纪太小, 二是功劳太少, 不过他计, 然把你抬上去, 自然有他的用意, 以后几年慎行吧, 是, 抬你上去, 和你自己坐稳位置,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谢道芝轻轻叹道, 这个节骨眼上, 四九成可能不会太平, 萨拉, 你万事要当心, 谢之飞听了这话, 心中漠然一痛, 这话怀人也说过, 三天后陆时上朝, 不知道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浪来, 那丫头怎么样, 这趟可有收获, 收获不大, 宅子住得怎么样, 小鬼小, 但清静, 老太太最近几日精神不大好, 吃得也不多, 一会你去哄哄, 顺道和她说说那丫头的事, 好, 谢道芝默默看了儿子一眼, 等哪天, 你得空了, 带老太太去那宅子转转走走, 也好让老人家放心, 谢之飞心里犯难, 燕三河既然已经出府令住, 应该不想再看到谢府的人, 但老太太又是个心思重的, 爸, 爹, 这是交给我来安排, 去吧, 谢之飞没动, 又问, 娘那头怎么样, 谢道芝一听儿子提起无事, 心里的火就烧起来, 要不是那个蠢妇识人不清, 谢家哪里会闹到现在的局面, 如今倒好, 燕丫头远远避开, 老太太吃不下睡不好, 大房二房借地越来越深, 自己无处可去, 只能孤零零睡在书房, 都是那蠢妇干的好事, 当着儿子的面又不好多说, 谢道芝冷冷道, 就那个样, 既然还是那个样, 那我就不去看他了, 谢之飞这才站起来, 一会我让谢总管, 把我升迁的消息传过去, 让他偷着乐一乐吧, 谢道芝心里顿时宽慰, 不去看, 是冷着他, 是让他知道错, 把好消息传过去, 是让他有个念想, 有个盼头, 一进一推, 拿捏得正正好, 就按你说的做, 谢之飞走出书房时, 清扫宅院的庸人, 已经开始忙碌, 谢总管得知三爷回来, 衣裳的领子都莫扣好, 就颠颠地跑来了, 主仆二人一对视, 就知道对方有话说, 谢总管忙到, 老奴送三爷回房, 嗯, 走出一段路, 谢总管现四下无人, 忙低声道, 三爷走的这几日, 府里还算太平, 能不太平吗, 老太太一听说燕姑娘离开, 指着老爷的鼻子骂半天, 老爷哼都莫敢哼一声, 连老爷都遭了骂, 哪个莫眼力尽的, 敢在这个时候生事, 太太病了, 柳姨娘身子骨也不大舒服, 大奶奶娘家的爹也病了, 这几天大爷和大奶奶都在诸家用了晚饭才回来, 大嫂的父亲病了, 谢之飞眉头微皱, 咱们府里可派人去瞧了, 这, 谢总管的话卡了一下, 还没顾得上, 这一卡, 谢之飞哪还有不明白的, 父亲忙外头的事, 内宅大嫂当家, 这迎来送往都是当家人的事, 大嫂是个要强的, 自然不好意思主动提起这一茬, 太太禁足, 老太太又精神不大好, 大哥一瞧, 府里现在这种情形, 也不好意思张嘴, 几件事情一凑巧, 诸家的事情就耽搁下来, 一会你替我去摆药堂走一趟, 买点上好的药材送过去, 多买点, 给大嫂尝尝脸面, 三爷放心, 这是老奴一定办妥, 那一位呢, 二爷正常出府, 回府, 三日前的夜里, 他在禁思居门口站了半宿, 谢总管看着三爷的脸色, 又添一句, 老奴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也想不明白他站半宿是个什么意思, 还有吗, 还有一桩事情, 老奴那天燕姑娘那头送点东西, 听汤原说, 二爷也去过, 莫说几句话, 喝了几口茶, 略做做就走了, 他倒是清闲得很, 谢之飞毫不掩饰脸上的燕舞, 尤其是知道这人想娶燕三盒时, 那点燕舞就从心里跑到了脸上, 帮我继续盯着, 是, 对了, 一会去给太太捎个信, 就说他儿子升官了, 啊, 谢总管脸上瞬间笑出一朵花, 老奴恭喜三爷, 贺喜三爷, 晚上, 别说了, 这个节骨眼上要万事小心, 不要摆什么宴席, 谢之飞一脚踏进山院, 慢下了脚步, 大嫂娘家有事, 府里, 你更要多个心眼, 杜一云的眼线应该不止李正家的一个, 你一个个揪出来, 比摆一摆桌酒席给我倒喜, 还套我欢心, 话刚说完, 朱青迎出来, 爷, 热水都放好了, 谢之飞扭头看着谢总管, 去库房找几根老仙, 两根给李姑娘送过去, 两根弄给朱青吃, 朱青一正, 爷, 我的伤都好的, 爷什么爷, 谢之飞驱止谈上朱青的脑门, 好的七七八八, 也得给爷调养着, 谢小花, 你有气没有, 听着呢, 小花都听着呢, 谢总管冲朱青谄媚一笑, 咱们亲爷调养, 必须得上好的老仙, 三爷深深看谢总管一眼, 对朱青道, 你顺便跟谢总管去库房挑几样东西, 送到白雁林府上, 一来做做面上功夫, 二来打听打听, 他升到了哪里, 说吧, 他甩袖进了礼屋, 留下两个心里头五味杂陈的人, 朱青, 三爷行事, 越发稳重了, 小花, 我从小看到他的宰右, 越发出息了, 就在这时, 一条身影冲过来, 谢五十, 谢五十, 大事不好了, 咱们家燕三合出大事了, 第351章, 答案, 扑通, 稳重出息的人被门槛一半, 摔倒在地, 朱青, 反应谢之飞已经迅速从地上爬起来, 说, 出什么大事了, 小裴爷掐住自己的脖子, 这样那样的掩饰了几下后, 我爹说, 他紧脖被人掐得又轻又紫又肿, 都快断气了, 谢之飞滔天的怒, 气, 一下子冲出来, 谁掐的, 还有谁, 陆, 谢总管, 你去忙, 朱青, 你在门外少扎, 谢之飞拖着裴孝往书房走, 裴孝后知后觉地想到四个字, 隔墙有耳, 朱青等两人进屋, 顺手把门眼上, 稳稳当当地站在门口, 是陆时身边的人, 真不是个东西啊, 被个小姑娘都能下死手, 推特磨混蛋, 谢之飞眼中寒光一闪, 你爹还说了什么, 我爹, 小裴爷叹了口气, 让我们提醒一下燕姑娘, 悠着些, 别把小命给搭进去了, 谢之飞指指脖子, 你爹帮他看了吗, 给了去瘀化血的药, 也不知道他擦了没有, 小裴爷一想到燕三和白玉一样的紧薄, 被恰得莫个人样, 就气氛异常, 他娘的, 不说就不说呗, 干什么要人命啊, 还有没有王法, 我看他就是做贼心虚, 谢之飞望着窗外, 没有吱声, 一个人被接了短, 总会苟急跳墙的, 由此可见, 燕三和这一趟并不顺利, 以这丫头的性子, 一定不会甘心, 一定会再找机会上门, 该怎么帮他呢, 谢武师, 你倒是说句话啊, 没什么可说的, 你立刻赶过去瞧瞧他, 那你呢, 怎么啥事都要扯上我, 谢之飞转过身, 一脸不满道, 回头洞房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扯上我, 你放屁, 这是你先殷勤最好的机会, 有道理啊, 小裴爷二话不说, 就往外走, 走几步, 又折回来, 我总不能空手去吧, 拎点啥, 想拎什么拎什么, 谢之飞神色已经有几分不耐烦, 这种小事, 你还来问我, 脑袋长, 脖子上做什么的, 摆设吗, 小裴心里惦记艳三合, 难得莫和他计较, 谢之飞一看他走得这样匆忙, 浑身上下又有些不得劲了, 倒头往床上一躺, 心里沉甸甸, 躺了一会, 他猛地坐起来, 解下身上的玉佩, 正面去瞧他, 反面不去瞧他, 往上一抛, 反面, 谢之飞眼神一按, 自己给自己找理由, 不算, 再来一次, 再往上抛, 还是反面, 三举两胜, 抛, 依旧是反面, 心里破口大骂, 贼老天, 老子去瞧瞧自己家的亲妹子, 怎么了, 凭什么不让我去, 小裴也什么都没有带, 就带了个人去别院, 燕三合本来已经睡下了, 听说他来, 硬撑着爬起来线一面, 脖子上莫遮莫挡, 瞧着很是触目惊心, 裴笑原本一肚子副膏打得好好的, 一看燕三合那脖子, 什么都忘了, 只剩下骂爹骂娘, 燕三合听他骂了一会, 无嘴打个哈欠, 暗示自己困了, 裴笑看见也只当看不见, 他还有话要问呢, 只是不等他开口, 李不言凑过来问, 小裴也, 你这是从裴家来, 还是打谢家来啊, 谢家, 你问这做什么, 没什么, 李不言咬牙笑了笑, 带我和我家小姐, 向三爷问声好, 小裴也, 不早了, 燕三合站起来, 明天你早点回去吧, 我脖子上的, 伤擦几天要就好, 不用惦记, 别急啊, 裴笑赶忙叫住他, 路实那头, 暂时没有进展, 以后再想办法, 燕三合用最简单的话, 堵住他的嘴, 不言, 替我送送小裴也, 小裴也, 请吧, 裴笑看着李不言笑眯眯的脸, 顿时明白, 为什么谢武师会说这人是跟脚屎棍, 专门坏失礼, 燕三合脱衣睡回床上, 还莫来得及想什么, 李不言像震锋一样的躺下来, 一只手支着脑袋, 目光有些深地看着他, 燕三合,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目离山上, 男欢女爱的答案, 燕三合学着他的样子, 侧身支着脑袋, 没有半点隐瞒, 答案是我确实对他有好感, 于目脑袋终于开窍了, 李不言眨了眨眼睛,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在目离山脚下, 他受伤了, 我没控制好自己的眼神, 他察觉到后, 就把目光挪开了, 那瞬间,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什么? 燕三合闭上眼睛, 回忆起那个场景, 那种如梗在喉的无力感, 又涌上来, 一个人的眼神骗不了人, 喜欢, 不喜欢都藏在里面, 他眼神轻轻一挪, 让他有种在睡梦里, 身子呼得往下一坠, 整个人都踏空了的感觉, 刚刚不言问, 小裴爷从哪里来, 小裴爷说是谢家, 那就意味着谢之飞, 是知道他脖子受伤的, 他不来, 其实也是摆明了态度, 他也许对我只是好奇, 也许是顾及谢家, 也许就是闹着玩, 总之不能当真, 也不该当真, 一根鱼目做了十七年, 不由鼻子一酸, 不言, 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燕三合躺下去, 看着仗顶, 尤其当我见到路时候, 我更明白了一个道理, 自古多情女子复兴汉, 说得好, 李不言也跟着躺下去, 脸上似乎有些漫不经心, 我们都要管住自己的一颗心, 管不住, 就想想堂之味, 燕三合在心里说, 话说开了, 燕三合一夜好睡, 连个梦都没有, 一日一早, 他用霸早饭, 与李不言直奔驿站, 坐标局的, 天南海北都有他们的分布, 分布又称驿站, 寒家宝在京城的驿站, 坐落在东大街, 燕三合掏出玉佩, 放在桌上, 穿着轻衣的管事, 一看那玉佩, 心头吃惊, 小姑娘年纪轻轻, 怀里竟然揣着他们保主的玉佩, 献佩如献人, 管事忙到, 有什么能帮到姑娘的, 燕三合, 我要你们帮我打听一个人, 管事一听这, 话, 就知道这姑娘是个行家, 寒家标局对外是走标带货, 只有很少人知道, 除了走标外, 标局私底下也接一些打探消息的差事, 前提是当事人出起的架, 姑娘想打听谁, 燕三合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放到管事面前, 这里面有我的姓名, 还有我想打听的人, 你拿不定主意, 可以飞哥请示一下你们保主, 两日后我再来, 说吧, 他起身鱼里不言并肩走出驿站, 管事等人走远, 拿出信来一看, 惊住了, 第352章, 飞一, 从驿站出来, 两人又往茶坊去, 说起喝茶, 李不言一肚子牢骚要发, 茶坊里谈论陆时的人很多, 但个个都把他夸得跟朵花似的, 要不是事先知道, 这人的所作所为, 他都有种错觉, 这陆土鸡真就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大清官一枚, 再听别人这么夸他, 我就要吐了, 太恶心, 燕三合神情平淡, 现在有多恶心, 到时候扒皮就有多爽, 那我忍了, 李不言不用忍, 因为今天茶坊里谈的都是另一个人, 谢道之的腰, 顽固子弟谢三爷, 听说了没有, 谢三高声了, 总指挥使啊, 他才多大啊, 莫这个资历吧, 还不是仗着他那个有权有势的爹吗, 关做的再大有什么用, 短命鬼活不长的, 要活那么长干什么呢, 像他那样的人, 吃的是山珍海味, 喝的是金浆玉叶, 睡得娇滴滴的花魁, 都享受够了, 就是哪像我们平头百姓, 没事只能莫凉把自家炕上的娘们, 莫姿没味儿, 哈哈, 哄笑声中, 李不言把唇凑到燕三合的耳边, 昨天他们匆匆忙忙地走, 应该就是为这事儿吧, 燕三合点点头, 手指沾了一点茶字, 在桌上写了一个孙, 谢三爷的高声, 十有八九十这人的手笔, 至于用意, 自然是趁着汉王不在京中, 把自己部下的棋子往上提一提, 毕竟皇帝年纪不小了, 可惜啊, 李不言阴阳怪气道, 那张俊脸瞧着不像是总指挥使, 燕三合? 那像什么? 李不言冷笑一声, 像挂牌一叶, 卖身五千两的荡红玉冠, 燕三合笑了, 这丫头, 还替他鸣不平呢? 在茶坊腿都做妈了, 喝一肚子水, 听一肚子三爷的风流韵势, 关于陆时却只听到了零星几句, 燕三合并不沮丧, 陆时的事已经闹了好几天, 三爷升官却正新鲜热乎, 这世道是一个朝代, 更迭着一个朝代, 这日子自然也是一个热闹, 更迭着一个热闹, 做了一个多时辰, 他与李不言打道回府, 故意从陆府门口绕了绕, 却现两扇珠门紧闭, 门口一个影子也没有, 是因为兵玉上朝, 所以太医院, 锦衣卫都不用再来了吗? 回到府里, 汤圆迎上来, 一边替燕三合更衣洗漱, 一边嘴里唠叨着 谢总管送老餐给李不言养伤的事, 燕三合耳朵听着, 目光却望着窗外正正出神, 谢总管不可能知道 李不言受伤的事, 更不可能擅自送东西到这头来, 一定是谢之飞交代的, 他摸了下自己的警驳, 声音很轻地对李不言说, 我要再看不明白, 那便是傻, 李不言啃了口梨子, 心说像谢之飞这好男人, 白送给他都不要, 喜欢, 按戳戳地暗示, 不喜欢了, 也按戳戳地暗示, 妈的, 一点都不光明磊落, 汤圆把那两只老餐剁碎了喂狗, 别听他的, 汤圆, 燕三合眼皮都没闸, 让厨房入汤, 晚上就给咱们李姑娘补补, 两根老蹭把李不言补的直流鼻血, 燕三合则趁着空闲的两天, 把围绕唐之魏的几个人物一一梳理, 通过梳理, 唐之魏生前的一言一行, 都极为生动地钻进脑子里, 整整两日, 燕三合都窝在家里没出门, 第三日, 天还没亮, 他就把李不言叫醒, 两人换上男装, 连早饭都没用, 便直奔陆府, 燕三合没有忘记, 今日是陆石上朝的日子, 他想在暗处观察着人的一举一动, 步行到陆石宅子附近, 天刚蒙蒙亮, 李不言找了棵大树, 让燕三合爬上去, 自己则轻轻一跃, 跃上了墙头, 那日, 他们故意从陆石宅子绕行, 就是想寻一处最佳的观察位置, 不多时, 住门吱压一声打开, 两个教夫抬着一顶轿子走出来, 又过了一会, 管事陆大扶着陆石, 跨出半人高的门槛, 陆石在轿子面前站定, 抬头, 挺胸, 用手礼了李官袍, 扶了扶官帽, 陆大则掀开轿帘, 扶他上轿, 整个过程没有人开口说一句话, 却看得树上的燕三合, 墙上的李不言心惊胆战, 这陆石, 竟然又穿了一身飞衣, 谁看了不心惊胆战呢, 御使穿飞, 那是要弹劾官员的文武百官们, 吓得心里直犯嘀咕, 不知道今儿的倒霉鬼, 会是谁啊, 皇太孙赵一时也走在上朝的队伍中, 扭头看到一抹飞, 眼角抽动, 他故意慢下脚步, 等陆石走近, 殿下, 陆石冲赵一时攻身行礼, 老大人不必多脸, 赵一时虚扶一把, 身子骨壳好些了, 陆石朗生一笑, 老殿下惦记, 老臣已经病愈了, 赵一时看着他身上的飞衣, 病愈就好, 前几日陛下因着老大人的病都使不下咽, 还好当啊, 陆石声音哽咽, 老臣何德何能, 老陛下牵挂, 这时有无数双眼睛看过来, 赵一时吻了吻身上的气息, 老大人, 上朝吧, 殿下, 宁请, 华国的早朝设在太和殿, 皇帝还没有来, 若是平常, 闻五百官们早就交头接耳, 聊几句闲话, 今日的太和殿, 鸦雀, 无声, 所有人都眼观鼻, 鼻观心地干站着, 就生怕没运落在自己头上, 偏偏今日皇帝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有几个屁股上不干净, 又胆小如鼠的官员, 急得差一点口吐白沫, 皇上驾到, 一身明黄色的永和帝, 扶着内侍的手, 缓缓从内殿走出来, 百官们忙跪地行礼, 三呼万岁, 永和帝坐上龙椅, 视线落在那道飞色上, 默然伴赏, 才开口道, 众爱清平身, 百官纷纷从地上爬起来, 偷瞄了一眼陆时后, 继续眼观鼻, 鼻观心, 陆时上前一步, 正色道, 陛下, 臣有本奏, 永和帝摆了摆手, 老玉使身子骨刚好, 今日就且歇着吧, 有奏明日在上, 老臣谢过陛下申恩, 但职责在身, 不敢等到明日, 陆时上前一步, 从怀里掏出弹河奏章, 臣今日弹河的, 依旧是大太监严如贤, 百官一听, 心说这老玉使并糊涂了不成, 严如贤家都抄了, 还弹河什么弹河, 永和帝也微微变脸, 整个大殿真落可闻, 第353章, 巧合, 新官上任三把火, 谢总指挥使的第一把火, 是请同僚吃吃喝喝, 第二把火, 则是把人带去沟兰厅取, 第三把火更绝, 每个侍卫发银子无两, 每期明曰靠牢, 三天花了近一千两银子, 谁还记得, 谢总指挥使的资历不够呢, 都只记住了, 他的出手阔绰, 一泊云天, 跟着这样的老大, 从此五成兵马寺的兄弟们吃香的, 喝辣的, 日子多有奔头啊, 谢老大在酒色中连泡几天, 开始巡视整个四九成, 马是高马, 安是好安, 身后的兄弟们也都各个威风凛凛, 只可惜谢老大哈欠连天, 一副唯米不振的样子, 过往大姑娘小媳妇瞧见了, 心里那个忧怨啊, 哪个不要脸的小婊子, 昨儿夜里把我们谢大人榨干了精血, 呼的, 一阵呼唾的马蹄声, 游远极近, 谢之飞勉强撑开眼睛, 现是朱青, 忙翻身下马, 朱青不等马收蹄子, 就跳下去走过去低声道, 宫里传出消息, 陆时弹劾严如贤插手春围, 殿下让爷多留个心眼, 防止书生闹事, 谢之飞神色一变, 两道目光陡然变得凌厉而又锋芒, 哪还有半点微米的样子, 他朝身后的几个心妇一招手, 心妇们纷纷围上去, 等着他们老大发话, 偏偏老大像中邪一样, 突然两眼发直, 一声不吭了, 心妇们不明白什么原因, 递给朱青一个个疑惑的眼神, 老大这是怎么了, 朱青赶紧用胳膊蹭蹭谢之飞, 谢之飞猛地回神, 立刻道, 立刻通知所有兄弟们都上街巡街, 国子舰那边离部门口多派些人, 是, 朱青, 你把这个消息去告诉燕三合, 朱青纳闷了, 这是, 谢之飞脸一沉, 难得声色立即道, 少啰嗦, 快去, 朱青立刻飞身上马, 调转马头, 谢之飞看着义人一马消失在视线里, 眉头紧紧皱起, 他刚刚发愣什么, 发愣, 怎么又是一个春围舞弊案, 这么巧的吗, 燕三合这回刚回到家中用早饭, 一碗耿米粥, 他吃得心不在焉, 李不言都用完半天了, 他还在戏嚼慢咽, 最后一口用完, 朱青冲过来, 气都不换一口变道, 燕姑娘, 有个消息, 三爷让我来告诉你, 今日陆时穿飞衣上朝, 又弹劾了严汝线, 每个字都像一把狼头砸下来, 砸得燕三合脑子里冒出一句话, 怎么这么巧, 燕姑娘, 崖门里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等一下, 三爷让你把这消息告诉我, 有什么用意吗, 朱青摇摇头, 心说我还一脑门子糊涂呢, 去吧, 一抹沉阳鞋照进堂屋里, 燕三合看着阳光中漂浮的尘埃, 黑色铜人里一抹疑惑越来越浓, 春为舞弊, 堂其令, 春为舞弊, 言如贤, 这两桩事情相隔了近三十年, 根本没有能关联的地方, 唯一能关联的唐其令的学生是陆石, 而言如贤的这桩事情, 又是陆石谈和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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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燕三合茫然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汤圆, 什么事, 汤圆, 小姐, 外头有个叫含蓄的人, 想献小姐, 不等燕三合开口, 一旁的李不妍扔下一句我去迎应她, 便不见了踪影, 燕三合也跟着站起来, 汤圆, 沏茶, 备点心, 我在书房迎客, 是, 汤圆应一声, 心里泛起点好奇, 小姐搬到这边来, 还没有在书房迎过客, 这个含蓄是什么人, 可从来没听说过啊, 书房, 也有秋阳照进来, 汤圆刚把茶沏好, 却见李不妍领着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来, 那男子健眉, 心目, 鼻子很挺, 下巴略有些圆, 皮肤略有些黑, 身形也略有些单薄, 汤圆不敢再看, 忙往边上退了退, 冲燕三合抱了抱拳, 燕姑娘, 别来无恙, 燕三合看着她, 眼神渐渐喊起笑, 韩宝主许久不见, 含蓄也笑, 两年零七个月又二十一天, 燕三合, 气得这么清楚, 含蓄, 有关燕姑娘的一切, 不敢忘记, 汤圆一听这话, 下意识抬起头, 却看到自家小姐脸上一抹娇笑, 不由吓了一跳, 跟小姐这么久, 小姐脸上几乎只有一个神色, 淡淡的, 冷冷的, 便是笑, 也只是倾听点水地扬起一点唇角, 何曾有过娇笑的时候, 而且还是冲着一个男子, 汤圆, 你去忙吧, 是, 小姐, 汤圆虽满肚子狐疑, 却不敢多问一声, 匆匆眼门离去, 汉堡主, 坐, 含蓄坐下, 拿起茶中, 轻磋一口后放下, 然后从怀中掏出玉佩, 放在小机上, 玉佩收起来, 一千两银子拿给我, 三天后就有消息过来, 燕三合轻轻啊一声, 表示不太理解, 姑娘大恩大德, 含蓄从不敢忘, 这种小事还劳动不了这枚玉佩, 只是那人身份特殊, 他还算不上特殊, 不言, 去拿一千两银子, 是, 银子拿来, 含蓄接过塞进怀中, 冲燕三合抱了抱拳, 告辞, 燕三合破天荒的刘客, 别急, 陪我喝完这种茶再走, 含蓄无声看他一眼, 好, 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 一种茶, 沉默喝完, 燕三合很突兀地问道, 能不能多添一千两, 再帮我打听个人, 含蓄, 谁, 燕三合, 刚刚被超了架的大太监言如贤, 不行, 含蓄断然拒绝, 寒家宝有个规矩, 反扯上皇宫里的人, 一概不打听, 燕三合一脸歉意, 是我要求过分了, 走吧, 我送你, 含蓄又挑他一眼, 好, 两人走出书房, 并尖行, 步子走得很慢, 依旧沉默着, 走到二门口时, 含蓄才又开口道, 就送到此, 三日后再会, 燕三合又轻轻啊一声, 含宝主还要亲自来送消息, 含蓄眯着眼睛, 目光飘在燕三合身后的桂花树上, 离中秋还有二十天, 空气里已经能隐隐闻到桂花的香味, 燕姑娘值得, 她缓缓说, 那我三日后杯中好茶, 好, 含蓄不再说话, 转身大步离去, 远远跟在两人身后的李不妍走上前, 看着含蓄的背影撇了下嘴, 还是从前那副德性一点莫变, 嗯, 燕三合答得心不在焉, 对了, 三合, 让他打听闫如贤做什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燕三合视线垂落在地上, 声音放得很慢很慢, 闫如贤都抄家了, 这陆氏为什么还要跟他过不去, 李不妍一想, 对啊, 为什么呢, 第354章, 荣耀, 五城兵马寺门口, 谢之飞翻身下马, 把缰绳扔给身后的侍卫, 大步走进府衙, 巡查任务已经布置下去, 身位总指挥使必须要坐镇府衙, 方便接收各方传来的消息, 屁股刚坐下, 热茶还默喝一口, 老上司白燕林匆匆而来, 他已经由五城调任督察院, 任巡城御史, 原本身上的武将服也换成了文臣的官服, 白燕林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正暗中巡查四九成呢, 谁曾想, 竟查到五城兵马寺案下有动作, 赶紧跑来问一问到底什么情况, 谢之飞不好多说什么, 只浅浅地回了一句, 听说老御史弹劾严如弦插手春围舞弊,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白燕林脸上显出了难以言喻的表情, 谢之飞这小子在他眼皮子底下好几年, 混也是混的, 蓝也是偷的, 怎么一坐上总指挥使的位置, 脑子里的那根弦就变得这样敏锐了呢, 确实是要防一防的, 春围关乎每一个学子的前程, 这些人一旦得知有人训思舞弊, 还不闹翻天, 大人, 衙门招大人立刻回去, 什么事, 说是立刻进宫, 进宫做什么, 白燕林顿时紧张地站起来, 小四挠挠头, 小的听了一嘴, 说是要携察什么, 白燕林赶紧冲谢之飞道, 我先走, 你小子自个注意些, 白老大, 老大, 谢之飞冲过去, 一把揪住他的胳膊, 笑嘻嘻道, 你那头有什么消息, 给兄弟传一个五成兵马司有脸, 也是老大你有脸, 拿开, 拿开, 白燕林满脸的嫌弃, 眼睛却飞快地眨了两下, 谢之飞手往上一挪, 索性勾着白燕林的肩, 把声音压到最低, 御史台是个清水衙门, 只要我在, 五成的油水, 还算白老大一份, 你小子, 太特魔会做人了, 难怪能接替我的位置, 白燕林脸上的笑, 差点没绷住, 先不说, 半差事去了, 他刚走末多久, 朱青匆匆回来, 走到谢之飞身侧低声道, 爷, 燕姑娘那边消息已经送到了, 他怎么说, 他立刻问三爷,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有什么用意, 我摇摇头, 他就放我走了, 谢之飞放在背后的两根手指, 轻轻碾了几下, 把消息告诉他, 其实没有用意, 只是直觉告诉他要这么做, 宫门口放几个自己的兄弟, 一有风吹草动, 就让他们来回我, 是, 朱青匆匆又去, 偌大的正堂里, 就剩下谢之飞一个人, 他慢慢躲到门槛前, 抬头看了眼天, 不知何时, 一阵大风刮过, 吹落一束枯叶, 谢之飞的心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些隐隐的不安,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太和殿里, 早朝还在继续, 和弹劾奏章一并呈上的, 还有整整三大捆言, 如嫌春为舞弊的证据, 按惯例, 三四的人立刻一步到偏殿勘验证据, 然后给皇帝一个最终的结论, 然而证据太多, 几个人根本查验不过来, 三四不得不向皇帝申请调令, 再从三四里面抽掉些人手过来, 皇帝惊口一开, 说了一个准字, 然后伴合着双目坐在龙椅上, 再无任何动静, 龙椅下方, 一左一右摆着两张椅子, 左边坐着东宫太子赵燕落, 右边则是老玉使鹿石, 百官们饿得饿, 累得累, 脚酸的脚酸, 腰疼的腰疼, 但谁也不敢多知一声, 只有咬牙硬生生挺着, 一个时辰过去了, 两个时辰过去, 呃, 三个时辰过去了, 偏殿里没有任何动静, 空气紧绷得可怕, 赵一时的目光从老皇帝身上, 拐到太子身上, 最后落到陆时那张浩然正气的脸上, 有两点他想不明白, 今天陆时上朝, 不是应该拿出 严如贤淫乱后宫的证据吗? 怎么又拐到了春为舞弊这桩案子上? 这是奇? 奇二, 这个严如贤为什么会手眼通天到如此程度? 春为三年一次, 上至天子, 下至百姓都眼睁睁地盯着, 他怎么能插进手? 这其中会不会再牵出别的什么人? 想到这里, 赵一时把头偏过一点, 余光正好可以扫到礼部尚书杜剑学, 此刻的杜剑学两条腿软得像棉花, 热汗冷汗不停地往外冒, 古往今来, 春为都是礼部的职责范围, 他坐上这个位置三年多, 亲手操持过一件, 门星自问不曾做过对不起头上这顶官帽的事, 但保不齐手底下有人不干净, 从而牵扯到他, 这一牵扯, 轻则降级, 重则罢官, 可怎么是好? 杜剑学心急如焚, 沙漏倒过去, 又倒过来, 就在百官们饿得前胸贴后胸, 连咬牙都已经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御史台诱读御史秦德书匆匆进殿, 陛下, 秦德书攻身道, 三思已经初步查验结束, 陆大人呈上的证据确凿, 阎如贤近二十年的时间, 总共插手两届春围, 与他内外勾结的, 是前里部尚书李星, 永和帝一掌拍在龙椅上, 嘴角泛出滔天的怒意, 来人给朕拿下李星, 押入京中大牢严审, 是, 竟然是李星? 赵义师心说, 还真被他料准了, 只凭严如贤一个人, 根本插手不到春围, 里头一定有接应的人, 只是李星此人已经告老还乡, 陛下会把这桩案子交给谁呢? 就在这时, 永和帝没一押, 太子, 太子赵燕落立刻站起来, 陛下, 此案由你轻声, 三思在旁协助, 永和帝缓缓起身, 声色立即道, 定要给朕省个水落石出, 给天下深深雪子们一个交代, 赵燕落盲道, 是, 李部尚书何在? 陛下, 杜剑学心惊胆战地走出来, 永和帝并不说话, 只用一双虎目冷冷地看着杜剑学, 吓得他忙跪地道, 陈回去后一定自查自省, 自查自省是不够的, 永和帝声音沉沉, 朕定要杀几个人, 才能让你们心生畏惧, 再不敢霍乱朝纲, 陈锦记在心, 杜剑学伏在地上, 浑身瑟瑟发抖, 太孙, 赵一时上前一步, 陛下, 永和帝的脸上透出几分疲惫, 你替朕送老御史出宫, 赵一时, 是, 锦衣卫何在? 陈在, 此案不曾水落石出前, 护住老御史的安危, 陈遵旨, 永和帝深目看了陆时一眼, 老大人, 保重好身体啊, 朕的江山设计不能少了, 你这样的忠臣, 陆时扶着椅子跪下, 朗声回道, 臣, 愿为陛下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好好好, 永和帝连说三个好字, 扬长而去, 片刻后, 赵一时须须扶着陆时的胳膊, 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缓缓走出大殿, 闻五百官既有几分眼热, 又有几分惧怕地看着这位老大人, 这份荣耀, 也真是前无古人, 后不知道有没有来者了, 第355章, 翻墙, 谢道之走到外经水桥, 意外地发现, 杜剑学与礼部几位官员在桥下低声交谈, 几个人脸上的神色都相当地难看, 刚刚陛下在殿上已经明确表态了, 要杀几个人已告天下, 杜剑学与汉王走得近, 而这个案子皇帝又交给了太子殿下, 这中间多少有些微妙感, 谢道之收回视线, 自顾自走路, 不想那几人中有人眼间瞧见了他, 谢大人, 谢道之脚下一毒, 宠打人微微汗手, 毕大人, 毕大人颠颠上前, 愁眉哭脸道, 那些烟杂事都是前头的人干的, 跟我们可没关系, 求谢大人看在杜大人的份上, 回头帮我们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谢道之抬起眼皮, 看了杜剑学眼, 皇上是明君, 既不会冤枉好人, 也不会放过坏人, 无需我们做臣子的美言, 毕大人, 告辞, 毕大人看着他背影, 牙根气得酸酸道, 如今啊, 我们礼部的人都成温神了, 一个个的避之不及, 要换了往常, 还还渴, 突如其来的咳嗽声, 打断了毕大人的话, 他扭头一看, 杜尚书的脸已经阴得能滴下水来, 毕大人干巴巴地陪了一个笑, 杜大人不用担心, 谢大人不帮我们说话, 总会帮你说一说的, 毕竟你们是多年好友, 又曾经是同僚, 勤奋非比寻常, 杜尚书一听这话, 片刻都站不住, 甩袖而去, 轿子等在门口, 杜剑学一头钻进去, 帘子一落, 脸上的担心才敢露出一点, 案子由太子彻查, 情况大大的不妙啊, 就算自己清白, 可万一太子有私心, 自己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杜剑学脸上的担心, 慢慢变成一模狠绝,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五成兵马寺衙门, 谢之飞坐立不安时, 远远就见朱青飞奔而来, 怎么样, 宫里有消息了, 爷, 有了, 朱青喘了口气, 附在谢之飞耳边一通低语, 谢之飞听完, 爹坐在太师仪里,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个太监, 竟然敢插手两届春围舞弊案, 难怪家里抄出来那么多的东西, 胆子太的, 简直要戳到天上去了, 快说说, 陛下是怎么处置的, 朱青将打听到的消息, 一一说给自家也听, 末了又到, 白老大说, 礼部和国子监附近的兄弟在, 等等, 余下的该干嘛干嘛去, 白燕林布说, 谢之飞也正打算这么做, 皇帝让太子彻查, 态度已经十分明显, 就是想给天下读书人一个交代, 学子们不会傻到, 还要跑出来闹事, 但该防还得防着, 你去和兄弟们说一声, 谢之飞撑着扶把手站起来, 完了跟我出去一趟, 朱青, 是去燕姑娘那头吗, 谢之飞点点头, 关于陆时弹劾严如贤春围舞弊的事, 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有些太过巧合, 他必须见一线燕三合, 听听他想法, 朱青正则道, 爷如今是总指挥使, 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还是要小心一些, 谢之飞表情空白一瞬, 细想想, 又觉得朱青说得很是, 这位置, 他的屁股还莫做热闹, 不能给人拿住把柄, 那我下了牙再去献他, 谢之飞调整一下坐姿, 忽悠想到一个问题, 杜一云他爹, 不知道有没有牵扯到这桩事情里, 朱青用一个沉默的转身, 表示对这家人的厌恶, 谢之飞冷眼看他离开, 心说这小子啊, 脾气都藏在骨头里, 其实牵扯进去更好, 说不定还能扯上杜剑学背后的汉王, 能省多少势力, 宅子里, 李不言躺在竹榻上, 百般无聊地看着书案后面的人, 足足两个时辰, 这人就这么看着纸上的几个人鸣, 一动不动, 眼珠都默偏一下, 几个人鸣能看出花来吗? 李不言百思不得其解, 又一咕噜爬起来, 悄无声息地走到燕三河身边, 人鸣中, 不知何时添了一个颜儒贤, 还用珠笔特意勾画出来, 颜儒贤到底奇怪在什么地方? 这人明明和净尘的心魔, 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啊, 不言, 颜儒贤的宅子被贴封条了吧? 燕三河突然开口, 李不言想想, 应该是, 燕三河贴上了封条的宅子, 应该不会有人, 李不言, 应该是, 燕三河, 颜儒贤的宅子, 就是从前唐七林的宅子? 李不言, 听三爷是这么说的, 燕三河, 今天录时又弹劾颜儒贤, 李不言, 没错, 燕三河, 弹劾的原因, 和唐七令抄家的原因一模一样, 纯为舞弊, 李不言觉得, 自己的脑子得吃点核桃仁补补, 已经被绕得有点晕了, 是, 燕三河, 是不是听上去很蹊跷? 李不言挠挠头, 不是蹊跷, 是凑巧吧? 燕三河一双黑幕缓缓抬起, 眼底有净水深流, 到底是蹊跷还是凑巧? 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 现在干嘛? 我想去燕如贤的宅子走一走, 看一看, 好啊, 姑奶奶正愁没事做呢, 李不言眼睛一眯, 咱们翻墙去, 大白天翻墙, 对燕三河来说, 其实是难事, 但他会爬树, 事情就变得不那么难了, 两人先在宅子四周绕一圈, 找到一棵大树, 趁着没有人, 燕三河爬上去, 李不言则轻轻松松跃上墙头, 然后伸出手, 把燕三河往上一提, 一落, 人就到了院子里面, 两人四下那么一打量, 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宅子可真是阔气, 就连这一处不起眼墙边, 景色都相当漂亮, 可以看出的是精心设计过的, 李不言一边嘖嘖嘖舌, 一边问, 三河, 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想看两处地方, 燕三河事先早就预想好了, 一处是唐老爷提过的戏园子, 另一处是陆时年轻的时候, 曾经借宿过的后院, 为什么只看这两处? 因为, 燕三河尺缝里蹦出两个字, 好奇, 我们现在在宅子的西北面, 那就先往后院去, 以防万一, 李不言从腰间抽出软件, 捏在手心, 你跟在我后面, 不要离我太远, 第356章, 戏楼, 燕府的后院掩盖在一片竹林里, 进到院子, 长长地一排矮房前, 炉子, 竹椅, 篮子散了一地, 李不言扶起一把椅子, 三河, 这里还住人里, 住的应该是下人, 因为靓衣的竹竿上, 还挂着几件打错穿的衣裳, 燕三河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看过去, 最后一间屋子看完, 他没有任何停顿, 走, 去戏园子, 这就看完了, 这能看出什么名堂来, 李不言不敢多问, 戏园子在哪个角落, 应该在后花园, 李不言也遇到, 再次验证了, 我家三河姑娘的出身是好的, 家里一定也有个戏园子, 燕三河被他说得一正, 这段时间忙着解净成的心魔, 已经很久, 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身世, 应该是有的, 否则我不会脱口处, 燕大小姐, 那就劳烦你再想一想, 哪条路是往后花园的, 大宅门的路趋近通幽, 通向哪里, 李不言哪知道, 燕三河手往中间那条路一指, 这条, 这是一条铺着青石砖的小路, 两边种的依旧是竹子, 风一吹, 竹叶沙沙, 颇有一番意境, 一般读书人都喜欢竹, 可见这一片竹林是唐家的旧物, 言如贤搬进来后保留了原貌, 两人走了小半斩茶的时间, 穿过一处拱门, 后花园的景致静收眼底, 李不言目光一扫, 唏嘘感叹, 可真大, 燕三河手指着远处的一间四角小楼, 那个应该是戏台, 火火火, 李不言眼睛都看直了, 这哪里是戏台, 根本就是个戏楼吗, 阔谦, 你去戏台上走走, 你呢, 我坐在下面看, 看什么, 看你, 看我做什么, 李不言虽然一脑门子糊涂, 但还是马里的登上戏台, 三河, 这戏台是以前唐家留下的, 脚下的木板很老了, 一踩上去就咯吱咯吱地响, 而且很久没用过了, 上面都是灰, 这不奇怪, 严如贤是个太监, 太监不能明目张胆地娶妻纳妾, 自然也不会请戏班子到家里来演, 久而久之, 这戏台便空落下来, 燕三河看着李不言, 脑子立刻浮现出一个画面, 戏中贵妃和君王痴痴缠缠, 戏外堂之位婉言拒绝先太子, 多么讽刺, 又多么真实, 过了夏至, 就慢慢日短夜长, 加上今儿个又是阴天, 谢之飞下崖的时候, 天色已经十分的暗沉, 爷, 坐车吧, 这天气瞧着要下雨, 骑马快, 谢之飞牵过马, 刚要翻身上去, 呼得又顿住, 他这会在哪里, 他, 是指照一时, 朱青半捂着嘴, 宋路大人回府后, 就被太子的人叫走了, 太子呢, 在三思立案, 朱青, 据说礼部的一些老人, 午后都被叫去问话了, 谢之飞, 杜剑学, 朱青, 也叫去了, 谢之飞, 阿里星的人出发了没有, 朱青, 没散潮, 锦衣卫就已经出发了, 谢之飞, 礼部和国子剑那头, 没有动静, 朱青, 没有, 一圈问下来, 谢之飞彻底安心, 立刻翻身上马, 直奔燕三河的府邸, 忽然, 左脸颊有什么东西打下来, 一摸, 净是雨, 朱青追上来, 爷, 下雨了, 谢之飞抽了一记马屁股, 趁着还没下大, 走, 另一边, 李不言从戏台上飘下来, 走到燕三河面前, 下雨了, 咱们回吧, 不言, 我有一个问题, 始终想不通, 昏尘中, 燕三河轻声道, 陆时那样忘恩负义的一个人, 先太子为什么不出手解决了他, 好帮小师妹报被姑父的仇, 啊, 我的祖宗啊, 李不言一跺脚, 使劲把燕三河拽起来, 能不能回府再想啊, 雨下大了, 燕三河这时才发现, 竟然下雨了, 赶紧道, 回府, 已经来不及了, 刚拐出胡同, 雨点子就砸下来, 李不言的身子刚, 受过内伤, 养了末几日, 不能着凉, 燕三河当机立断道, 找个地方先避避雨, 等雨小一点, 我们再走, 李不言点起脚四下一看, 三河, 那边可以避一避, 燕三河顺着李不言的手看过去, 竟是个突出的屋檐, 凑后, 两人一口气跑过去, 刚站稳, 还没来得及胆胆身上的水珠, 又跑过来两人躲雨, 李不言出于习惯, 把燕三河拉到一边, 自己则站在他和那两人的中间, 这雨什么时候会停, 天知道, 咱们出来多久了, 小半个尸身要有的吧, 来不来得及, 危险, 那就走, 凑后, 两人冲进大雨中, 燕三河下意识看了一眼, 原是两个穿着蓝衫的年轻书生, 这两人走了莫多久, 雨势渐小, 风势渐大, 李不言献天上云层翻滚, 只怕还有更大的雨来, 三河趁现在雨小, 我们也走, 好, 说是走, 其实是小跑, 燕三河跑着跑着, 忽然发现好几个书生打扮的人, 越过了他们, 李不言小声嘀咕道, 下雨天不好好, 在家读书, 跑出来的吗, 燕三河呼得停下脚步, 心里隐隐约约浮出某众猜测, 李不言跑出十几丈远, 忽然发现燕三河不见了, 扭头一看, 好家伙, 这人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竟又移动不动了, 发愣也得看看时机啊, 李不言赶紧又折回去, 气呼呼道, 我说祖宗啊, 你能不能, 不言, 燕三河一把抓住李不言的胳膊, 他抓得很紧, 紧到李不言眉脚轻轻跳了一下, 怎么了, 你说三爷这回在哪里, 还能在哪里, 不是在衙门, 就是在沟兰厅去, 用什么办法, 能最快找到他, 简大, 随便抓个五成兵马司的人问问, 那你用最快的速度, 问到三爷的去处, 然后, 燕三河深吸一口气, 然后告诉他, 书生们可能要闹事, 让他赶紧上街看看, 啊, 李不言顿时傻眼了,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来不及细数啊, 燕三河松开手, 我去跟着那些书生, 等一下, 李不言一听这话, 吓得手掌直接扣在燕三河的肩上, 你跟着那些书生做什么, 除了方便和你们会合外, 或许还能有一些意外售获, 第三百五十七章, 闹事, 三爷, 替燕三河看门的是丁老头,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来了, 谢之飞衣裳湿了一半, 小姐在府里, 不在, 出去了, 去哪儿, 小姐的行踪, 我们坐下人的, 哪敢问呢, 谢之飞神色有些不耐烦, 朱青, 你去问问汤圆, 是, 朱青夺过丁老头手里的伞, 直奔内院, 谢之飞站在屋檐下, 目光落在丁老头身上, 能把燕三河去了哪里, 套得一清二楚, 回头还得换个灵机的人来, 正想着, 朱青领着汤圆匆匆回来, 汤圆收起伞, 三爷, 小姐和燕姑娘说去街上走走, 莫说去哪里, 只说会回来吃晚饭, 让奴婢备好饭菜, 谢之飞看看天色, 他们俩怎么去的, 骑马还是坐车, 是走着出去的, 带伞了吗? 没有, 谢之飞的脸刷得沉下来, 吓得汤圆忙道, 奴婢这, 就去巷子口等, 话还莫说话,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游远极近, 雨屋中, 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人, 等那马到了境前, 才发现是下属罗大强, 谢之飞心头咯噔一下, 你怎么找来了? 罗大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老大, 那帮书生门闹事了, 在哪里闹事? 三思门口, 谢之飞心跳得厉害, 不在, 李波, 不在国子剑, 竟然跑三思门口闹事, 那帮书生想干什么? 书青, 走! 谢之飞飞快地上马, 一乐缰绳, 冲汤圆大声道, 小姐回来, 让她不要再出去, 今儿夜里不太平, 三爷放心吧, 驾! 三匹马驶进雨屋中, 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汤圆想着三爷的交代, 对丁老头道, 去拿两把伞来, 我到巷子口等小姐, 这就来, 不消片刻, 汤圆就已经在巷子口探头张望, 还莫张望两下呢, 一条黑影冲过来, 汤圆, 你怎么在这里? 李姑娘? 汤圆献李不妍凌成个落汤机, 赶紧把伞撑过去, 小姐呢, 怎么默陷她? 李不妍神色着急, 你先别问她, 有没有看到三爷? 三爷刚走一会, 说是外头有书生闹事, 李不妍长长欲出口气, 一颗心总算定了下来, 小姐呢? 汤圆不停地往李不妍身后张望, 三爷交代说, 让小姐回来后不要再出去, 今儿夜里外头不太平, 这话, 声声让李不妍打了个机灵, 赶紧把伞往汤圆手里一推, 我回府骑马, 汤圆急得跺脚, 李姑娘, 你还没说小姐在哪里? 我哪知道她在哪, 李不妍一边跑, 一边喊, 别急, 我就这句把她带回来, 大雨如注, 灵的人看不清眼前的世界, 燕三河只能盯着前面的书生们, 书生们往哪里跑, 她就往哪里跑, 对于京城, 燕三河是不熟悉的, 此刻跑到了哪里, 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速度呼得慢了下来, 燕三河点起脚尖一看, 心里不由咯噔咯噔两下, 第一个咯噔是前方一片黑压压的, 都是书生, 第二个咯噔是这回她竟然在督察院的门口, 各位兄台们, 我们寒窗苦读十几年, 头悬梁, 追刺骨, 到头来还不如人家花点银子, 这是什么世道, 这是什么天脸, 未守的是个方脸书生, 大雨中, 她神色激动, 今天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讨个公道, 为寒心如苦, 雇我们读书的父母讨个公道, 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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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句话, 说得所有人的心一片澎湃, 纷纷至闭高呼, 方脸书生撩起衣袍, 席地而坐, 书生们也纷纷跟着坐下, 我就说他们有问题, 那你怎么早不说呢, 我说了, 谁会信啊, 边上, 两个书生头挨着头, 低声说话, 两位兄台, 燕三河故意把自己的声音压得很低沉, 春围查得这么严, 他们是怎么做手脚的, 简单, 有个书生粗粗扫了燕三河一眼, 人家试题提前几天就拿到手了, 东拼西凑怎么着也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个手法和唐其令那个案子的手法很像, 燕三河, 这么说来, 除了颜如贤那个狗太监, 当时那些出题的大儒都掺和进去了, 鱼目脑子, 书生瞪一眼燕三河, 大儒们谁敢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不都是礼部那些贪财的小人, 燕三河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制, 他们都巴不得我们唐家臭了, 烂了, 服了, 我不能如他们的意, 我得好好活着, 活到有青天明月的那一天, 唐家出事, 我们一众学生都深信先生的人品, 觉得他是被冤枉的, 所以联名尚书为他喊冤, 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如果换个角度想, 唐其令是出题人, 出题人最怕什么? 最怕试题泄漏, 又怎么会为了那几千两岁银子, 赔上一世英明? 所以, 唐其令案子的确有问题, 那么, 谁诬陷了他呢? 他们怎么诬陷他的? 诬陷他真正的目的, 又是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 向湖底翻涌的水泡, 咕噜咕噜地涌上来, 燕三河陷入了深思, 连远处传来的马蹄声都没有听见, 谢之飞翻身下马, 双唇抿成一条线, 大步走上督察院珠门前的台阶, 站定, 转身, 举目一看, 他眼前阵阵发黑, 国子界的奸生不过四五百人, 眼前最起码有一千人, 可见四九城里隐居的书生们都触动了, 他娘的, 这速度也太快了, 爷, 怎么办? 谢之飞看了朱青一眼, 太子在哪里? 朱青指了指身后的珠门, 操! 谢之飞在心里咒骂一声, 反倒镇定下来, 头凑到朱青耳边, 你去通知太子府的亲卫, 速速赶来保护太子, 太孙, 我想办法把这帮书生劝回去, 劝不回去怎么办? 能怎么办? 眼神却异常冷冽冷静, 再劝呗, 话音刚落, 书生中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锦衣卫来了, 第358章, 太子, 雨夜中, 数不清的锦衣卫披着缩衣, 如鬼妹一样逼过来, 带队的是锦衣卫南镇府司杨一杰, 谢之飞和杨一杰, 不论是官位, 还是手中的权力, 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更重要的是, 杨一杰和谢之飞, 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他只能乖乖站到一旁, 冷眼看着, 杨一杰下马, 站到了谢之飞刚刚站立的位置, 深吸一口气, 大声喊道, 学子们, 皇上已经命太子彻查整个案子, 不用太久, 案子就会水落石出, 此刻风大雨急, 你们速速回家去, 不要在此逗留, 书生中, 有人不知死活地喊道, 怎样的水落石出, 杨一杰冷淡回答, 该扁的扁, 该抄的抄, 该杀的杀, 一个都不会放过,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又有一个书生大喊道, 严如贤那个烟贼, 为什么还在宫里, 为什么毫发无损, 杨一杰被问的一证, 妈的, 这些书生们, 是从哪里得知, 严如贤在宫里的, 他, 这一证, 落在书生的眼睛里, 就是心虚, 书生中有人站起来, 置闭一挥, 交出严如贤, 接着又有人跟着站起来, 杀死烟狗严如贤, 书生们纷纷站起来, 严如贤不死, 我们就不回去, 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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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还相安无事的局面, 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 真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 杨一杰大怒, 冲副将冷冷看一眼, 副将立刻喝道, 你们一个个给我听着, 剧中闹事者, 一律严惩不待, 这话一出, 谢之飞在心里无声喊出两个字, 完了, 这话果然激起了书生的愤怒, 谁愿意剧中闹事, 不就是因为, 你们这些头戴官帽的人, 一个个高高在上, 不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 干出一桩桩握瘦事, 断人虔诚, 如杀人性命, 领头的方脸书生一咬牙, 一跺脚, 大声喊道, 苍天无眼, 烟狗祸国, 苍天无眼, 烟狗祸国, 苍天无眼, 烟狗祸国, 杨一杰气得鼻子都歪了, 他就是太监, 烟狗骂的就是他, 所有锦衣卫听令, 谁敢带头挑事, 格杀聪论, 锦衣卫们一听这话, 纷纷挑枪, 朝向场中数千书生, 杨一杰的副将则上前一步, 一把揪住方脸书生的钱筋, 把他从队伍中拖出来, 你们这帮助纣未灭的狗贼, 方脸书生破口大骂, 兄弟们, 我们和他们拼了,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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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个眨眼的功夫, 书生们就如同潮水一样涌上来, 与锦衣卫私打在一处, 杀人了, 锦衣卫杀人了, 烟狗杀人了, 这世上有一种人的勇气, 是一定要用同胞的血来催化的, 这种人就是年轻的读书人, 当他们的虔诚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当他们的寒窗苦读变成有钱有势人眼中的笑话, 那些深藏在读书人血液里的清高, 自傲, 孤勇就纷纷跑出来, 跑出来的结果就是, 宁可站着生, 不能屈如死, 谢之飞看着眼前的一片混乱, 心急如焚, 连杀了杨一杰和那副将的心都有了, 天底下谁不知道读书人最难搞, 这哪里是解决问题, 刺客的里头, 万一, 如同一击闷雷打在了谢之飞的身上, 他浑身的血液都冻住了, 混乱中, 一个熟悉的身影茫然站立着, 似乎才从睡梦中醒过来, 而他的身后, 锦衣卫的枪已经挑过来, 谢之飞急得大喊, 燕三合, 快躲开, 他喊得撕心裂肺, 声音却统统淹没在喧嚣中, 大雨中, 但燕三合却奇迹般地听到了, 他几乎是本能一蹲, 一缩, 灵巧地避开了身后的长枪, 生死关头走一遭, 燕三合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冲谢之飞伸出大拇指, 然后机灵地躲到了书生的中间, 谢之飞下的小腿都在打战, 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 半赏, 他大步走到杨一杰身边, 咬着牙道, 杨大人, 住手吧, 这些人可都是咱们华国未来的栋梁啊, 杨一杰冷笑, 听话的是栋梁, 闹事的就是反贼, 杨大人, 谢之飞眼神像两把锋利的刀, 他们只是一时气愤, 和反贼根本扯不上关系, 杨一杰尖着嗓子, 音森道, 谢大人是要帮他们说话吗? 谢大人能承担得起帮他们说话的后果吗? 我是在帮你说话, 谢之飞面色紧蹦冷峻, 因为杨大人, 你也承担不起血流成河的后果, 杨一杰冷笑一声, 那就是事, 我能不能承担, 锦衣未听令, 是呀, 朱红色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道杏黄色的肥胖人影, 艰难地跨过半人高的门槛, 从里面走出来, 太子殿下在此, 谁敢放肆, 磅礴的大雨中, 所有的人都停下了动作,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那道杏黄, 杨一杰哪怕已经和汉王穿了一条裤子, 在未来储君面前依旧不敢放肆, 他赶紧上前攻身行礼, 殿下, 赵燕落淡淡看他一眼, 眼神似乎没什么分量, 但杨一杰心里却像敲鼓一样, 七上八下, 迫于压力, 他大声道, 锦衣未退下, 赵燕落主着拐杖, 一步一步走到台阶前, 沉默半晌, 又缓慢地语速道, 我奉陛下之命, 与三四一道彻查春为武毕案, 陛下交代, 定要杀几个人, 给天下, 给你们一个交代, 事情上午才出, 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未必有定国安邦的本事, 亦无今生御震之文采, 三尺剑玄, 国法如山, 此事我定会全力以赴, 堂堂储君, 没有高高在上语气, 没有指责书生们闹事, 有的只是言辞恳切, 和言成不代的决心, 这让大语中的学子们, 颇为动容, 再加上太子这些年素有贤名, 对读书人更是一礼相待, 他的话, 无疑是疾风咒语中的一把伞, 稳住了所有书生们的心, 书生们纷纷向太子下跪行礼, 陛下圣明, 殿下圣明, 唯有那个被打得满头是写的方脸书生, 不跪不败, 只冷冷道, 殿下, 严如贤何时死? 第359章, 话简, 饶氏太子好性子, 也被这书生的话逼得变了脸色, 严如贤是陛下的人, 此人从十来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陛下身边伺候, 陛下要保他一条命, 谁也拿他没办法, 但他犯的罪, 又的的确确是抄家灭族的死罪, 这个节骨眼上, 赵燕落只能先安抚眼前的这帮书生, 诸位学子们请放心, 你们终会等到这一日, 这话说得很含糊, 但却让人有了盼头, 那方脸书生冲太子扑通跪下, 砰砰砰三个头, 磕得质地有声, 赵燕落微微汗手, 五成兵马, 指挥使何在? 谢之飞被点了名, 不得不上前一步, 殿下, 陈在, 将伤者送到医馆救治, 妥善疏散人群, 不可再有冲突, 是, 杨大人, 杨一杰硬着头皮上前道, 殿下, 赵燕落又淡淡看他一眼, 这里站着的, 都是我华国未来的国之助食, 杨大人以后行事, 不可莽撞, 这话一抬, 一扁, 书生们看太子的眼神, 又热切了几分, 杨一杰掩住眼里的一抹戾气, 对着太子躬身道, 臣, 知罪, 一场本要血流成河的冲突, 在太子的三言两语中化解, 恰好这时, 太子府的亲卫感到, 他们将太子团团围住后, 护着人上了马车, 车咕噜一起动, 谢之飞就在人群中寻找燕三合, 燕三合并不难找, 他个子小巧, 身形又单薄, 穿得也不适如衫, 目光几个回合后, 谢之飞就锁住他, 兵马寺的兄弟们速速行动, 把伤者送到医馆, 余下的人散了, 都回家去吧, 想想家中父母兄弟, 妻子儿女, 他一边喊, 一边拨开书声, 向燕三合走去, 燕三合一看这人的脸色, 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有种想, 拔腿就跑得冲动, 可惜能跑哪里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走近, 看着那人的手一把揪住他的后领, 然后像领小鸡一样, 把他拎到了朱青面前, 看着他, 一步都不许他离开, 谢之飞, 住嘴, 谢之飞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后, 又目不可恶道, 看看你像什么样, 什么样子, 不就是知落汤鸡的样子吗, 那根脚屎棍呢, 去哪里啊, 自家妹子舍不得骂, 舍不得打, 那根脚屎棍总得拿来出出气, 谢之飞眼睛一边喷火, 一边找人, 四下找一圈, 硬是没陷着李不妍的人影, 心里恨得不行, 今儿个我要是放过他, 三爷我自挖双眼, 给你们泡酒喝, 五十, 五十, 你要用什么泡酒喝, 另一只落汤鸡, 拨开一个又一个的书生, 艰难地走过来, 我的娘脸, 这什么势道啊, 怎么这些书生也敢, 你也给我闭嘴, 谢之飞只要一想到 燕三河身后的那根枪, 火就压不住, 看到脚屎棍没有, 小裴也指指身后, 谢之飞粗鲁地把小裴也往边上一推, 大步走到李不妍面前, 李不妍一看, 这人顶着一张六亲不认的脸, 急中生智, 小姐发现书生俱集, 让我立刻去通知你, 怕你保不住头上的那顶新乌纱帽, 谢之飞左脚一毒, 我就赶紧去问兵马斯的人, 谢之飞右脚一毒, 又一路淋着大雨跑回家中, 谢之飞两只脚都顿住, 直到三爷离开后, 再骑马赶过来, 半路遇到小裴也, 到现在气都没喘上一口, 李不妍看着谢之飞, 听说三爷要自挖双眼, 给我们泡酒喝, 啊, 我正想喝一杯, 这世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谢之飞, 李, 劳烦三爷不要跟我说话, 李不妍昂手冷笑一声, 男人和我说话不吉利, 谢之飞, 小裴也在一旁幸灾乐祸, 我家五十升温上了, 很多逼人的李不妍都回去, 我有话说, 谢之飞脑子里立刻跳出个念头, 事情有, 对, 一个字, 让所有人的心都跳得快起来, 尤其是谢之飞, 你们先回, 这里我还要再盯一会, 把我杯热水, 被套干净的衣裳, 阿蒂, 我陪陪五十, 小裴也一听兄弟打喷嚏, 又担心上了, 我们一道过来, 燕三合看着谢之飞, 又看看小裴也, 似乎想说什么,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不妍, 我们走, 回到府里的时候, 雨依旧在下, 燕三合搅干头发, 喝下两碗小米粥, 谢之飞他们才回来, 先喝一碗煮的浓浓的生姜汤, 再沐浴, 更衣, 用饭, 一通忙活后, 所有人都坐到小花厅, 燕三合让汤圆把门关上, 守在院子门口, 不要让任何人闯进来, 这个宅院, 主子下人捅公莫几个, 哪会有人不知死活地闯进小花厅,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就意味着燕三合接下来要说的话, 回夺了两圈后, 才到, 唐其令的案子的确是冤枉的, 一句话, 让所有人的脸色巨变, 明听, 燕三合点迷小裴燕, 你如果是科举的出题人, 你最怕什么? 我? 小裴燕语色了好一会, 怕卷子出的没有水准, 怕, 还怕题目泄露, 黄其插了一句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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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裴孝忽然一拍大腿, 我知道了, 唐其令不会坚守自道的, 他要脸, 他是太子太师, 已经是青云顶端的人了, 燕三合目光挪向谢之飞, 我和布延今天去了延如贤宅子, 特意去看了看唐之卫听戏的地方, 是座二层高的戏楼, 谢之飞一方面觉得安慰, 至少他向自己坦白了行踪, 另一方面又隐隐生怒, 被封了的宅子也敢闯进去, 万一被人瞧见了呢? 能在后花园里搭得起戏楼的人, 也不会缺银子, 燕三合转过身, 看着无边的夜色, 唐其令舞弊的初衷, 就不成立, 夜色勾勒出燕三合修长的警博, 谢之飞看着那警博上的亲子, 挪不开眼睛, 那么, 谁要陷害他呢? 第360章, 分析, 是啊, 谁要陷害他呢? 小裴爷一脸疑惑, 要定唐其令的罪, 证据肯定是铁证, 否则前太子早就帮他犯案了, 朱卿, 小裴爷说得对, 不能光凭一些推断, 就说唐其令是冤枉的, 黄其, 三思可不是吃嫌犯的, 一个个本事都大着呢, 燕三合, 转过身走到谢之飞面前, 微微低下头, 与他平视, 谢之飞心都不会跳了, 我们换个思路, 燕三合, 今天如果太子不从那扇珠门里走出来, 结果会是什么样? 谢之飞被他问的一正, 燕三合莫等谢之飞回答, 就自顾自道, 会对抗越来越激烈, 死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血流成河, 谢之飞点点头, 燕三合, 言如嫌武弊案, 是由谁负责? 谢之飞, 太子 燕三合, 案子刚刚开始查, 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皇帝会怪罪谁? 谢之飞, 太子 燕三合, 太子说事情上午才出, 傍晚书生们就聚众闹事, 这速度正常不正常, 谢之飞, 太快了 燕三合, 可见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的, 你承认吗? 谢之飞, 承认? 燕三合, 那么我想请问三爷, 会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呢? 谁? 那个人就在谢之飞的喉咙里打转, 他只需轻轻一张嘴, 就能脱口而出, 你一定知道那人是谁, 但你没有证据, 谢之飞用力点点头, 当一件事情什么证据都没有, 偏偏事情却发生了, 那么, 燕三合微微挑起眉, 那么我们就抛开所有的证据, 只从一个地方入手, 谢之飞, 什么地方? 燕三合, 这件事情对谁最有利, 谁就是背后推波助澜的人, 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沙打间所有人都将坐在当场, 竹青和黄奇的脸上, 甚至同时露出了恐惧, 书生闹事, 皇帝怪罪太子, 谁最有利, 汉王, 唐其令舞弊, 唐家被抄, 前太子受牵连, 谁最有利, 当今陛下, 小培爷捂着心口, 有些受不住, 燕, 燕三合, 这是, 这是, 这是只是我的猜测, 你和三爷左耳近, 右耳出, 不要记在心上, 燕三合莫让他把话说下去, 下面我想查一下 严如贤这个老太监, 唐其令的宅子 怎么就到了他的手上, 如果小培爷和三爷知道, 就和我说一说, 小培爷正正地看向谢之飞, 你知道吗, 谢之飞苦笑, 宅子到他手上的时候, 或许连我大哥都还陌生下来, 为防着燕三合又爬墙进 严如贤的宅子, 他赶紧又说, 而且这人查不得, 燕三合, 皇宫里的人谁查谁倒霉, 又一个说查不得, 这深宫到底是藏了多少 见不得人的秘密, 燕三合放在桌上的手, 慢慢地握成拳头, 谢之飞余光看一眼那只拳头, 又有些于心不忍, 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 燕三合也苦笑, 别的办法就是再见一线路时, 很多的谜底都藏在这人的身上, 谢之飞忽然感觉坐不住, 蹭地站起来在花厅里来回踱步, 燕三合, 他在燕三合面前站定, 极深地吸了口气, 为什么说谜底都在路时身上, 就凭他今天弹劾严如贤春为舞弊, 如果这只是巧合呢, 燕三合对上谢之飞微凉的眼睛, 轻轻开口, 祖父说, 没聚四德, 出生未圆, 开花未亨, 皆子未立, 成熟未真, 所以呢, 所以, 我想知道, 遂寒三有中, 他凭什么占一个竹, 唐之卫为他连太子都拒, 或者可以说是被秦爱冲昏了头脑, 那么唐其令呢, 谢之飞的脸了, 有了一丝裂缝, 燕三合挪开目光, 看着地上的青石砖,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说给谢之飞听, 唐其令阅人无数, 收他未徒, 也是昏了头脑, 谢之飞, 烛火跳动, 窗外的雨声渐渐弱了下去, 花厅里没有人开口说话, 除了不喜欢动脑子的李不妍, 头一点一点打着瞌睡, 余下五人的神情一个比一个凝重, 最沉重的是谢之飞, 桃花眼像被蒙上了一层阴郁, 陆时压根见不到, 锦衣卫前前后后护着呢, 他抬眼去看裴笑, 你可有办法, 裴笑无声摇头, 鬼的办法, 我爹现在也进不去, 谢之飞, 那怎么办, 裴笑, 鬼知道, 谢之飞, 我宁愿现在是鬼, 就能飘进陆府问个明白, 燕三河不用看两人之间眉眼官司, 就知道事情很难, 恰好这时李不妍无嘴打了个哈欠, 他趁机到, 累一天, 先休息,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 谢之飞点点头表示赞同, 朱青, 爷, 你去和太孙说一声, 今日书生的事情, 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让他暗中查一查是谁, 是, 其他人先去睡, 小裴也不傻瓜, 听得出三爷是话里有话, 多嘴地问了一句, 那你呢, 谢之飞看着燕三河, 我有话要和他说, 我没话和你说, 燕三河迅速起身, 燕三河, 你在怕我, 谁怕你, 燕三河屁股往下一沉, 双手抱起胸, 脸色十分地沉稳, 淡然, 谢之飞侧过头, 目光在陪笑, 李不妍, 黄其脸上一一扫过, 用意十分地明显, 陪笑, 小爷怎么觉得自己这么多鱼呢, 李不妍, 狗男人, 黄其, 睡了吧, 不给三爷添乱, 已经够乱的了, 花厅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燕三河才发现, 对面男人的气场有多强, 烛火把他的眉眼印得温柔极了, 和督察院门口那副痴人的模样, 截然不同, 他眼神无处安放, 只能看向屋外, 屋外一片漆黑, 雨点敲打着窗户, 声音听着有几分不真切, 就像他那生丝心裂肺的喊, 哪怕事情已经过去了, 依旧觉得像在做梦, 燕三河, 谢之飞深吸一口气, 以后尽量不要让自己置于险境, 人的命只有一次, 老天让你活下来, 不是让你去冒险的, 这话听着好像有, 哪里不对, 燕三河颇有几分奇怪地看着他, 第361章, 失眠, 今天的事情, 谢谢你, 谢之飞端起茶钟, 用喝茶掩住了脸上的洞容, 他看到书生聚集, 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 放下茶钟时, 他脸上又恢复了刚刚的平淡, 其实我一早就防着书生们闹事呢, 这话有言外之意, 燕三河听得出来, 是我多管闲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谢之飞看着放在桌上的一节纤细手腕, 你的生死安危比我的官位重要得多, 燕三河心底狠狠一阵, 这种感觉已经不能用奇怪来形容, 明明避开了他那一眼的关心, 明明处处暗示对自己没有任何感觉, 就好像帕子的两面一面绣着鸳鸯细水, 另一面则绣着一刀两断,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的南辕北辙呢? 人心里一旦有事, 失眠是一定的, 只会燕三河手里就算再捏上十块帕子, 周公也莫来勾引他, 别有件事的了, 我的小姐, 李不妍困得两只眼睛睁不开, 兵来将挡, 水来土焰, 狗男人来了, 打狗棒事后, 正经的女人谁为男人失眠啊? 燕三河气笑, 用脚踢了踢他的屁股, 我在想陆石这个人, 陆石也是男人, 也尝了那二两的玩意, 李不妍打了个哈欠, 睡吧, 睡吧, 燕三河一时莫明白那二两的玩意是什么, 是啊, 陆石是个男人, 是男人就有七情六欲, 像颜如贤那样一个太监, 还娇妻美妾一大堆呢, 他陆石为什么能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仲, 魏玉使这份差事, 想名流轻史, 可古往今来名流轻史的男人, 也都没有让那二两肉闲着呀, 哪怕是一代枭雄吴关月, 被百姓爱戴至此, 男女情势上也莫太监点, 这又是一个蹊跷啊, 另一个院子, 小培也虎视眈眈地看着谢之飞, 眼神要吃人, 得了, 别看了, 谢之飞和他对视伴上, 无声地拜下阵来, 我就是交代他不要轻举妄动, 别把自己给折进去, 总能想出办法来的, 这些话为什么不能当着我们的面说, 单独说能显出这世的重要性, 那丫头天不怕, 地不怕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谢之飞用掌心盖住眼睛, 心累道, 你敢想他今天都混进了闹事的书生里, 小培也帮行上人说话, 胆子不大, 也化不了念, 解不了魔啊, 所以我才要警告他, 谢之飞不耐烦地往里翻了个身, 睡觉, 睡觉, 锦衣卫里, 你不是兄弟哥们一大把的吗, 小培也睡不着, 他不仅要帮心上人说话, 还得帮心上人想办法, 花点银子让他们通融一下, 看看能不能线路使一面, 谢之飞蹭地坐起来, 手冲着贵妃他上的人用力点点, 把你这些馊主意统统塞回去, 这个节骨眼上, 别说花银子, 就是花刀子, 也没戏, 没戏就没戏, 凶什么凶, 小培也打了个哈欠, 两只眼睛泪汪汪, 实在不行, 就只能放出谣言, 说陆家有鬼怪闹事, 把我僧路斯的和尚拉过去做场法事, 让燕三河扮成小和尚进去, 亏你小子想得出, 谢之飞把被子往头上一蒙, 不理这好人, 端木工, 赵一时扶着沈冲的手, 从马车上下来, 苦等了半天的沿洗, 撑伞颠颠地跑过来, 殿下, 太子在书房等您, 让您回来后去一趟, 赵一时眉梢都没有动一下, 只是放在背后的手指, 微微拧了拧, 知道了, 严玠把伞往赵一时那边又挪了挪, 殷勤道, 殿下您跟上, 小心这些脚下, 伞给沈冲, 你先回去, 严玠脚下一毒, 赶紧把灯笼交给沈冲, 恭敬地退到边上, 是, 赵一时冷冷看他一眼, 莫再多说什么, 严玠悄悄掀起眼皮, 看着越走越远的两道影子, 忽然抬起手, 用力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叫你嘴贱, 还求殿下给严如贤说情, 这下好了, 连自己都跟着倒霉, 书房里灯火通明, 赵一时一脚踏进去, 冲书案后的人行礼, 赵一时抬起头, 没什么表情到,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赵一时, 事情牵扯太多人,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赵一时, 今日书生闹事, 你怎么看, 速度之快, 人数之多, 选址之巧合, 不是几个矛头书生就能办到的, 太子走出那扇珠门, 赵一时并未跟着出去, 就在珠门后静静地听着, 哪怕朱卿不来送信, 他也能琢磨出这里头的蹊跷之处, 父亲, 背后一定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 赵燕若冷笑, 白金面孔上的肉随之抖了几下, 可见你皇叔在京城的人脉不少, 不仅人脉多, 心思也很毒, 幸好父亲处理得当, 否则, 他是一日都不想让我好过呀, 赵燕若手指在书案上点点, 暗中查一查吧, 借着这个机会, 也是该清一清了, 这话, 让赵一时很是吃一惊, 父亲为人和他的身形一样宽容厚重, 主动出手次数屈指可数, 很显然今晚的局面, 让他有所触动了, 回头想象也是后怕, 万一书生里混进了别人, 又万一, 那个杨一杰不管不顾, 就又是另一种局面了, 父亲放心, 我会暗中查清楚的, 杜剑学生为现任礼部尚书, 你说这一回要不要, 父亲, 赵一时立刻打断道, 这案子陛下极为在意,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免得引火烧身, 话锋一转, 他又道, 儿子会让, 人暗中盯着的, 观坐到他那个份上, 屁股上能干干净净地摸几个, 嗯, 赵燕落满意地点点头, 又问, 严如贤这个人, 你猜测, 陛下会不会保下来, 书生闹事之前, 还有些不好说, 书生闹事之后, 必死无疑, 赵燕落陡然又面色阴沉下来, 嘴张了又闭上, 竟是一脸的担心, 第362章, 谢恩, 赵一时知道, 父亲在担心什么, 陛下, 对他一向不喜欢, 哪怕差事办得再好, 总能鸡蛋里挑几根骨头出来, 严如贤跟了陛下几十年, 家都抄了, 陛下都没把他下狱, 很显然是想留他一条命, 如今这老太监必死无疑, 陛下心里不痛快, 会不会迁怒他, 可能会的, 因为父亲今日对着那方脸书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很妥当, 你们终会等到这一日, 这话虽然是安抚了书生, 但细平平, 因因有胁迫陛下的意思, 他在住门背后听完这一句, 一身的冷汗, 但话已出口,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赵一时从早朝到现在整整一天, 滴水未尽, 根本没有力气去安抚太子的惶惶不安, 他行了个礼, 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鱼, 依旧嘻嘻嘻嘻地吓着, 沈冲撑伞上前, 殿下, 先用饭, 还是先沐浴更衣? 赵一时缓步走出伞下, 毫无征兆地问了一句, 他怎么会混在书生里? 沈冲被问得一愣, 暖阁里? 皇帝瞧了一眼, 垂手跪在下面的冯长秀, 道, 说吧, 外头都闹了些什么? 冯长秀不敢隐瞒, 把书生如何聚集, 如何与锦衣卫发生冲突, 太子又是如何解围地一一说给皇帝听, 皇帝听完, 面上冷冷一声, 说了句让冯长秀心惊胆战的话, 一个个都好大的胆, 一个个是谁? 是书生? 是锦衣卫? 亦或者是, 别的人? 冯长秀不敢接话, 只要把头锤得更低, 你另带一对人马, 暗中彻查春威一事, 皇帝站起来, 伸手拍了拍冯长秀的肩膀, 老玉使那里, 你也留个心眼, 冯长秀, 臣遵旨, 永和帝背过手, 起来吧, 陪阵到外头走走, 是, 冯长秀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跟在皇帝的身后, 没走几步, 却听皇帝问道, 你觉得严如贤该死吗? 冯长秀挑起眼皮, 看一眼皇帝的背影, 恭敬道, 是死是活, 臣只听陛下的, 永和帝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缓缓走出了暖阁, 门口当职的小太监一看皇帝出来, 忙撑伞上前, 皇上, 要被御驾吗? 把伞给冯大人, 你们都不必跟过来, 是, 军臣二人走一路, 沉默一路, 冯长秀十二岁, 近身到皇帝身边侍候, 二十二岁入锦衣卫, 整整十年的时间, 他对皇帝的性子多少有些清楚, 这般沉默是少见的, 说明皇帝有心事, 掠走小半斩茶的时间, 到了一处宫门前, 永和帝冷冷命令道, 清场, 侍卫二话不说, 立刻把院中的人一一都叫出来, 冯大人也在这里等着朕吧, 是, 永和帝这才抬起脚, 跨进了那道门槛, 最得宠的太监住的脂肪就在养心殿边上, 严如贤伏帝跪在院中, 一头花白的头发在月色下格外显眼, 人老了, 就算拿麻布擦也有擦不去的记忆, 永和帝看着这个侍候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奴才, 心里多少有些惆怅, 严如贤掀开眼皮, 看着面前的一抹明黄, 嘶喊道, 陛下, 老奴冤枉啊, 冤枉? 永和帝冷笑, 买官卖官是你做的吧, 十二间的银子是你贪的吧, 垂目看着他, 主扑二人目光一高一低的对上, 严如贤看着帝王眼中的森森寒气, 慢慢地又将头碰到地上, 老奴, 死罪, 一股怒意从永和帝的心底深处生腾起来, 瞧瞧, 刚才还在喊怨的人, 这会又自称死罪, 这脸变得有多快, 一个个忠臣孝子的模样, 被帝里就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情, 皇帝用脚碰碰严如贤的脑袋, 你们一个个是欺负朕老了吗? 陛下, 老奴不敢, 老奴是鬼迷了心窍, 老奴知道错了, 求陛下饶命, 皇帝似乎没有听见他说话, 定定地看着天际边一轮明月, 末游来得突然道, 朕记得你和丽妃素来交好, 陛下, 陛下, 严如贤下的魂飞魄散, 手脚并用地往前爬了几步, 老天就是借奴才几百, 几万个胆, 奴才也不敢,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事? 永和帝突然声色, 并立起来, 你连春围都敢插手, 你眼里还有阵, 还有国法吗? 老奴万死难赎其罪, 说, 永和帝怒到极致, 一脚踹过去, 你是怎么和李星内外勾结的? 严如贤被踹倒在地, 忙不迭地又爬起来, 痛哭流涕道, 丽妃娘娘是李星的小女, 老奴答应照顾她, 只要李星, 只要她, 原来竟如此, 不仅买官卖官, 不仅把手伸到春围, 这狗奴才竟然还利用她的嫔妃, 难怪陆时, 说她淫乱皇宫, 永和帝心头一片冰凉, 很好, 很好, 陛下, 陛下, 严如贤爬过去, 死死地抱住帝王的脚腕, 老奴错了, 老奴真错了, 求陛下看在奴才一辈子, 为您安前马后的几分薄面上, 留老奴一条狗命吧, 人越老, 越怕死, 就算活得猪狗不如, 她还想活命, 因为只有活下去, 哪天陛下忽然念起她的功劳, 她就又能想荣华富贵了, 永和帝胸口几个起伏后, 望着她苍老的面容, 脚一踢, 挣脱出严如贤的两只手, 小贤子, 这, 一回, 朕也保不住你了, 两行灼泪, 从严如贤的眼中落下来, 小贤子是陛下还是亲王时, 对她的称呼,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 浑身有始不完的劲儿, 一天十二个时辰, 她有十个时辰守在陛下身边, 主仆情义, 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多少年了, 严如贤自己都记不得, 她能记得的是她站在皇帝的身边, 所有人都用慰敬, 讨好的口气, 唤她一声颜公公, 她是颜公公, 是皇帝身边第一得意人, 没有人能越过她去, 她前半辈子辛辛苦苦当牛做马, 后半辈子, 为什么就不能活得堂堂正正像个男人, 她要权, 要钱, 要女人, 要美妾, 世上所有权是男人有的东西, 她颜公公都要有, 怎么就错了, 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 永和帝转过身去, 你的子孙根, 正会让人缝上去, 不敢置信地看着帝王的背影, 看了许久, 她牵过衣袖, 抹了一把眼泪, 然后弯腰伏地, 小贤子, 谢主龙恩, 第363章, 报尸, 大太监严如闲死了, 吊死在房梁上, 等侍卫发现的时候, 她的身子都已经僵了, 消息是在早朝的时候, 传到皇帝耳中的皇帝听罢, 一掌拍在笼椅上, 怒喝道, 为罪而死, 死有余辜, 文武百官吓得都不敢说话, 只在心里生出一丝狐疑, 这严如闲被拘在宫里, 一定有太监或者侍卫盯着吧, 怎么着就吊死了呢, 那春为舞弊的案子, 还往不往下查, 陛下, 陆时上前一步, 人虽死, 罪还在, 臣下面要呈上的, 是严如闲淫乱后宫的证据, 永和帝的脸色, 刷得铁青, 文武百官们连大气都不敢喘, 一个个恨不能有个地洞攥下去, 这场面太尴尬了, 陆大人, 永和帝沉声道, 朕的后宫之事, 就不劳大人操心了, 若只是陛下的后宫之事, 老臣绝不敢多言一句, 陆时缓缓道, 但后宫连着前朝, 此女子已把手伸进了我大华国的朝政, 望陛下明察, 永和帝放在笼椅上的手, 爆出几根青筋, 此女子是谁, 丽妃娘娘, 四个字, 满座接经, 丽妃是前礼部尚书理性的小女儿, 据说是长得千娇百妹, 否则皇上也不会赐下一个例子, 丽妃进宫很多年, 虽然不是罪得皇宠的那位, 也陌生下一儿半女, 但皇帝一月之中, 总有一两天, 会到丽妃宫里做作, 这其中要说, 没有严如贤的功劳, 鬼都不敢相信, 丽妃的两个哥哥, 也就是李星的两个嫡子, 都在南边做官, 官位还不小, 都很有油水, 李星早早地告老还乡, 据说也是为了两个儿子的仕途让路, 永和帝手指忽然翘了翘一把手, 说, 买官卖官, 陆石从怀中掏出一叠纸, 这是陈收集的证据, 请陛下过目, 那时琴起立刻跑到陆石身边, 接过那叠纸, 呈到皇帝面前, 皇帝看也莫看, 手用力一挥, 只散落了一地, 琴起捡也不是, 不捡也不是, 只敢垂着头, 小心翼翼地掀起一点脸皮, 留神皇帝脸上的神态, 永和帝脸上还能有什么神态呢? 只有一个怒, 一个是服侍他几十年的老奴才, 一个是他的枕边人, 都是他最亲的人啊, 永和帝冷笑一声, 太子, 太子赵燕落上前一步, 臣在, 查, 给朕查到底, 永和帝赤红着眼睛, 不论查到谁, 一律严惩不淡, 赵燕落, 臣, 遵旨, 冯大人, 臣在, 李星还有几日押送入京, 最多五日, 传阵旨意, 三日必须入京, 冯昌秀经的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臣, 遵旨, 陛下哪一代明君啊, 陆时忽然跪倒在地, 身子冲皇帝扶下去, 百官们一看这个情形, 也都纷纷下跪, 陛下圣明, 陛下圣明, 永和帝端坐着, 以略为暗沉的目光看着陆时, 伴上, 道, 来人, 扶老大人起来, 陛下, 不等人扶, 陆时已经直起身, 臣还有一事, 要说, 永和帝嘴角微微一勾, 老大人请说, 严贼所犯的罪行, 千刀万挂都不足以平民愤, 如今他畏罪而亡, 陈建议将他的尸体, 挂于城门暴晒三月, 一来安抚天下学子, 二来也给文武百官敲响警钟, 文武百官听得干都颤了, 偏偏永和帝连煤梢都没有动一下, 只是深深地看了路十一眼, 老玉使这个提议很好, 来人, 传阵旨意, 什么? 李不言一口忌菜馄饨, 差点没从嘴里掉出来, 赶紧胡伦吞下去, 脖子撑了撑, 严如嫌死了, 怎么死的, 吊死在梁上? 朱青, 皇帝下令把尸体挂城门暴晒三个月, 城门口这回人山人海, 三爷已经赶去维持秩序, 燕姑娘, 我追三爷去了, 等一下, 燕三合叫住他, 不言, 我们也去瞧瞧, 朱青似乎预料到了, 姑娘去也行, 三爷交代李姑娘一定要寸步不离地跟着, 谁的命都没有姑娘的命重要, 还还渴, 燕三合一口馄饨, 枪进喉咙里, 咳了个惊天洞地, 城门口荡真是人山人海, 比过节还要热闹, 逼得五成兵马司不得不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呸, 燕狗, 狗太监, 死得好, 乃位英雄好汉去扒了他的裤子, 让我们瞅瞅, 这死太监有什么本事, 能三七四千, 守城门的侍卫一听这话还得了, 赶紧眼睛一瞪, 呵斥到都退下, 不给扒, 那我就砸, 砸他, 我砸死你个, 死太监, 石头, 烂泥巴, 烂菜叶, 纷纷砸向尸体, 看到这一幕, 李不炎直摇头, 生前显贵, 三七四妾有什么用, 还不是不得好死, 竹青点点头, 三个月呢, 都要疯干了, 燕三河心里却有几分不解, 都说死者未大, 这炎如贤怎么这也是当朝第一大太监, 皇帝前面都默让他下狱, 怎么这回就让他报尸接头了呢, 是谁提要把这尸体挂在城墙上的, 是老御使, 燕三河回头, 一身武将官袍, 衬得他十分高大威严, 哪儿往前一步, 把脑袋往他那边歪了歪, 低声道, 有没有中你不死, 我不休的感觉, 有,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炎如贤在怎么着, 也是曾经服侍过老皇帝的人, 不看僧面, 总得看看佛面吧, 暴尸三个月, 百姓是痛快了, 皇帝痛快不痛快, 他陆时难道不考虑考虑, 把路走绝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一夜大雨后, 天空分外惊彻, 燕三河抬头看一眼, 忽然道, 我来京城这么些日子, 还莫见过皇宫是方的, 还是圆的, 谢之飞的头皮, 一下子炸开来, 手心直冒冷汗, 现什么现, 这回早朝还没有散, 分明就是去等路时, 燕三河偏过身, 静静地看着他, 我能不能去瞧瞧, 三爷, 声音滴儿轻, 温柔感恰到好处, 谢之飞心口晃了晃, 晃得他有些不知所措, 我就是去看看, 什么也不做, 谢之飞, 要有多狠的心, 才能拒绝冷清孤傲的女子, 难得流露出来的一点柔软, 反正, 谢之飞是不能, 去可以, 但一定不能惹事, 放心, 能放心才怪, 谢之飞看着主仆二人翻身上马, 脚往后退了几步, 靠在一棵树上, 大口大口喘气, 别人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我这算什么, 英雄难过妹子观, 出清根过去, 我远远地盯着吧, 嗯, 谢之飞答得十分的虚弱, 非输给丁一, 让她不论查到哪里, 赶紧死回来, 也身边缺人, 那丫头再这么不知死活下去, 自己这条命早晚一天, 交代在她手里, 小姐, 真不惹事吗, 真不惹事, 那我们去皇宫干什么, 在宫门口等着, 等谁, 若时, 等到她, 她也不会搭理我们, 没事, 我不需她搭理, 万一她让锦衣卫把我们抓起来, 我们一不抢, 二不偷, 她抓我们做什么, 燕三何以养马鞍, 回首道, 不严, 快点, 再快, 也用了小半个时辰, 才看到一片高耸入云的强城, 强城下两扇珠门紧紧关闭, 左右各站着两个带刀侍卫, 这些都是禁军, 是皇帝的清兵, 燕三何闲步走了一圈, 没往前靠近, 而是回到了百官们停放马车, 轿子的地方, 车夫们, 轿夫们正三三两两聚在一处, 有赌钱的, 有说婚话的,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早朝结束, 文官五官们纷纷步行而来, 车夫, 轿夫们纷纷散开, 很快, 马车轿子一辆接着一辆的离开, 仅仅一盏茶的功夫, 诺大的空地上只剩下七八辆马车, 三何你看, 那一辆是太子的, 那辆是太孙的, 谢道之的, 老玉使的在那边, 顺着李不言的手看过去, 只见老玉使的马车边, 站着两个带刀侍卫, 车夫盘腿坐在车孤路边上, 手里拿着针线, 正在缝补一条裤子, 燕三何刚要说话, 车夫忽然抬头, 目光直直向他刺过来, 竟然是陆大, 燕三何感觉脖子上像是多了一只大手, 那股兵临死亡的窒息感, 再次涌上来, 就在这时, 远处有说话声传来, 陆大迅速打了个结, 头低下去, 用牙齿咬断了线, 把裤子往马车里一塞, 便迎过去, 来人正式陆时, 身边还跟着一个如折仙般的皇太孙赵一时, 燕三何身子往后一闪, 拉着李不妍躲进了大树背后, 干什么躲, 李不妍无声问, 对啊, 我为什么躲, 燕三何自己也纳闷了, 好像下意识就是不太想让皇太孙看到自己, 马车前照一时副手而立, 看着老御史有些欲言又止, 严如贤的别号叫老祖宗, 膝下徒子徒孙不计其数, 这些徒子徒孙就好比他的手, 伸到宫里宫外的每一处角落, 自己身边的严喜不过是其中一个, 严是一党的贪赃王法, 肆意妄卫, 他早有耳闻, 明里暗里弹劾严如贤的人, 这些年不是被超被贬, 就是莫名其妙地死了, 以至于连他这个堂堂皇太孙献了严如贤, 都要恭敬地称呼一声, 严公共, 而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陛下宠他, 这两天他跟着父亲在三思查案, 惊讶地发现, 陆时搜集的证据几乎条条都是铁证, 严如贤就算不上吊, 也绝无翻身的可能, 这也就意味着陆时以意义之力, 把严实一挡连根拔起, 他是怎么做到的, 陆时似乎看出太孙的犹豫, 殿下有话要说, 赵一时摇摇头, 既然如此, 老臣告退, 等一下, 赵一时深吸一口气, 轻声道, 老御使就不怕陛下怪罪吗, 殿下指的是报尸, 是, 陆时哈哈一笑, 笑得一双下垂的眼睛斜飞入病, 陛下是明君, 明君只做对的事, 见赵一时有些茫然, 他又添了一句, 等殿下日后坐上那个位置, 就会明白这世上, 哪怕是帝王, 有些事情也不能随心所欲, 赵一时微微一正, 殿下, 老臣先走一步, 老大人慢走, 赵一时目送马车缓缓离去, 目光无波, 乌兰也无一丝瘟疫, 这时, 车夫拉着马车过来, 沈冲扶赵一时上车, 一行人渐行渐远, 术后, 捂着口鼻的燕三河, 常常松出口气, 与李不言对视一眼后, 轻声道, 走, 追上陆时, 陆时的马车, 此刻已经驶到了大陆,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不知谁眼间看到了, 大喊一声, 是陆大人的马车, 陆大人, 陆大人, 青天大老爷啊, 百姓们纷纷拥过去, 跟着陆府的马车往前走, 不过短短片刻时间, 马车后面竟浩浩荡荡跟了几百人, 三河, 他到底是好人, 还是坏人啊, 我被弄糊涂了, 跟着的人太多, 怕出什么事情, 立刻掏出腰牌对着百姓大声道, 都散了, 都散了, 陆大人还有事要做, 这时, 几个正在巡城的五城侍卫骑马路过, 现这种情形, 也帮着锦衣卫一道赶人, 百姓们各自散去, 唯有燕三河和李不言, 则牵着马, 依旧不紧不慢地跟在马车后面, 燕三河甚至连后招都想好了, 只要赶他们走, 他就当街自称是陆时的私生女, 生母去世, 人尽皆知, 他就想看看, 陆时会如何应对, 奇怪的是, 马车那头没有任何动静, 陆时像是不知道有人跟着他, 马车穿过长巷, 穿过胡同, 在一座小楼前停下来, 陆大一掀帘子, 扶着陆时下车, 立刻有机灵的伙计迎上来, 把马车迁走, 陆时一行人随即走进了楼中, 燕三河赶紧跟过去, 抬头一看牌匾, 唱春圆, 这什么地方? 这时, 又有个小伙计跑过来, 陪笑道, 两位姑娘可是来听戏的, 原来是听戏的地方, 燕三河看了李不妍一眼, 银子带够了, 李不妍, 放心, 够够的, 得他这一句, 燕三河底气十足, 来听戏, 和前面陆大人一样, 要做最好的位置, 第365章, 听戏, 对不住, 两位姑娘, 我们唱春圆, 从不买女座的, 怎么着, 李不妍从腰间拔出软件, 架在小伙计的脖子上, 姑奶奶有钱还没出屎了, 小伙计吓得脸一白, 心说哪有一句话不合, 就掏家伙的姑奶奶, 李姑奶奶另一只手往怀里一伸, 掏出一张银票来, 告诉你们园主, 敢不让我家小姐听戏, 我立马找人拆了她的唱春圆, 你信不信,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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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计现来者不是善查, 赶紧跌软道, 两位姑娘稍等, 我这, 就去回禀我家园主, 还不快去, 小伙计一溜烟跑了, 李不言冲燕三合挤了下眼睛, 小姐, 奴婢的气势怎么样, 燕三合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不要命的, 李大侠的气势还可以再足现, 李不言听了, 嘿嘿笑, 说话间, 一个年长的老伙计迎出来, 对燕三合躬身陪着笑, 小姐里边请, 燕三合学着小陪爷的样子, 从鼻孔里哼出两道冷气, 趾高气昂地走进猪门里, 李不言在心里叫了声好, 把银票塞给老伙计手中, 好生事后我家小姐, 事后好了, 还有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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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住门里别有洞天, 燕三合和李不言有了叫方思那一遭, 看到什么都不稀罕了, 不一会, 走到一幢小楼前, 老伙计迎请道, 小姐慢着些, 小心门槛, 燕三合又用鼻子呼出两道冷气, 回答他, 进到楼里, 三人顺着楼梯拾起而上, 燕三合一边走, 一边打量四周的一切, 这是一座四方的小楼, 庭院中间是空的, 摆了好些个桌椅板凳, 前面是一个大戏台, 戏台坐东朝西, 乐师们正在调着琴弦, 到了二楼, 老伙计领着他们进了一个包房, 说是包房, 两边只用半人高的雕花栏杆围起来, 左右两边坐着谁, 动静如何, 瞧得一清二楚, 好巧不巧, 陆时一行人就坐在燕三合的左手边, 从燕三合的这个角度, 甚至能看陆时, 翻着灰白的半张侧脸, 陆时似乎察觉到燕三合的目光, 偏过头冷冷地看着他, 燕三合也不畏惧, 冲他微微汗手, 用李不言的话就是, 姑奶奶进来了, 你看怎么着吧, 陆时并没有怎么着, 而是冷冷收回目光, 这时, 包房里进来两个丫鬟, 红衣丫鬟手捧热毛巾, 绿衣丫鬟端着茶果点心, 燕三合用毛巾擦着手指, 问, 今日唱的是什么? 老伙计笑道, 唱的是西香记, 脚也好, 戏码也硬, 什么玩意? 燕三合看一眼李不言? 你听过? 李不言一撇嘴, 本大侠哪有那闲功夫? 燕三合把帕子往桌边一放, 这戏何时开螺? 老伙计伸出一根枯黄的手指, 姑娘宁瞧, 鼓点子一敲, 小螺一打, 目不缓缓拉开, 戏正式开了场, 月生中, 一个书生无恙的人, 穿着白色长衫, 头戴小冠, 阴气勃勃地走上戏台, 和书生一道走上戏台的, 是个白面小僧人, 燕三合哪有心思听戏, 心思都在陆石身上, 只见这人一手摆在桌上, 一手摆在腿上, 腿上的那只手顺着鼓点子声, 打着节拍, 一旁的陆大等茶冷了冷, 奉到陆石的手边, 陆石接过来, 送到嘴边, 这时台上的书生不知道又唱了句什么, 引得陆石又把茶碗放下, 燕三合看他那副样子, 忽然对戏台上的人生出些兴趣, 那书生是谁? 那小僧人又是谁? 老伙计正要说话, 燕三合余光看到红衣丫鬟, 朝李不妍递了个眼神, 李不妍丢出一两岁银子, 你去吧, 穿红衣服的丫鬟留下, 老伙计拿了银子, 语? 绿衣丫鬟一道躬身离开, 你过来, 李不妍冲红衣丫鬟招招手, 又从怀里掏出一两岁银子, 我家小姐问什么, 你答什么, 白花花的银子谁不喜欢? 红衣丫鬟喜滋滋地拿起银子, 站在了燕三合边上, 姑娘, 那穷书生叫张生, 鸣拱自军端, 静静应试, 借住在普秋寺里, 那白面小僧人是寺里的和尚, 说话间, 戏台上又走出一个红衣女子, 手里还打着把扇子, 向身后招呼着小姐, 小姐, 燕三合还默开口, 丫鬟就笑道, 这人是红娘, 她招呼的小姐叫崔英英, 是崔向国的独生女儿, 穷书生? 向国独女? 燕三合余光又向陆石描过去, 不知何时, 陆石手里多出一把折扇, 不紧不慢地摇着, 一夜风雨, 温度骤然降了四五度, 这个时候打扇, 难不成她身上的棺袍很厚? 燕三合收回目光, 手指在桌上轻轻点三下, 李不妍伸了个懒腰站起来, 小姐, 我去趟如厕, 一会就回来, 姑娘, 如厕在? 李不妍拍拍压活的肩膀, 快别说, 我自个儿问人就行, 别影响我家小姐看戏的心情, 这时, 戏台上忽然静了下来, 俊朗的书生与美丽大小姐四目相对, 一个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一个粉脸长得通红, 耳边是风声呼啸, 身边是小和尚和红娘, 而两人对视的这一眼, 仿佛把整个世界都给过滤掉了, 一见清新, 燕三合低声问, 这崔莺莺怎么会在普救寺? 红衣丫鬟, 回姑娘, 崔向国病逝, 向国夫人带着女儿扶灵舅回家乡落葬, 正好路过普救寺, 也借宿在此, 后来这两人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 向普州有孙飞虎起兵作乱, 乱军包围了普救寺, 想夺音音为压债夫人, 然后呢? 老夫人危急中许下诺言, 谁能破贼解围, 就将音音嫁为她为妻, 张生破贼解围了? 对, 张生请镇守同关的好友白马将军杜却来相救, 杜却赶来, 平定乱兵, 解了普救寺之为, 看来这张生还很有几分本事, 可老夫人却嫌张生是一介穷书生, 门不当户不对, 只许张生与音音以兄妹相称, 真是出而反而, 老夫人不是出而反而, 而是有远见, 燕三河轻轻一摇头, 门不当, 户不对, 日后的糟心是多着呢, 丫鬟, 后面怎么发展? 这张生便害了相思, 求红娘暗中把那情书送, 姑娘一会可以细细听听这段, 丫鬟不由地笑起来, 这段可有意思了, 第三百六十六章, 假的, 有意思什么? 这张生既轻狂, 又轻浮, 啊, 燕三河秀眉轻轻一皱, 一旦事情败露, 可就坏了崔音音的好名声, 红衣丫鬟像是被点了血一样, 奇怪了, 他们戏班子在各家高门里唱这一出, 千金大小姐们听到这里, 只会心生向往, 怎得到他这里, 就担心起崔音音的名声了呢? 戏台上, 书生捂着扇子唱, 雍之粉献了万万千, 魂灵飞去半空天, 真是不要脸啊, 燕三河心中冷笑, 红娘把信送了, 送了, 崔音音点头答应了, 丫鬟点点头, 又摇摇头, 刚开始呵斥了红娘, 纠结了几番后, 还是答应了, 答应完, 下面就该优惠了, 燕三河不知为何,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 严如闲宅子里, 那一长段的轻石逐鹿, 竹叶沙沙, 凉风袭袭, 一盏明月挂在天空, 正是男人女人 私会的好时机, 相国夫人发现了吗, 她问, 发现了, 然后呢, 然后就把红娘叫来拷问, 丫鬟, 那红娘一点不怕, 反则被老夫人出而反而, 忘恩负义, 还劝老夫人这事, 如果张扬出去, 对崔家名声不利, 还不如成就好事, 燕三河眉头又紧了几分, 老夫人答应了, 丫鬟, 老夫人一边答应, 一边又以崔家三代, 不招白衣袖时未游, 逼张生附近应试, 归来求亲, 于是友情人终成眷属, 好一个烂俗的故事啊, 不对, 燕三河忽然愣了一下, 陆时和唐之卫的故事里, 一个也是穷书生, 一个也是高门小姐, 高门小姐也是年纪轻轻, 就试了一位至亲, 小姐的身边, 也有一个异常聪明能干的丫鬟灵臂, 穷书生最后也高中叹花, 巧合如潮水般涌来, 燕三河直勾勾地看着陆时的侧脸, 好扮上, 才轻声道, 你出去吧, 下面我要好好听戏, 是, 戏台上, 翠英英冲张生回眸一笑, 勾得张生魂去一半, 直探道, 门眼了梨花深院, 粉墙高似青天, 恨天不原方便, 怎经的我一马心原, 别说, 这词写得真好, 三言两语将一个春心暗动的男子, 心事道尽, 燕三河所有的心服气躁一下子散去, 拖起腮, 渐渐沉了进去, 也不知过多久, 最后一句唱词落下, 他下意识往左看去, 包房里哪还有什么露石, 四方桌上只剩下一盏早就冷透了的茶钟, 他人呢, 早走了, 李不言用手在燕三河面前晃几下, 你终于回神了, 我喊你多少遍, 你都莫听见, 这戏一压压唱的什么, 我都被他唱困了, 燕三河身子往背以上一靠, 眼底荡漾着水光, 不言,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唐之卫, 唐剑西都喜欢看戏了, 为什么, 因为戏里有人声, 什么人声, 几句话说不清楚, 燕三河压着声音, 你那头打听到了什么, 问到这个, 李, 不言有一肚子话要说, 却又不知道要从哪一句先说起, 索性问道, 我问你, 今天初几, 燕三河掐指一算, 八月初一, 李不言, 陆时每个月初一, 都会来这里听戏, 每个月初一, 燕三河面露愕然, 这是个什么特殊日子, 李不言心说他哪知道, 而且, 戏院都是在晚上开门迎客, 但陆时却只在白天来, 听说他是给了原主一笔钱, 所以, 戏都是只唱给陆时一个人听的, 对, 怪不得他和李不言, 在九四茶坊待了这么些天, 也没探出陆时是喜欢听戏的, 燕三河心想, 这可太蹊跷了, 三河, 还有更蹊跷的呢, 李不言伸手直指戏台, 陆时这人只听西香记, 什么, 燕三河脸上的愕然, 已经不能用词来形容, 固定的日子, 固定的曲目, 一月一次, 这是什么癖好, 不言, 有没有打听到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持续了多少年, 打听到了, 十八年前开始的, 风雨无阻, 而且永远坐咱们左手边的那个包房, 十八年前, 竟然是十八年前, 燕三河蹭地站起来, 一把踢开身后的椅子, 冲到陆时那间包房门口, 站定, 包房镂空雕花的的门头上方, 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匾, 上面用行书写着一个字, 橘, 燕三河又折回自己的包房门口, 抬头, 牌匾上赫然写着一个字, 竹, 我看过了, 这二楼一共八个包房, 名字分别是春、夏、秋、冬、梅、兰、竹、菊,菊, 燕三河忽然觉得头痛欲练, 遂寒三有是指, 松、竹、梅, 陆时是松, 楚颜亭是竹, 唐建西是梅, 陆、竹, 唐和唐之卫都是同门师兄妹, 那三人都有别号, 那唐之卫会不会也有, 会不会就是那个菊呢, 这绝对不是巧合, 不言, 燕三河的语气十分的笃定, 十八年前, 正好是唐之卫从教方司赎身出来, 剪断一头青丝, 到水月庵做了尼姑, 李不言心里咯噔一下, 对啊, 那陆时早不听戏, 晚不听戏, 却在这个时候来唱春圆, 包下一个戏班子, 专门给他唱《西香记》, 为什么, 李不言简直像石化了一样, 彻底惊傻了, 燕三河, 我们进去瞧瞧, 李不言愣愣道, 刚刚我都瞧过了,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燕三河自顾自走进去, 在刚刚陆时坐的位置上坐下, 低头是一盏已经喝尽的茶中, 抬头是空荡荡的戏台, 燕三河茫然坐着, 有种依山观海的不真切感, 水月庵的简朴斋房, 教方司一盏连着一盏的灯笼, 青石小镜上成片成片的竹林, 对静尘又嫉妒又羡慕的慧如, 与试水朝夕相伴的桂花, 把唐志伟当作妹子, 来呵护的楚颜亭, 唐建西, 一幕幕, 一个个如画卷般, 在燕三河的脑海里浮现, 他忽然生出一种荒谬感, 似乎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不真实的, 那么真的是什么, 第三百六十七章, 幕后, 不言, 燕三河默地勾起唇角, 冷笑浮起的同时, 眼里冷沉沉一片, 很多事情, 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离开, 好, 两人顺着楼梯下楼, 老伙计已经等在楼梯口, 姑娘要走了, 燕三河在他面前停住, 陆大人今天怎么只听了一半的戏, 就匆匆走了, 这, 小的哪里能知道, 往常也这样吗, 老伙计陪笑道, 姑娘有所不知, 我年岁大了, 眼也瞎, 耳也聋, 记性也不好, 燕三河难得尖酸刻薄道, 又聋又瞎的人, 就该躺棺材里蹬死, 谁说不是呢, 老伙计依旧是笑眯眯的, 半点都不生气, 燕三河一甩袖子, 扬肠而去, 走到外间, 李不言勾住燕三河的肩, 这畅春元是不是也不对劲, 我不知道, 燕三河很诚实地回答, 目前的七桥是很多, 但真正要把七桥拼凑出, 还原出一个真相, 还差了几口气, 想办法打听一下畅春元的前身, 元主的名字, 好, 话刚落,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游远极近, 李不言抬眼一看, 三河, 是黄崎, 黄崎翻身跳下马, 燕姑娘, 燕姑娘,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找你半天, 什么事, 黄崎把缰绳一扔, 走到燕三河耳边低语, 宫里的丽妃娘娘, 一个时辰前自尽了, 丽妃, 是谁, 就是前里部尚书李星的女儿, 李星就是和颜如贤内外勾结, 春围舞弊的人, 燕三河星头一震, 你家爷让你来送信的, 瞧这话问的, 黄崎忙不迭地点点头, 他人哪, 黄崎这才用正常的口气, 恨铁不成钢道, 去开贵方赌钱了, 燕三河星头又一震, 赌钱都等不及天黑, 是出了什么事吗, 开贵方门口, 小裴爷从马上跳下来, 大喊道, 谢五十, 你个王八蛋, 大白天的就混赌场, 早晚一天, 你们谢家被你拜光光, 拜家子从赌场里走出来, 屁话少说, 赶紧的陪三爷我赌上几把, 完了, 我还要活呢, 你呀, 小裴爷手指差点戳到谢之飞的脸上, 毒瘾真他娘的大, 两人骂骂咧咧进了开贵房, 直奔后院码头的船方, 船舱里, 赵一世安安静静地坐着, 听到动静抬头, 微醋了下眉, 谢之飞和裴孝直觉不太妙, 赵一世很少喜怒于色, 也不会动不动就醋眉, 大白天把他们喊过来, 更是不多见, 谢之飞走过去坐下, 出了什么事, 裴孝跟过去, 如果是丽妃的事情, 不, 至于呀, 赵一世瞄了眼一旁的沈冲, 沈冲上前一步, 三爷, 小裴爷, 昨儿晚上书生闹事的事, 查出幕后指使了, 谢之飞, 谁, 裴孝, 是不是汉王, 是老御史, 怎么会是他, 谢之飞和裴孝心底的惊骇, 难以用言语形容, 一瞬间, 无数的念头在两人的脑海里涌出, 最终所有的念头都画成了一句话,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一世冷冷道, 目的是什么, 是太子吗, 谢之飞咬了下唇, 怀人, 老御史这人从来不站队, 怎么可能, 那个方脸书生亲口交代的, 是老御史指使他这么做的, 赵一世目光沉沉,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汉王的手已经伸到陆石的身上, 这, 严如贤是看着我父亲长大的, 我身边又有一个延细, 赵一世想到这里, 不由得打了个寒劲, 兜兜转转, 还是冲着我们父子来的, 一个个好胜的心机啊, 裴孝朝谢之飞递了个眼神, 真是冲太子他们去的, 谢之飞没一咒, 我他娘的哪知道, 裴孝这时才问道, 陛下知道了吗, 赵一世暂时还没有, 裴孝, 太子殿下呢, 赵一世摇摇头, 谢之飞听得心里有点堵, 皇帝不知道, 太子不知道, 偏偏只告诉了他和明廷, 怀人是真把他们当好兄弟, 那么, 陆石的事情要不要和他说呢, 说吧, 都到这个份上, 也顾不了那么多, 谢之飞正要开口, 梅娘突然走进来, 小裴爷, 僧路斯找来了,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吧, 不用看, 小裴爷早就料到是什么事, 多半是要带僧人去立飞的殿里念经做法事, 丽妃是自尽, 魂魄有怨气, 如果不念经超度, 怨气就会越积越多, 你先去忙, 赵一世, 我和五十略坐坐也回了, 三爷也没时间做了, 梅娘看了眼太孙, 兵马寺的人也找来了, 说颜如闲的裤子不知道被谁扒了, 城门那边百姓又聚集上了, 哪个王八蛋做的好事, 谢之飞气得要吐血, 怀人, 晚点我和明廷到别院来找你, 去吧, 谢之飞一脚跨出去, 想了想又转身道, 怀人, 老御师把自己活成一个孤仲, 多半是想明垂青史, 汉王要许诺他什么, 才能让他辩解, 赵一世一正, 在回神时, 船舱里已经空空荡荡, 沈冲走上前, 殿下, 书生冒失的是要不要, 不必, 显得我们手绳太长, 用不了多久, 事情就会传到陛下的耳边, 是, 沈冲, 赵一世抬起头, 刚刚三爷的话,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沈冲观察着主子的神情, 小的觉得三爷的话有几分道理, 赵一世起身走到窗边, 背手而立, 昨儿一场大雨, 河水虽然涨了一点, 却很浑浊, 一点都不清澈, 就如同最近几日的时局, 连他这个从小在皇宫里长大的人, 也都看不明白, 如果陆世不是冲我们来的, 那么又会冲谁去呢? 这话虽然是自言自语, 但沈冲却听得一清二楚, 胸口不由地觉得有些闷, 就在这时, 一个侍卫匆匆走进来, 附在沈冲耳边低语几句, 沈冲听完脸色变了畸变, 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走到赵一世身后, 殿下, 宫里刚刚传出消息, 陛下病了, 赵一世猛地回头, 好好的, 怎么就病了, 第368章, 父子, 赵一世快到前清宫的时候, 献小内侍张平缩在角落里探头探脑, 张平今年刚满十六, 因为聪明伶俐, 又识得几个字被选到皇帝身边侍候, 人一旦聪明, 就免不了引来嫉妒, 有人就故意挖坑让张平钻, 是赵一世的几句话, 保住了他脖子上的脑袋, 张平匆匆上前, 也来不及行礼, 就附在赵一世耳边, 午后在清理颜公公住处时, 从床角的暗阁里, 搜出了三分五年前的老奏章, 赵一世陡然变了脸色, 严如贤曾做过司礼监丙礼大太监, 所有奏章都要通过他的筛选, 才能成到皇帝的龙岸前, 听说丽妃娘娘离开的时候, 脸上还挂着两行类, 回去就, 竟是如此, 赵一世微微合了下眼睛, 张平盲大声道, 殿下, 太医说是怒急攻心, 再加上昨儿一场大雨, 着了些风寒, 并无大碍, 静阳几日便好了, 赵一世袖子一甩, 大步时急而上, 到了暖阁, 除了几位太医外, 一旁还站着司礼监丙礼大太监元妃, 元妃的脸色不是很好看, 泛着点灰白, 龙床前, 王贵妃正服侍皇帝用药, 皇后数年前病逝, 皇帝没有再封后, 后宫一切事物都交由王贵妃处理, 陛下, 太孙殿下来瞧您了, 太子呢, 赵一世上前一步, 回陛下, 父亲腿脚不便, 已经在来的路上, 皇帝挥开王贵妃伸过来的手, 太孙留下, 余下人都出去, 是, 所有人退出暖阁, 赵一世拿起药斩, 先自己喝一口尝尝, 才把吊羹送到皇帝嘴边, 皇帝摆摆手, 下巴冲小机上挪了挪, 你看看吧, 小机上静静地摆着三封奏章, 赵一世放下药斩, 拿起其中一封, 只寥寥几眼, 就怒从心头起, 这封奏章是由前绍兴之府丁汉所写, 奏章弹劾宁波府之府李慎, 温州府支州李怀在睡营上坐手脚, 七成上交归国库, 三成中宝私囊, 李慎和李怀正是李星的两个儿子, 三成睡营, 永和弟把床板排得砰砰直响, 他们也敢, 赵一世连忙心算了一笔账, 将这自古以来便是负数之地, 就算梁府一年上交税赢五十万两, 三成就是十五万两, 这十五万两李慎, 李怀两兄弟不敢独吞, 肯定还要一层一层网上孝敬, 大头应该是严如贤拿了, 没有严如贤这把大散护着, 李家人的胆子绝不会大到戳破天, 第二封, 第三封都是弹劾李家两兄弟的, 陛下, 杀吧, 赵一世咬牙切齿道, 不杀, 我赵家的江山定要毁在这些人的手里, 永和弟斜眼看着太孙, 极为满意地点了一下头, 做皇帝就像行军打仗一样, 该进攻就进攻, 该撤退就撤退, 该杀就杀, 不能有半点拖泥带水, 浙江的官场, 那就劳太孙替朕亮一亮剑吧, 孙儿, 灵旨, 朕的身边人, 永和弟神情一速, 慢慢攥紧了拳头, 就由真自己动手吧, 话音刚落, 只听外头喊, 太子殿下道, 永和弟话被打断, 脸上露出些不耐烦, 你这父亲啊, 什么都要比别人慢一拍啊, 赵一世不知道如何接话, 只有沉默, 你退下吧, 陛下保重龙体, 孙儿倒退, 赵一世行完礼, 宫身退出暖阁, 刚走到门槛外, 正好看到太子被两名内侍搀扶着下碾车, 他忙走过去伸手, 父亲小心些, 赵燕若站稳, 喘了口气, 太孙脚撑真是快啊, 赵一世一正, 赵燕若深目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昨日大雨, 太孙站在猪门里, 迟迟不见出来, 今日陛下龙体不佳, 太孙又是第一个道, 真孝顺, 父亲, 我, 只子莫若父, 太孙就不必多说了, 赵燕若笑笑, 由内侍扶着离开, 赵一世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窜起来, 连血液都似乎被冻住了, 他慢慢转过身, 看着那道肥胖的身体, 艰难跨过门槛, 一股委屈的情绪乍然而起, 起来是汹汹, 父亲,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我其实想告诉你, 书生闹事的事是陆石在后面推波助澜, 若是陛下问起, 你要小心应对, 我其实还想告诉你, 脚城快是怕被别人抢了先, 许多的事情只有抢得快了, 好处才会落到我们头上, 我最想告诉你, 我们父子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可惜, 你从来不肯耐下心来, 听一听儿子的心里话, 太子来了, 陛下, 晨来迟了, 赵燕落走到床前, 一边行礼, 一边道, 请望陛下赎罪, 永和帝指了指床前的凳子, 坐吧, 赵燕落有些战战兢兢地坐了, 太医怎么说, 用了哪几味药, 不过是些头痛脑热罢了, 永和帝不愿意多说, 嘴里苦, 太子帮朕剥个橘子吧, 是, 赵燕落腿脚不变, 但手指却颇为灵活, 三下两下便拨好了, 永和帝接过来尝了一口, 问道, 昨日书生闹事的事, 太子处理得很好, 赵燕落忙道, 都是陈应该做的, 永和帝看他一眼, 太子可有查一查这些书生, 为什么闹事, 赵燕落答得小心翼翼, 查了, 他们想朝廷严惩严如贤, 如今严如贤已死, 他们也该知道, 陛下是一代明君, 还查到些什么, 赵燕落待了片刻, 陈目前就只查到这些, 永和帝把橘子放在一旁, 用帕子擦了擦手, 可朕还查到, 书生闹事, 有老玉使出的一份力, 这如何可能, 赵燕落惊得几乎是脱口而出, 话出口, 他才意识到不对, 忙补就到, 陆大人一生正直, 陈觉得不太可能掺和到这种势力, 那太子的意思, 是朕冤枉他了, 赵燕落一听这话, 吓得赶紧想撑着椅子站起来, 然后跪倒在地, 偏偏他的身体太过肥胖, 手上又摸个拐杖什么的, 硬是用足了吃奶的劲, 脸膊长得通红, 屁股也未动分毫, 赵燕落心急如焚, 只能将身子往前一扑, 像个球一样滚在了地上, 永和帝打小就跟着先帝行军打仗, 几乎大半生的时间, 都骑在马背上征战杀场, 战场上只有最健壮, 最机灵的士兵, 才能从敌人的刀剑下, 杀出一条血路, 他一看太子这副丑态, 恨不得手里有根鞭子, 好意鞭子抽过去, 你看看, 你像什么样子, 第369章, 逼死,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 城门口的百姓也慢慢散去, 谢之飞终于松出口气, 这叫什么事, 一个死了的老太监, 竟拧得半个四九成的百姓跑来围观, 比上午的人还多, 三爷, 咱们去哪里, 朱青问, 谢之飞当然想直接去献宴三合, 有一肚子话要说呢, 但又怕太孙那头有事, 先去开贵坊候着吧, 主仆二人直奔开贵坊, 不想见到梅娘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刚刚派人送信来说有事, 让三爷和小陪爷晚上不必来了, 可有说什么事, 梅娘摇摇头, 谢之飞朝朱青看一眼, 朱青二话不说, 转身走出开贵坊, 直奔太孙别院, 谢之飞叮嘱了梅娘几句, 就往燕三合那头赶, 快到胡同口的时候, 身后传来小陪爷的喊声, 谢五十, 等等我, 谢之飞等他靠近, 来不及地问, 宫里的事情这么快, 小陪爷看看四周, 压着声道, 回家再说, 谢之飞这才发现, 裴孝的脸惨白如纸, 甚至连唇都是白的, 于是一抽马鞭, 走, 回家, 下马, 进门, 小陪爷拼了命地往内宅跑, 姓裴的, 你跑什么, 姓裴的不仅莫里他, 反而跑得更快了, 这小子怎么了, 谢之飞赶紧追过去, 三合, 燕三合, 裴孝到了二门, 就扯着嗓子一个劲地喊, 汤圆听到声音跑出来, 小裴爷, 小姐在偏厅里, 正等着, 走开, 别挡路, 裴孝来不及地把人往边上一搏, 汤圆一个亮呛, 差点莫摔着, 追上来的谢之飞须扶他一把, 别理他, 这人赶着去投胎, 谢武时, 你懂个屁, 老子有比投胎还重要的事, 裴孝一口气跑到偏厅, 上气不接下气, 话都只能耿在喉咙里, 妈呀, 妈呀, 揣死他了, 谢之飞追上来, 一边替他揉后背, 一边抬眼往偏厅里看, 四方桌上, 只有燕三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 怎么瞧都透着古南岩的冷清, 谢之飞, 李大侠呢, 燕三合, 办事去了, 一会就回来, 朱青和黄旗呢, 谢之飞, 也都办事去了, 一会就来, 燕三合, 要替他们留饭吗, 谢之飞, 留, 一旁, 小裴爷眼神怨恨地瞅着这两人, 两个王八蛋的, 一听燕三合问, 小裴爷赶紧推开谢之飞的手, 冲到桌边, 一屁股坐下, 燕三合, 今天我碰到了利鬼, 燕三合淡淡, 大白天的, 哪来鬼, 你听我说啊, 小裴爷屁股往燕三合那边挪挪, 今天我带了十八个和尚, 去宫里给丽妃念佛超度,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听到了丽妃的哭声, 然后呢, 那哭声时有时无, 宫女们都说是丽妃的鬼魂来锁命了, 小裴爷屁股往燕三合那边挪了一点,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有三魂七魄, 肉身死后, 魂魄舍不得离开, 就会围在肉身边上哭一哭, 燕三合, 可见丽妃娘娘死得心不甘, 情不怨, 换句话也可以说, 她是被人逼死的, 逼死的, 小裴爷冷汗直往下滴, 谁能逼死她, 燕三合反问, 你说呢, 先吃饭, 谢之飞, 吃完饭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 小裴爷瞬间炸锚, 谢武时, 你看娘的, 话戛然而止, 小裴爷两只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谢之飞, 半上, 慢慢垂下了脑袋, 是啊, 这世上有谁能逼死皇帝的嫔妃呢, 燕三合有没有化解的办法, 燕三合念足七七四十九天的网生经, 应该可以化解, 七七四九十天, 小裴爷的脸搭了下来, 那他岂不是要天天往宫里跑, 先吃饭吧, 燕三合拿起筷子, 吃完,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谢之飞看了小裴爷一眼, 故意问道, 关于谁, 陆石, 陆, 石, 小裴爷两只死鱼, 眼睛瞬间来尽了, 没错, 这一切的一切都和陆石有关, 得赶紧把这个谜团解开才行, 吃饭, 小裴爷不顾风度地开始狼吞虎咽, 谢之飞拿起燕三合的饭碗, 往自己碗里剥了一点饭, 然后在燕三合遍脸之前, 迅速道, 吃完饭, 我也有个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燕三合, 一顿饭吃得极味迅速, 吃完, 三人移步到书房, 汤圆已经把茶都冲泡好了, 燕三合不等两人端起茶中, 就迅速把今天跟着陆石的所见所闻, 还有他觉得蹊跷的地方, 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听完, 三爷, 小裴爷直接傻掉了, 一片寂静中, 书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 打听到了, 唱春元的前身就是庆余班, 后来才改名唱春元的, 原主姓程, 名扶瑶, 程扶瑶说, 陆石每个月给他一百两银子, 哟, 李不言咧嘴一笑, 三爷和小裴爷都在呢, 三爷末里这好人, 看着燕三合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 唐建西好像提起过这个戏班, 燕三合, 三爷自信点, 把如果, 好像两个词去掉, 唐其林生辰那天, 庆余班在唐家唱的戏, 从小到大, 我在你面前, 何曾有过自信两个字, 谢之飞心里嘀咕一声, 下面轮到我说, 昨儿夜里的书生闹事, 查到暗中是陆石在推波助澜, 短短一句话, 让燕三合傻眼, 陆石推波助澜, 为什么, 心里阴阴有个念头浮出来, 他忍不住看向身边那人, 不想那人也正扭头看着他, 黑尘的眸子里, 闪着和燕三合几乎一模一样的暗芒, 耶, 朱青推门而入, 一脸沉稳道, 殿下奉皇上之命, 明儿一早要出发去浙江, 谢之飞和裴孝目光撞上, 去浙江做什么, 朱青把门眼上, 笛声道, 听说在严如贤的房里, 搜出三封几年前的奏章, 其中一封弹劾李慎, 李怀二人在睡营上动手脚, 书房里瞬间安静如鸡, 半上小裴叶重重一拍小姐, 目不可恶道, 这狗娘养得死太监, 妈的胆子也太大了, 第三百七十章, 分工, 也难怪小裴叶发怒, 睡营是什么, 那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啊, 这帮王八蛋连根基都敢动, 简直无法无天, 丽妃自尽, 应该就是这三封奏章的原因, 谢之妃看着燕三合, 这么说来, 他死得还不算冤枉, 燕三合没有说话, 他脑子里像是被扎进了一根钢针, 痛得同时, 刚才隐隐浮出的念头, 呼得一下子清晰明朗起来, 其实何止他一个人清楚明朗, 三爷, 小裴叶脸上的神情也慢慢明朗起来, 严如贤, 丽妃, 李兴, 李兴的两个儿子, 那么下面一个, 轮到谁? 裴孝叹了口气, 燕三合,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有个念头, 燕三合看着他, 我也有个念头, 裴孝, 五十你呢? 还用问, 有, 李不言忍不住, 能说说是什么念头吗? 三人一口同声, 不能, 李不言? 燕三合, 还不到说的时候, 小裴叶, 就算到了时候, 也不能说, 谢之, 非, 说了可能会坏事, 行了, 打中, 李不言脑子被他们三人搅成一团江湖, 心说, 娘啊, 你什么都好, 就有样不好, 莫给我生的好脑子, 燕三合, 为了验证这个念头, 小裴叶能不能帮我, 从侧面打听一下李心这个人? 小裴叶一正, 我怎么打听? 燕三合, 借着丽妃娘娘阴魂不散的事情, 应该可以打听到一些李心从前的事情, 重点打听李心这人是如何飞黄腾达的, 阴魂不散这种事, 一点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娘子, 聪明的莫边了, 小裴叶一脸傲气地点点头, 放心, 这是交给我, 燕三合, 三爷也得帮我做件事, 谢三爷, 只管说, 燕三合, 四九成的叫花子, 应该有三爷的眼线吧, 谢三爷一惊, 你怎么知道? 燕三合, 当初我从谢家离开, 如果不是他们, 三爷应该不会这么快地找到我, 谢三爷, 燕三合, 让你的眼线帮我盯着路时, 我要知道他的行踪, 用小叫花, 既隐蔽又安全, 我妹子聪明的莫边了, 谢之飞得意的一点头, 交给我, 燕三合目光看向朱青和李不妍, 朱青, 燕姑娘要我做什么? 李不妍痛苦不堪, 只要不是动脑子的事情, 只管交代, 哎, 小裴爷赶紧打断, 算我家黄岐一个, 这小子末事做, 要寻死觅活的, 正在宫里, 看着和尚念经的黄岐猛地打了个喷嚏, 哪个王八蛋在背后说我坏话? 燕三合, 你们三人分成三班, 替我暗中保护一个人, 朱青, 陆石, 对, 小裴爷用手戳戳燕三合的胳膊, 你是不是打算找个机会献一献他? 我要先等一个人, 燕三合缓缓站起来, 走到窗前, 等见到这个人以后, 我才会去献他, 也才有底气去献他, 男人还是女人, 又是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小裴爷瞪了眼三爷, 我关心我家娘子, 你凑什么热闹? 三爷回他一个白眼, 我关心我家妹子, 关你屁事, 李不言不等燕三合开口, 直接抛出四个字, 不男不女, 小裴爷, 我看你才不男不女, 谢之飞, 这根棍子又开始嚼屎了, 明听, 谢之飞, 你赶紧动身吧, 你不在, 黄旗压不住阵, 裴笑摸摸怀里的几张符, 又摸了摸腰间的五弟前, 冲燕三合露出一个风, 萧萧蜥蜥水寒的悲壮表情, 匆匆离开, 李不言, 朱青, 谢之飞, 你们留在这里商量一下怎么轮班, 我和燕三合出去转转, 燕三合刚要反问一句, 我为什么要和你出去转转, 男人用五个字就堵住了他的话, 还有事要说, 秋夜微凉, 已经有点动手了, 谢之飞被吵嚷了一天, 难得有这么安静的片刻, 身边同行的又是他, 浑身上下太舒服了, 人一舒服, 就不想开口, 燕三合拿眼睛瞪了他好几回, 他都装末看到, 燕三合只好咳嗽一声, 三爷有事就直说吧, 我不确定自己心里的念头, 和你心里的念头是不是一样, 谢之飞扭头看着他, 因为我不相信这世上会有那样一种人, 我也不信, 所以这念头只敢在心里想想, 不敢说出口, 什么时候起的疑心, 燕三合认真想了下, 不知道, 就是查着查着突然发现不对了, 等你见过那个人后, 我会想办法帮你安排去线路使, 你有什么办法, 谢之飞笑笑, 放心, 总不会是冒险, 见燕三合不说话, 他又道, 这个时候冒险是最傻的, 学生的事, 宫里那位只有早知道的份, 不可能不知道, 这也应该是你要他们撒保护路使的原因, 燕三合不说话, 抬眼把男人自上而下地瞄了一遍, 一身身色官袍, 整个人显得低沉又扎实, 和第一次把他拦在巷口的风流顽固, 差太多, 行啊, 咱们就走到这里吧, 谢之飞脚步停下来, 怀人离京, 我得去送一送, 好, 燕三合, 三爷慢走, 等一下, 谢之飞伸手拦住他, 今天在停马车的地方, 后, 燕三合现一正, 随即怒道, 你跟踪我, 不是跟踪, 是不放心, 有什么区别, 你细评评, 有什么区别, 谁要细评, 燕三合袖子一甩, 扭头就走, 谢之飞唇边浮上一丝微笑, 记忆没了, 脾性还和从前一样大, 一个不顺心, 掉脸子就走, 也不知道是谁惯的, 燕三合走出一段, 回头看, 男人高大的背影与夜色相融, 跟踪和不放心的区别, 前者是戒备, 重负了一遍这个词, 眉头梳得拧起, 谢之飞走出一段, 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他猛地转身, 燕三合来不及停步, 两人撞在一起, 同时发出一声闷哼, 谢之飞赶紧一把扶住, 撞疼了没有, 燕三合哪里还顾得上疼不疼, 谢之飞,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如果事情真如我们三人想的那样, 那么, 他急急地换了口气, 那么, 陆时还会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谢之飞顿时将力在场, 第371章, 最急, 两天后的清晨, 陆时一身飞衣, 在所有人惊心的目光中走进了大殿, 燕三合得到这个消息时, 已经是午后, 他正在小花园里散步, 这两天的日子过得有些魂不守舍, 饭吃不下, 茶喝不香, 绝睡不着, 李不言说他像一个失恋的女子, 魂都被陆时那个, 男人勾走了, 三合, 三合, 李不言一声比一声急促地呼声, 喊得燕三合心不住地往下沉, 脚步一转, 赶紧迎过去, 是不是陆时说了什么事, 他, 李不言急促地倒气, 这一路他简直拼了老命在跑, 三合, 他今天穿飞衣, 竟然弹河, 弹河皇帝, 疯了, 真的疯了, 燕三合身子在震惊中摇晃了一下, 弹河皇帝什么, 弹河什么, 李不言挠挠脑袋, 急得跺脚, 三爷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 闻粥粥的, 我记不起来了, 不急, 慢慢想, 燕三合提醒他, 是不是和严如贤的案子有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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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不言忙不迭地点头, 说严如贤之所以敢犯下这等滔天大罪, 是皇帝的私心和纵容, 是知人不明, 说, 皇帝不把严如贤交给三思审问, 是以私乱法, 李不言统统记起来了, 说燕党插手朝政, 是皇帝无视祖宗家法, 还说, 皇帝应该下罪己诏, 诏告天下, 三合, 什么是罪己诏, 燕三合被问的两个太阳穴, 突突地跳个不停, 皇帝下旨才能称赵, 罪己诏是皇帝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 过错的一种口语或者文书, 李不言, 说人话就是认错呗, 对, 燕三合, 古往今来只有三重情况下, 皇帝才会下罪己诏, 乃三重, 一是君臣错位, 二是天灾引发的灾难, 三是皇族皇权危难之事, 李不言瞠目结舌, 听上去好像都是很严重的样子, 是非常严重, 古往今来下罪己诏的皇帝一个巴掌兜数得过来, 严重的程度仅次于皇帝驾崩和打仗, 而且, 燕三合心里涌起阵阵寒意, 罪己诏是皇帝自愿写的, 还没有一个臣子敢逼皇帝写的, 我的个娘脸, 李不言两只眼睛瞪圆了, 这陆石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燕三合冷笑, 想把这天都戳破了, 陆石这回人在哪里, 在宫里, 还没出来, 三爷人呢, 三爷找到我, 和我说了这一通话, 就来不及地骑马走了, 李不言, 我看他行色匆匆的样子, 还追过去问了一句, 他冲我大吼, 让我这根脚屎棍赶紧给你传话, 别耽误事, 秋阳下, 燕三合声声听出一身冷汗, 谢之飞这人, 行事一向懒懒的, 火不烧到他屁股, 绝不会跳起来, 表现得这么急, 一定是有事, 不言, 他扶着两边突突的太阳穴, 咬牙道, 事情不太妙了, 李不言一听这话, 顿时慌了, 那, 怎么办, 小姐, 小姐, 汤圆匆匆跑来, 几天前来的那位韩公子又来了, 在院子里等小姐呢, 韩旭, 燕三合浑身一个机灵, 来得正好, 不言, 我们走, 庭院中, 韩旭站在阳光里的背影, 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很暖, 燕三合大步走过去, 韩宝主, 你来早了, 韩旭转身看着他, 点了一下头, 不浪费时间, 进书房说话吧, 这话一出, 燕三合就知道, 韩旭一定是打听到了一些东西, 不言, 你去七壶新茶来, 汤圆, 准备晚饭, 韩宝主, 请, 喂, 你们等我来再说, 李不言冲韩旭挤了下眼睛, 那个人, 太让我好奇了, 韩旭点头不语, 热茶端上来, 韩旭目光从燕三合脸上扫过, 没有任何寒暄, 想从何听起, 燕三合也痛快, 从陆家, 从他小时候说起, 陆家是金陵府陆河县人, 家中世代以采石未生, 金陵府赫赫有名的羽花石, 就是出自他们家, 韩旭, 转折在陆时祖父这一辈, 四个儿子抢家产, 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家是分了, 家业也就慢慢败落下来, 陆时的父亲是独子, 在族中人单力薄, 为了多生儿子, 家里给他娶了一房正妻, 纳了两房小妾, 等一下, 燕三合出声打断, 陆时的生母, 在那两房小妾里面, 不算, 韩旭, 到死都是个丫鬟婢婢女的身份, 没有过过名路, 李不言吃惊, 这么说来, 陆时在他们陆家, 只能算个私生子, 韩旭口气不嫌不淡, 李姑娘还少说了几个字, 是来历不明的私生子, 来历不明, 李不言掏了掏耳, 以为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 怎么会来历不明呢, 姑娘听我往下说, 快说, 快说, 陆时的嫡母姓江, 江氏是江南阳县县人, 江家家主线他小小年纪长的标志, 是个美人胚子, 就二两银子买了下来, 韩旭, 袁氏的口碑在当地极差, 听说在江家就和爷们勾搭不清, 江氏几个嫂子容不下, 才硬塞给了江氏做陪嫁丫鬟, 李不言插话, 勾搭不清是道听途说, 还是有真凭实据的, 我只负责打听, 真假李姑娘自行判断, 韩旭端起茶中, 轻挫一口, 袁氏到了陆家, 线陆少爷长得白白净净, 立刻就惦记上了, 趁着主母江氏一个不留神, 主动爬了陆少爷的床, 据说, 他说到这里, 停了一下, 这袁氏床上功夫了得, 能把男人伺候得浑身舒坦, 陆少爷好几回要把这袁氏抬成妾, 却莫抬成, 燕三合眉头一簇, 为什么? 江氏觉得这袁氏不是个安分的主, 让公公婆婆再看几年, 等日后生下一男伴女, 再抬也不迟, 韩旭这一看, 短短一年时间里, 陆家四房年轻男人的床, 他都爬过, 燕三合和李不妍面面相去, 这袁氏是什么头胎? 狐狸精吗? 靠西男人的阳气, 维持生命, 没有人知道陆氏的生父是谁, 哪怕袁氏他自己, 也说不清楚孩子是谁的种, 第372章, 邪性, 怎么会这样呢? 李不妍听了只感叹, 太不可思议了, 确实不可思议, 燕三合头脑异常冷静, 像袁氏这样的为人, 陆家为什么不索性把人赶走? 李不妍一想对啊, 还留在家里过年呢? 韩旭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事出反常必有妖, 燕三合, 韩宝主, 你接着往下说, 陆氏在陆氏族中虽然排行第七, 但谁也莫把他真正当的少爷来看, 都在背地里骂他野种, 这陆氏据说打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燕三合,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韩旭, 说这孩子身上有股邪性, 浑身上下都是刺, 像个野狼崽子, 燕三合, 这话怎么说? 陆家四方人虽然分家, 但还住在一个宅门里, 陆氏因为是野种, 据说打小就被人欺负, 别的孩子被欺负了, 哭哭泣泣回家找娘, 他不是, 他有两重反应, 哪两重? 要么一声不吭任由别人欺负, 别人在他头上拉屎撒尿, 他都能忍, 要么就把人往死里打, 含蓄, 听说陆家四爷就差一点被他打死, 要么人, 要么狠, 李不言一拍大腿, 这小子打小就是个人物, 除了邪性外, 陆氏身上还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含蓄, 别的孩子三岁还拖着两条鼻涕, 穿着开裆裤到处玩泥巴, 他三岁就开始看书识字, 也没有人叫他, 他就自己学, 三岁姑奶奶也就忍了, 李不言小声嘀咕, 神童真是让人忍不了, 含蓄看他一眼, 李姑娘今天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李不言悠悠回看他一眼, 没有我的插科打混, 你含堡主莫播莫兰的声音, 容易让人睡觉, 含蓄听了也不恼, 又道, 有书看, 这人能不哭不闹, 连饭都不用吃, 莫书看, 他能给你好上三天三夜, 原是怕了这个儿子, 就千方百计从外头寻些书来, 陆氏长到了十三四岁, 进了陆氏私塾读书, 燕三合, 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 按道理没有资格进私塾, 听说是他娘去族长那里闹的, 他娘和族长睡过几回, 族长身上长几颗痣, 他娘一清二楚, 韩旭, 族长怕事情抖出去, 不得不答应下来, 李不言, 这么说来, 那原事还有几分远见, 并不是, 据说他把儿子送到私塾, 是听了一位算命先生的话, 韩旭, 那算命的说他儿子将来, 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能让他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哪个算命先生批的命啊, 别说, 还真准呢, 怎么, 李姑娘也想找人算个命, 李不言耸奸, 不是替我算, 生个大胖小子, 好传宗接代, 韩旭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李不言, 李不言笑咪咪, 我在啊, 你们两个要不要出去打一架, 燕三合沉了脸, 不言, 现在说这个话合适吗, 我还不是心疼他, 李不言看看燕三合的脸色, 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算了, 确实不合适, 我还是闭嘴吧, 韩旭看他吃扁, 眼中透出一点淡淡的笑意, 一进私塾, 陆氏的聪明立刻展露出来, 连教书先生都说, 这孩子如果好好培养, 将来一定是近视的料, 但陆家怎么可能培养他, 不把他弄死, 就算不错了, 燕三合手指抚了一圈茶钟, 后来呢, 后来陆氏就去了京城, 几岁去的, 听说是十六, 那他就只在私塾, 读了两三年的书, 应该是, 谁送他去的, 没有人送, 他把他娘的私房银子偷了, 自个跑的, 把他娘气的, 听说足足骂了三天三夜, 差点骂断气, 这话, 让燕三合和李不妍, 听出一声的鸡皮疙瘩, 不得不说, 这陆氏是个狠人啊, 含蓄, 陆氏进了京城, 就没有再回来过, 直到他娘偷人出事, 燕三合心中一动, 他娘偷人的事情,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偷的是个在陆家采时的年轻后生, 年轻后生? 没错, 那后生才十八, 两人相好了有一段时间, 还说好, 要找个机会, 截陆家一笔银子, 然后私奔, 含蓄, 陆家本来不打算张扬的, 就是听说他要截陆家, 才发狠告到了衙门里, 燕三合, 原是后来的结局呢? 韩蓄, 被沉堂了, 燕三合, 孩子呢? 韩蓄, 还在他肚子里, 一尸两命, 燕三合有些毛骨悚然, 那后生呢? 打断了两条腿, 后来也不知道去向, 对了, 韩蓄轻轻摇了一下头, 原是沉堂前, 叫嚷着让陆家人小心些, 他儿子将来做了大官, 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还说自己睡了这么多男人, 活够本了, 燕三合呼吸一致, 说实话, 他在听唐建西聊起陆十娘偷人被抓, 影响科举时, 脑子里其实涌上来很多的念头, 会不会是陆家正妻设开了一个套, 他会不会嫉妒数子的初衷, 陆十亲娘会不会是冤枉的? 到头来, 统统不是, 一个女子, 为什么会如此甜不知耻呢? 按理说, 不应该啊, 燕三合陷入深思的时候, 最后一抹秋阳沉下去, 李不言起身掌灯, 顺便将冷茶换了热茶, 咕噜, 咕噜, 李不言头一扭, 你没吃饭? 韩旭, 午饭莫吃, 怎么不早说? 李不言把茶中放在韩旭面前, 要不先吃饭吧? 想吃碗姑娘下的面条, 不知可有这份荣幸, 荣幸什么荣幸, 听着酸死了, 李不言狠狠瞪他一眼, 摔门走了, 门外还传来他的不满声, 活得一点都不真实, 好一会, 因为韩旭这才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 落在燕三河身上, 有时候很羡慕他, 燕三河心里装的都是陆时的事, 随口问道, 羡慕他什么, 能陪在姑娘身边朝夕相处, 韩旭轻轻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身上压着重担, 我也想在姑娘身边, 做个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话, 实施小性子, 燕三河这才把注意力移到面前的男子身上, 我在你心里有那么好, 第373章, 不想, 他在他心里就有那么好, 父亲死得突然, 死后棺材怎么样都合不上, 韩家宝群龙无首, 有人想趁机奋一杯羹, 有人想趁机咬一口, 试着眼前这个人, 把自己一点一点从地狱里拉出来, 没有你的纵容, 他敢这样吗? 这一问, 把燕三河给问住了, 很快, 李不言端着托盘走进来, 一会就吃晚饭了, 给你吓得不多, 你先垫垫, 他放下托盘, 手指在韩旭脑袋上点了点, 以后别跟我们客气, 饿了就说, 累了也说, 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 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燕姑娘, 韩旭拿起筷子慢悠悠道, 我就说你太纵容他了, 李不言一个白眼翻过去, 你就是嫉妒, 韩旭不说话, 专心吃面, 行雕之人, 吃饭都是三口两口, 几乎一个眨眼, 连汤都喝完了, 韩旭掏出帕子擦擦嘴, 又用茶水竖了口, 才把话扯上了正题, 陆时十六进京, 二十二岁拜在唐麒令门下, 这中间的六年时间, 韩家宝查不到他任何消息, 燕三河没有追问一句, 为什么, 韩旭这人做事很沉稳, 他说查不到, 那就一定有查不到的理由, 只是这六年时间不长不短, 陆时那时候在哪里, 在做什么, 二十二岁住进唐家, 二十九岁中探花, 这中间的七年的时间, 我们只查到一桩重要的信息, 他因为生母偷情一事, 不允许参加春围, 是唐麒令在曲江宴上, 替他说了几句好话, 他才又苦读三年, 高中探花, 韩旭有些吃惊地看着燕三河, 你是怎么知道的, 燕三河听一个陆时的故人说起过, 韩旭点点头, 不重要的信息有三个, 哪三个, 第一个, 他住唐家后院, 凡是独来独往, 从不多和人打交道, 同一院子的人, 也不愿意和他打交道, 说这人既阴沉, 又孤僻, 极不好相处, 第二个, 唐麒令有三个得意门生, 他排第一个, 后面两个, 我知道, 楚颜亭和唐建西, 韩旭毫不吃惊地看着燕三河, 那么三人号称最寒三有的事情, 你也应该知道, 知道, 第三个信息是, 他生母死后, 他回了一趟陆河县, 韩旭, 这也是他十六岁离开后, 第一次回去, 也是唯一一次回去, 燕三河, 他回去做什么, 韩旭, 自己要求从陆家的族谱上除名, 不对啊, 燕三河望着他, 对陆家来说, 陆时是来历不明的野众吗, 含旭败在唐祈令的门下后, 陆家族人开了祠堂, 自己添上去的, 李不言冷笑, 感情这陆家的人也不傻啊, 燕三河, 除名的是陆家人同意了, 韩旭点头, 当时没有人料到他会东山再起, 很痛快就答应了, 现在呢, 陆家人后悔吗, 李不言问, 韩旭看他一眼, 李姑娘, 韩家宝只负责打听消息, 不负责揣摩别人的心思, 李不言扯了扯嘴角, 冷笑一声, 肯定是后悔的, 说不定肠子都悔清了, 韩宝主, 燕三河, 现在陆家是个什么状况, 韩旭败落了, 尤其陆时这一房败落得最为厉害, 而虽然也没有几个成器的, 这情形有点意思啊, 陆家的好风水, 似乎都被陆时一个人占了, 燕三河又问, 原氏的尸身是谁收敛的, 韩旭, 陆时, 燕三河, 藏在哪里, 韩旭, 不知道, 燕三河眼底浮现一些暗沉, 父亲是谁, 不祥, 母亲的来历, 不祥, 他自己十六到二十二岁的六年, 不祥, 韩旭, 我倒觉得唐家出事后, 陆时才活得像一团迷雾, 燕三河心中一动, 这话怎么说, 唐家出事后, 陆时这个心境探花, 没有进汉灵院, 而是做了一名巡安, 韩旭知道, 燕三河对巡安这个官位, 不会太了解, 又耐心解释道, 是浴室中最低的一个官, 连品阶都没有, 韩旭料错了, 为了查陆时这个人, 燕三河把玉室台上上下下都摸了一个遍, 巡安不仅是玉室中最低的一个官, 也是最苦的一个, 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天在外面风吹日晒, 东奔西袍, 做的也是些最琐碎的事情, 看看农户们的田中了没有, 哪里盗贼比较多, 江南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晖州那边有没有留民, 留民从哪里来, 他在巡安这个位置上, 做了几年, 燕三河问, 整整八年的时间, 才升任了监察御史从八品的小官, 韩旭喝了口茶, 但从那时候开始, 他的升迁就很快了, 像是坐了匹快马一样, 蹭蹭蹭直往前冲, 燕三河, 他升这么快的原因是什么? 韩旭, 据说他扳倒了两个重要的大人物, 燕三河, 哪两个? 一个是御王, 一个是户部尚书蔡敬彤, 韩旭, 御王室罪名是圈弟, 蔡敬彤的罪名是贪腐, 燕三河忍不住问, 御王是皇帝的什么人? 韩旭是当今天子的弟弟, 排行十六, 又称十六王爷, 燕三河经的目瞪口呆, 竟然连皇帝的弟弟也敢弹劾, 难怪能做出逼皇帝下最挤肇的事情来, 韩旭诱道, 因为这两个人陆时还一度下了牢狱, 但也正是这两人陆时得了个铁面玉石的称号, 从此官路顺风顺水, 燕三河, 御王的下场是什么? 韩旭, 据说是圈敬, 燕三河, 蔡靖童呢? 韩旭, 抄家流放, 死在流放的途中, 书房里的空气因为韩旭的短短几句话, 一下子凝制起来, 连李不言这个脑子简单的人, 也知道这两人倒台的背后, 一定死了很多人, 官场啊, 真探讲的是修罗场啊, 他感叹, 等靖尘这个心魔解完以后, 咱们速速离开京城, 离得越远越好, 燕三河淡淡看他一眼, 说说陆时为什么不娶七生子, 这个, 韩旭眼神透着些无奈, 打听到有两个说法, 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第三百七十四章, 不妙, 燕三河, 哪两个说法? 韩旭, 第一个说法是, 陆时那地方受过伤, 是个太监, 谢之飞也曾经说过这个话, 燕三河追问, 什么时候受的伤? 韩旭, 据说是小时候, 他被人从柿子树上推下来, 那东西划破了, 两棵还掉出来了一棵, 燕三河, 李不言, 怎么这世上还有男人, 是因为一棵柿子树变成了太监, 燕三河, 还有一种说法呢, 韩旭一个字一个字蹦出, 他是断袖, 他竟然喜欢男人, 李不言惊地站起来, 又一屁股跌坐下去, 救命啊, 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听到这种劲爆的话题, 燕三河, 传言未必可信, 这世上断袖之人很多, 也没耽误他们娶妻生子, 传宗接代, 对啊, 李不言觉得, 燕三河这盆冷水泼得很有道理, 不孝有三, 无后未打, 这陆氏无妻无子, 不就等于绝了后吗, 所以, 真相未必如此, 燕三河看着韩旭, 韩宝主, 你还打听到了什么, 没有了, 他除了上朝, 下衙, 查案, 审案, 几乎没有别的事情, 更不与同僚应酬, 韩旭眼神露出些歉意, 是真查不到什么了, 已经很好, 燕三河, 不言, 让汤圆摆饭, 韩宝主, 不必麻烦, 韩旭站起来, 我还有事, 回头等你这桩心魔解完, 来一站找我, 我们再好好说话, 燕三河心里一堆的事, 也莫心思吃饭, 我不留你, 但一定会来找你, 好, 不言, 替我送, 别送, 我实录, 韩旭走到李不言身边, 像刚才他戳他脑袋一样, 也戳了几下, 走了, 谢谢你的面, 李不言嘀咕, 一碗面也值得谢, 韩宝主, 你是不是傻, 韩旭又戳他一下, 转身离开, 燕姑娘, 燕姑娘, 朱青妃奔进院子, 现书房里走出来一男子, 一惊的同时, 又飞快打量几眼, 这谁啊, 错身而过的时候, 含蓄余光扫过去, 朱青只觉得, 这人的眼神锋利, 瞧着有点像是习武人的眼神, 透着一股子精气神, 小姐在书房, 这时, 李不言站到门口, 请朱青进去, 朱青忙走进去, 压低声音道, 三爷让我来和姑娘说一声, 陆时到现在, 还没有从宫里出来, 不好, 燕三合虽然吃惊, 但脑子转得极快, 是他一个人没有出来, 还是所有人都没出来, 他和几位内阁大臣, 三爷还要什么话, 三爷说, 事情可能不太妙, 为防止夜长梦多, 让姑娘赶紧想想办法, 又与他想一块去了, 燕三合, 三爷这回在哪里, 三爷这回在哪里, 起码在几个宫门口附近瞎转忧, 四九城都掌灯了, 所有内阁都还滞留在宫里, 可见事态极为严峻, 父亲他是不担心的, 担心的是那个人, 别到头来抬出宫的是一句尸身吧, 那可就真完蛋了, 三爷, 黄奇骑马跟在他身后, 一脸惆怅道, 我家也怎么, 还不出来啊, 别出什么事吧, 谢之飞心里已经够烦的, 一听这话, 感觉自己头都要稠突了, 明廷这孙子自打那夜进宫后, 就一直待在宫里末再出来过, 他担心陆时的同时, 还提着小子揪一把心, 明廷啊明廷, 你他娘那是死了, 还是被丽妃的鬼魂给缠住了, 谢之飞咬牙切齿, 再不出来, 老子跑你家祖坟去, 三爷, 三爷, 侍卫跑过来, 仰着头盗, 小裴爷出来了, 真被他吓出来了, 他人呢, 已经直奔, 话莫说完, 侍卫只觉得眼前两道影子嗖嗖闪过, 哪还有什么三爷的人影, 就只听见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书房, 灯火通明, 六人再度聚在一起, 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 都只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小裴爷, 小裴爷胡子邋遢, 头发散开了, 有点成鸡窝状, 两只眼带像是纵欲过度似的, 几乎要吹到嘴角,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他浑身上下, 都散着一股烟熏火燎的怪味, 谢之飞深吸一口气, 哦, 小裴爷眼珠子抱出来, 像看杀妇仇人一样, 看着谢之飞, 没忍住, 谢之飞一脸歉意地拍拍他的肩, 滚, 一个字, 让小裴爷的怨气出掉一半, 把肩上的鬼爪子甩开, 另一半的怨气也出掉了, 燕三合, 李星, 得发家和严如贤有关, 他两个儿子, 暗下都叫严如贤干爹, 严如贤有两个角色小妾, 是由李家两个儿子孝敬的, 还有吗, 李星原来也住唐奇令家的后院, 住过一两年的时间, 听说后来是被赶出去的, 这话让燕三合魂灵一惊, 目光偏过去, 与谢之飞的对上, 谢之飞冲他微微汗手, 燕三合深吸一口气, 小裴爷, 还有吗, 还有, 小裴爷抓了一把头发, 我出宫的时候, 听到两个老太监贼兮兮地说一句报应来了, 不知道算不算, 算, 燕三合的话说得质地有声, 小裴爷脸上那个激动啊, 行说不枉他这两天两夜的卧薪肠胆啊, 咱们这就找陆石去, 黄奇, 爷, 陆石在宫里, 李不言, 他逼皇上下罪几兆, 朱青, 到现在还莫放出来呢, 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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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来, 浇得小裴爷不仅心惊, 而且心凉, 他愣愣地看着燕三合, 现在怎么办, 你先别急, 燕三合安抚他, 陆石的过往我也打听到了, 你们先听我说一说, 听完咱们再商量下一步, 我来说, 李不言清楚地知道, 燕三合后面有硬仗要打, 不想让他多讲一句话, 便把从含蓄那儿听到的一一说出来, 书房里再次陷入了沉寂, 伴上, 谢之飞从镇惊中回过神, 燕三合下面怎么办, 你说吧, 说来容易, 做到难, 燕三合看着他, 我要陷入石, 书房里连喘气的声音都没有, 这话要昨天说, 还有点希望, 平竹青, 李不言, 黄旗三位高手, 那陆府还能翻墙闯一闯, 如今, 小裴爷, 李不言突然喊了声, 你估摸着这皇宫的城墙有多高, 靖君佑,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小裴爷头皮都炸了, 第三百七十五章, 戏票, 他想着死, 谢之飞恶狠狠地盯着李不言, 李姑娘, 不能冲动啊, 黄旗叹气, 宫里不仅有禁军, 还有天子暗卫, 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朱青, 李姑娘, 三爷说的死, 是指车炼, 李不言一想到自己的身体被四匹马, 硬生生地扯开, 赶紧举双手双脚投降, 但, 但我没说, 念头都不应该有, 谢之飞难得的声色距离, 有就是去送死, 真当自己能上天入地呢, 李不言本来都投降了, 一听这话, 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又起来, 别光叨叨我啊, 有着叨叨的功夫, 想想招不好吗, 我娘说了, 光会打嘴炮的男人, 下辈子投胎做太监, 你, 你们俩也出去打一架吧, 燕三和被这两人吵得恼人疼, 李不言头一扭, 古奶奶不欺负弱小, 谢之飞演一乐, 爷, 这脚屎棍还准备和谁干架, 书房里不仅安静, 还让人窒息, 小裴爷见不得燕三和醋梅, 实在不行, 我再进宫一趟, 借神鬼的口, 说宫里三人内不能现血, 现血必有大祸, 黄旗吓得眼角抽抽, 爷, 万万不可, 小裴爷, 为什么, 黄旗苦口婆心, 爷忘了, 还有青天坚呢, 他们掐指一算, 就能算出爷在撒谎, 小裴爷, 青天坚的帮老东西, 还有这本事, 黄旗嘟囔, 爷, 青天坚的本事搭着呢, 小裴爷拍安而起, 爷就不信那个险, 黄旗一把抱住自家主子的腰, 燕姑娘, 你快劝劝吧, 我家爷这, 才是去送死啊, 他死了, 我怎么办, 裴家怎么办, 都不许轻举妄动, 燕三和一拍桌子, 立声道, 裴明廷, 你给我坐下, 裴明廷叔弟坐下去, 可怜巴巴地望着谢之飞, 兄弟, 他好凶啊, 谢之飞冷笑, 不凶能帮你镇宅, 燕三和看着面前五张面孔, 心魔要化要解, 咱们的命也要爱惜, 谁都不允许出事, 怕被人看出心软, 他又添一句, 这话是三爷说的, 三爷一愣, 我只说你不能出事, 小裴爷一愣, 原来他胸的背后, 是不想让我出事, 黄旗一愣, 燕姑娘越来越有人味了, 朱青, 我家爷什么时候这么有人味的, 李不言, 这丫头谁的话都莫记住, 只记住了三爷的, 朱青, 燕三和, 你去宫门口等着, 一有风吹草动, 就来报训, 朱青, 好, 燕三和, 黄旗, 不言, 两人齐齐看着他, 你们俩帮我送封信, 到陆家的管事, 陆大手里, 谢之飞一听极了, 送信给他做什么, 李不言难得和三爷站成一排, 忘了他差一点要了你的小命, 燕三和静默了一会, 比起我的小命, 他应该更担心他家老爷的命, 燕姑娘, 你说对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片死寂中, 怎么会有人,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发现他的存在, 他在这里听了多久, 还有, 他是谁, 是陆大, 燕三和做鬼, 都能记得这声音, 谢之飞还没来得及问一句, 他来这里做什么, 窗户突然被推开, 露出一张平弹道让人根本记不住的脸, 陆大这张脸露出来的同时, 屋里三个人瞬间动了, 朱青往前一步, 挡在谢之飞的面前, 黄旗把小培野往身后一拉, 李不言用最快的速度, 拔出了软件, 可惜还是晚了, 陆大的守护的一阳, 一道白光从三人眼前闪过, 咚的一声, 有什么东西插进了书岸上, 三人扭头一看, 浑身的汗毛一根根竖起来, 竟是一张细票, 细票是软的, 书岸是红木, 坐的, 黄旗, 娘脸, 这得多声的内力, 朱青, 难怪没有人听到窗外的动静, 李不言确认过的眼神, 此人, 我打不过, 燕姑娘, 明天晚上, 我家老爷请你再唱春圆, 人搜得一下就不见了, 六人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目光齐刷刷落在那张细票上, 不是吗, 陆大真是来过, 操, 小裴爷惊跳起来,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黄旗下着了, 老玉使不是在宫里, 快被杀头了吗, 朱青一脸狐疑, 怎么还有心思请燕姑娘听戏, 李不言摸着脑袋, 哎呦, 哎呦, 疼, 疼, 燕三合, 谢之飞看着他, 脸色苍白, 陆时为什么要请你看戏, 燕三合垂眼看着那张细票, 浑身有种发毛的感觉, 不知道, 谢之飞, 他安的什么心, 燕三合, 不知道, 谢之飞, 是凶是急, 燕三合, 不知道, 谢之飞, 你不能去, 燕三合抬起眼, 眼角带着秋霜一样的冷意, 谢三爷, 我不能不去, 谢之飞, 为什么, 陆大刚刚说什么, 我家老爷想请你再听一场戏, 燕三合回看着他,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已经请我听过一场戏, 言外之意, 那日我和不言能进到畅春园, 是他的意思, 是他的安排, 谢之飞眉头往下一压, 然后呢, 燕三合, 他把鱼儿抛下来, 不管那鱼儿有没有毒, 我都要咬上去, 没有选择, 我不管什么鱼儿不鱼儿, 毒不毒, 谢之飞一拍桌子, 要么别去, 要么我跟着一道去, 我的娘子, 我来保护, 小裴爷也一拍桌子, 豪气冲天, 我也得跟着一道去, 李不言把软件一收, 这是能少了李大侠, 黄旗, 还有我, 朱青, 燕姑娘不会把我落下吧, 燕姑娘目光略深地看着面前的五人, 可只有一张戏票怎么办, 三爷踢了小裴爷一脚, 你说怎么办, 干嘛我说啊, 小裴爷看了李不言一眼, 大侠说怎么办, 不知道我是只负责打架的花瓶啊, 李大侠把皮球踢给黄旗, 你机灵, 你来说, 我机灵, 机灵的人会怕鬼, 黄旗用脚尖踢了踢朱青, 你稳重, 你来说, 稳重的朱青悠悠瞄了眼燕三合, 我听燕姑娘的, 就在这时, 汤圆的声音在外头响起, 三爷, 刚刚有个小叫花来送信说, 他出宫回家了, 出宫啊, 毫发无损, 谢之飞恶然看向燕三合, 第376章, 赴约, 燕三合同样是一脸的恶然, 逼着皇帝下罪己诏, 竟然还能平安无事, 不知道是皇帝的心胸太过宽广, 还是陆时的命实在太好, 我有一种感觉, 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燕三合黑沉的眼睛对上谢之飞的, 我还有一种感觉, 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等等, 这就真相了, 谢之飞扭头去看小裴爷, 小裴爷脸上比他还猛呢, 小裴爷, 燕三合低话一声, 人家郑重请我看戏, 出于礼貌, 我该如何, 不是你, 是我们, 谢之飞敲敲敲桌子, 表示反对, 燕三合迫于这人灼灼的目光, 改口道, 我们应该如何, 说到这个, 小裴爷有一肚子话要说, 首先, 咱们得盛装出行, 他略有些嫌弃的看着燕三合, 小姐要有小姐的样, 手里不是帕子, 就是团扇, 团扇用来遮孝, 帕子用来试泪, 燕三合, 小裴爷目光一偏, 更嫌弃了, 爷们也要有爷们的样, 穿得体面点, 精气绳足点, 走路要有气宇轩昂那镜, 别懒洋洋的, 跟个娘们似的, 谢之飞, 小裴爷目光扫过那三人, 嫌弃的白眼翻了好几番, 丫鬟, 小厮至少要穿得干净体面吧, 别的, 算了, 别的你们也做不到, 李不言, 朱青, 黄旗纷纷扭头, 看向燕三合, 快, 骂死他, 都听小裴爷, 明儿盛装出行, 还有, 燕三合缓缓道, 今儿晚上都把精气绳养足了, 不足的, 别跟我敬唱春元, 不言, 记得带上香, 带香, 那便是要画念解魔了, 所有人心里, 一下子热血沸腾起来, 燕三合有心事的时候, 左一个翻身, 右一个翻身, 半天都睡不着, 一旦把心事放下, 他比谁都睡得快, 几乎是一沾枕头, 便没了一时, 倒是李不言, 折腾了半天, 一点睡意也没有, 同样没有睡意的, 是小裴爷, 他回房冷静下来一想, 想出一身的冷汗, 明天这场戏, 陆时一定会来, 陆时来, 皇帝的眼线随后就到, 自己和谢武时 这么明目张胆地跟过去, 会不会, 就往谢之飞房里冲, 谢之飞已经睡下, 刚迷迷糊糊呢, 忽然听到开门声, 随即一个脑袋 出现在眼睛上方, 谢武时, 要不, 明儿个, 咱们从唱春元的后门进去, 万一被锦衣卫发现了, 我问你, 谢之飞真心看不得 这人这么蠢, 在这件事情上, 燕三合会不会 让我们俩冒险? 肯定不会啊, 早赶咱俩走了, 都是咱俩骨头剑, 非得凑上去, 我再问你, 陆大那一记锁博, 是不是真的 想要燕三合的命? 从前看似的, 小裴也眼珠子慢悠悠转一圈, 但现在回头想想, 未必不是 再救他的命, 逼他不要掺和进来, 所以, 明天这场戏, 陆时一定会有所顾忌, 有所安排, 你信不信? 信, 那不就得了, 谢之飞伸手帮裴笑, 得衣裳拉拉屏, 明天穿骚包一点, 那把折扇别忘了戴, 让人瞅瞅, 咱小裴也 也是个风流倜傥的任务, 别的事情, 交给你未来的娘子, 她心里有数的, 泽泽, 我娘子可真聪明啊, 要不是我舍不得 她给别人受苦, 哪能便宜, 你小子, 谢之飞心泪地闭上眼睛, 暗示他可以滚了, 偏偏小裴淹没领会, 那你说, 陆时会以什么样 瞒天过海的方式, 走进畅春园, 和咱们见面呢? 我哪知道, 你猜猜, 猜你妹, 谢之飞彻底烦了, 咆哮道, 你小子还让不让人睡? 泽泽, 火气真大, 小裴也一边往外走, 一边不忘损她, 找女人泄火, 今儿更是来不及了, 勉为其难用一下五指胸吧, 滚, 一只枕头砸过去, 天光还暗的时候, 陆府管事陆大像往常一样 走进冬院, 冬院静悄悄的, 陆大摸黑走到床前, 低唤一声, 老爷, 陆时听到声音, 掩掩莫争, 趁着床板坐起来, 陆大替她把裤子卷过膝盖, 用烧着的爱条, 熏着陆时的右膝盖, 陆时的右腿受过伤, 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最严重的时候, 连站都站不起来, 太医院最擅长治骨科的沈太医, 建议她用爱条熏, 一根爱条熏完, 需得大半个时辰, 陆时才算彻底清醒过来, 洗漱完, 她到院里开始练功, 这也是她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 而且风雨无阻, 练完功, 她出一身大汗, 去镜房冲洗, 在出来时, 天光已经亮了, 陆大拿着衣裳等在屏风外头, 青天休暮, 不必上朝, 陆时穿了件便服, 老爷又清俭了, 陆大看着她空荡荡的身侧, 转身走出去, 在进来时手上多了根针线, 她蹲下去, 在陆时腰间飞快地穿针引线, 衣裳是一个人的脸面, 老爷这人别的什么都能将就, 唯有在穿衣这件事情上一板一眼, 衣脚皱一些都不会走出这个院子, 陆时人由她动作了一会, 园子里都布置好了, 陆大头也没台, 回老爷, 昨儿傍晚就打好了, 一会用爸早饭, 您去瞧瞧, 不必了, 一会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早饭是小米粥, 两块地瓜外加三叠小菜, 陆时用完便进了书房, 直到五十才走出书房, 到偏厅用饭, 饭刚用了几口, 就听到远处传来细骨子, 细螺子的声音, 陆时加菜的手一读, 细开场了, 回老爷, 您不到, 他们哪敢啊, 这不是在试戏吗, 房后, 陆时放下筷子, 淡淡道, 瞧瞧去, 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走出院子, 院门守着两个侍卫, 侍卫线人出来, 恭敬道, 陆大人, 您这要去哪儿呢, 后院听戏, 陆时一贯风度好, 与侍卫说话的时候, 还微微欠了下身子, 其中一个侍卫等他走远了, 好奇问, 陆大人还喜欢听戏呢, 另一侍卫, 从没听说过呀, 听听, 后花园里有动静, 感情是在搭戏台啊, 心可真大, 都这个时候了, 他也不怕, 话没有再往下说, 只是与同伴交换了一个, 彼此都心领神会的眼神, 院子里是他们两个守着, 正门, 后门, 脚门, 侧门各有两个锦衣卫兄弟, 说好听些是保护老御史, 说得难听点,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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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急促的罗声传来, 侍卫冷笑, 哟, 这大戏还真唱上了, 第377章, 书生, 夜幕, 终于降临, 畅圆春门口, 驶过来两辆马车, 马车停稳, 视为利落地跳下车, 放好脚凳, 转身掀开帘子, 从车里走下两个年轻男子, 前头那位一身锦衣, 高大英俊, 后头那位手摇折扇, 昂手挺胸, 两人站定后, 同时向身后的马车瞧过去, 年轻的婢女已经将车帘掀开, 从里头探出一只白生生的手, 婢女轻轻握住, 乌发少女从车里走出来, 白玉一样的脸上, 一双黑眸轻轻冷冷, 她抬头冲两位年轻的男子, 淡淡一笑, 冷的眼, 暖的笑, 一时间两位年轻的男子都屏住了呼吸, 摇扇男子心里哀嚎一声, 菩萨, 能不能现在就洞房啊, 小爷我春心荡漾啊, 锦衣男子摸摸后槽牙, 还是舍不得把他太早嫁出去, 再多留几年吧, 少女扶着丫鬟的手, 频频停停走到中门前, 递过手中的戏票, 等在门口的是个中年男子, 约摸四十出头的样子, 他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看了看少女的身后, 燕姑娘, 一张戏票只能近一个人, 燕三合眯着眼, 无所谓道, 那这戏不听也罢, 不言, 我们走, 慢着, 话一出口, 中年男子才发现自己集中出了错, 他们一个是谢道之府上的三爷, 一个是裴太医的大公子, 燕三合浅笑, 他们是陪我来的, 成员主, 中年男子脸色又变, 你怎么知道我姓程, 你天庭饱满, 鼻梁挺直, 耳阔嘴圆, 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不是园主, 又能是谁, 燕三合摇了两下手里的团扇, 再说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拦着不让我的人进, 白白浪费老浴室这一通费心费力的安排, 燕三合把戏票往他手里一塞, 三爷, 小裴爷, 咱们走, 三爷长山一撩, 小裴爷扇子一摇, 一前一后, 从程富瑶的眼皮子底下走过, 走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 身后几个客人一看, 鼻子都气歪了,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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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连票都不买, 对啊, 畅春云不是不接待女客的吗, 这时, 老伙计走上来, 陪着笑脸道, 诸位见谅, 他们是我们成员主今日请来的贵客, 与白天的畅春云相比, 夜晚的畅春云更添了几分倚拟, 一路走, 一路都是欢声笑语, 饮宴三合击人的, 是那日的红衣丫鬟, 丫鬟笑着把人领上二楼, 指着挂着橘的字包房道, 姑娘, 两位公子, 里边请, 燕三合在四方桌的主位坐下, 谢之飞和裴孝则一左一右, 坐在他身边, 小楼人声鼎沸, 楼下的八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 楼上的八个包房也没有一个空着, 小裴爷糊涂了, 用脚尖碰碰谢之飞, 兄弟, 这是啥情况, 感情露石磨包场啊, 谢之飞脑子里杂七杂八的, 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 只好也用脚尖碰碰燕三合的, 燕三合正私下打量这间包房, 奇怪, 上一回来, 这包房是镂空的, 左手边, 右手边的动静都看得清清楚楚, 可这一回, 镂空的雕花, 竟然变成岩石的门板, 这包房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密封的空间, 察觉谢之飞踢他, 他也没问为什么踢, 而是看了看身后的李不言, 李不言二话不说, 便走出去, 他一走, 黄旗压根不用小裴爷叮嘱, 也跟着离开, 只留朱青一人守在门边, 目光四下打量, 燕三合把头往前凑, 压着声, 其实我也不知道, 等不言去探探再说, 谢之飞, 我还啥都没说呢, 小裴爷, 谢五十有什么用, 还是娘子, 与我心有灵犀, 小裴爷想了想, 提议说, 三合, 要不我们出去转转, 上回在教方司, 随便转转不就碰到了桂花, 燕三合正是这么想的, 等戏开罗, 我们找个机会出去, 三爷留在这里, 以防万一, 谢之飞嗡了声, 心里却有些发酸, 这是做大舅子的失落吗, 再一想, 又觉得这个念头起得实在不合时宜, 还是先应付眼前的事情要紧, 当, 一声清亮的罗声, 喧嚣的戏楼一下子安静下来, 戏开罗了, 古月声随之响起的同时, 戏台上缓步走上来两个人, 一个是普救寺的小僧人, 另一个穿着白色长衫, 头戴小官, 阴气勃勃, 正是这戏的主角, 张生, 怎么又是西香剑, 小裴也小声嘀咕, 穷书生和大小姐的桥段, 他都看腻了, 怎么就不能演个郡书生和穷姑娘的桥段, 他偷瞄了眼燕三合, 也好应应景了, 谢之飞也不喜欢看这种密尼歪歪的戏码, 家里请戏班子, 武戏他才会多看几眼, 燕三合更是觉得奇怪, 西香剑是演给大姑娘, 小媳妇看的, 这回戏楼里作者的都是男人, 明显不合时宜, 两位, 小裴也低声问, 这陆诗人是打算给咱们唱哪出戏啊, 谢之飞挑了下眉, 不管哪一出都得看下去, 这回咱们没得挑, 话刚说完, 手腕上多了一只手, 谢之飞, 燕三合的声音有些发颤, 谢之飞看他眼神发直, 莫名也跟着紧张起来, 怎么了, 你掐我一把, 用力掐, 我要舍得呢, 谢之飞反握住他的手, 罩着自己的脸便是一巴掌, 啪, 掌心痛意传来的同时, 燕三合觉得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戏台上, 书生看着一道拱门, 朗声道, 哎呀, 那边好大的园子, 不知是什么所在, 一发带我随喜随喜, 小和尚盲蓝道, 先生请住, 那边是去不得的, 书生不明白, 却是为何, 小和尚道, 这里面住着已故崔相国的夫人和音音小姐, 书生低头若有所思, 然后转身, 恰这时, 园子里传来一个如翠音般的幻声, 红娘, 开了脚门, 这幻生来得如此的突然, 又是如此的自然而然, 书生抬起脸, 那张脸在灯光中彻底地露出来, 眼睛里闪烁着慌乱和不知所措, 仿佛在说, 怎么办, 我该躲起来吗, 而坐在局房里的燕三合, 眼里同样是一片惊慌, 谢之飞, 裴明廷, 你们看, 你们看哪, 那个书生, 那个书生, 书生怎么了, 谢之飞和裴孝几乎是同时把目光挪到书生的脸上, 书生竟然是陆石办的, 第三百七十八章, 诡异, 哪怕事先预想过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陆石和他们相见的方式, 没有人想到会是这样一种, 堂堂二品大员, 闻五百官献了都闻风丧胆, 华国官场上最刚正不阿的御史大人, 一个五十五岁的苍老男子竟然穿上戏袍, 画上装面, 扮作年轻的书生,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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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裴爷呼吸一致, 身子往后一仰, 连人带椅子跌倒在地上, 摔了得四脚朝天, 对面, 谢之飞两只手用力抠着桌脚, 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戏台上的书生, 盯得眼睛都酸了, 都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燕三合, 小裴爷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小裴我莫被鬼吓死, 倒差点被人活活吓死, 他, 他这是要干嘛, 燕三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画念解魔这么多回, 没有一回是心中千头万绪, 却始终找不出最关键的那一根线头, 更没有一回, 典香人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面前, 几乎所有的典香人都是哭着, 忏悔着, 痛苦着跪在他面前, 我不知道, 燕三合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眉心, 想让自己变得镇定一点, 我一点都不知道, 谢之飞回过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燕三合脑子里一片空白, 戏台, 书生, 陆时, 陆生, 书生, 戏台, 燕三合喃喃自语, 他这是要演给谁看啊, 燕姑娘, 朱青的声音把燕三合的魂硬生生地拉扯回来, 有人找, 燕三合转身看到来人, 默地站起来, 陆大上前一步, 压着声音道, 我家老爷让我转告燕姑娘, 戏一开始就可以给他画念解魔了, 什么, 燕三合心济如雷, 什么, 谢三爷惊恐万分, 什么, 小裴爷灰飞烟灭, 陆管是, 画念解魔需要准备一张祭台, 三盘瓜果, 两只烛台, 一只香炉, 你家老爷需要沐浴更衣, 亲自点香才行, 燕三合眸中的黑尘, 一下子变成暗芒, 追刺人心, 还有, 你家老爷要清楚地知道, 他的心魔是什么, 陆大听完皱了皱眉, 冷淡地说, 我只是个传话的, 小姐, 小姐, 就在这时, 李不言疯了一样冲进包房, 飞快地解下身上的包袱, 往桌上一扔, 跳脚道, 好烫好烫, 好烫啊, 包袱怎么会烫呢, 像是见到鬼一样, 然而这表情只有一瞬, 忽然, 他像是忽然明白了什么, 二话不说, 就把包袱解开, 从里面拿出一只香来, 这香顶端冒出一点火星, 竟然自己点着了, 小裴爷脸色惨白, 啪的一声, 又跌到了地上, 声音都止不住发颤, 这, 有鬼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 燕三合, 谢之飞也很慌, 慌得声音都在打颤, 父亲点香, 左点一次点不着, 右点一次点不着, 怎么到这里, 这香自己就点着了, 太他娘的诡异, 燕三合根本莫听见这两人说话, 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手上的香, 黑眼珠缩成极小的一点, 点着了, 是你自己把它点着的, 对吗, 你等不及了, 对吗, 燕三合的五脏六腑, 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激了一下, 以至于他心里还有一句话, 没有来得说出口, 西香记是他唱给你听的, 对吗, 良久, 燕三合用一种极为冷静又低沉的语气, 对李不言说, 戏楼进门的地方, 好像有个供奉官二爷的祭台, 你去把香炉拿来, 李不言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听完就冲了出去, 朱青看着那只香, 头皮发麻道, 燕姑娘, 需要我做什么, 燕三合静了一瞬, 想到第一次去陆氏房里的情形, 轻声道, 去园子里摘两只桂花来, 是, 燕三合缓缓看向陆大, 表情里有种诡异的任命感, 告诉你家老爷, 静尘心魔的话解, 已经开始了, 陆大什么表情也没有, 转身就走, 小陪爷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绝望, 怎么就开始了呢, 咱们连静尘心魔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燕三合, 这他娘的, 他娘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谢之飞的表情也堪称仓皇, 哪怕他自己浑穿到谢府三爷身上, 对神神鬼鬼的事情, 已谈不上害怕, 此刻仍是震惊不止, 这个心魔的话解, 和从前两个心魔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啊, 燕三合看着谢之飞的眼睛, 毫无征兆地冲他玩耳一笑, 谢之飞只觉得天旋地转, 握着桌脚的手, 无意识地松开来, 心底的苏玛一点点蔓延开来, 好一会, 他找到自己的声音, 勉强问道, 燕三合, 笑什么? 我好像找到那根线头了, 什么线头? 燕三合默在说话, 又看着那只箱, 一阵发呆, 小姐, 小姐, 箱炉来了, 李不言冲进来, 燕三合接过箱炉, 放到四方桌的最前面, 手腕一动, 把箱插进去, 恰这时, 朱青和黄旗也回来了, 朱青手上拿着两株桂花, 燕三合把桂花放在箱炉边上, 都先坐下来吧, 所有人都轻手轻脚地坐下, 厚到的黄旗刚要问一句怎么点箱了, 嘴刚张开, 就被一旁的朱青捂住了, 别说话, 六个脑袋, 慢慢往前凑, 再往前凑, 倘若此刻有人进包房, 会看到这样一幅叫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包房里的六个人, 目光都不在箱炉上, 而是死死地盯着一只箱炉, 你们仔细看, 燕三合手指着鸟鸟升起的白烟, 用气声道, 烟飘哪里去了, 黄旗皱眉, 哪里都没有飘去, 朱青摇头, 不对, 他一点一点聚在箱炉的上方, 李不言心计, 他, 他的形状好像女人的一双眼睛啊, 三爷沉声, 正含情默默地看着箱炉, 小陪爷颤声, 这箱竟然, 竟然通人性, 静尘的心魔, 有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温柔, 他只是等不及了, 自己把那只箱给点轴了, 停了一下, 他又轻声道, 八年又十八年, 或许他们已经太久默现了, 第379章, 系里, 八年又十八年, 那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啊, 漫长到他们都老了, 燕三合看着箱, 把声音放得更低了, 故事的开头, 应该就像系里演的那样, 千金大小姐和穷书生相遇了, 虽然他们的身份一个高, 一个低, 却挡不住情动心动, 故事的经过是大小姐的落难, 和穷书生的折服, 教方寺的八年, 水月安十八年, 从高贵到卑剑, 从卑剑到佛门, 穷书生没有变心, 而是默默守候, 故事的结果, 是穷书生在大小姐去世后, 拔剑刺向所有伤害过大小姐的人, 他的最后一剑, 直刺向天, 所有人都听呆了, 眼神在香河戏台之间, 来回地看, 这故事是真的吗? 26年, 他怎么做到的? 燕三合看着戏台上的书生, 轻轻一笑, 朱青, 不言, 一会戏快结束的时候, 你们两个去守着 唱春园的前门和后门, 黄奇, 你负责盯着穷书生, 三人相互看了一眼, 同时点头, 小裴燕, 啊, 你知道什么学位扎下去, 人就能醒来, 裴削瑟缩了一下, 大约是知道的, 燕, 三合, 一会相点完, 如果我昏过去, 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我扎醒, 要不行, 你就在我身上扎一刀, 裴削脸色煞白, 燕三合, 你换个人吧, 我心脏不太行, 燕三合扭头, 三爷行吗, 三爷眸中像有碎冰闪烁, 你晕过去, 就意味着心魔已经化解完, 线路时, 还有没有必要, 冒不冒险, 呦, 燕三合沉默半上, 我解过那么多的心魔, 还没有一个心魔化解完后, 我这个解魔人, 还有一肚子话要问的, 恰好这时的戏台上, 音音与红娘铺蝶, 勾得张生实在忍不住从假山后面走出来, 音音转身, 现是个年轻英俊的后生, 翘脸一红的同时, 忍不住又多瞧了一眼, 张生魂都没了, 像只呆头鹅, 红娘把用扇子挡住两人的眼神, 小姐, 我们回去吧, 你们看, 戏里小姐与书生相遇了, 戏外呢, 燕三合舌尖上泛起一点苦涩的味道, 你们就不好奇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好奇那段罗生真正的意, 不好奇为什么一曲西香就能画了他的心魔, 你好奇, 我就好奇, 你想知道, 我就想知道, 谢之飞看着燕三合的侧脸, 好, 一切安排妥当, 燕三合什么后顾之忧都没了, 下面我们就陪他好好看完这出戏, 戏越看越惊心, 这时的戏台下已经有看客窃窃私语, 今儿这戏虽然书生的扮相老了些, 但举手投足间的味儿却是正的, 唱得也好, 干干净净,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你们看他的眼神, 亮得惊人, 谁办的, 我好像从没听过这人唱戏, 高低是个脚吧, 伴着谷月声, 书生将手中的扇子一收, 起嗓开唱, 话说吧, 心惆怅, 一天愁所没心上, 小姐啊, 最后一个啊, 一口气息绵延不绝, 竟是反复盘缓低回数次, 台下观众, 轰然叫好, 橘子包房里, 除了燕三合外, 余下五人都愣愣发呆, 黄奇,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一嗓子该不止十年吧, 朱青, 年近六十的人了, 身段怎么还和年轻人一样, 李不言, 回头, 我得去我娘坟上, 好好和他念叨念叨这个男人, 不一样的凤凰男脸, 小培燕, 这世道一身秘密的人真多啊, 我家老祖宗一个, 眼前又是一个, 都活成精了, 谢之飞, 玉石, 戏子, 戏子, 玉石, 谁能信, 谁敢信, 谢之飞的视线又偷偷瞄向燕三合, 他也一样, 如果不是那么多的巧合凑在一起, 谁能相信早应该葬身火海的郑家小姐, 如今还活着, 咦, 谢之飞的视线又往回挪了一点, 落在箱上, 这箱不对啊, 烧了半天才刚刚烧着一点头, 哪像从前一阵风刮, 一下子就烧完了, 惊吓太多, 谢之飞都麻木了, 燕三合, 你有没有发现, 今儿这箱烧得特别慢, 发现了, 燕三合看着那团似有若无的白雾, 低声道, 这箱应该是不想错过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唱吧, 是的, 分别太久, 他一颦一笑都米足珍贵, 谢之飞又把目光偷描向燕三合, 牟里温柔深藏, 戏台上陆时伴奏的书生立在月色下, 一个人自言自语, 日间听法聪所言, 说音音小姐, 每晚避到花园烧香, 且喜今夜月白风轻, 她若来此, 我定能看得十分清楚也, 她一步一步向花园, 探头一看, 月影下, 站着一个婀娜少女, 那少女转身, 粉面顿时向桃花染了春水, 一双眼睛神采奕奕, 陆时在心里摇头, 这是戏里的崔英英, 不是她心中的少女, 她心中少女的眼睛, 比崔英英明亮太多, 俊气之余又有一骨子诱人的妖气, 是的, 妖气, 这是二十二岁的陆时, 第一次见到十二岁的唐之卫时, 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感觉, 这种妖气, 她在自己的生母元氏身上也现过, 所不同的是, 元氏对所有的男人, 都会无意识地散出这种妖气, 而那个小丫头, 只对她, 一般来说, 三岁的孩子是没有记忆力的, 陆时有, 三岁零八个月的时候, 她清楚地记得, 那个打雷闪电的夜里, 闪尽他们母子小院的男人, 是陆府的大爷, 也是陆时名义上的大伯, 那天夜里, 她就睡在娘的边上, 原来已经睡着了, 一到响雷把她惊醒, 睁开眼睛, 就看到赤条条的两个人, 她吓得魂飞魄散, 不敢发出钉点, 床被晃得咯吱咯吱地响, 男人施展不开来, 就把女人往地上一拎, 让她扶着床檐, 从后面, 他们两人原本都闭着眼睛, 男人用力撞了下, 女人的春眼被撞开, 正好与她的眼睛对上, 恰好这时, 一到闪电划过夜空, 散着一头青丝的女人, 冲她魅惑一笑, 手指竖在唇边, 示意她不要说话, 这是多么美的一双眼睛啊, 眼尾眯成细细一条长线, 风至妖绕到了极点, 这又是多么美的一根手指啊, 像青葱似的, 指尖还泛着淡淡的粉红色, 三岁零八个月的她, 嘴里无声, 骂出两个字, 婊子, 第三百八十章, 童年, 婊子这个词, 是她小时候听得最多的, 她到哪里, 这个词就跟到哪里, 三岁零八个月之前, 她不知道这个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只能本能察觉到, 陆家上上下下看她的眼神, 和看别的少爷的眼神不一样, 那一夜过后, 她不仅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 还明白了大人们嘴里的婊子, 就是她娘, 娘是个好看的婊子, 好看到什么程度, 男人陷了她就走不动路, 她被她搂在怀里睡过绝, 知道她的腰肢, 有多细, 她用嘴亲过她的小脸蛋, 所以她知道她的唇有多软, 脸有多白, 这么好看的娘, 她却打心眼里恨, 从那天晚上开始, 她宁愿一个人缩在墙角, 睡鸡窝, 睡猪圈, 也不想再睡到那张床上, 她甚至连娘都懒得叫, 有什么事情, 就用胃来代替, 她压根不在意, 两个巴掌甩上来, 插着腰骂, 你又是什么玩意, 我当初怎么就磨一副滑胎要喝下去, 把你这小畜生拉毛坑里, 挨了打, 她就绞尽脑汁抱负回去, 故意夜里不睡觉, 学狗叫, 学猫叫, 学狼叫, 故意在他们声音, 喊到最大的时候, 往屋里扔石头, 最厉害的一次, 是变本加厉的板子, 从前挨打, 她会哭会嚎, 那个闪电夜过后, 她就不再哭嚎了, 一声不吭地任由她打, 陆石在心里想, 只要你不把我打死, 总有一天, 我要打死你, 是的, 她陆石打小就是个狠人, 仅凭这一点, 她就知道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陆家人, 采石这种买卖, 一本万利, 山就在那里, 比的是谁本事大, 陆子也, 陆家人在陆河县独占着买卖, 手上不沾点血, 他就用石头直接砸过去, 没有石头, 他就用牙齿, 陆府的四少爷, 就差点被他活活给咬死, 那年冬天, 陆家祭祖, 他虽然是少爷, 可从不允许进到祠堂里, 只能等在外头, 四少爷那天也没进去, 因为那天, 他的属相与祭祀饭冲, 大人们分得清楚, 四少爷和七少爷不能进到祠堂的原因, 四少爷分不清楚, 四少爷扭过头, 狠狠地看着他, 陆石形容不出那双眼睛, 就像, 就像, 他的娘也被别的男人, 从后面入了, 陆石还没来得及再细品品, 四少爷就走过来, 凑到他耳边说, 有什么样的娘, 就有什么样的儿, 你将来也是个被千人骑, 万人睡的小乌龟, 什么是小乌龟, 陆石听不懂, 但他听得懂, 这话是在咒他, 咒店, 咒娘, 咒陆家祖宗八代, 祖宗十八代, 陆石都不会恼, 但咒他, 陆石立刻火大了, 骗着四少爷还不知趣, 又恶毒道, 做龟有做龟的好, 和你那个婊子娘一样, 能画银子里, 一句话, 把陆石的火彻底烧了起来, 他想也莫想, 一把薅住四少爷的头发, 凑过去一口咬上他的颈簸, 这个咬法相当的凶残, 血顺他的牙齿涌出来, 流了一身, 四少爷挖的一声哭了, 紧接着, 女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声, 男人们愤怒的喝声, 都在陆石的耳边此起彼伏, 陆石没有松口, 死死咬住, 他知道, 最后怎么松的口, 陆石一点都不知道, 等他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调到了房梁上, 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 那个被他称为爹的人, 手里拿着一根沾了水的藤条, 一下又一下抽上来, 那女人抱着胸, 依着门槛刻瓜子, 我说四爷啊, 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儿子, 该往死里打, 就往死里打, 打死了, 还能省下一口嚼头不是, 男人的手停了下来, 把藤条往地上一扔, 杀气腾腾道, 给我调他三天, 谁都不许给他吃喝, 给我把门锁起来, 儿啊, 那女人冲他一笑, 活不活得成, 就看你的命了, 真要去了, 也别惦记娘, 娘活够了, 自然会来找你, 呸, 谁会惦记你, 陆石吐出一口带着血腥的口水, 心说小爷我还莫活够呢, 朱红色的门, 吱压一声和尚, 接着咔哒上了锁, 寂静袭来, 他这才觉得身后火辣辣的疼, 早知道会挨打, 当时就不应该咬上去, 找个谁也瞧不现的时候再咬, 还是太鲁莽, 陆石反省完自己, 又开始计划怎么报复回去, 想了十七八样办法, 只觉得一样比一样好, 他又想到那本论语还莫看完, 话说这种书有点难背, 一点也不如三字经, 百家姓朗朗上口, 想着想着, 肚子就饿了, 不仅饿, 身上又冷又疼, 没法子, 睡觉吧, 陆石喜欢睡觉, 灯一灭, 脱光了往被窝里一钻, 浑身说不出的舒坦, 好像天大的仇事难事都被挡在了被窝外头, 一丝一毫都钻不进来了, 而且睡着了能做梦, 梦里什么都有, 还没有人叫他也重, 大人们看他的眼神很和善, 下人们毕恭毕敬地喊他七少爷, 跌手把手教他读书, 写字, 娘呢? 娘会把他搂进怀里, 一只手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 一只手替他摇着扇, 我的儿, 睡吧, 娘在, 娘在呢? 这一年, 陆石六岁零三个月, 第381章, 少年, 不吃不喝掉在梁上三天三夜, 后背还一身的伤, 暗里没有几个六岁的孩子能活下来, 但陆石活了下来, 陆家所有人都说, 那小杂种怕是恶鬼投胎, 命硬力,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活下来有多不容易, 足足在床上养了三, 各月, 原是从婊子摇身一变, 又变回了娘, 请郎中看病, 看着下人煎药, 给他买各种各样, 好吃的, 最重要的是, 夜里也没有男人来了, 陆石心想, 婊子难不成也会从凉, 可惜三月一过, 他能活蹦乱跳的时候, 原是又变了回去, 陆石无所谓了, 三个月的娘, 也是娘, 而且他已经不想打死她了, 因为书里说, 香酒灵, 能温习, 书里还说, 百善孝未先, 书里的话, 总应该是对的, 只要那女人不打她, 不骂她, 夜里叫声不大, 常常给她买书回来看, 她就睁只眼, 闭只眼, 只当提前尽孝了, 小院里, 母子二人前所未有的和谐, 那女人住东乡房, 她住西乡房, 互不干扰, 陆家也没有几个人敢欺负她了, 看到她都远远地避开, 好像她是温神似的, 把她当温神就对了, 谁也甭搭理她, 她也不想搭理谁, 这样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做自己的事, 陆石想做的事情只有一样, 练好身体, 四少爷那一拳, 是真把她打疼了, 她就想着人不能光挨打, 还得打回去, 她想了个好招, 到采石场, 跟那帮赤伯汉子们一道扛石头, 练练劲, 那女人知道了, 拿着棒锤就追着她打, 她逃出院子, 现远处有棵柿子树, 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 先躲躲再说, 哪只女人还莫找到她, 四少爷先找到了, 冤家路窄, 四少爷叫来几个下人, 往她身上扔石子, 她一点也不怕, 心里还是那句话, 只要扔不死我, 总有一天, 我拿石子扔死你, 砰, 一块石子砸中她的右手, 手一松, 身子就不停地往下滑, 呼的, 一阵剧痛从身下传来, 她大喊一声痛死我了, 直直地坠了下去, 在醒来时, 人已经在床上, 身下被缠了厚厚的一层, 那女人目光复杂地看着她, 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很多天以后, 她才从下人嘴里知道, 自己或许已经成了太监, 尖锐的树枝画伤了下面, 郎中硬生生给缝好的, 六岁的陆石, 并不觉得那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情, 她只是担心, 四少爷会不会趁她养病的时候偷偷溜了, 又是卧床三个月, 三个月后, 那女人把她往采石场一放, 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这样, 她半天跟野汉子们混在一起, 半天读书, 写字, 日子过得充实无比, 每天夜里往床上一躺, 眼睛一闭, 睡得贼香, 还能打出一串小呼噜, 至于四少爷, 听说出事的当天, 就被她娘老子送到精灵府去了, 现在在夫子庙的国子间里读书, 她不急,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这仇先记着, 日子一过, 就是六年, 十二岁零一个月的时候, 陆时突然想进私塾读书, 不想学什么, 就想跟人比比, 自己的书读得怎么样, 顺便再打几场价, 看看自己能一条几, 她把这个念头跟着女人说了, 女人二话不说, 直奔陆家大爷的书房, 女人之所以这么上心, 的确是因为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但那算命先生, 是陆时自己花钱从外头找来的, 那些大富大贵的话, 自然也都是胡周出来的, 十二岁, 她已经学会了谋定而后动, 刚进私塾, 陆时很是有些新鲜感, 毕竟自己读书是野路子, 上不了台面的, 一年后, 她就觉得这书念的是越来越没劲, 什么狗屁先生, 文章做得还莫他好呢, 那些书生们更是一个比一个弱, 别说一条几了, 他一个打所有人都绰绰有余, 于是, 她就天天逃课去外头玩, 陆河县就那么批大点地方, 没什么好玩的, 她胆子也大, 一个人坐了百渡船, 往精灵府去, 有个仇, 她还没报呢, 十里情怀生春梦, 六朝烟月会精灵, 那是何等销魂的一个所在, 她混在茶寺, 听说书先生讲七文一事, 她坐在游坊上, 看妓女弹琵琶, 唱江南小曲, 她坐在精灵府国子监的门口, 看来来往往的书生高谈阔论, 意气风发, 她觉得很羡慕, 心说早晚一天, 自己也要过这样销魂的日子, 四少爷在国子监读书, 已经懒得打打杀杀了, 直接写了封信, 寄给书院的先生, 严厉地指出, 读书人好玩难封, 是伤风败俗的行径, 若书院不处理, 便有唯恐梦之道, 两天后, 四少爷灰溜溜地回到陆家, 至于后来怎么样, 他压根一个字都不想打听, 陆时在精灵府游荡了整整六天后, 做出了一个惊天骇人的决定, 他要去京城, 茶寺里, 说书先生说的是京城高门里的去事, 有访上, 客人们是从京城来的, 官话说的辈正, 国子剑门口, 书生们聊的是京城的国子剑, 京城, 天子脚下, 百官云集, 高门林立, 那是天下读书人, 做官的人都向往的地方, 这个决定, 发生在陆时十四岁零三个月, 然后, 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 来为自己的京城之行做准备, 两年后, 他怀里揣着一百五十两私房银子, 按书里所说的百善孝未先, 把自己的想法和那女人说了, 还好心地问一句, 你要不要跟我一道走, 那女人正愣了片刻, 冲到院子里, 拿了根棒吃进来,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打, 一边打, 他还一边骂, 那张擦着胭脂的辛红嘴里, 蹦出一个又一个恶毒的字眼, 打累了, 骂累了, 他就往地上一坐, 垂胸嚎啕大哭, 好像他是这世上第一等的伤心人, 太特抹的王八蛋了, 他爬起来, 脆了一口, 转身回了房间, 夜里醒来的时候, 发现那女人瞪着两只大眼睛, 坐在他床边, 像只女鬼, 不, 像个罪鬼, 身上一股酒味, 第382章, 男人, 罪鬼开始说话, 说他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只不过养在外面, 八岁的时候, 亲娘病死了, 被爹接到了宅门里, 在宅门里, 金汤玉水地养了两年, 迪姆三千两银子, 把他卖给了一个老圆外, 那老圆外六十出头的年纪, 牙都掉没了, 还天天晚上啃他, 最后就死在他身上, 园外的两个儿子, 说他害死了他们的爹, 要他偿命, 吓得他往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锅底灰, 连夜卷铺盖逃了, 一口气从北方逃到了江南的阳县县, 最后昏倒在江家门口, 江家用二两银子把他买下来, 做了府里的丫鬟, 乃曾想, 又被江家的几位爷盯上了, 那些爷们, 白天一个个人模人样, 嘴里说着李毅廉耻, 夜里像条发青的狗一样, 痴迷着他身子, 他说他一个女人长得好看, 就是罪过, 后来到了陆家做陪嫁丫鬟, 新婚的当天, 四爷和江市行完房, 借口去进房冲水, 就把他这个陪嫁丫鬟给拖了进去, 还说陆家的男人之所以不敢把他赶出陆家, 是因为每个月, 他们都会用一顶小轿, 偷偷把他送到县令的床上, 县令管着陆家的采食, 陆家从前送银子, 如今那县令胃口大了, 银子女人都要, 他说那县令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从来没把他当成人看过, 说着, 说着他阴阴哭起来, 哭自己命比黄连还要苦, 然后他变戏法式的拿出一只匣子, 狠狠地砸在他怀里, 滚吧, 你个小杂种, 滚得远远的, 一辈子都不要回来, 他打开匣子一看, 里面静静地躺着几张银票, 一瞬间他鼻尖又闻到了娘的味道,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跟你去要饭啊, 女人摇摇晃晃站起来, 哥哥笑得直喘气, 老娘好日子还没过够呢, 他急了, 那你说, 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他突然转过身, 眼神凶狠地看着他, 你就是个杂种, 野狗, 是个地地道道的畜生, 你谁的儿子也不是, 他们不配, 谁都不配, 没有人配, 月光下, 三十出头的女人, 腰肢依旧很细, 紧帛线长, 皮肤白得像玉一样, 陆时不知为什么, 眼眶突然有点发热, 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涌出来, 他没好气到, 别死得太早, 说不定我这个杂种, 还真有让你荣华富贵的那一天, 我呸, 女人朝他碎了一口, 做你的春秋大梦呢,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 十六岁零二个月, 在一个秋阳高照的日子, 陆时大摇大摆地走出陆府, 到街角过了一辆马车, 直奔扬州,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 时场的那些汉子们说, 扬州的兽马都是人间有物, 他得试一下自己真太监, 还是假太监, 陆时不知道男人对这种事情, 是不是都是无师自通, 反正他是, 他感觉自己像冬眠了数年的蛇, 一下子被唤醒过来, 从那天起, 扬州的欢场上, 多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书生, 这书生有一副像彩石汉子的剑朔身材, 他们为他争风吃醋, 为他要生要死, 陆时有上来第一次, 被这么多人围绕着, 爱慕着, 这里没有人叫他野仲, 杂种, 小畜生, 他们都含情默默地喊他陆朗, 陆朗, 哪里不舒服, 陆朗, 你怎么不开心, 陆朗, 你别走, 你走了, 我就活不成, 这便是所谓的温柔香吧, 陆时心想, 温柔香, 英雄种, 反正我又不要当什么英雄好汉, 便是死在这里, 这辈子也值当了, 直到有一回, 他把相好的妓女拎到床下, 妓女的床边竖着一张铜镜, 他一回头看, 呼得一道闪电劈过来, 劈得他魂飞魄散, 他这是在哪里, 他在做什么, 他怎么像一条发情的野狗, 他这个样子, 和陆府大爷有什么区别, 陆时仓皇而逃, 磅礴的大雨中, 他像疯子一样奔跑, 吼叫, 一夜风雨后, 温柔香里那个人见人爱的陆郎没了, 有的只是个失魂落魄的读书人, 这一天, 陆时已满二十, 他做了四年只有黑夜, 没有白天的情场浪子, 最后全身上下的家当, 只剩下二两岁银子, 他揣着这二两银子, 翘无声息地离开了扬州府, 沿着金航运河往北走, 目的地还是经常, 一路替人写过家信, 做过码头的搬运工, 当过乞丐, 替人压过镖, 还在土匪窝里被打得死去活来, 抵达通州时, 已经是两年后, 他身无分纹, 又累又饿, 浑身高烧, 昏倒在静安寺的门口, 不知过了多久, 感觉有一只手, 抚上他的额头, 那手很软, 很暖, 他心里无限委屈, 嘀喃了一句, 娘, 我冷, 醒来, 是在一间斋房里, 房里没有掌灯, 黑漆漆的, 眼睛看不现, 耳朵特别好使, 外间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 那人怎地还不醒, 都两天了, 害得我不能找人耍, 白白耽误两天的功夫, 都是那唐老爷瞎管闲事, 管闲事也得分人, 像这种有手有脚的, 上咱们寺里, 多半不是什么好人, 在外头惹了祸, 来咱们这儿躲祸里, 少说两句, 左右就这几日, 等人醒了, 赶紧打发走, 饿了, 去灶间偷几个地瓜吃, 那这儿呢, 管他里, 一会再绕到西院, 就说那人在床上, 饿屎饿尿, 费咱们老鼻子劲, 说不定唐老爷心一软, 会赏点咱们, 你呀, 喂几两银子这么编排人家, 缺了大德, 不给银子谁干活啊, 贵人手指缝里漏一点下来, 都够咱们, 嚼用一年两年的, 陆石藏在被窝中的手, 慢慢握成拳头, 等脚步声离开, 他撑坐起来, 披上自己的脏袍, 推门离开, 佛门之地, 也分高低贵贱, 像他这样的贱人, 还是早早离开的, 好, 别窝了这清净之地, 走出十几步, 他停下了脚步, 不行, 我得替唐老爷, 省下二两银子, 陆石趁夜摸到了西园门口, 听见有人说话, 于是亲手亲脚地凑过去偷听, 第383章, 入京, 说话的是个女子, 声音不大, 听上去很温和, 两位小师父辛苦了,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菩萨有眼, 定会把两位小师父的功德记下来, 你们且先去, 我家老爷还要在这里住上两天, 两天后, 那人也应该醒了, 到时老爷自有重献, 是, 灵姑娘, 那我们告辞, 慢着, 女子换住两人, 那人梦中失禁, 可见病得不轻, 就老两位小师父再辛苦一下, 请寺里董一的师父来把把脉, 若真没用了, 我也好早些回了我家老爷, 为他被一副薄棺材, 是, 听见脚步声, 陆石躲进树后, 都怪你, 非要来邀功, 这下好了,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大冷天地把师叔从被窝里拽出来, 非挨骂不可, 谁知道那丫鬟惊成这样, 现在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找师叔啊, 没听他说有中献吗, 两人渐行渐远, 陆石从树后走出来, 呼出一口白霜, 行说那唐家人不笨, 我也不必嫌吃萝卜蛋操心, 救命之恩记在心里, 就此别过吧, 正转身, 云里又有人说话, 这回说话的, 是个还带着些稚气的声音, 灵帝, 我撩得不错吧, 小姐怎么撩到的, 这是西园, 住着女眷, 大晚上的别说和尚该避讳, 就是凡人, 也该避讳, 这是其一, 还有其二, 跌丧妻之痛, 不过半年, 那方丈却硬拉着他下什么棋, 下棋是假, 想弄点好处是真, 上梁不正, 下梁歪, 这是其二, 小姐, 还有其三吗? 当然有, 我们到的时候, 那人晕倒在雪地中, 晕了多久? 不知道, 若是才晕的, 便是他命好, 被我们撞上了, 若是晕倒在寺门前许久, 可见啊, 慈悲未怀, 不过是他们嘴里念念的, 近了片刻, 那稚气的声音呼地笑了下, 回头啊, 我就写福字重重赏了他们, 小姐想写什么? 嗯, 就写佛口佛心, 小姐这是想成心气死他们, 气死他们, 总比气死我们好, 那个叫灵弼的丫鬟扑斥一笑, 来人, 灵姑娘, 去和老爷说, 小姐慈母落泪, 我劝不住, 非得老爷陪着才行, 是, 小的这就去, 完了灵弼, 你跟我学坏了, 那, 我再便回来, 便什么便, 我就喜欢你坏点, 咱们这叫走坏人的路, 让坏人无路可走, 咦, 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泽泽, 我真是太聪明了, 小姐,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 娘若在, 她会夸我的, 如今她不在了, 她夸我的那份, 我不得自个补上去, 那一瞬间, 天地安静极了, 什么声音都没有, 陆氏感觉自己沉浮在一夜小舟上, 四面都是水, 她一个人, 看不到前路, 亦没有归途,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人, 不仅有爹腾, 还有娘爱, 一种发自内心的嫉妒和恨意涌上来, 凭什么呢, 她问, 凭什么有人在天上, 有人在阴间, 陆氏突然不想走了, 救下她的既然是唐家, 唐家都没有敢, 她为什么要走, 她又回到了那间斋房, 直挺挺地躺下去, 很快, 小和尚口中的师叔来了, 替她把了脉, 施了针, 然后骂骂咧咧, 吹灯离开, 黑夜中, 陆氏睁开眼睛, 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委屈, 这种委屈, 没有在她被吊到梁上的时候出现, 没有在她小小年纪扛石头的时候出现, 没有在母亲用棒锤打她的时候出现, 她出现在此刻, 此刻, 此地, 在听过那个稚嫩的声音说娘会夸我的的之后, 娘, 会, 夸, 我, 的, 二十二岁的陆氏, 不由地煽然泪下, 再醒来, 已是两天后, 床边坐着个小和尚, 翘着二郎腿, 现她醒来, 小和尚长松口气, 你终于醒了, 陆氏看着她, 不说话, 唐老爷有句话, 让我转达你, 你若是要寻份工, 可到京城去, 唐家正缺个养马的小厮, 你若是想读书, 唐家有个后院, 可供书生住宿, 说是还有一间空房, 小和尚站起来, 指了指桌上的一张纸, 地址就在这里, 你收拾收拾赶紧走, 这斋房从明儿起, 有客来, 留你不得, 见陆氏依旧不说话, 小和尚转身就走, 到了庭院, 冲等在外头的人冷笑道, 听见没有, 救她一命, 守她几日, 连生谢字都没有, 白眼狼一个, 莫非是个哑巴, 唉,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踏娘的晦气, 我呸, 陆氏听到这里, 嘴角弯了一弯, 那小姐果然一两银子没给, 倒真是做得出来, 她穿好衣裳, 把纸折起来, 往怀里随意一塞, 到外头用井水洗漱后, 厚着脸皮去馋房要了点吃的, 吃完又跑大雄宝殿, 趁人不注意, 拿了几样能填饱肚子的贡品, 直奔四九城, 她走了一天一夜, 终于站到了四九城高耸入云的城墙下, 那一刻, 她没有半点惊喜, 两年时间, 她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赶路, 时间太久了, 已经麻木了, 心里甚至想, 这城墙与金陵府的相比, 也不过如此, 进了城门, 陆氏找了个邻界的店铺, 找掌柜打听唐老爷, 他已经打算好了, 先到唐家养马, 等存点银子再去考功名, 这一打听, 陆氏才知道救下他的唐老爷, 竟然是当今太子的老师, 一代大如唐其令, 怪不得能让金安寺的住持都拍马屁, 但又怎样, 陆, 实心中冷笑, 这世上太多顾名钓鱼的人, 陆府大爷在外头也人模人样, 被地里, 不也像条狗一样, 日天日地, 陆氏找到了唐家, 说明来意, 很快便谋得一份养马的差事, 他有个顶头上司叫三胖, 没什么毛病, 就是喜欢喝几口小酒, 喝多了就闷头大睡, 呼噜打得震天响, 屋顶都能掀翻了, 陆氏和他睡一间房, 三胖呼噜的时候, 他就掏出枕头下的书, 开始问书, 第384章, 初见, 为了几天马, 陆氏终于摸清了唐家的主要成员, 主子就唐老爷和唐小姐妇女二人, 下人很多, 最重要的有两人, 一人叫唐靖, 是唐家总管, 也是唐其令的新妇, 另一人叫林碧, 负责内宅事宜, 两人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把唐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他和唐老爷之所以有缘, 是妇女二人扶唐夫人的灵鹫回乡, 返回京城途中, 被静安寺的方丈半路拦下, 陆氏心里在犹豫一件事, 要不要当面给唐家, 老爷道个县, 救命之恩, 收留之恩, 按理应该, 但巴巴地凑上去, 会不会让唐老爷觉得, 自己有所图, 想来想去, 陆氏没有凑上去, 他不是能说会到的性子, 把马养好了, 干活不偷懒, 比说一万巨蟹都强, 有一日, 马舅里多了匹枣红色的小马, 三胖叮嘱他, 这马是太子专程从西域弄来的, 送给咱们家小姐的, 刚到府里, 怕水土不服, 这一个月你就住马舅, 小心照看着些, 陆氏点点头, 心说只要避开你老人家的呼噜, 别说一个月, 就是一年, 我也愿意睡马舅, 入夜, 陆氏正缩在被子里看书呢, 呼得听到远处有动静, 他赶紧吹口气, 把油灯吹灭了, 禁忌中, 有人拎着灯笼走进来, 一匹马一匹马地照过去, 照到那匹早红马时, 那人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陆氏惊了一跳, 是金安寺里那个稚嫩的声音, 还回去吧, 他一片好心, 不还回去吧, 这东西又太过贵重, 哎, 愁得我脑人而疼, 要不把你养肥了吃吧, 陆氏眉头皱起, 听三胖说, 这马只五百斤, 养肥了吃, 这唐家大小就好大的胃口, 吃之前, 先给你起个名字, 起什么好呢, 算了, 不费这个心思了, 就叫你脑人儿, 半晌, 他又轻轻叹出一口气, 脑人儿啊, 你瞅瞅现在这形势, 真不该来我们华国, 你呀, 就该在西边逍遥快活, 咱华国的水深着呢, 小心把你给淹死, 说吧, 他又静静站一会, 才拎着个灯笼离去, 陆石慢慢走出马厩, 如水的月色下, 女孩一步一步走远, 夜风吹落了豆棚, 一头青丝披散下来, 原来, 唐家大小姐, 还是个小孩子, 陆石唇弯起的同时, 呼得眼中晶云翻涌, 一个孩子怎么能说出水深, 淹死这种话, 一个孩子又如何能看出, 静安寺里的其一, 其二, 其三, 三日后, 天上飘起额毛大雪, 入夜, 那女孩又来了, 她依旧吹灭油灯, 躲在暗处, 女孩摸了会脑人, 又开始叹气, 今儿有没人上门给爹说清, 听说那家的小姐温良贤德, 还读过几本书, 可我不想爹娶她进门, 她一进门, 爹就会把娘忘了, 可灵弼说, 没有敌母教养的小姐, 是嫁不到好人家的, 这话, 谁听谁傻, 没有娘, 我还有爹呢, 再说了, 为什么要嫁人啊, 那些人书读得还没我好呢, 脑人你要乖乖的, 别生病,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脚步声悦, 陆时走出来, 心说唐大小姐也挺自私, 唐家连个后都没有, 你让你爹再娶一房, 又如何, 这世道, 哪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默个三妻四妾, 不是二孙成群, 雪化的时候, 女孩又来了, 又是深深叹一口气, 脑人, 我可真怕过年啊, 一过年, 今儿这家做客, 明儿那家吃席, 那些妇人说的话, 我都不爱听,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 陈国公又纳了房美妾, 才二十不到, 真真作孽啊, 陈国公都快六十了, 刘侯爷前儿生了个大胖小子, 五斤都不到, 听说是早产的, 差点一尸两命, 王家小姐和赵家公子, 成了没有啊, 没成, 谁瞧不上谁啊, 小姐们说的话, 我也不爱听, 你的衣裳在谁家订的, 簪子在哪家买的, 哟, 这手镯真好看, 多少银子啊, 咱们女子啊, 书不能读太多, 读得多了, 容易磨掌, 我呸, 回头我得窜多爹, 过年去庄上住几日, 躲躲清静, 暗处的陆石憋着笑, 这位大小姐, 是没有人说话了吗, 没事跑来跟他畜生说话, 还学这个, 学那个, 真是魔证了, 脑人, 我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对了, 忘了和你说个喜事, 你家原来, 那主子要那侧妃了, 哪人啊, 哎, 太子那侧妃, 他叹什么气, 还没想明白, 呼得听到他一声惊呼, 陆石刚要冲出去, 又赶紧收回脚, 只将头一点一点往外伸, 女孩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 转过身, 看看地上, 一脸懊恼, 怎的这么滑啊, 这一下我怎么跟灵笔交代, 要挨骂了, 清冷的月色下, 女孩缓缓抬起头, 浮光盛雪, 碱水黑磨明而轻, 弯眉微微促起, 唇很小, 赌气似的嘟着, 陆石想挪开眼睛, 又挪不开, 做了四年的浪子, 他遇过, 陷过太多的女子, 或娇, 或妹, 或轻笑, 或可爱, 或娇称, 这女孩还未展开的五官中, 最夺人心魄的是她的眉眼, 从眉宫到眼眶谷下缘, 再到鲜鲜长洁, 向荡胎的连衣, 层, 层排开, 半丝丝愁苦都无迹可循, 这样的眉眼, 必定是要最富最贵的水米, 才能养出来, 陆石有些恍恍然, 等脚步声远去后, 往床上一躺, 在黑夜中发了一回呆, 一个人, 得修得几世的福报, 一时伸出手, 看着一掌心的老茧, 人与人, 三六九等, 其实从娘胎里出来, 就划分清楚, 你从老天再喊多少声, 凭什么, 都无济于事, 好命就是好命, 见命就是见命, 陆石走到马厩后头, 后面堆放着成堆的稻草, 他一手抱一捆, 抱到马厩前, 一点一点铺开来, 半个时辰后, 一条由稻草铺长的路, 延伸到后花园的拱门口, 天上的仙女士不能摔跤的, 更不能挨骂, 他甚至连眉头都不能皱一下, 陆石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 第三百八十五章, 见命, 陆石铺好了, 一连十天, 唐大小杰却再莫来过, 陆石却因为浪费了十几肯的稻草, 挨了三胖整整十天的骂, 三胖骂人和他的呼噜一样震天响, 陆石不回嘴, 等他骂累了, 倒一杯热茶递过去, 三胖一边喝茶, 一边又愤愤地再多骂几句, 这时, 有个小厮来传话, 说太子马上要来, 三胖吓得手一抖, 连话都不理所了,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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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别太太太了, 赶紧准备准备吧, 三胖腿一软, 直接跌坐在地上, 他活了大半辈子, 可从没陷过这样贵的贵人, 陆石把他扶坐在一旁后, 开始闷头干活, 他先把马厩清理干净, 又在马厩前铺了一层稻草, 最后替脑人把毛发输了输, 一切妥当后, 贵人们狂狂而来, 除了太子和随从外, 女孩也陪在边上, 陆石把三胖往前一滴溜, 自己则退到角落里, 无声跪下,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 往往是在不经意见, 如果那天不是太子提议, 让女孩骑马逝世, 如果不是三胖自告奋勇, 说他来牵马, 如果脑人儿不是从西域过来, 骨血里都是猎性, 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 女孩骑上脑人儿的一瞬间, 陆石就感觉要出事,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畜生的野性, 他身上一片一片的淤青, 都是那畜生踢的, 而三胖已经老了, 马发狂的瞬间, 陆石就冲了出去, 他刚开始是想护住女孩, 不让他从马背上摔下来, 但看到那马的后蹄, 狠狠踢中三胖胸口, 陆石瞬间改了主意, 他冲着三胖飞奔而去, 双手把人接住, 手轻轻一推的同时, 身子粪力往前一扑, 他扑倒在地的同时, 女孩跌在了他的背上, 半个时辰后, 唐其令质问他, 为什么不先救大小姐, 他想了半天, 回到三胖老了, 没几年活头, 但大小姐还年轻, 这个答案, 让唐其令简直匪夷所思, 当日你昏倒, 是我女儿发现了你, 也是他求我救的你, 陆石微微一愣, 他说你喊了一声娘, 他刚刚摸了娘, 看不得有人和他一样, 唐其令冷哼一声道, 三胖不过是个下人, 而我女儿, 老爷, 贵人和贱人其实是一样的, 都只有一条命, 放肆, 一旁的大管家唐靖听不下去, 勃然大怒, 如何能一样, 十个三胖都抵不过 大小姐的一根手指头, 何况大小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 陆石, 唐老爷, 我不知道大小姐对我有救命之恩, 若知道呢, 陆石垂下脑袋, 良久, 轻声道, 对不住唐老爷, 我应该还是会救三胖, 你, 阿靖, 唐其令目光冷冷地看了唐靖一眼, 随即又落在陆石身上, 为什么, 陆石抬起头, 因为我在心里估算过, 大小姐摔下来, 不会有事, 但三胖, 话目说完, 有敲门声响, 仆人走进来, 老爷, 太医看过了, 小姐无碍, 只是受了些惊吓, 三胖呢, 胸口断了三根肋骨, 唐其令看陆石的目光, 一下子深沉起来, 你叫陆石, 是, 今年多大, 二十二, 家在何处, 金陵陆河, 家中还有何人, 他沉默了片刻, 还有一个娘, 你读过书, 陆石瞒不住, 只得承认到, 是, 都读了些什么书, 四书五经, 诸子百家, 在金陵府师从何人, 自己, 唐其令沉默片刻, 我走时, 给你留了一张纸条, 两个口训, 你一个读书人, 为什么不接受唐家救济, 非要来做个养马的小伙计, 我有手有脚, 不想吃嫌饭, 你难道不知道, 养马耽误读书吗, 更何况, 你年纪不小了, 不耽误, 我能安排好, 唐老爷看着他身上衣裳, 眼似黑药, 从今天起, 你搬到后院去住, 一应吃住, 都由唐家承担, 不是白吃白住, 这把你照样, 只是不给工钱, 如何, 陆石二十二年做人的经验告诉他, 天上不会掉馅饼, 唐老爷, 我没有先救大小姐, 你为什么学, 不为什么, 唐其令看着他, 忽然一笑, 我就是觉得你这人, 很有意思, 就这样, 陆石从一个养马的伙计, 又便回了书生, 他在唐家后院有了一间房, 房里一床一桌椅, 床上有干净的被褥, 桌上是没有用过的笔墨纸验, 当天夜里, 陆石躺在床上, 莫名觉得心惊胆战,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哪怕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还是睡不着, 他哪里有意思啊, 他根本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 就是个顶顶无趣的人, 很多年后, 他才明白过来, 唐老爷说他有意思, 是因为, 这世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走捷径, 房住七个书生, 书生来自天南地北, 长相不同, 性子不同, 唯一相同的是, 穷, 后院到前院有三条路, 其中两条路是封住的, 只有通往原子的那条青石逐路, 能让书生们走, 走也只能是在夜里, 白天因为唐家的女眷要逛原子, 怕冲撞了, 所以, 门是锁上的, 他去唐家养马, 也得从外头绕上大半圈, 过几天, 陆石终于摸清了, 为什么那两条路给封住了, 据说从前有书生, 也有书生, 想着唐家就一个独女, 自己若能做了成龙快婿, 就能一飞冲天, 于是变着法的在半路偶遇大小剑, 陆石知道后, 心中冷笑, 大小家还只是个孩子, 这些人连的孩子都想勾引, 可见人模人样的背后, 都是见不得人的龌龊心思, 陆石独来独往惯了, 不喜欢假装活在人堆里, 久而久之, 书生们也不与他打交道, 都在背后说他清高, 孤傲之类的酸话, 酸话对于陆石来说, 根本不过耳, 就算骂他祖宗八代, 也只当莫听见, 除夕那日, 唐老爷请七位书生去花厅过年, 这是唐家的救赎, 也是他们一年中, 唯一能见到唐老爷的机会, 书生们纷纷回房换上最体面的衣裳, 鞋子, 好让唐老爷高看眼, 陆石不需要让任何人高看, 穿一身洗白的就跑就去了, 第386章, 大胆, 到了花厅, 唐老爷端坐在太师椅上, 书生们纷纷下跪, 谢唐老爷的收留之恩, 陆石不跪, 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 他心想自己又不是白吃白喝, 替唐家养着马呢, 干嘛跪, 老爷的救命之恩, 陆石一直记在心上,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唯有发愤读书, 陆石深深一依, 唐老爷笑笑, 没有多说什么, 请他们入座, 八仙桌, 八个位置, 唐老爷坐南朝北, 占了主位, 余下七个位置, 正好坐他们七个书生, 陆石朝最近的位置走过去, 海默坐下, 边上掀他一步坐下的书生, 冲他歉一笑, 不好意思, 陆兄, 这里有人了, 陆石一正, 另一个书生已经坐在那个位置上, 这么一耽搁, 等陆石再想寻位置的时候, 发现整张八仙桌, 只剩下唐老爷身边的一个位置, 也是坐南朝北, 与唐老爷并排而坐, 陆石的眉头, 微微蹴了起来, 这时的花厅里寂静极了, 所有人的视线都在陆石身上, 他甚至能察觉出, 有几道视线中的不怀好意, 以及幸灾乐祸, 陆石大大方方在唐老爷的身边坐下, 没有尴尬, 也不胆怯, 他陆石三岁多的时候, 就现过这世上最尴尬的一幕, 如今不过是吃个年夜饭, 算什么, 唐老爷嘴角抿着, 在笑, 笑啥, 陆石心里的那点自卑开始作祟, 咬咬牙又反问了一句, 怎么, 我不应该坐这里, 应该, 唐老爷没有在看他, 举起杯子, 冲所有人到, 我敬诸位一杯, 望你们好好读书, 将来治国安邦, 测评天下, 多谢先生, 多谢老爷, 书生们惶惶瞪着陆石, 心说这人是个傻逼吗, 其中一人分儿呵斥道, 别人都喊先生, 叫你喊老爷, 陆石, 尊师重教, 你可学过, 陆石默了一默, 抬眸冷冷道, 老爷留我们, 可没说是我们为徒, 你们喊先生, 问过老爷答应吗, 唐老爷依旧是笑, 仿佛他是个默脾气的人, 今日除夕, 叫什么都无所谓, 小女还在等我, 我便不陪着了, 诸位吃好喝好, 唐老爷站起来, 冲所有人微微汗手, 继而被手走出花厅, 陆石, 你瞧瞧, 先生都被你气走了, 就你搞特殊, 连贵都不贵, 先生对你, 还有救命之恩呢, 狼心狗肺, 白读了这么多年的圣人之书, 好不容易能见先生一面, 都被你搞砸了, 君子, 要端方哑量, 陆石看着这六张脸, 自顾自拿起筷子吃饭, 吃完, 他割下筷子, 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走到二门, 有人拦住去路, 陆公子, 我家老爷有请, 请我做什么, 请公子再吃一喜, 劳烦跟你们家老爷说, 我已经吃饱了, 陆公子怕了吗, 我一个光脚的, 还怕他穿鞋的, 陆石冷笑一声, 前面带路, 那人把他带进书房, 书房里, 哪有什么喜, 只站着唐老爷, 一身墨衣, 唐老爷转身看他, 眼似黑药, 陆石, 你为什么考功名, 为做官, 做官为什么, 为让人瞧得起, 只为这个, 是, 唐老爷走到他面前, 淡淡一笑, 你可愿意拜在我的门下, 不愿意, 为什么, 陆石喉咙哽了哽, 反问道, 你为什么要说我为徒, 因为你的骨头硬, 还因为, 你坐到了我边上, 唐老爷静静地看着他, 小女生下来那年, 我便开始救济书生, 整整十二年, 年年除夕, 坐在我边上, 你是头一个, 你不肯向我下跪, 是不想讨好我, 也不觉自己滴到哪里去, 陆石只觉得浑身的血, 一下子冲到了头顶, 你这性子, 当真是做御史的一把好料子, 唐老爷话有几分深沉, 这世道, 总不会年年风调雨顺, 总有急风骤雨, 骨头不硬的人, 胆子不大的人, 撑不起那把伞来, 陆石冷笑, 唐老爷, 我为什么, 要撑起那把伞, 可以让人避一避风雨, 陆石唇角有些抽搐, 心说我考工, 您做官,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陆家, 能扬眉吐气, 让所有的人都跪我怕我, 不是给人避风雨的, 唐老爷高看了, 我没什么慈悲之心, 是吗, 唐其令笑意更深, 没什么慈悲之心, 为什么要救三胖, 让他摔死不好吗, 陆石哑然, 老爷, 小姐派人来催了, 问老爷什么时候结束, 唐靖在外头小声催促, 唐老爷突然往后退了一步, 人各有志, 但是既然陆公子不愿意, 我也不强求, 陆石袖中的手呼得紧握起来, 好像有人给他一颗糖, 他不过是说一句我不爱吃糖, 那人就把手缩回去, 心里的那根反骨又跑出来, 他突然急不甘心地问, 唐老爷不是说要请我吃席的吗, 唐其令深目看他一眼, 来人告诉灵弼多添一双筷子, 是, 陆石见他答应突然又心虚起来, 条件反射似的立即就说, 唐老爷不必当真, 我不过是, 男人说话一诺千惊, 唐其令抛下这一句, 甩袖而去, 陆石吃一片刻, 才犹犹豫豫地跟过去, 他恨极了此刻的自己, 像一个吃不到糖就无理取闹的孩子, 进到院子, 女孩迎出来, 爹爹, 我苦命的爹爹哟, 你怎么连年夜饭都要陪外人吃, 不得胡说八道, 唐其令笑斥, 爹给你引线一人, 不用引剑, 女孩扭头冲陆石, 挤了一下眼睛, 这府里敢坐我爹爹身边的, 我是第一个, 你是第二个, 我叫唐之卫, 你叫陆石, 调皮, 唐其令揉揉女孩的脑袋, 你该称呼一声, 该称呼一声陆大胆, 女孩眼底闪动一丝光芒, 孩儿不露, 竟然敢先救三胖, 再来救我, 不是陆大胆, 是什么, 陆石, 但还是要谢谢你救我, 女孩看着他, 从今往后我们两个扯平了, 你不见我的, 陆大胆, 第三百八十七章, 师兄, 他不过是让他莫摔着, 他却是救了他的命, 不一样, 女孩儿笑道, 那便欠着吧, 下次我要再从马背上摔下来, 你好歹先救我一救, 人这一生, 如果细细回味,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的决定, 好像是被鬼附了身, 比如此刻, 陆石突然觉得, 做唐其令的学生也没什么不好, 至少眼前这女孩儿就十分的有趣, 大小姐应该称呼我医生陆师兄, 爹, 他真是我师兄, 唐之卫眨了下眼睛, 似乎不太相信, 唐其令没回答女儿的话, 而是抚须看着陆石, 陆石觉得自己这二十二年来, 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厚着脸皮出而反而过, 请先生赐字, 他深深依了下去, 古往今来, 一个男人的字都是由长辈或者先生赐下, 唐其令深思片刻, 山石二字可喜欢, 陆石还未来得及回答, 就听唐之卫道, 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爹, 为何不用公寓二字, 唐其令皱眉, 摇头, 功不妥, 山石, 山石, 女孩儿勾传一笑, 陆石兄, 我爹这事在嫌你话少呢, 陆石纯动了动, 却听唐其令道, 耳边已经有一个锅躁的, 再来一个, 你爹的老命悬要不要, 谁说爹了, 我就跟谁急, 女孩儿拉唐其令坐下, 神情拽拽的, 经理多少大姑娘, 小媳妇都还想嫁给爹呢, 唐其令伸手, 冲他点点, 爹, 再娶一个吧, 能陪你说说话, 也是好的, 他拖着下巴, 眯着眼, 爹只要在聘书上多添一行字, 须善待我女儿, 你说这话, 也不怕娘半夜来找你, 那感情好, 我正好和我娘说到说到, 让她点头同意, 否则我爹爹命苦呢, 唐之味, 哎, 我的爹爹, 女儿在呢, 你有何吩咐, 是要女儿帮您斟酒, 还是要女儿帮您布菜, 你, 你真是个调皮精, 捣蛋鬼, 太不像话了, 女孩学着唐其令的口气, 明儿罚抄一百遍春秋, 一百遍太多, 十遍吧, 灵斌, 你给我盯着, 唐其令一脸无奈, 你娘把你宠坏了, 就我娘一个人吗, 女孩底气十足, 就没有其他人的功劳吗, 邓老爷, 小姐把这嘴上官司打清楚, 黄花菜都要凉了, 圆脸丫鬟端着酒壶走过来, 给唐其令针酒, 又问, 陆公子也喝一点吧, 这是你们南边的米酒, 温了喝, 不上头, 陆石, 灵斌, 我也想喝一点, 哪有姑娘家喝酒的, 爹, 爹爹, 就给她到半钟吧, 今天除夕, 喝一点也没事, 灵斌一跺脚, 酒瓣中多一滴都没有, 老爷也不能多喝, 喝多了伤身子, 我苦命的爹爹, 连喝酒都要被人管着, 女孩一边笑, 一边好, 这日子活不长了哦, 你, 灵斌又跺脚, 恨恨道, 老爷, 你快管管他吧, 无法无天了, 唐老爷一本正经, 今儿除夕, 你儿再管, 你儿一定管, 女孩冲灵斌几眉弄眼, 笑得一脸得意, 乌是暖的, 酒是香的, 唐老爷的笑是宠溺的, 女孩的笑是甜的, 陆施的世界是石破天惊的, 他忽然想到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女人, 如果他出生在一个好人家, 如果有个疼他的丈夫, 那他是不是也会用手揉着陆施的脑袋, 温柔地说, 儿子, 接儿除夕, 你就喝半钟吧, 陆施兄, 女孩忽然扭过头, 今天你陪我守岁吧, 我爹, 他有忙不完的公务, 往年都是我娘, 好, 陆施末等他吧, 话说完, 就低眉顺目地映了下来, 好什么, 唐麒麟重重咳嗽一声, 先去做篇文章来, 八百字, 卫师的题目是, 荡荡乎, 名无能名焉, 微微乎, 岂有成功也, 换乎岂有文章, 爹, 今儿个是除夕, 除夕就不能做文章了, 哼, 爹对殿下, 也莫这么严厉过, 殿下也没有二十二岁, 才败在我门下呀, 女孩吐了下舌头, 身子凑过来, 捂着嘴低声道, 陆师兄, 这话出自四书文, 意思是, 我知道, 陆师看着女孩的长节, 等我做完了, 再陪你, 这文章, 你们有两个时辰, 是写不完的, 女孩笑, 我让灵笛陪吧, 放过你了, 他能说出四书文, 陆师已经相当震撼了, 这回又说两个时辰, 可见这文章他是做过的, 陆师二话不说, 走到外间去写文章, 先生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二十二才败在他门下, 起步已经很晚了, 哪怕是除夕夜, 你也得读书, 我是得读书, 而且还得读出点名堂来, 否则, 哪配得上女孩左一口陆师兄, 右一口陆师兄, 文章写到一半的时候, 暖哥的除夕夜散了, 他走到他身边, 低头看了会, 自言自语地点评了几句, 开篇不错, 破题也算新颖, 就是这一笔字, 他停笔, 抬头, 他立刻说了话, 冲他玩耳一笑, 陆师兄, 新年快乐, 陆师成了唐其令的学生, 之前, 他只收过太子一个学生, 话而言之, 他成了太子的同门, 陆师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身份, 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依旧住在后院, 依旧白天养马, 唯一有改变的, 是傍晚时分, 唐其令从衙门里回来, 会把他叫到书房, 喝过一盏茶后, 便开始授课, 唐其令讲课的时候, 那女孩一定准时来, 他甚至比她, 听得还用心, 偶尔轻声问几个问题, 让陆师再次感觉到识破天惊的, 不是唐其令的满腹诗书, 而是那女孩的聪慧, 其实聪慧二字, 还不足以形容, 琴棋书画, 四书五经, 他几乎是一学就会, 一点就通, 陆师自诩是个聪明人, 但他那点聪明, 在女孩面前压根不够看,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孩, 好像老天爷把她扔到人间的时候, 格外的多了几分厚爱, 从那天开始, 陆师原本夜里睡三个时辰, 缩减了一个时辰, 深夜困得实在不行时, 他就掉一桶井水, 洗一把冷水脸, 继续埋头苦读, 书读完, 他还要零半个时辰的铁, 除夕他没有说完整的一句话, 就是这一笔字, 太差了些, 第388章, 护着, 无论陆师再怎么和从前一样, 他成为唐其令学生的事情, 还是传到了后院, 书生们对他的态度, 一夜之间起了变化, 他们热情地喊他陆兄, 半夜敲门, 徐星向他请教问题, 邀他游园, 喝酒, 煮茶, 论道, 陆师很清楚这些人的心思, 却不做回应, 甚至从先生书房出来, 就直接往马修去看书, 畜生虽然味道难闻, 但心里干净, 他愿意和畜生待在一起, 其实先生提过好几次, 请他到前院去住, 他都婉言谢绝, 唐府内宅只有一个女孩, 母亲不在了, 将来婚嫁不容易, 他不能让人有闲话说, 事情发生在三个月后的一个清晨, 书生中有人称, 自己丢了五两银子, 怀疑是被人偷走了, 要求抄减别人的房间, 陆师莫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大大方方任由他们抄, 不想, 银子竟然出现在他的包袱里, 白口莫辩, 那书生歧怒无比, 叫嚷着要把陆师送关, 还立刻喊后院的小厮, 去通知唐老爷, 唐老爷莫来, 来了个女孩, 女孩叫林碧给他搬了张椅子, 大大方方坐下, 然后冷冷地看着苦主, 你叫什么名, 回大小姐, 我叫李星, 你说他偷了你银子, 可有什么证据, 银子就在他包袱里找到的, 你怎么知道他包袱里的银子, 就是你的, 大小姐, 这人穷得叮当响, 怎么可能记下五两银子, 不是他偷来的, 还能从哪里来, 万一是别人给的呢, 李星一脸委屈, 大小姐, 你说这话, 不就是护着他吗, 女孩秀美一条, 轻轻道, 我护着我师兄, 怎么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陆时已经被这鸡人纠缠许久, 处在暴怒的边缘, 袖子里的拳头下一刻, 就要挥出去, 他的嘴不会为自己辩解, 但拳头会, 女孩的一句话, 让他的拳头一下子软了, 这是他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听到有人要护着他, 还是那么小, 那么小的一个小不点, 我师兄但凡愿意收, 包袱里何止无量, 倒是你, 一个穷书生, 依附着我唐家住, 唐家吃, 哪来的无量银子, 理性极了, 大小姐, 话不能这样说, 我这一年, 嘘, 女孩伸出一根手指, 束在唇边, 我来猜猜, 莫非是你们几个凑了这五两银子, 想栽赃陷害我师兄, 大小姐, 可没有的事, 大小姐, 你冤枉了, 大小姐, 我哪敢呢, 大小姐, 我不是这样的人, 女孩轻轻笑了, 春阳洒在他身上, 一双黑眸又冷又凹, 好像眼前的一切都入不了他的眼,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哦, 谁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我就让他继续留在这后院, 否则, 灵必上前一步, 冷冷道, 我家小姐已经报官, 官府正在来的路上, 到时候, 真要查出点什么来, 各位想想后果吧, 后院, 瞬间一片死寂, 有人跳出来, 大小姐, 是李星出的主意, 说要给陆时一点叫, 嘘, 就是他, 大小姐, 李星来唐家比我们都早, 我们都听他的, 大小姐, 你可别让官府抓我吗, 女孩抬头看着一脸灰败的李星, 摇了摇头, 一个大男人, 新年怎么能这么小, 嫉妒我师兄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陷害, 嘖嘖嘖,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李星掌红着一张脸, 半上扑通跪下去, 左右开弓给了自己两巴掌, 大小姐, 我错了, 是我一时鬼迷了心窍, 你当然有大量,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师兄, 他冲他挤了下眼睛, 给吗, 陆时木想到, 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一时木反应过来, 我师兄说不给, 他哼一声, 来人, 请李星离开我堂府, 大小姐, 大小姐, 陷害我师兄前, 就应该想好后果, 再啰嗦一句, 别怪我断你前程, 请你吃牢饭, 李星哪里还敢多说半个字, 灵弼, 小姐, 这地儿烟砸得很, 住不得了, 你帮我师兄整理一下东西, 送到前院去, 是, 女孩走到陆时的身旁, 伸手扯了扯陆时的衣角, 师兄, 余下的人怎么处理, 你给句话, 我听你的, 陆时正正道, 就算了吧, 听到没有, 我师兄说算了, 记着他的吼, 否则, 你们也得跟李星一样, 女孩拽着他的衣袖, 师兄, 我们走, 他昂着头, 笑容晃在脸上, 陆时唇动了动, 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 只是老实地跟在他后面, 他打小是个野种, 没有人愿意和他多说一句话, 他也没有话和别人说, 宁肯一个人躲在属于自己的那扇门后, 孤傲地活着, 幽静的青石鹿, 风一吹沙沙的竹林, 还有, 面前这个小小的聪明的女孩, 陆时眼中的世界, 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好像有了几分滋味, 这滋味是甜的, 陆时在唐家前院住下了, 是个很偏僻的院子, 就在后花园的边上, 离内宅有一段距离, 他依旧给唐家养马, 不要跃营, 脑仁儿这个畜生, 被他养得结结实实, 身上的毛都比别的马顺滑, 唐其林一早要去太子府, 傍晚才会从太子府回来, 一日三餐中, 能与女儿坐下来一道用饭的, 只有晚间, 陆时虽然养马, 但终归是唐其林的学生, 不是下人, 所以, 晚间的饭桌上, 他也必须在, 陆时吃得很快, 三口两口就扒完了, 也不怎么吃菜, 吃完, 就站在书房门外, 等先生他们来, 三天后, 有人发飙了, 那人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含着泪潮唐老爷控诉, 别, 他吃那么快, 害得我也忍不住要快点吃, 你看, 我都噎着了, 难受力, 林碧忙不迭地给他顺气, 十三岁少女的后背, 有着那个年龄的单薄, 薄得像一片纸, 风轻轻一吹, 似乎就能吹断, 山石啊, 先生拿眼睛瞪他, 你以后慢点吃, 多吃点菜, 等等他, 他看着他苍白面容, 点点头, 好, 又过几天, 他刚喝一口汤, 忽然吐了, 这回是林碧拿眼睛瞪他, 然后也不知从哪里抱来的几件衣裳, 往他怀里一扔, 陆公子换换吧, 好歹别熏着小姐, 我身上有味儿, 不可能啊, 他从马厩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在院里用井水里里歪歪都洗过了, 哦, 他又吐了, 陆石赶紧起身去屏风后换衣裳, 忽然觉得不对, 猛地扭头, 正好看到他笑眯眯的冲灵闭及眼睛, 那笑沾着点得意, 还有点狡猾, 陆石同人一缩的同时, 只觉得心掉进了热水里, 是暖的, 第389章, 师妹, 陆石把那几件衣裳都是仪式, 没有一件不合身, 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难为的是, 为了让他没有心理负担, 这衣裳还是半心不救的, 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陆石莫敢问出口, 只在暗中留意着, 几天后他才发现, 这丫头把他爹的衣裳一件一件收拾出来, 然后让府里的秀娘修修改改, 改好了, 又故意下几次水, 弄成皱巴巴的样子扔给他, 那天, 林碧又抱来几件就衣裳, 他拦住了他的去路, 瞒不住, 林碧叹了口气, 老爷说你为人清高, 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 小姐才想出了这个法子, 陆公子, 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老爷是爱财, 小姐呢, 是一片好心, 以后老爷的就衣裳, 直接扔给我, 我自己能改, 林碧看着他, 半上, 呼得笑了, 好, 尊严这东西其实得分人, 在有些人面前, 一丝一毫都不能让, 这是陆石做人的原则, 但在那对妇女面前, 可以让, 而且可以一让再让, 他这一让, 就衣裳, 就鞋子, 乃至唐老爷从前的旧书, 就艳态, 就毛笔, 一样一样送到了他院里, 陆石没办法, 只能在饭桌上, 趁着等老爷回府的那点间隙, 硬着头皮道, 足够了, 别拿来了, 他恍若未闻, 眼睛朝天上看, 他咬咬牙, 大小见, 他下巴抬更高, 沉默许久后, 他轻声唤, 师妹, 他这才扭过脸, 你刚刚叫我什么, 没听清, 他一张老脸长红, 脖子也红, 他从未叫过他师妹, 都是叫他大小见, 刚开始叫的时候, 他笑笑, 后来便是冷笑, 再后来, 只当莫听到, 他知道他不乐意了, 他师兄, 师兄地喊着, 他却左一口大小见, 右一口大小见, 生分, 可他还是叫不出, 哪怕在背后练了许多回, 那两个字, 依旧卡在喉咙口, 大小见是下人对主子的叫唤, 这里面有隔着身份, 地位和尊卑, 但师妹是一个男子, 对一个女子的称呼, 是亲热的, 是平等的, 是有感情和温度的, 师妹, 陆时清楚地叫了一声, 人心都是肉肠, 哪怕他陆时, 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也被这女孩捂热了, 他得意极了, 声调软软的, 不是白打给你的, 以后你得陪我玩, 到底还是个孩子, 陆时点点头, 他眼睛滴溜溜地来回转, 不问问陪我玩什么吗, 陆时摇头, 千金小姐能做什么, 无非就是铺个碟, 逛个园子, 当个鞦韆, 陆时想错了, 女孩的玩是下棋, 猜谜, 对对子, 玩酒连环, 玩头壶, 骑马, 他一样都不会, 不会就学, 陆时这人别的没有, 有的是耐心, 有的是那骨子傲劲, 半年下来, 他的棋已经下不过他了, 开始耍赖, 师兄, 茶冷了, 一中热茶端上来, 他值得黑棋少一粒子, 师兄, 我好像听到灵璧叫你, 出去转一圈, 又少一颗黑棋, 心里在笑, 脸上还要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在正扎着走上十几步, 才能举手投降, 渐渐地, 陆时不光在心里笑, 脸上也慢慢有了笑, 连先生都说, 山石啊, 你比从前有人味儿了, 他不好意思说是师妹斗的, 只一本正经道, 是先生教得好, 渐渐地, 先生在太子府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 饭桌上常常只有他和师妹两个人, 吃完饭, 两人去书房, 一个看书, 一个灵贴, 各做各的事情, 他看累了, 便抬头瞄他一眼, 他察觉后, 也会抬头回忆一笑, 笑颜在烛火中明艳, 这让陆时感到异样的安心, 仿佛他和他在此时此刻, 正相依未命, 偶尔他写累了, 也会要他陪着去园子里走走, 顺便去门口等等老爷, 他不喜欢和他并肩而行, 喜欢落后半不听他叽叽喳喳说话, 视线一落, 能看到他侧脸, 他开始窜个子了, 像春柳一样抽条发芽, 脸上也不再一团和气, 眉眼上挑的时候, 灵秀得像一只小狐狸, 他心里暗暗想, 小师妹将来一定能长成个美人, 楚颜听得到来, 打破了陆时的岁月静好, 那日午后, 他替脑人儿涮完枣, 浑身上下被他畜绳弄得湿漉漉的, 远处有人走来, 他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个男孩, 贵妻是养人的, 他都不用近看男孩穿了什么衣裳, 只凭他走路的姿势, 就知道这人非富极贵, 等男孩的轮廓终于变得清晰, 陆时挪开了视线, 陆时, 我们的大师兄, 楚颜听, 父亲新收的学生, 暂时算我的二师兄, 楚颜听一脸的不悦, 唐之卫, 凭什么说我是暂时, 万一, 我父亲对你不满意, 打算退货呢? 不可能的是, 谁说不可能? 我说的, 你说了不算数, 我爹说了才算数, 唐之卫, 我刚来你就欺负我, 这是欺负吗? 这是让你好好读书, 别连我都比不过, 丢人, 楚颜听憋得脸红脖子粗, 努力找回一点自尊, 也不是样样比不过, 你, 你耍剑就比不过我, 谁能比得过你耍剑啊? 师妹高深莫测地, 冲他挤了下眼睛, 你称天下第一, 莫人敢称天下第二, 楚颜听心满意足, 刚要点头, 忽然领悟过来, 气得两手插腰, 卫卫, 你又欺负我, 才看出来啊, 真笨,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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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男不和女斗, 欺负就欺负吧, 楚颜听任命似的叹了口气, 这才把目光挪向陆时, 眉心微微一蹴, 腿后半步, 作一道, 陆师兄, 啊, 楚师弟好, 我还有活干, 你随意, 陆时转身走进马厩, 卫卫, 他怎么笑都不笑的, 他不爱笑, 对我一点都不热情, 你谁啊, 非得人人都对你热情, 先生怎么就收了他, 那是因为他好, 我没瞧出来哪里好, 这里好臭啊, 咱们走吧, 陆时从第一眼, 就不喜欢楚颜听, 不是因为他退后的半步, 也不是因为他眼中的嫌弃, 而是他喊了一声畏畏, 这一声喊, 清楚地告诉陆时, 他和他有着亲密的过往, 而且两家关系非同小可, 三人的餐桌, 变成了四人, 三人的书房, 也变成了四人, 陆时的预感没有错, 楚颜听的母亲, 与唐志位的母亲是表亲关系, 两家打小就有亲上加亲的意思, 只是没有挑明而已, 第三百九十章, 师弟, 陆时变得沉默, 待在马舅的时间越来越长, 吃饭的速度一天一天加快, 先生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 总觉得还有许多数没有误透, 时间来不及了, 这话, 没有作假, 楚颜听的出现, 让陆时真切实意地体会到, 什么叫人比人, 气死人, 出身失礼之家, 打小就受名师启蒙, 刚刚十四的年纪, 却已经有戒缘的头衔在身上, 陆时除了虚长他九岁外, 别的一样都比不过, 这日, 先生没有回府用饭, 他像往常一样, 匆匆吃完后, 去马厩看书, 夜深人禁食, 女孩来了, 他直觉不对, 正常这个时间他早睡了, 出了什么事, 爹被召进宫,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都好几个时辰了, 可有派人去太子府问问情况, 打听过了, 殿下也被叫进宫了, 你在担心什么, 他咬了下唇, 半赏才到, 莫名地紧绷起一根弦, 别怕, 你先回房, 我再去太子府打听打听, 师兄, 你说万一, 没有万一, 他从远处的灵壁道, 给我两个小厮, 有什么事情, 我让他们回来送信, 是, 陆时去了, 太子府, 却不曾想太子府也各个心急如焚, 太子妃甚至就在二门口眼巴巴地等着, 这一瞬间, 陆时突然觉得这些贵人们也很可怜, 他们的富贵生死, 喜怒哀乐, 其实都被一个人操控着, 天堂, 地狱都在那人的一念之间, 陆时让小厮回去给大小姐报个训, 自己又带着另一个小厮去了宫门, 宫门紧闭, 没有任何动静, 他唯有等, 同样等在宫门口的还有太子府的管事, 管事等到半夜, 实在撑不住, 便去马车里打盹, 陆时睡不着就站着背书, 背了一夜的书, 依旧没有两人的钉点消息, 这十天已经亮了太子府管事级的团团传, 脸白得像之鬼, 陆时想了想, 叫来另一个小厮, 回去和小姐说,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让他安心用早饭, 陆公子, 你这不是, 就照我的话和小姐说, 陆时神色一力, 不许多一个字, 也不许少一个字, 快去, 小厮被他脸上的狠意吓了一跳, 是, 陆时心里是急的, 但他不能表现出来, 这些年的经历告诉他, 人一急, 容易出错, 可惜, 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小厮显然是多说了几句话, 不过半个时辰, 他坐着马车匆匆赶来, 一夜未归,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陆时看着女孩苍白的脸, 莫说话, 只是抬手轻轻揉了, 挤下他的脑袋, 女孩也不说话, 顺势把脑袋隔在他的手臂上, 陆时忽然就觉得, 这孩子其实那里挺弱的, 只是外头靠着一层皮在硬撑着, 楚言婷呢? 在睡觉, 女孩哼一声, 他说没事的, 陆时心说, 那小子也还是个孩子, 唐之味, 寂静中, 他忽然叫了一声, 先生给你这名字, 有什么用意吗? 丧之味落, 其夜臥弱, 不是这个用意, 他抬头, 不明就里地看着他, 他回看他, 轻声道, 唐之味, 味之甜, 什么是甜? 无忧无虑是甜, 锦衣玉石是甜, 嫁得良人是甜, 儿孙满唐是甜, 丫头, 放心吧, 你的命好着裂, 唐之味先一正, 然后轻轻笑了, 太子和先生是在傍晚时分出的府, 两人没有多说一句话, 上了自家的马车, 立刻打道回府, 这时陆师才知道, 先生陪太子跪了半宿, 原因是, 太子对陛下说错了一句话, 先生的腿仰了几日, 才慢慢恢复过来, 但从那日开始, 他看陆师的眼神不大一样, 而且, 功课抓得更紧了, 稍不满意, 便吹胡子瞪眼睛, 那丫头也似乎不太一样, 开始对楚颜廷横挑鼻子竖挑眼, 餐桌依旧是四个人, 书房也是四个人, 但对话却变成了这样, 师妹, 我这字写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陆师兄的字, 比我还差呢, 谁说陆师兄的差, 他那是字成一体, 师妹, 一会咱们下棋娃啊, 成天就知道完, 就不能向陆师兄好好学学, 安安静静地做篇文章, 那是陆师兄, 莫聪明, 别往自个脸上贴金, 陆师兄是大只若鱼, 师妹, 这菜是我喜欢的, 你干嘛挪陆师兄那边, 你太胖, 陆师兄太瘦, 你要少吃, 他要多吃, 陆师兄, 你吃啊, 少女冲路时露出笑容, 烛火龙在他身上, 无端添了一份清静, 陆师兄, 你看师妹他, 竟欺负我, 楚言廷一脸的委屈, 陆师忽然觉得, 这小子其实也不怎么讨厌, 还是有几分可取之处的, 日子, 在这样一天一天的清静中, 悄然划过去, 又到了二月二, 师妹的生辰, 这一年, 师妹十四, 她来陆家已经两年, 第一年, 她身上墨几纹钱银子, 只能把脑仁儿洗得淡淡净净, 替她做了半天的马夫, 这一年, 她用每个休暮日, 去三胖好兄弟的打铁铺打铁, 一年时间存了六两银子, 她用这六两银子, 在京城最好的胭脂铺, 买了一盒胭脂, 二月二那天, 唐家车水马龙, 宾客络绎不绝, 身为先生的大弟子, 他换上最体面的衣裳, 帮着先生招呼客人, 陆时天生就不是能迎来送往的料, 只能沉默地跟在先生身后, 冲这个点头, 朝那个座衣, 反倒是楚言亭, 这种场合如鱼得水, 一言一行应付的头头是道, 他甚至还带了个人来, 那人叫唐真, 长得清清秀秀, 白白净净, 一看就是个聪明人, 唐真是来拜师的, 先生只问了他几个问题, 便赐了字号, 见熙, 先生说这孩子很有几分山水养出来的灵气, 心智也单纯, 一眼就能看到那里, 很清澈, 唐建西就这样, 成了他的小师弟, 他比师妹大师三天, 小师弟过来向他行礼的时候, 也吃了一惊, 这小子比楚言亭还不善于隐藏, 瞪大了眼睛看陆时半天, 感叹了一句, 大师兄, 你怎么这么老了, 陆时, 唐建西, 大师兄, 你成家了吗, 陆时摇头, 唐建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大师兄, 你这么老还莫成家, 是有什么问题吗, 陆时心里回了他一个字, 操, 第三百九十一章, 心思, 陆时第一次以唐祁令大弟子的身份, 出现在宾客面前, 其实是让人震惊的, 一是他二十四岁的高龄, 未婚, 二是他不太详细, 略带些神秘的过往, 三是他的相貌, 陆时的相貌, 和文质彬彬的书生不一样, 他身材高大的, 健硕, 眼神带着几分野性, 像一匹不易驯服的猎马, 这种出现在武将身上的特质, 在一个书生身上出现, 极为强烈地撞击着女人们的眼球, 唐府内宅没有女主人, 师妹挑大梁, 请女卷在, 园子里看戏, 先生多少有些不放心, 命他过去帮衬下, 唐建西非要跟着来, 后来才知道, 这小子痴迷听戏, 还是写戏本子的一把好手, 走到半路, 便有世家的小姐拦住去路, 话说得含蓄而隐晦, 陆公子, 我的簪子不见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 不能, 随即又碰到两人, 一人撑手怕不见了, 还有一人说是头晕, 陆时拽着唐建西直接绕道离开, 他在女人堆里混了四年, 很清楚他们的目的, 也知道自己只要稍作回应, 一个成龙快叙事跑不掉的, 毕竟他现在是唐其令的学生, 太子的同门, 但他不愿意, 男人的前程, 要靠自己证, 戏台前, 师妹与人笑谈, 灵必在边上忙碌, 唐建西见他站着不动, 师兄, 你不过去吗? 不过去? 那我能去听会戏吗? 去吧, 陆时在暗处静静地看了回, 现一切都有条不紊, 正要离开, 忽然听到有人在言论他, 那个叫陆时哪来的, 唐老爷怎么收了这么个人, 现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眼睛长头顶了, 听说从前是住唐家后院的, 靠着拍大小姐的马屁, 住进了前院, 瞧他那样子, 可不像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 读书人也不长他那样啊, 刚刚我去逛园子, 他拦在半路, 说要帮我找帕子, 一看就莫安好心, 刚刚我在园子里有些头晕, 他伸手来扶我, 一点规矩都不懂, 天哪, 那咱们可得提醒大小姐当新鲜, 可不得当新鲜吗, 唐家就大小姐一个, 真要让他, 这家产不就全落到他手上, 怪不得一把年纪了, 都还没有澄清, 原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 这事还得和唐老爷说到说到, 啪, 一只茶钟摔碎在地上, 吓得台上唱戏的小声抖了个机灵, 戏一下子就断了, 我苦命的爹爹啊, 娘才走三年, 你就变得又聋又瞎, 这可怎么是好啊, 大小姐, 唐老爷刚刚还好好的呢, 你可不能乱说, 哎, 我爹爹原来没龙没瞎, 知道好坏, 分得清黑吧, 那你们一个个的瞎操什么心, 那几个人都愣住, 感情这大小姐是听到了他们说话, 大小姐, 不是我们多嘴, 你年纪小, 事情经得少, 看得浅, 对啊, 凡事还得多留个心眼,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女孩胸口气得一起一服, 我师兄是正正经经的读书人, 你们不要乱说, 哎呀, 大小姐, 我们难不成还冤枉了他不成, 冤枉了, 一个是冤枉, 两个呢, 也冤枉了, 大小姐, 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 我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他忽然一插腰, 气急败坏, 我在我自己的家, 凭什么要跟你们讲道理, 读书人不会吵架, 只能摆出些嚣张的气势, 虎虎人, 只有陆时知道, 这丫头此刻一定咬着牙, 脸长得通红, 一副要和人拼命的泼妇样, 世家千金, 说话应该委婉, 心里怒到极致, 面上还得云淡风轻, 给客人留几分颜面, 泼妇和他, 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应该如此的, 哪怕是为了他, 陆时的心像是卷进了漩涡里, 一点一点地卷下去, 沉下去, 明明是你要我家师兄捡帕子, 也明明是你, 跑到我家师兄跟前, 说头晕, 信堂的小子, 故作深沉的叹口气, 亏我还劝师兄, 要帮帮人家呢, 天爹, 安静了, 陆时脸下眉头, 转身离开, 他一口气走回自己的院子, 在窗前坐下, 那些女人说得对, 他不是什么正经人, 只是在唐家妇女面前, 装得正经罢了, 他起过猥琐心思, 夜里的时候, 一个人躺在床上, 那时候, 脑子里会出现很多他睡过的女人, 胖的, 瘦的, 娇的, 最后定格的, 永远是月夜下, 每到这个时候, 他心里会莫名的羞愤, 难堪, 然后开始唾弃, 鄙视, 厌恶自己, 嫌弃自己的出生, 嫌弃那个女人, 还有那四年的醉生梦死,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世家, 如果我的母亲知书打脸, 如果我身心干净, 为人坦荡, 如果我在年轻几岁, 我是不是就能伸手去摸一摸那张脸, 然而, 这世上没有如果, 一个人的身世, 过去, 经历就是他的皮肤, 早就和骨血融在一起, 撕不开, 刮不掉, 还做什么梦呢, 可笑不可笑, 陆时从怀里掏出胭脂, 起身走到书岸前, 拉开抽屉放进去, 这一日, 师妹收到了很多的生辰礼, 楚颜亭送的是宋徽宗真迹, 唐真送了复明画, 太子府送的是一尊半人高的珊瑚, 刘侯爷家送的是两匹苏绣, 一只白玉手镯, 陆时庆幸自己, 把那盒胭脂锁了起来, 热闹了整整一天的唐家, 终于安静下来, 他陪先生送完最后一个客人, 像往常一样去马厩看书, 不知道为什么, 哪怕有了自己的院子, 自己的书桌, 他还是觉得在马厩看书, 是最让他舒服的, 马厩里有灯, 他以为是三胖, 走近了才发现, 女孩儿翘生生地站着, 热火落下来, 在他身上勾了一圈柔和的轮廓, 陆时心头微动, 使得大姑娘了, 师兄, 他笑盈盈地伸出手, 我的生辰礼呢, 没银子准备, 他走到栅栏前, 把脑仁儿牵出来, 和去年一样, 我给你做马夫, 他从喉咙里笑一声, 我长一岁, 得比去年多几圈吧, 他恩了一声, 嗓音微哑, 几十圈都成, 扶我上去, 他伸出手, 脑仁儿早已不是小马鞠了, 长得又高又大, 他扶他上, 去的时候, 将他的手握在掌心, 手很软, 指尖有些冰冷, 他等他坐稳了, 脱下身上的外袍, 卷成一团, 放在他面前, 把手伸进去呜呜, 师兄, 你不冷吗? 不冷, 第三百九十二章, 坦诚, 陆时的确不冷, 夜深了, 有个女孩专程等在这里, 什么都午热了, 他牵着马, 默默往前走, 脑仁儿如今不拿蹄子踢他, 改拿脑袋拱他, 亲热得跟什么似的, 畜生其实和人一样, 谁对他好, 他就对谁亲, 他的视线落在他身上, 好一会, 说, 师兄, 其实每年生辰, 都是我最不开心的一天, 为什么? 我娘是生我的时候, 落了点病根, 他一说他怀孕的时候吃得太好, 以至于把我养得太大了, 不好生, 他声音有点发沉, 还有些颤, 我娘说他莫指望会有自己的孩子, 老天爷突然给他了, 他就想让我在娘胎里养得好一些, 再好一些, 他不知道, 我宁愿自己生下来, 瘦得跟只猫似的, 也想他好好的, 如果没有我, 他能活很久很久, 他轻轻叹气, 我爹也不会一个人到现在, 陆时不知道怎么安慰人, 就是听不得他叹气, 我在马厩里藏了点酒, 你要不要喝一口, 藏酒做什么? 夜里冷, 喝几口就不冷了, 他撇撇嘴, 没有下酒菜吗? 喝酒不用下酒菜, 他调转码头, 把女孩扶下来, 从草垛里掏出个酒壶, 掏出帕子, 擦了擦壶嘴, 给, 他接过来, 小心翼翼地喝了两口, 扎了扎嘴, 这酒怎么这么烈? 烈酒才解愁, 他转身拿下几个草朵子, 放在地上, 又把外袍扑在上面, 坐, 他听话地坐了, 他在他边上坐下, 挡住风口, 再喝两口就不冷了, 他咕咚咕咚就是两口, 他看他一会儿, 嘴角往上弯了弯, 今儿的戏, 好看吗? 五十寿宴, 唐府大小姐吃到一半就不见了踪影, 找半天才发现, 他和姓唐的小子又跑戏台看戏去了, 嗯, 好看, 唱的什么? 西香记, 他皱眉, 怎么看这个? 他嘟嘴, 这个怎么? 他良久才低声道, 你别信, 那还有一个呢? 他转过头看着他, 还有一个? 他对上他的眼睛, 莫由来的心中一记, 更坏, 他垂下脑袋, 他喉结上下滑动, 有些不忍心, 除了这个戏, 别的戏随你看, 我爹是好的, 他不甘心, 他为了我, 都不打算再去, 嗯, 你也是好的, 我不好, 他沉默了一阵, 打算说一些自己的过往, 我来京城之前, 在妓院里住了四年, 所以, 男人的心思, 我最懂, 女孩的脸色, 刷得一下白了, 他瞥她一眼, 又把视线挪开, 我把我娘给我上京赶好的银子, 都败光了, 才肯从妓院出来, 女孩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我娘在陆家的名声不大好, 我爹, 我甚至不知道我爹是谁, 我的名字不在陆家的族谱上, 陆家人都说我是野重, 他停顿了一下, 我一直在想, 我爹是谁, 是路边的叫花子, 是陆府的哪个酒鬼, 或者是, 别说了, 女孩突然尖叫起来, 你闭嘴, 他不以为然地笑笑, 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以后一个人别来这里, 要来, 让林碧陪着, 女孩猛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这话里的意思, 他蹭得站起来, 一仰头, 将那一壶的酒都喝完了, 然后把酒壶往他怀里一扔, 师兄, 谢谢你的酒, 还有, 他牵了一下嘴角, 说不下去了, 撒腿就跑, 陆时看着他消失在拱门口, 自嘲一笑, 他不仅懂男人心思, 也懂女子的, 那丫头的手指冰冷, 可见已经等他许久, 他收了那么多的礼物, 却巴巴跑来问他讨要, 他有什么好, 他哪里值得他等, 他等的人应该是楚颜亭, 他们家事相当, 或者是唐建西那人风趣幽默, 绝非凡夫俗子, 再不借, 也应该是这个宫的世子, 那个猴的儿子, 唯独不能是他, 傻丫头, 我不配的, 从小到大, 陆时的喜怒哀乐都藏得很深, 他不会轻易被人窥破心事, 没有人知道他心里藏着惊涛巨浪,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对女孩说出那几句话后, 心口一直疼了好几天, 那天过后, 唐之卫病了, 太医说是染了风寒, 痒一痒就好了, 这一病便是一个月, 这一个月, 别说是楚颜亭, 唐建西这两个傻小子, 千方百计哄他们小师妹开心, 就是太子府也常常有好东西送来, 陆时借口读书忙, 一次也莫去探过病, 他此刻已经拿到了丙生的头衔, 要准备两年后的春尾考试, 少女心思最为敏感, 那一夜以后, 他们就向两条路, 一个往左, 一个往右, 渐行渐远, 病好后, 他不再往书房来听课, 晚间用饭, 也都在自己的院里, 他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一样, 开始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偶尔在府里遇见了, 他端端正正换一声大师兄, 便转身离去, 再不多言一句, 一个人的眼神藏不住, 一个的冷淡也藏不住, 每当这时, 陆时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仿佛那惊涛巨浪又掀了过来, 将他掀翻在地, 女儿郁郁不闷瞒不过唐其令, 姑娘大了, 又没个亲娘教导, 他这座老子也束手无策, 只命处, 唐二人多陪这些, 时常开导开导, 年龄相仿的三个人, 渐渐走近, 从前由他陪着的下棋, 猜谜, 对对子, 头狐, 也都换两位小, 师弟, 他再也没来过马厩, 脑仁儿成了莫主的野马, 和他一样失魂落魄, 又过两月, 他被唐剑西那小子带着喜欢上了听戏, 常常女扮男装偷偷跑去戏院, 先生知道后, 一脸都无可奈何, 唐家虽然富贵, 但哪有天天往家里请戏班子的, 他一个大姑娘家, 虽说女扮男装, 但也不是事, 可惊着不让他看, 又舍不得只得约法三章, 一个月女扮男装一回, 有一回, 他从外头回家, 正好碰上两人听戏回来, 一棵银杏树, 叶子落在他发间, 唐剑西拉住他, 伸手替他摘去, 两人相视, 各自一笑, 他咳嗽一声, 两人转身, 一前一后换了生大师兄, 又继续往前走, 继续聊他们的戏, 谁也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 他若无其事地回到房里, 忽然像被什么压垮了似的, 一下子蹲了下去, 第三百九十三章, 变故, 时间缓慢流淌, 一晃他十六了, 十六岁的唐之卫, 已经出落的明亮动人, 像是从画里塌印来的, 几次贵女们之间的琴棋书画比拼, 让他有了四九成第一台女的名头, 上门求取的人络绎不绝, 他一概不见, 也不许唐老爷献, 唐老爷无奈, 对外指的称还想把女儿多留在家里两年, 他二十六, 再有三个月, 就要参加春围, 没人中, 也有很多是冲他来的, 他是太子太师的学生, 春围过后, 十有八九会一飞冲天, 一些有远见的高门, 于是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他烦不胜烦, 索性借口那地方受过伤, 一并拒绝, 没有人怀疑这借口的真假, 二十六, 正常男人早就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 谁还能像他这样, 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的, 先生知道后痛骂了他一读, 这世上有哪个男人会拿自己的命根子开玩笑的, 还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陆时真想反问一句, 你宝贝女儿怎么想的, 你知道吗, 是真受过伤, 被树枝划破的, 硬缝好的, 唐其令经的半天, 莫说出一句话, 淋了拍拍他的肩, 道, 春围过后, 我找太医院最好的太医, 帮你瞧瞧, 两个小师弟知道后, 立刻给家中父母写信, 请他们帮忙找只男根的民间高手, 唯有那丫头听说后, 看她的目光沉了几分, 偶尔与她的视线碰上, 嘴角无声勾起一点冷笑, 那冷笑仿佛在对他说, 我早已看透了你的一切, 但我就是不说, 我就想看看, 咱们俩谁好得过谁, 陆时在心里苦笑, 这丫头比起两年前, 能沉住气了, 变故发生在那年元宵节的前一天, 那日她正在房里问书, 有人喊她去老爷书房一趟, 她进到书房, 发现先生的身侧坐着一张陌生的面孔, 那人献她来, 先叹了口气, 才开口说话, 陆时听完什么表情都没有, 脑子里一片空白, 等回神的时候, 那人已经离开, 书房门砰的一声关上, 这时她才觉得心口一阵尖锐的刺痛, 那女人偷人, 被沉堂死了, 她被礼部取消了春尾考试的资格, 先生给她倒了杯热茶, 孩子, 关于你母亲, 陆甲,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我? 一开口, 陆时发现自己连呼吸都是发颤的, 这些天没日没夜地看书, 嘴里起了个溃疡, 很疼, 她木讷地摇头, 唐其林没有再问, 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银票, 别的事情都放一放, 先回去看看, 这些年, 你从不会提起陆甲, 逢年过节也不回去, 你不说, 陆时一把抓起银票, 双腿一驱跪倒在地, 砰砰砰三个头, 又想又用力, 先生走到她面前, 一把将她扶起来, 人非神明, 不可能事事都对, 你有做错的时候, 我有做错的时候, 就冲她给了你一条命, 你也得原谅她, 原谅她不是出于孝道, 是为了放过你自己, 孩子, 唐其林拍拍她的肩, 一脸都惋惜, 人得自个放过自个, 你知道吗? 陆时心想, 她是放过了自个, 可谁能放过她, 从马就看完书, 走回院子, 一共要走九百五十二步, 每个披星待月的晚上, 无论刮风, 还是下雨, 她都要认认真真, 走完九百五十二步, 没有一天间断过, 她对自己说, 没有爹不算什么, 娘是个不减点的人不算什么, 起步晚不算什么, 比别人笨也不算什么, 只要你孤注一掷, 切而不舍, 总有一天, 你能走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可为什么? 为什么, 明明她马上要爬起来了, 老天爷还要把她按在地上, 再狠狠踩上一脚, 是想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吗? 她就只配做一个 人人都瞧不起的野众吗? 从京城赶往金陵府的路上, 陆石骑着马, 憋不住无声流泪, 北风刮过, 她尝到了一种鸽骨弯肉的痛, 这种痛, 如果换个词叫, 绝望! 半个月后, 陆石回到了金陵府陆河县, 阔别十年后, 再回到陆家, 陆家人看她的眼神十分的复杂, 她在所有人的注目中, 走到了从前住的院子, 那女人尸身就停在正堂里, 陆石掀开被子看一眼, 然后转身对应该称之为父亲的男人道, 我替她守三天, 三天后出殡, 这…… 不葬陆家坟营, 男人点点头, 又重重叹了口气, 这出殡的事, 陆石冷冷打断, 我出钱, 你不用管, 男人甩袖离开, 陆石关上院门, 支起炉子烧水, 找出木盆毛巾, 又从香笼里寻了一身肃静的鞋袜, 做完这一切, 他去了采石场, 虽然十年过去了, 但那里还有他几个朋友, 他必须要打听一下, 那女人该不该死, 有没有人害他, 却…… 石是偷了人, 却是和姦夫商量着要抢陆家的银子, 却是被陆家发现后, 两人为了活命, 逃去衙门里击鼓喊冤, 甚至搬出了陆石的名头, 但真正该死的人, 不是那个女人, 是那个叫阿峰的采石汉, 是他献女人风韵犹存, 手里又有点银子, 才设计了两人的偶遇, 又用深情款款和甜言蜜语, 把他哄住, 抢陆家也是那男人的主意, 事情败落后, 跑去衙门喊救命的, 也是他,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活命, 至于那女人是死是活, 肚子里的孩子是死是活, 他才不会管, 从朋友嘴里, 陆石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自己已经是真真正正的陆府七爷, 族谱上添了他的名字, 陆石谢过朋友后, 回府直接找了陆府的族长, 要求除名, 并坦承了自己不能再参加科举, 并被唐旗令逐出师门, 陆家族长听完, 都末带犹豫地, 立刻把族人喊来开了祠堂, 大笔一挥就把陆石除了名, 三天后, 女人出病, 陆石连棺材也没用, 直接扛着女人的尸体, 走出了陆家, 没有人拦他, 更没有人来送他, 那个他应该称为父亲的男人, 在听说他被逐出师门后, 朝地上催出一口浓潭, 骂了句, 杂种, 第三百九十四章, 戏楼, 陆石把女人葬在了金牛湖的边上, 那里山清水秀, 据说是个风水宝地, 一切妥当, 他去澡堂把自己洗干净, 又找了个客栈, 一头钻进被子里, 蜷缩成一团, 真冷啊, 明明身上盖了一层厚被子, 他还是冷得两排牙齿打架, 嘴里又添了好几个溃疡, 轻轻一碰, 满口的血腥味, 房里死一样的寂静, 北风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窗户, 仿佛是老天爷在催促, 你这个杂种, 怎么还不去死呢, 陆石病了, 病得晕晕沉沉, 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他心想, 这一回自己彻底成了孤魂野鬼, 再不能喊娘, 我冷, 再不会有一只手摸上他的额头, 把他从阎王殿里救上来, 自己这样的遭遇, 日后被人提起来, 也只是一句可怜, 不会多出一份同情, 那就去死吧, 反正他也不想活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陆石的鼻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随即, 一只手摸上他的额头,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少女眉眼, 很清澈, 是梦, 陆石贪恋这种感觉, 拔脸往那只手上蹭蹭, 又闭上了眼睛, 见西, 给我冷水, 去把窗户打开一条缝, 去看看郎中来了没有, 梦里怎么还能听到他的声音, 陆石自嘲似的扯了扯嘴角, 强撑着睁开眼睛, 视线里又闯入一张男人的脸, 怎么这姓唐的小子也入梦了, 陆石捂那句坟, 心说就不能让他和他单独处一会吗, 你醒了, 嗯, 陆石低难一声, 察觉到那只手要从额头挪开时, 他赶紧开口, 别挪开, 声音又哑又沉, 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藏在背中的手用力掐了一把, 痛一袭来, 乃是什么梦啊, 那人就真真实实地在他眼前, 陆石正扎着坐起来, 护的脸上有什么东西落下来, 是湿的, 也是热的, 他僵住了,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用目光描摸着少女的轮廓, 瘦了, 黑了, 憔悴了, 头发也梳得乱七八糟, 有几率落在耳边, 他是怎么来的, 先生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 只有一个唐建西跟着吗, 灵必人呢, 师兄, 你可快点好起来吧, 我们这一趟出来, 费了老鼻子劲, 唐建西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 嘴里开始叙倒, 师妹对先生说要去静安寺给师母礼佛念经, 先生不放心, 让我和楚师兄陪着, 到了城外, 我们兵分两路, 灵必扮成师妹的样子, 和楚延廷去了静安寺, 我们气都莫喘一口, 就往南边来, 你不知道啊, 这一路走得多难, 那马车颠的, 差点莫把我骨头颠散架了, 师妹他, 师兄, 你先出去一会, 我有话和路士说, 大冷的天, 你让我到哪里去, 师兄, 罢罢罢, 唐建西站起来, 别太久, 顶多半个时辰, 这南边的天怎么这么冷, 风都往你骨头里吹, 侦探娘的遭罪礼, 门眼上, 房里静下来, 他起身把窗户关了, 又从脸盆里捞起毛巾, 搅干了, 放在路实的额头上, 路实被毛巾的冷, 激得一哆嗦, 你自己按住, 他在椅子上坐下, 目光与路实对视片刻, 捶了下去, 我这人倔, 别人越不让我干什么, 我越会干什么, 那天你说, 除了西乡记, 西乡记前身叫阴阴传, 少女自顾自说, 完全没有注意到路实的脸, 已经变了, 阴阴传里, 张生考取了功名, 转身就娶了别的女子, 他还把阴阴自荐整袭的事, 当笑料说给童窗听, 这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复兴汉, 你知道便好, 他哑声道, 路实, 阴阴这姑娘, 其实挺傻的, 又是一句路实, 叫得她呼吸不过来, 她其实应该听她娘的, 亲娘不会害自己的女儿, 老夫人不同意, 一定有她不同意的原因, 你说对吗? 嗯, 她抬起头, 飞快地看她一眼后, 扭头望着窗外的夜色, 我娘临走前对我说, 咱们女人这一辈子涂的, 无非是个知冷知暖的人, 不一定要大富大贵, 你病了, 她给你端药, 你冷了, 她给你添衣, 就已经很好, 路实看着她, 猴头滚动了几下, 师母她从未陷过, 只听先生潜聊过几句, 没什么印象, 我娘还说, 看一个男人, 除了要看他的家, 世外, 还要看她的人品, 人品比家世重要, 家世可以慢慢攒, 慢慢正, 人品一辈子变不了, 她又把视线挪回来, 落在她身上, 我娘最后说, 亲爱这个东西短得很, 三年五载就没了, 最后过日子, 终归是在柴米油盐上, 哪怕你是个天仙, 男人也有厌倦的一天, 真有那一天, 孩子, 你就把自己过好, 师母, 是个通透的人, 你二十岁到唐家, 今年二十六了, 她笑了一声, 又不像是笑, 似乎是感叹, 六年的时间, 陆时,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陆时摇摇头, 心说你在这么叫我, 我非得崩溃了不成, 手拿开, 她突然岔开了话题, 把她额头的毛巾拿下来, 起身把毛巾在冷水里打湿, 又拧干了, 再附在她的额头上, 她的指尖很凉, 触碰到她皮肤上的时候, 陆时感觉心里有东西, 一下子炸开了, 我不大会做事, 我病的时候, 看到灵弼是这么做的, 她拨了拨耳边的碎发, 又坐下去, 时间太久了, 有些事情太细碎, 我已经记不住了, 我只说我看到的一件事, 成吗? 陆时的呼吸, 一下子变得粗重起来, 师妹, 你不许说话, 只许听我说, 一瞬间, 她又变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剑, 咱们园子里的那幢戏楼, 是你窜多, 我爹爹见的吧? 那样是, 也是你画的吧? 哇, 陆时的耳朵, 一下子听不见任何东西, 师妹总女扮男装不是个事, 她将来是要嫁进高门的, 一言一行都差错不得, 先生, 咱们在园子里淋水见个戏楼吧, 回头再养几个戏子在府里, 师妹想看什么, 就让他们演什么, 戏楼的样式我画好了, 这事先生, 你不用操心, 交给我就成, 不会耽误读书的, 也就两三个月的事, 第395章, 天上, 你和爹说这话的时候, 我其实就在屏风后面, 你走后, 爹问我什么想法, 他脸上透着一点坏, 陆石用力捶了一下床板, 有点恼羞成怒, 有一个人, 骗了楚师兄二百两, 骗了唐师兄三百两, 然后把自己存了好几年的银子, 都搭了进去, 嗯, 大概三十几两吧, 他眼底有水光荡漾, 他还找了三胖帮忙, 那个打铁铺的掌柜, 也被他请进了府, 后院的七个书生, 硬是被他逼着出了力, 三个月的时间, 他除了读书, 喂马外, 都在干活, 他话最少, 活干最多, 夜里读完书, 还不忘去那边溜达一圈, 戏楼落成那天, 别人都来了, 唯独他莫来, 说是身子不大舒服, 我那天听完戏, 走到他院门口, 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进去, 就在门口, 骂了一声傻子,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 陆石没有听见, 他正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 三个月, 把他累够呛, 你知道, 爹看了那戏楼后, 与我说什么吗? 他再一次拿走了 他额头上的毛巾, 走到脸盆前用冷水浸湿, 陆石看着他的背影, 觉得浑身真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是一种很无力的感觉, 他说, 山石这孩子堪以重任,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 他转过身, 倚着窗户, 安静地看着他, 爹, 你相得中他吗? 像是一把匕首, 忽然插进了陆石心口, 这是他最柔软, 最没有防御能力的一处地方, 他感觉到痛, 又觉得不是那么痛, 你猜, 我爹回了我一句什么话? 陆石连气都不敢出了, 就这么憋着, 唯恐哪怕他轻轻地一个呼吸, 惹得他不高兴了, 他不肯说出先生的回复, 他走上前, 第三次把毛巾覆盖在他额头上, 然后唇慢慢弯起, 变成一个十分柔和的弧度, 爹说, 我女儿相得中, 我就相得中, 陆石一动不动, 像他的字一样, 山石, 山石是寂静的, 是沉默的, 是冰冷的, 可此刻他的心却是热的, 而且跳得很快, 几乎都要跳出胸腔了, 这一定是个梦吧, 他想, 为什么听上去那样的不真实, 那样的虚无缥缈, 梁九, 他张了张干裂的唇, 刚要说话, 少女如葱一样的手指, 覆盖了上来, 陆石, 我其实, 他一双毛子像火一样灼烧着, 没有吃过苦, 我离了临币, 连头发都不会梳, 唐师兄没有夸大, 这一路我们的骨头, 都快被颠散架了, 可我还让感受得快一点, 再快一点, 我怕来晚了, 让你一个人难过, 你难过的事情那么多了, 我帮不上什么忙, 心想陪陪总是好的, 娘刚走的那会, 我简直要活不下去, 是爹和灵弼一直陪着我, 娘的最后一句话, 是对爹说的, 他说, 这世上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一个望子, 好的, 坏的都要望了, 人才能往前走, 陆石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看得眼睛都酸了, 流下泪来, 二十六年, 他活了二十六年, 到今天才恍然发现, 那女人在他的生命中, 原来冲荡了一个陪伴的角色, 哪怕这个角色, 他扮得不那么称职, 他总还有个可以惦记的人, 所以他走了, 他才会觉得天大地大,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可现在, 唐之卫来了, 千里迢迢地赶来了, 就坐在他的面前, 陆石伸出手, 捏住他落在他唇上的半截手指, 能陪我多久, 他轻声道, 很久, 很久, 你就不怕, 不怕, 他玩耳一笑, 笑得妖气十足, 我又不是崔英英, 养大的, 我不会看错人, 你信吗, 陆石, 我信的, 唐之卫, 陆石忽然想到六年前, 在静安寺, 他趁夜摸到西园门口, 听到他和灵弼, 说话, 心中质问老天爷,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人, 不仅有爹腾, 还有娘爱, 凭什么有人在天上, 有人在阴间, 老天爷, 我错了, 原来我也一直活在天上, 时间, 过去很久很久, 戏台上, 书生终于高中举人, 香, 也只烧得剩下一点, 燕三河低唤一声, 不言, 是, 李不言起身, 朱青, 黄旗随即也跟着他一道走出去, 就在这时, 那一团白烟忽然不安地蠕动起来, 片刻后, 白烟向燕三河飘过来, 缠在他的手臂上, 燕三河抬起另一只手, 很轻很轻地拍拍那团烟, 笑道, 别担心, 你只管安心去, 他会跑着来谢你的, 小裴爷傻傻地看着这一切, 又傻傻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是跑? 因为, 谢之飞接话, 心里思念的人, 是片刻都等不及的, 就算跑着去线, 也恨自己跑得不够快, 燕三河, 他怎么说了我要说的话? 小裴爷, 这小子八成是对谁动了春心, 否则这种话, 他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 包房里忽然刮起一阵狂风, 谢之飞和小裴爷, 只觉得眼睛一痛, 来不及地闭上, 风吹起了燕三河的黑发, 吹落了最后一节香灰, 香灰无声无息地掉在地上的时候, 燕三河脑海里听到疙瘩一声, 紧接着,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声说, 谢谢你, 我去了, 去吧, 唐之卫, 人鬼殊途, 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燕三河深吸口气, 轻声道, 他的棺材合上了, 小裴爷, 这么快, 谢之飞, 那你是不是要晕过去了, 燕三河点点头, 目光看了眼台上的书生, 然后垂下了眼, 静静地等待着昏厥的到来, 一息, 二息, 三息, 戏台上最后一声戏骨子落下, 燕三河发现自己始终清醒着, 真是奇怪, 他抬起头, 发现谢之飞, 小裴爷正一脸担心地看着他, 燕三河学着李不言的样子, 怂怂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同时目光飞快地看向戏台, 这一看, 大惊失色, 他不见了, 谢之飞很快反应过来, 我们也快离开, 燕三河迅速地抄起桌上的两只桂花, 用力扯了一把还在发呆的小裴爷, 快啊, 第396章, 拦截, 更衣尖里, 陆石用帕子擦去脸上的油彩, 脱下戏服, 换上自己的衣裳, 程福瑶耐心地等在边上, 献他一切妥当, 大人, 请跟我来, 好, 穿过一条黑漆漆的小路, 戏楼的喧嚣声渐渐离去, 陆的镜头, 站着陆大, 陆大见到老爷过来, 上前扶住, 陆石推开他的手, 朝身旁的程福瑶抱了抱拳, 十八年, 成班主, 讨扰了, 大人说的什么话, 程福瑶连忙摆手, 没有大人, 就没有唱春元的今天, 陆石缓缓道, 高山流水, 成兄, 我们就此别过, 程福瑶虽然心中早有预感, 却仍忍不住问一句, 以后还会再来吗, 大人, 不会, 那, 我送送大人, 不必送, 到这里便很好, 陆石的话刚落, 陆大眉头一紧, 吏声喝道, 出来, 夜色中, 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 整整六个, 程福瑶震惊了, 你们怎么会, 找到这脸, 自然是千方百计, 燕三河走上前, 在陆石面前站定, 陆大人, 我们又见面了, 陆石脸上没有半点意外, 似乎料定了他们几个, 一定会找来, 找我合适, 来和陆大人说一声, 细骨子落定的那一瞬间, 他的棺材, 也咯大一声盖上了, 陆石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临走前, 他还对我说了一句话, 孝文在燕三河嘴角一旋, 露出一点狡黠, 我想把他那句话, 转告给陆大人, 也想请陆大人, 先说一说陈年往事, 燕姑娘, 我还有事, 如果他的一句话, 分量还不够的话, 添上这个, 燕三河不给陆石拒绝的机会, 从背后拿出两只桂花, 送到他面前, 够吗, 够吗, 陆石慢慢闭上眼睛, 微润的清香扑鼻而来, 这是他再次回到唐家后, 他闺房里常常摆着的花, 他说他喜欢这种, 仿佛是一夜之间就开变了的花, 他哪里是真喜欢, 不过是缠工折柜, 暗示他将来会有个好前景, 为了他的前景, 他还把这花天天插在先生的书房, 弄得先生忍无可忍, 只感叹女大不中流啊, 陆石睁开眼睛, 目光默去看燕三河, 而是落在谢之飞和裴孝身上, 那个大臣谢道之的儿子, 太医世家裴家的长子, 两位拦住我就不怕惹出些什么麻烦, 谢之飞上前恭敬行礼, 既然来了就不怕, 小裴爷对他亲老子都没这么恭敬过, 怕也没用啊, 我这人好奇心特别重, 谜团不解开, 我绝对睡不好, 您可醒醒好吧, 陆石静静地看了他们一会, 转过身, 成员主可有幽静的地方, 让我与年轻人说几句话, 呦,大人请跟我来, 阿大,你去巷子口盯着, 陆大脸色微变, 老爷, 不用担心, 陆石从燕三河手上接过桂花, 往地上移植, 一把老骨头了, 他们总不至于害我, 燕三河朝地上看一眼, 心跳得厉害, 这人总不按常理出牌啊, 陈福瑶说的幽静之地, 竟是一处三面环水的水泻, 里头的摆设极为简单, 就几张桌椅和一个茶台, 谢之飞四下看一眼, 成员主, 可否借你的茶台一用, 陈福瑶看都莫看谢之飞一眼, 只冲路时道, 大人只管说话, 我在外, 投手着, 谢之飞有些尴尬, 头一回觉得自己这张脸, 也没什么大用处, 就在这时, 燕三河轻轻咳嗽了一声, 朱青, 黄旗对视一眼, 走出水泻后, 四下散开, 李不言则拿起红泥小壶, 开始烧水冲茶, 四只茶中倒满热水后, 他随即眼上水泻的门, 引入了黑夜中, 陈石脸上颇有几分意外, 燕三河冲他淡淡一笑, 老大人的身份, 老大人后面要说的话, 我们不得不千倍万倍地小心, 陈石撩起衣衫, 在椅子里坐下来, 燕姑娘, 不是小心就能使得万年船的, 这话乍一听, 平淡无奇, 可细细一品, 燕三河心惊道与色, 谢之飞忙道, 小星总是件好事, 否则连累到老大人, 连累? 陆石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笑簇不及防, 声音又大, 把燕三河他们都吓了一跳, 小裴爷急得直跳脚, 老大人, 您快别笑了, 别把狼给招来啊, 陆石看着裴笑, 狼不是招来的, 狼是闻着味儿, 自个跑来的, 哎哟喂, 我的老大人啊, 您可别打什么雅迷了, 咱们开门见山吧, 小裴爷急得直瞪眼, 说吧, 想听什么陈年往事, 陆石和上眼皮, 一脸的疲惫, 刚刚唱过戏的嗓音, 也染了些沙哑, 听上去有些暮气沉沉, 燕三河千头万绪, 一时尽不知道从哪里问起, 片刻后, 他才问道, 老大人什么时候学的戏, 跟谁学的? 没有跟谁学, 就是自己看, 看得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了, 燕三河, 大人喜欢听戏, 陆石睁开眼, 他喜欢, 回答得直截了当, 燕三河发现, 陆石这人一下子变得痛快起来, 所以,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的心魔是你, 只能是我, 燕三河, 为什么这么笃定? 陆石不打反问, 他是不是临死前脱下了泥袍, 换上了一套水田衣, 还穿了一双在灯光下, 能看到月亮的绣花鞋, 燕三河, 你都说对了, 并且他还擦了胭脂, 都是我陆陆续续送他的, 陆石伸出手, 送他这些我打了很长时间的铁, 老姐都多出很多, 不等燕三河再问, 他又道, 我和戏里的张生一样, 曾经是个穷书生, 燕三河, 戏里张生和崔音音的故事, 就是你和他的故事, 陆石的话回答得很坚定, 不是, 燕三河, 既然不是, 为什么你唱了这样一段戏后, 他的心魔就解了, 陆石目光看向水泄外, 带着几分优越, 燕姑娘可曾去过颜如贤的宅子瞧瞧, 燕三河, 去过, 陆石, 后花园里有座戏楼, 你可曾看过, 第397章, 心疼, 戏楼, 不仅看过, 还在下面坐了很久, 要不是雨大了, 我还想多坐一回, 陆石, 燕姑娘喜欢那脸, 燕三河, 喜欢, 陆石, 为什么喜欢, 燕三河很认真地想了想当时的心境, 那个戏楼告诉我, 他有故事, 是我为他盖的, 每一块木头我都扛过, 他竟然为他盖了一幢戏楼, 燕三河惊心, 我是个一无是处的穷书生, 配不上他, 他不嫌弃, 先生也不嫌弃, 陆石顿了毒, 先生说那个戏楼, 就算是聘礼了, 燕三河与谢之飞对视一眼, 由此看来, 他们并非私定终身, 唐其令是点头同意的, 但他说还不够, 他说, 陆石护得又笑了, 笑得眼角的皱纹堆成一团, 成亲前一天, 我得扮上戏子的模样, 到戏楼上给他唱上一段, 他的想法总是稀奇古怪, 我拿他莫办法, 原来, 这是他们之间的约定, 却因为突然的变故, 没有实现, 很多年后, 他穿着他买的衣裳, 鞋子, 擦着他买的胭脂, 悄然付这个约定, 不想, 因为会如老尼的极度, 多年期盼落了空, 以至于有了心魔, 而他则扮上戏子, 给他唱了这一出戏, 从容付这个约, 戏演完, 他心愿已了, 心魔解开, 棺材合上, 前因后果都说得通了, 燕三河的目光, 再度看向陆石, 戏子, 施下酒流, 而书生, 是这世上最清高自傲的人, 但奇妙得很, 此刻的陆石, 似乎就是从戏里走出来的书生,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大人可以说说你, 和他之间的故事吗? 我和他? 陆石沉默良久, 没什么好说的, 小裴也急了, 怎么没什么好说的呢? 你们怎么遇到的, 怎么开始的, 又是怎么? 裴公子, 陆石出声打断, 有些故事, 何必人人皆知, 就够了, 陪笑无助地看着燕三河, 他说够, 怎么办? 燕三河默了默, 老大人, 我们只想知道,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们这些年, 是怎么过来的? 他脾气不是很好, 我性子不是很好, 他见到我, 脾气就软了, 我见到他, 性子就变好了, 至于这些年, 我们怎么过来的? 陆石炖了毒, 闲的时候就回忆一下, 偶尔也会想一想他, 就这么一年一年的过来了, 他的语气很淡, 但到一丝喜怒哀乐也没有, 好像在说着一件, 鼎鼎稀疏平常的事情, 燕三河的心里, 却沉得要死, 像被压了一块千斤中的大石头, 八年教方司, 十八年水月安, 整整二十六年的岁月, 怎么可能一年一年的, 就这么过来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燕三河神色不变, 老大人不愿意说你和他的事, 那么, 咱们就从唐家被抄开始, 也没什么可说的, 陆石面无表情, 人证物证都有, 是铁案, 翻不了, 燕三河, 既然是铁案, 既然翻布, 那为什么时隔这么些年, 大人还把剑指向严如贤, 指向李星, 指向龙翼上的那位, 严如贤贪赃王法, 伙同李星舞弼春围, 我身为御史, 难道不该弹劾吗? 陆石, 陛下纵容严党, 以至于严党一派霍乱朝政, 我身为御史, 难道不该觐见吗? 燕三河直勾勾地看着他, 所以老大人的意思, 他们与唐家的案子统统无关, 只是陆大人的职责所在, 陆石斩钉截铁, 是, 燕三河轻轻笑了, 老大人怎么能把谎话,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呢? 小培燕, 如果我们不是参与其中, 还真信了呢? 谢之飞, 老大人非要让自己做恶人, 做复兴人, 做无情无义的人吗? 陆石避开三人的目光, 眉头微微皱着, 燕三河起身, 蹲在他面前, 轻声说, 去见唐建西的路上, 都有那条路的结局, 楚颜停走了一条大路, 跟着前太子, 把自己走成了刀下鬼, 唐建西走了一条小路, 活成了隐士, 看似咸云野鹤, 其实每天都在煎熬中, 你呢? 你选了哪条路? 陆石的嘴唇忽然颤抖起来, 抖得很厉害, 他临走前对我说, 谢谢你, 我走了, 我以为这话是对我说的, 可后来一想不对, 他为什么要谢我, 台上演戏给他看的, 又不是我, 燕三河台眸静静地看着他, 陆石回看燕三河, 他的眼神慢慢有了点变化, 比之前更深, 更沉, 我想, 你的苦衷, 他是知道的, 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 老大人, 你走了一条人不人, 鬼不鬼的路啊, 陆石的嘴唇动了动, 好像要说什么, 可最终, 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我第一次谢你, 你让陆大差一点掐死我, 当时把我气的, 我在心里, 骂你做个人吧, 后来我才明白, 你是在为我好, 不想让我牵扯进来, 我细想了想, 你不想把我牵扯进来的原因, 应该是唐家的案子, 燕三河抓起陆石的右手, 扶上掌心中, 一个又一个厚厚的老箭, 你说唐家的案子人证物证都有, 是铁案, 翻不了, 其实不对, 你翻得了, 只是不能翻, 陆石的眼睛骤然蹦出力光, 所以, 你用让皇帝下最挤照的方式, 用这种不为人知的方式, 再替唐家翻案, 对吗? 燕三河说着说着,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眼眶湿润了, 这世上没有人可以做到肩不可破, 哪怕是帝王, 圣人, 那里的某一处也是软的, 二十六年, 这条人不仁, 鬼不鬼的路, 他怎么能走得那么坚定, 不孤独吗? 明知不可畏而未知, 不害怕吗? 老大人, 我心疼你, 他说, 陆石看着燕三河, 眼里孩儿未落得累, 你今年多大, 大人这是第三次, 问我了, 燕三河, 我今年十七岁, 云南府人事, 他十七岁的时候, 可莫你那么聪明, 陆石抽出自己的手, 拍了拍燕三河的手背, 坐吧, 孩子, 燕三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愿意说了? 第三百九十八章, 选择, 因为逆着光, 燕三河的脸大部分隐在暗影里, 就显得眼睛格外的亮, 陆石微微一宁, 我只说能说的, 话刚落, 一只大手握住了燕三河的胳膊, 把他往上轻轻一提, 坐稳的同时, 他迅速把眼眶里的泪水逼进去, 然后扭头冲谢之飞点了点头, 却还是慢了, 眼角的一点水渍一览无余地落进谢之飞的眼里, 这丫头心真软啊, 你说, 他的心魔是一段锣上, 陆石不紧不慢地开口, 唐家被抄, 正好是我高中探花寻接之时, 那时唐家的戏楼上正唱着单刀会, 这么巧, 燕三河缓缓沉下一口气, 他记得谢之飞曾经说过, 状元, 网眼, 探花寻接时会用锣鼓开到, 所以, 他心魔里的那一段锣声, 还不光光是纸细锣, 陆石似乎没有听见燕三河的声音, 自顾自说话, 三甲寻接要走过金水桥, 金水桥附近有个铺子, 是唐家的, 从二楼往下看, 能把寻接的盛况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俩说好的, 他在铺子二楼等我, 往我怀里支一朵花, 算是向我求去, 忘说了, 我是个无根的人, 本来打算终绝后入坠唐家, 我还玩笑说, 万一你没砸中怎么办, 他说不怕的, 他会被上百来躲, 足有一躲能砸中我, 那一年他十九, 已经苦等了我三年, 当他头戴金花乌纱帽, 身穿大红袍, 手捧轻点圣照, 骑在高马上抬头往二楼看时, 却不见他人影, 当时陆石的心里, 就咯噔一下, 后来我问过铺子里的伙计, 伙计说大小姐远远听到罗声, 开心得不得了, 眼色刷得一下白了, 身形摇摇欲坠, 然后被林毕硬生生拖走, 他说得会声会色, 燕三河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出一个画面, 唐之卫心惊胆战地回到家, 发现了锦衣卫已经包围了唐府, 而此刻, 戏楼上的热闹还正在继续, 小罗当当当地敲打着, 浑然不知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所以, 他的心魔其实是两段罗声, 一段是大罗, 是他的心上人被前呼后拥, 在锣鼓声中走上人声的最顶峰, 燕三河一段是小罗, 戏台上的戏刚刚开演, 但属于唐家的那一幕, 要落下了, 陆时点点头, 世人都说戏如人声, 却不知人声比戏难多了, 戏里好歹还有花好月圆, 轻轻一句话, 不知藏了多少心酸, 燕三河, 谢之飞, 裴孝都沉默了, 抄家这种事情, 半年前他们刚刚经历过, 哗啦啦大厦倾倒, 任凭你从前再高再贵再显赫, 到头来也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块肉, 任人欺辱, 宰割, 小裴爷叹了口气, 老大人知道后, 一定心急如焚吧, 何止心急如焚, 错骨扬灰, 也不过如此, 陆时望着水泻外的灯笼, 那是一种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生不如死的滋味, 这种滋味我浅尝过, 小裴爷又叹了口气, 后来呢, 老大人, 后来, 有人找到我, 燕三河心头一动, 他告诉我, 这案子人证物证都在, 是铁案, 翻不了, 他告诉我, 先生在牢里传递他一句话, 山石可担重任, 他还问我, 愿不愿意走另一条路, 还堂加一个清白, 何止燕三河正住, 谢之飞和裴孝也都听傻了, 感情露实的背后, 还藏着一个人, 谢之飞和裴孝扭头看向燕三河, 这人会是谁, 还能是谁, 能在半天之内查探到案件证据, 能把手伸到锦衣卫的牢狱里, 放眼那个时候的天下, 只有一人可以做到, 燕三河心惊胆战地问, 是唐之魏俱乐的那个人吗, 陆石轻轻点了下头, 他永远记得那天暗室里, 很静, 他只听到自己的喘息, 那种喘息声, 就好像是濒临死亡的人, 最后的几声急促的计言惨喘, 梁九, 那人说话了, 我不知道谁在背后翻手未云, 覆手未雨, 但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 我贵为太子, 也有诸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哪怕替他喊一声冤枉, 这一声冤枉的代价, 或许是万劫不复, 陆石看着他, 感觉浑身的衣裳都被冷汗打湿了, 青山若在, 柴火依旧, 我们都要先保住自己, 才能保住他们, 我不逼你, 你好好想想, 天亮之前给我一个答案, 那天的夜很黑,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陆石一个人坐在椅子里, 一动不动, 像一块真正的山石, 他仿佛又回到了陆河县的那个夜里, 一个人蜷缩在被窝里, 浑身冰冷, 期待着有只温柔的手, 摸上他的额头, 把他阎王殿里救上来, 但他心里清楚, 这只手再也不会有了, 陆石弯下腰, 拔脸捂在掌心, 泪水从指缝里滑落, 指都指不住, 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痛哭, 为那个女孩, 为这该死的命运, 天微微亮时, 陆石走出那间暗房, 一眼就看到了太子站在树下, 陆石走上前, 与他对望, 一夜之间, 他的脸色似乎衰败了很多, 眼里都是一条条的血丝,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别让他受太多的罪, 陆石眼眶有些泛红, 他那样骄傲的一个人, 折辱不起, 太子缓缓闭上了眼睛, 声音有点颤抖, 陆石,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才三岁, 十六年, 我是一点一点看着他长大的, 他喊我哥哥, 他靠我眉头总皱着, 叫我不要皱眉, 说那样老得快, 陆石不想再听下去,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说了三个字, 我愿意, 太子, 竟然是先太子, 燕三和三人面面相去, 过往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此刻一通百通了, 为什么陆石不在那张血书上签字, 拒绝为唐其令平反, 因为他提前知道了, 这些雕虫小技, 对案子根本没有用, 为什么他在唐其令一事中, 毫发无损, 还能到御史台做小官, 因为有太子暗中帮忙, 为什么他常年不在京城, 因为他要让所有人淡忘他和唐家的关系, 为以后唐家平反一步一步做铺垫, 为什么拒绝楚延廷的提议, 不做唐之卫花魁之夜的入世之兵, 因为他要扮演一个忘恩负义的复兴汉角色, 让世间所有人看到他无情无义的一面, 这件事, 唐之卫知道吗, 燕三和问, 第399章, 直称, 在教方寺的八年, 他不知道,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燕三和垂下目光, 他知道后, 能让他有动力活下去啊, 你错了, 孩子, 陆氏眼底结出一层霜, 如果让他知道, 他活不下去的, 要么一头撞死, 要么一根绳子吊死, 再或者在夜里吞块金子, 燕三和瞠目结舌, 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是他不想连累你吗, 我记得祭府的九姑娘, 在牢里自尽了, 燕三和淡淡看了裴笑一眼, 是, 他为什么活不下去, 陆氏冷笑, 只是因为他被男人轻薄了一下, 听旁人说了几句风凉话, 被自家亲娘骂了几句吗, 小陪爷眼皮一跳, 那是因为什么, 陆氏一字一句, 没有爱, 没有恨, 没有希望, 没有牵挂, 还要忍受侮辱, 不如去死, 燕三和听出这话里的深意, 你的意思是, 他恨你, 所以支撑到了八年后, 燕姑娘, 如果你原来是青云顶端的人, 手一伸, 什么都能触碰到, 最后落进了教方司, 以门卖笑, 陆氏肃目地看着他, 你能活吗, 我, 燕三和, 为着深仇大恨, 或许我能咬牙活下去, 能活几年呢, 陆氏平静道,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燕三和被这一连串的数字给惊到, 一下子明白过来, 他是个没有记忆的人, 他的记忆是在每一次花念解魔后, 靠着一个一个的梦才能找到, 他期盼着每一个心魔的到来, 他破解他们, 替一个又一个的死人合上棺材, 心魔给了他生的希望, 找到自己的根给了他生的希望, 查出那把大火给了他生的希望, 如果没有这些, 他不可能一年一年的坚持下去, 而支撑一个丛青云, 顶端, 最后沦落为妓女的人活下去, 仅凭着前太子尚未那一点希望是不够的, 他能撑过一年, 两年, 绝撑不到八年, 还得加上心上人的背弃, 入时, 一个穷书生, 靠着唐家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和他花钱月下, 为他亲手搭一座戏台, 许下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的誓言, 到头来不仅不救他, 不救唐家, 而是像缩头乌龟一样, 远远避开了, 没有直言片语, 坏了谁, 谁会甘心, 谁能不恨, 于是, 燕三河回答陆时刚刚的问题, 唐家的案子, 是死不瞑目的不甘, 大人的背弃, 是刻骨铭心的恨, 再加上太子是储君这一点希望, 这三样东西, 才能支撑唐之魏在教方司那种地方, 气颜残喘地活下去, 陆时目光幽深不见底, 孩子, 你真的很聪明, 燕三河被夸了, 也没有多少开心, 因为燕行的原因, 他总觉得男女之间的那点情爱, 充满了算计和利用, 都是各有所需, 各有所图, 却不曾想, 这世间还有一个路实, 那么,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的用心良苦, 是到了水月安吗? 如果我猜, 他在教方司的第六年就知道了, 你们信吗? 小培也等不及地问一声,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成亲, 燕三河, 别人只知道他不成亲, 是因为命根子坏了, 只有唐之魏知道, 他的命根子没有坏, 小培也脸色一红, 啊, 他们还未成亲, 就已经, 陪明听, 燕三河觉得, 这小子多说一个字, 都是对老大人的侮辱, 要是他的命根子是坏的, 他先生能放心让他入赘吗? 小培也偷瞄了陆时一眼, 乖乖闭上了嘴巴, 无论这个世道怎么变, 男人下半身惦记得那点破事, 总不会变的, 六年过后, 陆时三十五, 无妻无子, 仍是赤条条一个人, 以唐之魏的聪明, 一定能琢磨出些什么来, 而那个时候, 他已经不想死了, 教方寺的外面, 有一个人在苦等他, 他若死了, 那个人怎么办? 人一旦生出了牵挂, 也是死不了的, 这时, 燕三河又问, 老大人, 你不在京城的那几年, 除了做浴室外, 是不是还在暗中调查 唐其令的案子? 陆时坦称, 是, 燕三河, 调查到了什么? 陆时回了两个字, 很多, 燕三河, 能具体说说吗? 陆时, 具体的, 你们没有必要知道, 燕三河, 陆大人又想保护我们? 陆时, 是, 见他不肯说, 燕三河只能这样问, 所以, 言如贤, 李星, 都是当年陷害唐其令的人, 陆时, 关于这件事, 我只能回你们一句, 李星是言如贤的狗, 他当年借助在唐家后院, 因为诬陷我, 被大小姐赶出了唐家, 燕三河飞快地偏过脸, 去看谢之飞, 谢之飞眼皮无端地跳了一下, 然后冲燕三河, 微微点了一下头, 李星是言如贤的狗, 言如贤是谁的狗? 不用再问下去,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老大人, 燕三河心里却还有疑问, 我不问言如贤, 不问李星, 也不问他们背后的人, 我只问唐家内宅里面, 谁是内贼? 陆时目光一冷, 你如何知道唐家有内贼? 那人说是证据确凿, 是铁案, 那就意味着, 试题的确是从唐其令的手里泄露的, 燕三河冷笑, 没有内贼, 试题怎么会泄露? 这是必须得理应外合合, 陆时突然反问, 你猜猜, 燕三河摇头, 猜不出来, 关于唐家, 我只知道唐其令妇女, 你们三师兄, 还有一个灵弼, 陆时冷哼一声, 就在这些人里面, 小裴爷大惊失色, 什么? 谢之飞惊呼, 怎么可能? 燕三河心里咯噔一下, 是, 是灵弼吗? 陆时冷冷地看着燕三河, 你为什么觉得是他? 不知道, 燕三河正愣了片刻, 总觉得他的死不太对, 陆时突然站起来, 走到燕三河身边, 大掌按住他的肩, 哪里不太对? 燕三河能察觉到他的手在颤抖, 心想, 我会不会是猜对了? 唐建西说, 他为了照顾唐之位, 都没有立马和楚延廷澄清, 他这般护着唐之位, 总觉得不应该轻易寻死, 更何况, 他将来也是要去教方司的, 结局也是被人糟蹋, 有什么区别? 事情如果落在他和李不延身上, 谁都不可能扔下谁, 哪怕只剩下一口气, 第四百章, 余生, 真聪明, 真聪明啊! 陆时用力拍了几下燕三河的肩膀, 燕三河抬头看着他, 我猜对了, 谢之飞和裴笑纷纷抬头, 两人感觉自己的血, 都要被吓冷了, 灵弼, 这, 这他娘的, 怎么可能? 陆时看着这三张年轻的脸, 慢慢走到窗户边, 黑色的云压着天际, 他感觉到自己的膝盖隐隐的疼, 这就要变天了, 刚开始的两年, 我一筹莫展, 我在唐家住了七年, 唐家的每一个人, 我都熟悉, 尸体一定是从先生书房流出来的, 而能进书房的人, 十个手只能数过来,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动机, 直到有一天, 我得罪了人, 被追杀, 我和阿大两个人逃命, 你们谁都没有放弃谁, 哪怕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哪怕就剩下一口气, 那一个瞬间, 你突然想到了灵弊, 燕三河看着陆石萧组的背影, 大人, 我猜的对吗, 一个字都没有错, 那个瞬间, 好像有道闪电批中了他, 将他混沌脑子, 批出一片白光, 一个念头, 忽然从心底升起, 然后就一通百通了, 他是一枚被人处心积虑埋在唐家的暗棋, 他的自尽, 不是因为受辱, 而是因为愧疚, 大小姐对他掏, 心掏肺, 把他当亲人, 什么话都和他说, 陆石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始终平静, 但带给燕三河三人的冲击, 无异于惊涛骇浪, 灵弊是唐母亲手调教, 留给女儿用的, 这人从小就在唐家生活, 与唐之魏情同姐妹, 由此可见, 不期的人在很多年前, 就有了要动唐其令的念头, 而动唐其令, 就是冲着前太子去的, 再换句话说, 如今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 很多年前就起了夺嫡之心, 一直在暗中徐徐徒之, 多么可怕, 他娘的太可怕了, 燕三河颤着声问, 查到灵弊以后呢, 老大人是怎么做的, 没有真正查到, 只是怀疑, 并且把怀疑传信给了前太子, 陆时缓缓转身, 前太子让人去查, 却什么也没有查到, 燕三河一听就知道问题的关键, 查不到的原因, 是所有的线索都被人为抹去了, 抹得干干净净, 但我相信我的直觉不会错, 就是他, 陆时又沉默了片刻, 淡淡道, 与此同时, 我还生出另一个直觉, 那个位置前太子坐不上去, 就算坐上去了, 也坐不稳, 哪怕这个直觉, 早就已经变成了现实, 燕三河的心跳, 还是不由自主地变快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在我心中, 唐之卫无疑是聪明过人的, 但和燕姑娘拟一比, 他还差了一些, 陆时无奈地摇了摇头, 燕姑娘, 人是怕比较的, 非前太子心辞手软, 非他谋略不深, 实在是当今陛下的野心之大, 手段之狠, 布局之深, 放眼天下, 无一人能挤, 燕三河对朝政知道的不多, 这话听完, 没有谢之妃和裴孝感触的深, 并且这两人的脑子里, 同时想到了另一个人, 汉王, 不得不说, 有其父, 必有其子, 汉王有野心, 手段狠, 与当今陛下如出一辙, 事情会在轮回吗? 谢之妃和裴孝, 生生打了个寒战, 你提醒过前太子吗? 燕三河问, 陆时呼地笑了, 这孩子也并非世事聪明, 于朝政一世上, 就显得很稚嫩, 这是何须我提醒, 他那个位置的人, 只怕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 竖着一只耳朵, 我只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一件事, 我知道, 燕三河, 想办法把唐之味从教方司熟出来, 陆时脸上露出一点欣慰的笑, 他做到了, 李三是他安排的, 燕三河心酸, 真漫长啊, 用了八年的时间, 他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的, 陆时眼神渐渐暗淡, 仲天人有仲天人的男, 当官有当官的男, 他那个身份地位的人, 想着荣华富贵, 走的是刀山火海, 他比谁都难, 说到这里, 陆时忽然看了谢之飞和裴笑眼, 谢之飞和裴笑愣了愣, 随即反应过来, 是了, 现太子如今的处境, 也难, 这时, 燕三河又问, 水月安是谁的主意, 陆时垂下谋, 他的主意, 为什么, 燕三河看着面前这个老人, 忽然生出一股无力感, 为什么, 你们不远走高飞, 寻一处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哪怕是深山老龄, 哪怕是边陲小镇, 共度余生呢, 陆时转过身, 备手而立, 看着夜色良久才到, 燕姑娘可有喜欢的人, 这话, 让整个水泻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燕三河能察觉到身旁两道目光, 都落在他身上, 他默去看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低头沉默着, 如果燕姑娘有喜欢的人, 就会明白, 从前的戏, 从前的人, 都是从前, 带不到今天, 也走不到明天, 陆时的脊背, 似乎往下弯一些, 锦衣玉石的大小剑, 试水是教方司是娼妓, 唐之卫可以肆无忌惮地喊我一声陆时, 试水则要小心翼翼地喊一声陆大人, 他再度转过身, 慢慢走到椅子上坐下, 苍白的脸色中泛着一点青涩, 我可以带他到深山老龄, 到边陲小镇, 但他用什么身份, 与我共度余生, 什么样的身份, 能让他安心与我共度余生吗, 早就物是人非了, 燕三河只觉得心头无比的苦涩, 原来这世上有一种感情, 是一定要离开的, 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而是因为和你在一起, 我的状态不好, 我脆弱, 焦躁, 不安, 内疚, 羞愧, 怀疑, 埋怨, 痛恨, 忍耐, 当这些情绪我无法改变时, 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陆石没有血色地唇颤了几下, 又道, 为什么那一段罗生, 是他的心魔, 因为从那天开始, 他其实就知道, 今生今世, 花好月圆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他闭上眼睛, 他都知道的, 多么通透的一个人啊, 燕三河想着那一笔兽精体, 忽然对唐之卫生了敬佩之心, 这世间的女子大多柔弱, 依附于男人生活, 男人是他们的天, 为了这个天, 他们大部分的人小心事后, 想办法讨好, 绞尽脑汁地算计, 唐之卫不一样, 他走出教坊司时, 太子还是储君, 就算不与陆石共度余生, 他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 但他却选择了水月庵, 隐姓埋名避开了这污浊的尘世, 心灰意冷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他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 将那八年崩溃的生活掩埋, 不向别人多吐露一个字, 不向任何一个人摇尾起怜, 第401章, 预感, 燕三河深深地看着陆石, 那么你呢? 我? 你就任由他清灯古佛吗? 他的选择, 就是我的选择, 不是因为嫌弃吗? 陆石轻轻笑了, 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积起来, 我和他朝夕相处七年, 如今在我脑海里浮现的, 永远是他在一天夜里, 被绊了一跤, 愤愤不平地爬起来, 头一抬露出一张委屈的, 脸, 那天他躲在马丘后面, 看着那样一个漂亮的女孩, 一瞬间还以为是月亮成了惊, 燕三河的眼泪, 在这一瞬间毫无预兆地滑下来, 等他自己发现的时候, 一方紧怕塞了过来, 抬头是一双黑尘的眼睛, 擦擦, 谢之飞把紧怕塞到燕三河手里, 然后冲露石抱歉地笑了笑, 老大人, 这丫头什么都好, 就是心太软, 你才心软呢, 燕三河一边湿泪, 一边冲谢之飞瞪眼睛,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 这么些年呢, 老大人, 你看他, 谢之飞被瞪得一脸无奈, 孩子, 别哭, 露石目光在两人脸上一一扫过, 浮出一丝微笑, 不光是我和他之间的问题, 到了后来,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 燕三河吸了吸鼻子, 我知道, 先太子拜了, 拜得突如其来, 毫无一点征兆, 露石面色慢慢沉重起来, 当时我不在京城, 等我知道的时候, 天度已经变了, 没有连累到你, 暗棋就是暗棋, 不到死的那一刻, 不会有人知道, 你这枚棋子是谁不下的, 露石, 也多亏了他, 把我埋得严严实实, 后来呢, 我继续做我的御史, 他继续当他的尼姑, 露石停了下, 惨淡吃笑, 只是从此, 死生再无相见之, 这话, 说的燕三河心里又是一杯, 坐上皇位的人厉害至此, 锦衣卫又无孔不入, 一个前太子太师女儿最后的归宿, 怎么打听不到, 留他一命, 不过是, 看在他是个孤女, 又顿入空门, 再掀不起半丝风浪了, 而露石想要为唐家翻案, 就必须做一个名锤轻使的御史, 做一个孤仲, 他忽然想起慧如的一句话, 一道安门, 隔着陈氏与佛门, 不对, 一道安门, 隔着身部有几的两个人, 门里, 是伤心人, 门外, 亦是伤心人, 谢之飞扫一眼燕三河的侧脸, 插话道, 老大人, 陛下他, 信你, 信, 露石脸上露出一抹忧生的表情, 那个位置上的人, 谁也不会信的, 我不过是, 替他扳倒了两个人, 谢之飞, 一个是豫王, 一个是户部尚书蔡靖童, 豫王被地理, 称他是窃国贼, 他早有想杀之心, 却忌惮悠悠之口, 国库空虚, 蔡靖同事投肥猪, 他需要一把刀替他杀住, 陛下举起茶钟, 慢慢抿了一口, 世人都道我陛下刚正不恶, 谁又知我既有本心, 又藏私心, 关海臣妇, 想要走得更高更远, 就要让自己变成别人手中的一把刀, 一把最锋利的刀, 说到这里, 他呼得看向裴孝, 裴公子, 你舅舅纪灵川为什么要倒? 裴孝被他问得心头一颤, 不是因为贪腐吗? 陆石摇摇头, 农夫挑担, 这头重了, 那头就会翘起来, 那头重了, 这头就会翘起来, 想要挑得省势省力, 两边的东西就得一样重。 你的意思是, 裴孝咬了下唇, 我们这头重了? 陆石, 重了, 裴孝, 哪里重了? 陆石, 在别人的心里重了, 在农夫的心里就得轻下去, 裴孝哑口无言, 我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不是靠把自己活成一个孤仲, 不是靠刚正不恶, 一身正气, 是每天在琢磨那人在想什么, 他希望下一个倒下的人会是谁? 陆石用一种极其不懈的语气道, 我先生为什么死? 他一生教书欲人, 总对我们说谦谦君子, 如镯如魔, 结果他这一生告诉我, 这样的人在这个世道, 是活不长久的。 仙太子为什么败? 因为他把人性想得太好, 对自己不够狠, 对别人更不够狠。 小时候, 陆府四少爷害我掉粮上三天三夜, 差一点点死了, 几年后, 我断了他的前程, 让他这辈子只能做一个无用的书生。 陆石的眼睛里透出一抹凶光, 像一条要吃人的狼仔子, 仿佛刚刚那个对燕三河说孩子, 别哭的老人, 只是一个幻影。 陪孝几乎想朝陆石跪下了, 他探出脑袋, 看向谢之飞。 兄弟, 现在把他拉拢给太孙, 还来得及吗? 这样一个狠人, 绝不能留给汉王啊。 谢之飞没有接到陪孝眼中的信息, 他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但燕三河早一步替他问出了口, 净尘的死, 老大人是如何知道的? 陆石表示不太理解,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净尘死后, 可见他的死, 你是一清二楚的。 燕三河, 你在水月安放了人? 是像你一样的暗棋? 陆石摇了摇头, 孩子, 人老了是有预感的。 那天夜里, 他像往常一样入睡, 却怎么样也睡不着。 很多过往的回忆一点一点浮进脑海, 既像是在做梦, 又像这一声重走了一遍。 半梦半醒间, 忽然他整个人往下猛烈一坠, 然后心口就慌起来, 他爬起来给自己倒了一盅茶, 好好的茶中巴的一声裂开了。 那一瞬间, 他知道, 他走了, 没有一点点难过, 只是替他开心, 开心他此生终于得到解脱。 一日, 阿大像平常一样进来, 替他熏爱, 他一像平常一样, 到院子里练了一会功。 用爸早饭, 他对阿大说, 阿大, 咱们要开始了。 阿大愣了很久, 然后点头道, 老爷说开始, 那便开始吧, 我不会在水月安放暗棋的。 陆时看着燕三河, 笑了, 放了暗棋, 他的一举一动, 一喜一怒会让我变得焦躁脆弱, 我不会允许自己变成这样的人。 燕三河一眨不眨地回看着他, 发现自己想错了, 他是伤心人, 亦是拿刀人, 手中的刀替别人杀人, 也图谋着自己的。 图谋, 十八年的折服等待, 只为最后拔刀的一刻。 第四百零二章, 不悔。 片刻的离神后, 燕三河又拉回了思绪。 大人以言如嫌淫乱后宫为理由, 拉开了这最后一幕, 陆时的嘴角弯起来。 没有这个噱头, 怎么会引得他的愤怒? 没有他的愤怒, 谁又敢彻查严氏一档, 很多事情都要一个影线。 燕三河不由暗中叫了一声吼, 这世上的男人, 不管是帝王将相, 还是泛夫走卒, 都怕自己的脑袋上有顶绿帽子。 这一招叫先生夺人。 接着, 大人先抛出言如嫌贪腐, 而且证据确凿。 陆时, 言贼贪腐, 其实无需证据, 抄一抄他的家, 就什么都知道了。 燕三河, 然后, 大人抛出言如嫌与李星春为舞弊, 将事情再一步闹大。 陆时, 这也是以奇人之身, 还是奇人之道。 所不同的是, 当年他们是社局诬陷我先生, 今日却是证据确凿。 燕三河, 却是为逼死言如嫌。 陆时冷笑, 以他的罪名, 五马分尸都不为过, 一个自尽, 算是便宜他了。 燕三河, 报尸呢? 又是为何? 陆时再度冷笑, 他将唐府拒位己有, 这一个理由够不够? 燕三河想着那一座废弃的戏台, 心口一击, 足够。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 灵璧之所以做案棋, 是因为他有个妹子在他手里, 这一筹为灵璧而报。 原来如此, 燕三河恍然大悟。 话到这里, 燕三河几乎已经将唐七令的案子, 还原了七七八八。 灵璧偷出唐七令的手稿, 交给严如贤的人, 严如贤伙同理心, 把手稿泄露给考生。 手稿是物证, 考生是人证, 字迹是铁证, 唐七令就是常识张嘴, 也难替自己辩解。 燕三河, 严如贤一死, 靖军在他房里, 查出他私扣下的奏章, 引出江南睡阴一案, 大人是如何知道, 严如贤的房里有扣下的奏章。 陆时, 我只当他都烧了, 莫想到他还留着。 依我看, 他单单留着这几本, 是想拿捏李星父子三人。 谢之飞插话, 有时候, 做主人的也得防着狗鸡跳墙。 陆时看了谢之飞一眼, 继而看向无边的夜色, 淡淡道, 无需想那么多, 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把他想成因果报应也不错。 谢之飞不知道怎么接话, 拿目光瞄了燕三河一眼, 燕三河又分析道, 春围关于天下学子, 睡婴关于江山社稷, 这两件都是天大的事, 大人由此逼皇帝下最几招。 陆时, 半个字不错。 燕三河, 大人还藏着后招吗? 孩子。 陆时, 你太看得起我了, 能逼他下最几招, 已是我谋算的全部。 如此一来, 我也算卸下身上的重担, 可以闭眼了。 他声音带着一种心如死灰般的平静, 燕三河在他身上, 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无数年。 其实那些证据, 你早就预备下了, 迟迟不动, 就是想等他离开。 陆时淡淡恩了一声, 有些事情是不能冒险的, 水月庵不过是个僻静的尼姑庵, 其实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燕三河心头一颤, 难过地问道, 你比他大整整十岁, 哪来的信心能等到他先离开? 万一是你先离开呢? 又该怎么办? 陆时无声打量燕三河, 他忽然想到第一次献他时, 他打扮成药童, 眼神犀利不服输, 话里话外都是逼迫, 这回却无端地对他露出些同情, 谢三爷说得没有错, 还是心太软了。 孩子, 人活的是一口气, 他面色沉静, 我只要想一想, 他没有死, 我怎么敢死在他前面, 这口气就源源不断地来了。 燕三河莫游来地问, 那现在呢, 这口气还在吗? 陆时笑笑, 我总不能让他在奈何桥边等我太久, 他这一声, 总是在等我。 燕三河听着, 又想哭了, 他这是怎么了? 他替死人画念解磨, 心早在一次又一次的解磨中, 变得越来越坚硬。 为什么这个心魔解到最后, 他会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 还有什么可问的? 陆时问, 有。 燕三河哽咽道, 灵弼的事情, 楚言廷知道吗? 陆时, 实话说, 太子有没有告诉他, 我不知道。 那么他呢, 他知道吗? 陆时摇头, 我不会让他知道的。 是怕他伤心吗? 是怕我伤心? 陆时笑了笑, 他说过的, 要陪我很久, 很久。 燕三河强忍半天的泪, 又滑得一下流下来。 灵弼是唐之卫最好的伙伴, 他的背叛, 对唐之卫来说, 何止是伤心, 简直就是致命一击。 唐之卫知道后, 是活不下去的。 燕三河拿帕子, 胡乱擦了下眼泪。 一月一次去唱春园听西香记, 是怎么回事? 唱春园的前身是庆余般, 陈福瑶从前给大小姐唱过戏, 大小姐夸他的戏, 唱得最有味道。 陈福瑶后来出了点事, 我伸手帮衬了一下, 便有了现在的唱春园。 陈石, 他小时候不爱听戏, 都是被姓唐的那小子带的。 我想着, 他在尼古埃里听不着戏, 我就替他去听听。 说到这儿, 他露出像孩子一样, 有些羞涩的笑容。 别的戏我也听不懂, 答应给他办一次书生, 就只能听西香记。 听得时间长了, 陈福瑶再点拨几下, 我这一窍不通的人, 也便学会了。 听听就学会了吗? 未必吧。 台下十年功, 台上一分钟, 系里书生举手投足间都是未斗, 这没有十年的苦练, 又如何学得像? 燕三河没有戳穿他故意的轻描淡写,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陆石, 这些年, 你后悔过吗? 陆石沉默了一会, 站。 起来, 打开水泻的门。 夜风吹进来, 空气里飘着一丝轻烈的菊花味, 他忽然想起他十六岁生辰那天, 在戏台前, 他胸口气得一起一伏。 我师兄是正正经经的读书人, 你们不要乱说。 哎呀, 大小姐, 我们难不成还冤枉了他不成? 冤枉了, 一个是冤枉, 两个呢? 也冤枉了。 大小姐, 你不能这样不讲道理, 我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他忽然一插腰, 气急败坏, 我在我自己的家, 凭什么要跟你们讲道理? 他又想到在堂府的后院。 灵弼? 小姐, 这地儿烟砸得很, 住不得了, 你帮我师兄整理一下东西, 送到前院去。 是, 女孩走到陆石的身旁, 伸手扯了扯陆石的衣角, 师兄, 余下的人怎么处理? 你给句话, 我听你的。 就算了吧? 听到没有, 我师兄说算了, 记着他的吼, 否则, 你们也得跟李星一样。 女孩拽着他的衣袖, 师兄, 我们走。 陆石轻轻地笑了, 你们知道我先生给他起这个名字, 有什么用意吗? 谢之飞和裴孝面面相去, 燕三河私损了片刻, 是桑之未落, 其夜沃落的意思吗? 不是, 陆石苍老的脸上露出一点温柔, 糖之味, 味之甜, 我的女孩命好着力, 我又怎么会后悔? 陆石在心里对自己说, 第403章, 皇宫, 陆石转身看着围过来的三个年轻人, 目光最后落在燕三河的面容上。 孩子, 你今年十七, 怎么又问这个问题? 这都第四遍了, 燕三河默然点头, 云南府人? 是, 陆石退后半步, 冲燕三河做一衣, 经得燕三河忙海里, 老大人, 万万使不得, 多谢你。 陆石看着他心亮的眼睛, 想说点什么, 忽然余光看见陆大和程富瑶急匆匆地走过来。 老爷, 锦衣卫找来了。 陆石脸色平静, 你们三人等, 锦衣卫走了再离开, 今夜听到的, 看到的, 只当是做了一场梦。 燕三河, 大人你呢? 我自然是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三位, 告辞。 陆石暮色沉沉地看了燕三河一眼, 转身离去。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的原因, 燕三河总觉得他这一眼里, 有许多没有说尽的话, 其实他也有许多话, 没有问尽, 他会给自己下罪几招吗? 会怎么处置你呢? 后面, 你打算怎么办? 正想着, 忽在眼前一片黑暗, 来不及喊出一个字, 燕三河一头栽了下去。 谢之飞余光看着身侧的人倒下, 立刻伸手把人抱住, 速度之快, 让一旁已经伸出手的裴笑, 很是懊恼了一下。 娘的, 我怎么总是慢半拍呢? 恰这时, 李不言, 朱青, 黄齐三人也从各个地方赶回来。 谢之飞看着李不言, 他晕过去了, 你和黄齐先带他回府。 黄齐, 那我家爷呢? 谢之飞把燕三河放在李不言背上, 我和你家爷继续把戏看下去。 朱青, 你暗中跟着大人。 是。 谢之飞冲成扶摇一汉手, 劳成班竹领他们去后门。 成扶摇, 你们认得回戏楼的路? 谢之飞, 认得? 那就跟我来。 六人, 分三路, 飞快地离开。 到拐角处, 谢之飞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水泻。 起封了, 茫茫大叶, 挂在水泻外头的两盏灯笼, 被吹得七零八落。 别看了, 快走。 裴孝扯了他一把。 谢之飞顺势一把勾住裴孝的颈驳, 老大人的话, 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 就当做一场梦。 谢之飞松开手, 像是自己, 再劝自己。 对, 回去睡一觉, 什么都忘了。 回到戏楼, 戏台上热闹依旧, 唱的是临冲夜奔, 五声的唱腔很是吭腔有力, 两人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锦衣卫找来了, 显然是在找老大人。 那老大人是怎么满天过海来唱春元的? 正心繁衣乱着, 城府摇进来, 冲二人抱了抱拳, 三爷, 小裴爷, 这戏听得如何? 谢之飞翘起二郎腿, 笑眯眯道, 我头一回听这戏, 成班主, 临冲夜奔, 被人追上了吗? 便是追上, 也有人接应, 三爷只管安心往下听戏。 谢之飞悟得出这话里的意思, 李不言三人不仅顺利从后门离开, 城府摇还安排了马车接应, 心的一半落了下去, 另一半还掉在嗓子眼。 好在不久竹青回来, 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 用手沾了点茶水, 写了两个字, 皇宫。 皇宫? 谢之飞和裴孝的心落下去, 瞬间又掉起来。 锦衣为此刻把老大人带去皇宫, 必定是那位的主意, 这是打算做什么? 秋后算账吗? 谢之飞心魂不定地站起来, 我们也走。 你拉我一把, 我腿软, 起不来了。 小陪爷这一晚上受的惊吓, 比在周野宅子里受的惊吓只多不少, 不仅腿软, 心还怦怦直跳。 谢之飞一把将他拉起, 走出唱春园, 夜风中已经加了些萌萌细语, 淋在脸上, 说不出的冷。 谢之飞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老大人是怎么进到唱春园的? 朱青低声道, 陆府今日请了戏班, 他扮成戏子跟着戏班, 从陆府走出来的。 怪不得锦衣卫会找来。 谢之飞眼角跳了跳, 明廷, 宫里, 这会还在做法事吧。 裴孝摸了摸身上的腰牌, 一咬牙, 朱青, 送我进宫。 谢之飞赶紧叮嘱, 别冒险。 废话, 还用得着你交代, 小爷我怕死得很啊。 裴孝走到马车前, 手掀起帘子的同时, 头一扭。 你快回去看看, 我娘子有没有事。 他晚点再看。 谢之。 飞青声道, 这么冷的天, 我得先回家一趟, 陪我爹喝几重小酒。 喝酒是假, 打探消息是真。 裴孝心说, 这小子手脚快, 脑子转得也快。 夜色已深, 雨终于稀稀利利地下了起来, 整个皇宫笼罩在一片潮湿中。 小内侍很是和气, 陆大人, 请随小的来。 陆时理了李身上的便服, 把头发拢得一丝不乱, 才接过小内侍递来的伞, 走进雨中。 小内侍现他腰背挺得笔直, 脚步迈得颇有几分气势, 心里不由一阵感叹。 深更半夜被赵进宫, 还能气定神闲的人, 论朝中上下, 怕也只有一个老御史了。 上到最后一级台阶, 陆时收了伞, 胆胆身上粘的雨丝, 抬腿跨进了御书房。 皇帝歪坐在榻上, 手里拿着一卷书, 线人进来, 纹丝不动。 陆时上前跪拜行礼, 皇帝放下书, 看了眼他身上的衣裳, 淡淡笑道, 老大人这是从何处来? 回陛下, 从唱吹缘来。 陆时仍跪在地上, 双手称帝, 今夜登台唱了一场戏, 乐了多年的心愿。 哦, 唱的是什么? 西香记? 皇帝并没有很诧异, 朕记得西香记演的是 千金小姐与穷书生的故事。 正是, 老大人办的是…… 书生? 那千金小姐是…… 陆时缓缓直起身, 是臣卫过门的未婚妻, 唐家大小姐。 爸! 茶中阴声而碎, 皇帝的脸上一片怒容。 暖阁里死记般的沉默, 持续了很久。 聪明人过招, 话不用说透, 却早就心智肚明。 这很久的时间, 皇帝喘了好几口气, 压下了已经到极点的怒意, 冷笑道, 老大人原来莫忘啊。 陆时一字一句, 回陛下, 有些事不敢忘, 不能忘, 也舍不得忘。 皇帝的面色沙纳间煞白, 眼底有锋利的杀意。 陆时, 你好大的胆! 陛下! 陆时身子缓缓扶了下去, 臣, 死罪! 皇帝只觉胸口一痛, 指着陆时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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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这就成全你! 第404章, 接我! 陆时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帝王, 嘴角慢慢扬起。 臣, 谢陛下安! 声音里没有惧怕, 反带着些欣喜, 好像成全两个字, 是他等了许久, 判了许久的。 皇帝后背起了一层薄薄的冷汗, 瞬间冷静下来。 朕忘了, 你是拨乱反正, 替天下苍生发生的大御史, 是两袖清风, 取高贺寡的大清官。 朕若杀了你, 便背上了杀清官的罪名, 他日公笔史书, 朕变成了昏君。 而你陆大人, 则名垂青史。 陆时扶跪在地上, 一言不发, 弯曲的身子, 没了那层威武的官袍做遮掩, 瞧上去, 经历过无数的风波, 打过无数的仗, 遇到过无数的敌人, 对手, 还没有一个人将他逼迫至此。 这人把他逼进了一个狭窄的缝隙中, 无路可进, 无路可退, 甚至连拔刀也不能。 皇帝颓然坐下, 陆时啊陆时, 振留你不得, 杀你不能。 你好深的算计, 陆时依旧沉默。 皇帝看他这样, 反倒想笑了。 你是替他来报仇的吧? 他是前太子, 陆时这时才只起身, 非他, 只为唐家。 皇帝冷笑, 这有什么区别吗? 哟! 陆时淡淡一笑, 唐家给我恩惠, 受人一恩, 永全相报。 那朕呢? 皇帝质问, 当年你那个身份, 很多人都劝朕罢了你, 朕不仅没有罢, 还扶你一步一步上位, 朕难道就没有给你恩惠? 陆时, 陛下扶我上位的同时, 我在为陛下披荆斩棘, 这不是恩惠, 这是你请我愿, 是君臣之间的默契。 好一个君臣默契, 皇帝冷笑连连, 唐家是一定要拜的, 唐麒麟是一定要死的, 那人的性子, 根本坐不稳这江山。 唐麒麟是他的先生, 更是他最重要的幕后军师, 左臂右膀。 他不是死在我手上, 也要死在别人手上。 陛下说的没有错, 陆时眼底, 有嘲讽的笑, 唐麒麟该死, 但不该那样死, 唐家必败, 但不应那样败。 将军百战死, 唯有一样死不得, 被诬陷降敌, 如此死, 死不瞑目。 皇帝冷笑一声, 所以你这么些年, 把自己活成一个孤仲, 只为今天? 并不是。 陆时平静道, 这世上, 有好人, 有恶人, 有奸臣, 有忠臣, 有清官, 有贪官, 直如闲, 死到边, 去如沟, 反封侯。 钟魁一声, 行光明大道, 封天下厉鬼。 我这一声, 陆时停顿了一下。 先生曾说过, 我的性子, 是做御史的一把好料子, 这么些年, 我有私心, 亦有本心, 我除了想为唐家讨一个宫允外, 还想努力不辜负先生的话。 陆时, 这世上何来宫允二字? 皇帝身子往前凑了凑, 直直看着陆时的一双眼睛。 他生来为敌, 我生来为数, 你陆时虽姓陆, 却生来不过是个私生子。 谈何宫允? 陆时眼中慢慢促起一团熊熊烈火。 天不得时, 日月无光, 地不得时, 草木不生, 水不得时, 风浪不平。 命里已安排定, 谁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唯一能选择的, 便是对得起自己胸膛里的一颗心。 他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帝王。 他杀伐果断, 文韬武略, 平定四海, 知人善用, 花国在他手上堪比汉唐盛世。 但手上的血太多了, 流都流不尽, 刀下的冤魂太多, 阎王殿里装都装不下。 陛下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一个好皇帝。 陆时慢慢扶下身子, 额头触碰到地上。 陈有幸陪陛下走了十八年, 不悔, 但陈想为唐家讨一个公寓。 十。 八年亦不悔, 请陛下赐臣死罪。 莫大的殿里, 一片死寂。 陪大人, 陪大人, 小内侍颠颠地跑过来, 趴着陪孝耳边道, 老大人没事了。 陪孝一脸地不敢置信, 当真, 千真万确, 我的官是阴菩萨。 小裴爷顿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赶紧从怀里掏出银票, 一咕噜, 怕是已经到了家。 阿弥陀佛。 小裴爷双手合十, 朝天上拜了拜, 心说这一下, 总算是没事了, 安稳了。 不对啊。 小裴爷脸色一变, 怎么就没事了呢? 陛下为什么要放过他? 这不合乎常理啊。 小裴爷变脸的同时, 陆石已撑着伞走进院子, 陆大在屋檐下等着他。 老爷回来了, 先用饭, 还是先沐浴? 先沐浴更衣, 让厨房温两壶酒来, 你陪我喝一点。 陆石把伞递给他, 对了, 香笼里那套水蓝色 值得你替我拿出来, 我要穿。 陆大拿伞的手, 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还默音声, 陆石已经走进了屋里。 沐浴, 更衣, 陆石走到同镜前, 发现林口有点歪, 又伸手挣了挣。 这衣裳是他送我的, 他说, 我穿这个颜色显年轻, 请的是我们精灵府最好的绣娘。 他转过身, 伸长双臂。 阿大, 你瞧瞧如何? 陆大不说话, 只是点点头。 你呀, 总不说实话。 陆石伸手点点他, 又转过身, 看着同镜里的自己。 人老了, 个子就缩, 这衣裳当年我穿正正好, 如今穿是偏大了, 都有些撑不起来。 阿大, 你来替我缝两针。 阿大不动, 只是红了眼眶。 陆石走到他面前, 走, 陪我喝两钟。 老爷, 你素来是个痛快人。 陆石拍拍他的肩, 摇头笑道, 走。 阿大跟着走出去, 这时有下人送酒菜来, 陆石命令到 多摆一副碗筷。 是, 老爷。 两副碗筷摆好, 下人掩门而出, 陆石拉着陆大 在小桌边坐下。 四盘小菜, 九十米九。 陆石联合三中 又吃了几口菜, 放下筷子。 鼠仆一场, 没什么东西 可留给你的, 我身后的东西都给你。 老爷? 陆大心上一痛, 陆石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我死后, 陛下定会让我 装在皇陵附近, 也不会让我 穿着身衣裳上路。 衣裳脱下来后, 你把它埋进他墓里, 也算全了我的心思。 陆大再忍不住, 眼泪赖赖下。 有一个人, 我瞧着面相 有几分熟悉。 你应该和我一样, 也有这个感觉。 陆大陡然睁大眼睛。 陆石机不可闻地 叹了口气, 不容易地, 阿大, 看着点。 陆大含泪点头。 好。 陆石掏出帕子, 替他擦了擦眼角的泪, 把帕子塞他手里后, 走进厢房, 轻轻掩上门。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他自言自语一声, 走到脸盆前, 用帕子镜面镜手, 用清水竖了口, 然后走到窗边, 静静地站了一会, 才吹灭烛火, 躺到床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也不知过了多久, 有一只手温柔地 抚上了他的额头。 他睁开眼睛, 看到一个女孩, 女孩有一双清亮的毛子, 像花瓣一样的红唇。 他冲她往耳一笑, 露大胆, 跟不跟我走? 他抓住额上的那只手, 牢牢地握在掌心。 他有好多的话要说, 说思念, 说艰难。 说这二十六年 每一个清晨, 每一个夜晚, 他都想牵着他的手醒来, 再牵着他的手睡去。 唐小卫, 你怎么才来接我呢? 他最后还是说了这一句, 永和十七年, 八月初八, 花国赫赫有名的御史录石, 于睡梦中刻然尝试, 享年五十五岁。 第四百零五章, 郑家, 李大侠, 李大侠, 小裴爷这一嗓子, 让李不言头皮炸裂, 黄其一脸歉意地挠挠头, 他平常也不这样, 可能是担心燕姑娘吧。 李不言心说我谢谢他, 鬼, 都要给他嚎来了。 小裴爷打伞走进院子, 献李不言和黄其都站在屋檐下, 东乡房里黑漆漆的, 不由放轻了声音。 我家三合呢, 醒了没有? 爷再多好几声, 他就醒了, 黄其小声嘀咕, 混账王八蛋, 敢挑你家爷的不是。 裴笑一脚踢过去, 黄其赶紧躲开了, 李姑娘冲裴笑一勾头, 笑嘻嘻道, 小裴爷, 请来喝粥热茶呀。 笑得这么骚气, 飞奸即到啊。 裴笑生起了警惕, 你想干什么? 不干嘛? 李不言上前接过他手里的伞, 又冲他咧嘴一笑。 这不是好奇吗? 想请小裴爷说说水泄里的故事, 挠心挠肺的都坐不住。 嘿, 头一次发现, 这丫头笑起来还挺有几分姿色, 还愣着干什么呢? 李不言一把拽住裴笑的胳膊, 小裴爷, 外头冷, 咱里头说话。 哎, 你放手, 放手, 别拉拉扯扯的, 像什么样, 让我家三合瞧见了, 还以为? 我家三合, 这会瞧不现? 李不言朝黄其递了个眼神, 还愣着做什么, 动手啊。 黄其破于李不言眼里的杀气, 鬼爪子到底伸向自己家的主子。 两人一左一右驾着裴笑往里走, 把人暗坐在太师椅里, 李不言欺查, 端点心, 黄其拿热毛巾给主子一根一根擦手指头, 让脚屎棍伺候, 裴笑受用死了, 没一条。 来, 把身上的帕子掏出来。 李不言和黄其对视一眼, 心说这是要干吗? 裴笑冷哼一声, 这故事说出来, 得一个个哭死你们。 外间的声音, 一强之隔的燕三合, 听得清清楚楚, 只是不能动弹, 梦境迟迟不来, 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关进了一道。 门, 门里雾茫茫的, 什么都看不清, 看不现, 更要命的是, 他还走不出去, 这次怎么会这样? 和以前的完全不同, 燕三合无奈, 只能盘腿坐下来,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雾一点一点散去。 一座宅子出现在他面前, 燕三合觉得很熟悉, 似乎在哪里看过, 刚要细想, 他的身体浮了起来, 浮到一处院落的上方, 他低头往下看, 只见墙角的树丛里, 躲着两个人,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树丛外的拱门口, 站着两个人, 一个绿衣丫鬟, 一个紫衣丫鬟, 突然一股巨大犀利, 将他的身子吸了下去。 燕三合在睁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吸进了女孩的身体, 并且耳朵能听见声音。 七爷又挨骂了, 这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一个月一次, 这不都习惯了吗? 你说七爷也真是的, 都说虎父无犬子, 他怎么就是个扶不起的阿豆, 两个孩子都给他拖累了。 少说一两句吧, 就算不得宠, 日子也总比咱们好过。 干活,干活。 脚步声渐行渐远, 男孩转过脸, 燕三合惊了一跳, 这是上个梦里 倒在血泊里的男孩。 他换他哥哥, 唉, 他叹了口气, 都怪我昨儿个调皮, 被祖父逮了个正着, 害咱们爹爹受累。 燕三合眨眨眼睛, 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行, 他蹭得站起来, 连累燕三合也跟着站起来, 一低头才发现, 手被他牵着呢。 我得找祖父说理去, 这是跟爹爹没关系, 要骂让他骂我。 你跟不跟我去? 不等燕三合回答, 他目露凶光, 你必须跟我去, 爹爹那么疼你。 燕三合顺从地点点头, 两人从树丛里走出来, 捏手捏脚地进到院子, 燕三合不知道为何, 突然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他正脱出他的手, 他转过身, 无声质问, 干嘛? 踏踏着脸, 要不, 咱们还是回去吧。 不许回, 他抄起他的手, 死死地拽住。 咱们说好的,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谁会谁就是小狗。 燕三合头皮一紧, 雨无伦刺道, 哥,哥, 你刚刚发出声了。 话还没有说完, 一扇窗户突然打开, 紧接着窗户里飞出一把大刀, 不偏不倚地横在两块青石砖的缝隙里。 那刀柄离他们俩, 只有三寸的距离, 魂飞魄散, 不等燕三合还魂, 一道声音怒冲冲地吼道, 郑怀左, 带着你妹妹, 给我滚出这个院子。 燕三合猛抽一口气, 睁开了眼睛, 门缝里又传来陪明廷说话的声音, 屋里漆黑一片, 燕三合就这么直挺挺地躺着, 一动不动, 但心在剧烈地跳动着。 郑老将军最小的儿子, 有一对龙凤胎兄妹, 哥哥叫郑怀左, 妹妹叫郑怀右。 怀左小我三岁, 小时候我们有过鸡面之缘, 如果他还活着, 应该比明天还要和我亲。 这是某天晚上, 谢三爷亲口对他说的话。 所以, 他是郑家的人, 燕三合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他怎么会是郑家的人呢? 那片断壁残垣的废墟, 不应该是他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那一百多条惨死的冤魂, 也不应该是他的至亲亲人。 他这么单薄的骨架, 承受不起这样的重负, 一条冤魂的分量, 就足以把他压垮了。 但事实上, 他的确是轻轻地笑出了声, 不知道是不是笑得快了些, 还是呛到了什么, 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门被推开。 李不言从外头冲进来, 一把将燕三合拎了起来, 手顺势摸上了他的背, 一下一下轻轻拍打着。 但燕三合还是咳了个惊天动地, 咳得眼前阵阵发黑, 咳得眼泪慢慢流了下来。 这是怎么了? 李不言不等他回答, 起身点了灯, 把站在门口, 想尽又不敢尽, 只得探尽一点脑袋的小裴爷, 往外一推, 砰的关上了门。 燕三合说不出话来, 有什么压在喉咙间, 令他窒息。 恍惚间, 他又听到了那声怒吼, 郑怀左, 带着你妹妹, 给我滚出这个院子。 梦到了什么? 李不言在床边坐下来, 双手一个在胸前, 一个在胸后, 替燕三合顺气。 别急, 燕三合你别急, 咱不能急, 什么都不急。 燕三合的耳朵里, 渐渐听到了声音, 他盯着李不言, 眼睛里一点点燃起两团烈火。 不言, 你信吗? 燕三合抓着他的手, 用力握住, 我是郑家的人。 哪个郑家? 郑狱老将军家, 李不言经的魂飞魄散, 第406章, 访客。 说起来, 谢之飞挺对不起他爹的, 酒喝到一半, 朱青回来, 他扔下酒中就跑了。 阿提阿提, 谢之飞摸摸鼻子, 行说, 这是自家老爹气得在骂他呢。 骂吧, 只要陆时从宫里平平安安出来, 就是打他一毒, 他都乐意。 但不对啊, 都逼皇帝下醉几兆了, 还能平平安安吗? 怎么做到的? 谢之飞眼角抽动, 锦衣卫撤了吗? 还没有。 朱青, 这不正常啊。 朱青点点头, 表示欣然同意, 当今陛下可不是心词手软的人。 谢之飞一边转动脖子放松, 一边又问, 明廷呢? 在别院? 朱青看了眼三爷的神色, 也要过去吗? 谢之飞摇头, 过去做什么呢? 那丫头醒过来, 看到裴明廷眼巴巴地守着, 多多少少心里会生出一点喜欢吧。 让小厨房再送点吃的来, 在书房里光喝酒了。 是。 谢之飞揉揉太阳穴, 心说, 静晨的心魔总算是了结, 再要这么没日没夜地折腾下去, 他真要短命好几年。 爷。 顺才的声音在外头响起, 外头来了个年轻男子, 那人自称叫丹二一, 说找也有。 是。 谢之飞眉头一皱, 三二一, 丹二一, 还有人叫这名吗? 不认识, 打发走。 是。 小厨房整治过后, 手脚特别利索, 不过片刻功夫, 朱青便拎着石盒过来。 谢之飞闻着香味, 食欲大动, 刚要拿起筷子, 就听见谢小花呼天天抢地的声音, 一声比一声急促。 爷, 三爷, 我的好三爷啊。 谢之飞啪地放下筷子, 堂堂谢府总管大呼小叫, 像什么样子, 这死胖子越活越回去了。 死胖子冲进来, 抹了一脸的雨水。 三爷, 大事不好了, 外头来了个闹事的, 已经打上了咱们府里好几个护院。 呵, 谢之飞蹭地一下站起来, 还有人不怕死, 赶到那个大臣府里闹事的, 朱青。 朱青已经冲了出去, 谢之飞扭头看谢小花, 是不是那个叫三二一的? 回一爷, 就是他啊, 这人, 谢之飞不耐烦听下去, 抬腿就走。 三爷, 等等老奴, 你这身子淋不得雨啊。 谢小花打着伞, 匆匆忙忙跟过去, 主仆二人还莫走出多远, 却见雨中跑来个门房的小丝。 三爷, 朱青让您赶紧过去瞧瞧。 怎么, 打不过, 把府里的护院都叫上, 赶紧的。 谢之飞脚步更快了, 留下的小丝摸摸后脑勺, 一头雾水到, 莫打起来啊。 雨势很大, 脚门口挂着两盏红灯落。 昏暗的灯光下, 谢之飞看到有两个影子立在雨中, 相互对峙着。 其中一个影子是朱青, 另一个。 谢之飞心冷一声, 三二一是吧, 也很快让你变成一二三。 听到脚步声, 雨中两人纷纷扭过头。 谢之飞一边让谢小花 把伞往上掀一掀, 一边怒喝着上前。 擅闯谢府, 好大的胆, 三二, 闭招, 怎么会是你? 谢之飞一脸诧异地张大嘴, 好半天才回了神。 你还有个别名叫三二一? 大二一是我。 一道声音从边上横出来, 谢之飞脸色陡然一变。 他妈的, 这声音化成灰, 都听得出来。 就是那天在客栈说 他和燕三和是一对小夫妻, 让他尴尬地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的孙子。 那孙子站在屋檐下, 眉眼生得还不错, 颇有几分读书人温文尔雅的气质, 瞧着人模人样。 这就是你们谢府的代客之道。 我呸。 丹二一挥舞着拳头, 愤怒地控诉着谢府的不人道。 这么大的雨, 把我们拒之门外, 让我家娘子在马车里淋雨。 你们还是不是人? 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慈悲心怀? 谢之飞不理会这个三二一, 走上前问必招。 他谁啊? 他娘子是谁啊? 你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孤雁,小姐。 谢之飞脑子转了急转才反应过来, 上门的人是唐建西的女儿和女婿。 他目光落在丹二一身上, 心说你小子也真是够傻, 哪怕通报一声唐建西, 他都不可能把人赶出去。 谢之飞大不留心走过去, 报了报权。 原来是丹兄, 久仰,久仰, 一场误会, 都是我的错, 还望丹兄弟别放在心上。 丹二一心里还有气, 没遮没眼地哼一声。 我娘子还饿着肚子, 在马车里等了。 谢之飞想到唐夫人临别时的叮嘱, 忙道, 谢总管。 在? 赶紧让小厨房备饭? 等一下。 丹二一, 我娘子不吃葱蒜, 不吃辣, 闻不得腥味, 菜里汤里放几滴醋, 她最近喜欢吃酸。 对了, 如果府上有新鲜的竹笋, 炒盘三鲜上来, 记住上面零点麻油, 做得清爽一点。 谢总管在谢府这么些年, 从来莫见过对饭菜要求的客人。 他弯了丹二一眼, 然后朝身后的小厨吩咐几句。 丹凶? 谢之飞客客气气道, 去把你娘子扶下来吧。 丹二一不动, 干咳了一声。 我们从水月安出来, 就直奔你们谢府了, 在京里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感情是要借宿,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谢总管, 让人把客院打扫一下。 等一下。 枕头不能太硬, 被子上要熏香, 还要背上一桶热水, 我娘子每天都要沐浴的。 那啥? 丹二一, 院子要朝南, 不要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树啊花的。 那些东西招阴会惊着我娘子的。 这人是三爷的谁啊? 把谢府当他们自个家了? 客随主编四个字, 莫听过吗? 谢小花忧愿地看了三爷一眼, 三爷不想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 他娘子怀孕了, 就照丹凶要求的去办。 是。 丹二一见自己的要求都满足了, 一变脸, 笑眯眯地冲谢之飞道, 谢兄, 帮个忙, 来替我娘子打个伞。 谢之飞? 快点啊, 你的伞大。 谢之飞再好的脾气, 也不由变了变脸。 他压下了几乎要脱口而出的骂, 把谢小花手里的伞递到毕招手上。 毕招丹二一走到马车前, 一个把伞凑过去, 一个掀起车帘, 把手伸进去。 昏暗中, 红衣女子踩着矮凳走下来。 站定后, 他先冲丹二一甜甜一笑, 然后才抬头, 向门口背手立的谢之飞看过去。 谢之飞整个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脸色骤变。 第407章, 明月。 这是一张阴气十足的脸, 两条剑眉生得又浓又黑, 高高挑起, 鼻子小巧挺拔, 下巴略往上翘起一点。 这人的头发梳成妇人头, 额头中间露出一个小小的美人尖。 谢之飞临着雨, 飞快地走下台阶, 走到那女子面前,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张脸看。 漠然间, 她心里生出一种隐隐约约的微妙来。 这种微妙很奇怪, 很忐忑, 很匪夷所思。 唐明月其实抬头的一瞬间, 就看到一个俊朗高。 大的男人站在灯笼下, 不想一眨眼的功夫, 这人就近在眼前。 惊看, 更惊艳了。 不仅长得好, 而且气度出众。 唐明月不由冲她笑道, 是谢府三爷吧, 我听毕叔说起过你, 她夸你是难得一线的世家弟子。 门里的朱青一听这话, 不由扫了唐明月也。 这唐纳小姐果然是个嘴甜的, 面上功夫做得可真好。 信毕的三句话打不出个闷屁来, 夸我家爷, 做梦呢。 咦, 爷怎么一动不动? 这时候, 所有人都发现谢三爷像个灯徒子似的, 直愣愣地盯着人家女子看。 朱青, 爷看什么? 谢小花, 这女子长得不如燕姑娘啊。 但二一, 看吧, 看了才知道我娘子是这世界上最美的。 换个人这样盯着她看, 唐明月早生气了, 但眼前这一位, 也不知道是不是长相太好的缘故, 唐明月不仅不生气, 反而觉得这双眼睛很有几分亲切感。 三爷身份贵重, 别淋着雨。 哦, 谢之飞从鼻腔里应一声, 目光却没有挪开半分, 只是脚往后退了半步。 进去了, 进去了, 丹二一把伞往下一压, 挡住了谢之飞的视线。 我娘子好看, 你也不能这么看, 到我这个夫君不存在吗? 伞面的雨水, 有几滴洒在谢之飞的脸上, 她猛地回神, 也莫急着跟过去。 而是又盯着唐明月的背影, 看了好一会, 才迈开了步。 谢小花撑伞走到她身边, 小声问道, 爷看什么? 没什么。 谢之飞随口答一句, 呼得快跑几步, 追上唐明月, 唐小姐今年多大。 三爷打把伞吧, 小心生病。 唐明月朝身后的臂招看一眼, 臂招一声不吭地把伞递过去。 谢之飞接过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十七吧。 唐明月笑道, 正是十七。 生辰是哪一天? 我说谢三爷。 大二一脚步一挪, 走到两人中间。 我娘子的生辰, 你要知道做什么? 唐明月扯扯自家男人的袖子。 大二一别的都能忍, 有人窥视她娘子忍不了, 一脸委屈道。 哪有一见面, 就问人家生辰八字的, 莫这个道理啊? 确实没这个道理。 唐明月心里也觉得奇怪, 莫非她? 不可能, 不可能。 人家三爷不仅长得一表人才, 家世也是想当当的好, 是多少贵中女子心目中的如意郎君。 就在唐明月心里想着这些小九九的时候, 谢三爷开口了。 对不住, 唐姑娘, 是我唐突了。 她停下脚步, 谢小花。 爷? 唐姑娘是我的客人, 帮我照了好。 谢之飞把伞往必招怀的一塞。 唐姑娘, 我手边还有点事, 晚一点我来找你。 唐明月现她淋着雨, 大步走进夜色里, 趁愿地推了推男人的手。 都怪你, 乱说话。 我没说错啊。 你错了? 错哪了? 不该对人家那样的口气。 我口气很好。 哪里好? 哪里都好? 呸。 明月? 别叫我。 月月? 离我远点。 好好好, 我错了, 你别闹, 小心动了胎气, 我下回注意。 不过, 真的没有人一见面就问。 单二一? 好吧, 我闭嘴。 娘子, 你小心脚下。 谢之飞走得又急又快, 像是后面有个厉鬼在追她。 朱青觉得自家也很是反常, 不敢放她一个人, 赶紧跟过去。 哪知, 走到半路的谢之飞突然停步, 猛地一个转身, 朱青差点没杀住。 爷? 朱青? 谢之飞停了一会, 你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吗? 这问题问得没头没脑, 朱青不由一正。 你现在的样子和你小时候的样子, 长得像不像? 啊? 有没有, 人和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什么? 谢之飞太阳穴一跳, 算了, 我跟你个笨蛋, 说个什么劲儿。 朱青? 爷在问什么? 回到院里, 桌上的饭菜已经冷了, 也没有再吃的欲望。 进房里热水已经备下, 谢之飞三下两下脱了身上的衣裳, 一头坐进去。 热气慢慢生腾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 九年? 他成为谢三爷整整九年, 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 可在漫长, 他还记得从前他是郑淮佐的样子。 也是一脸英气, 也是两条剑眉又浓又黑, 高高挑起, 也是额顶一个美人肩。 爹, 他们说我和我妹长得一点都不像。 哪里不像? 我是男的, 怎么会有美人肩? 妹妹是女的, 她怎么没有? 一记毛栗子敲上来, 你小孩子懂什么? 双胎包有长得像的, 也有长得不像的。 你长得像我, 你妹妹长得像你娘? 怪不得我妹比我好看。 又一记毛栗子敲上来, 你的意思是说, 你别丑, 别自己说的, 你个臭小子, 给我滚回来, 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跑着跑着, 意想不对啊, 娘有美人肩啊, 长得像娘的, 应该是他啊。 哎, 不管了, 反正都是一家人。 真是奇怪, 怎么会有一张脸, 跟我以前长得那么像,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长大的自己。 谢之飞猛地往木桶里一沉, 用水没过头顶。 巧合, 这一定是巧合。 爷, 外头响起朱青的声音。 谢之飞猛地坐起来, 甩了甩失发, 紧来说话。 朱青走进来, 趴在三爷耳边低声说, 刚刚有小叫花来送信, 陆府门上挂起丧帆。 谢之飞心漏跳一排, 谁去世了? 第408章, 叶慧, 这话一出口, 谢之飞都想抽自己一巴掌, 主子去世才能在府门口挂丧帆, 陆府就一个主。 此? 谢之飞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的难看, 前两个时辰还好好地站在他面前的人, 竟然走了? 怎么走的? 不知道, 立刻派人去打听, 找陆大, 他必然是清楚的。 是? 等一下, 谢之飞神色冷静, 给别院那头递个消息过去, 顺便看看燕姑娘如何了。 是? 朱青离开, 谢之飞乃还有什么心思沐浴, 粗粗洗了下, 穿了件礼衣便走出镜房。 小红和绿起拿着衣裳等在外头, 现爷出来赶紧上前事后, 因为常年练武的原因, 男人的身材十分的出众, 尤其是穿着短打的上衣, 腰线一提, 显得两条腿格外的齐长。 一股子阳刚之气, 小红和这么大, 第一次离男人这么近, 而且还是个好看的男人, 不由心中一动, 魂也飞了, 眼神痴痴潺潺地看着。 谢之飞一脑门子是, 心里急得不行, 正想这两个丫鬟动作快点, 察觉身前的人莫动静, 低头一看, 瞬间冷了脸色。 说句, 谢三爷一声立鹤, 两个丫鬟吓得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 低着头匆匆离开。 恰好这是谢总管走进来, 瞧一眼三爷脸上的怒意, 再瞧一眼与他擦肩的两个丫鬟, 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三爷, 老奴来示后吧。 谢之飞这才脸色稍稍缓了缓, 说吧, 什么事? 唐姑娘请三爷过去一趟, 本来是要过去一趟的, 但现在? 老御使走了, 我得出去一趟, 你让他早点歇着, 我明天再去和他说话。 谢之飞催促, 手脚快点, 我等着出门。 谢总管一听是老御使, 哪里敢慢, 飞快地替三爷穿戴好, 又将他的头发一缕缕搅干, 竖起, 刚妥当, 竹青去而复返。 爷, 燕姑娘请你过去一趟。 谢之飞心里惊了一下, 这回他怎么醒这么快? 他可有说什么事? 说是有要紧的事, 请爷无论如何, 立刻被车。 是。 谢之飞拍拍谢总管的肩, 大步离去。 谢小花看着自家三爷的背影, 眯着眼笑了。 还是燕姑娘的话, 管用啊。 很快, 谢之飞就到了别院, 汤原一手打伞, 一手拎着灯笼等在门口, 现三爷从马车上下来, 赶紧迎过去。 谢之飞问, 人在书房还是在花厅? 在花厅? 走。 花厅里, 所有人都在, 一个个脸色和谢之飞一样的难看, 跟双打过的茄子似的。 燕三和现他来, 指了指桌上的纸, 三爷快过来看看。 谢之飞拿起纸的同时, 余光扫见这丫头的脸, 苍白的吓人, 连唇都没有颜色, 不由问了一句。 可是, 哪里不舒服? 燕三和摇摇头, 你先看信。 谢之飞摊开纸, 扫一眼, 有些失神地跌坐到椅子上。 大半个钟前, 我和燕三和正说话呢, 忽然一道白光闪过, 这信动的一声就射了进来。 小裴爷开始娓娓道来, 我和燕三和一商量, 决定立刻通知你, 哪知在路上正好遇到你的人? 嗨, 感激你一直在路家四周放了人啊, 放了几个小叫花? 谢之飞再次把信展开, 信上就四个字, 含笑而去, 那就意味着陆石的死, 是寿终正寂。 谢之飞叹了口气, 我得到消息, 还特意让朱青找陆大去打听, 就怕有什么意外。 这信就是陆大送来的, 皇帝放过了他。 燕三和重新把目光落在信上, 这应该也是老大人, 他自己算计好的。 谢之飞看着燕三和, 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 大概因为他是陆石吧。 燕三和把信放在烛火上, 很快就烧成了一团灰, 他迎着所有人的目光, 轻声道, 陆石是御史, 御史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 严如贤, 李星等人的落马都有真凭实据, 他用的是阳谋, 谁都救不出他的错来。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华国最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他如果惨死, 如何赌天下悠悠之口? 皇帝多半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才放过了他。 而陆石自己也说, 他活着是靠一口气撑住的。 如今心愿已了, 这口气便不再了, 含笑而去是老天爷给他最大的仁慈。 屋里静下来, 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都觉得心里有些难受, 又隐隐替他开心。 这是一个好结局, 唯一不好, 是太突然。 安静一会, 谢之飞道, 这回消息应该是递到宫里了, 后面如何发展, 我们也不必再过问。 他让陆大松这四个字来, 也是不让我们过问的意思。 三爷, 小裴爷。 燕三合的目光在两人脸上划过。 静尘的心魔彻底结束了, 这桩事情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 都燕进肚子吧。 等一下, 谢之飞出声打断他, 这时还有一个尾巴。 什么尾巴? 唐明月找上门来了, 这回我把他安顿在谢府, 我还没和他说上话, 但估摸着是为燕三合你来的。 我见他没有任何意义, 事情太过复杂, 告诉他盯点好处也没有。 他也不必和我道谢, 一切都是应当应分的。 燕三合因为那一通咳嗽, 嗓音有些沙沙, 谢之飞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总觉得这人今儿的脸色, 苍白的有些过分。 老三爷替我转告他, 棺材合上, 心魔已了, 一切尘埃落定, 他还是早些回牧梨山养胎吧。 那不成, 有些事情我还没有问清楚, 哪能这么快放他回去? 谢之飞心里这么想着, 嘴上却说, 好, 我来和他说, 但他如果执意献你, 你想办法帮我拦住? 燕三合这回哪有心思献什么人? 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郑家的案卷你明天拿给我。 哈欠会传染, 谢之飞嘴张开一半, 硬生生被吓回去, 你不还两天吗? 不用还, 燕三合站起来, 走到门槛前, 声音很轻, 却又那么坚定, 我的身体前所未有的好, 前所未有, 因为我找到自己的根了。 第409章, 失眠, 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根, 就像从身体里尝出了一股气, 只要这口气在, 燕三合觉得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连绝都不用睡了, 他贴到李不妍的身上, 手在他腰际处挠了挠, 不妍, 陪我说说话, 我的小姐啊, 李不妍强撑着一点精神, 从早到晚累一天了, 而且, 这都已经是后半夜, 再有两个时辰, 天就亮了, 明天说行吗? 可我心里, 有很多很多的话, 我是郑家的人, 郑家在永和八年, 被人杀光了, 唯独我活了下来, 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一个又一个问题, 越发清楚地在脑子里闪过, 燕三合一个机灵坐起来, 李不妍一把拉住他, 也跟着坐起来, 燕三合, 他声音透着疲倦, 说不说, 我总是陪着你的, 你不能急, 你得静下来, 我静不下来, 燕三合只要一想到自己是郑家人, 就觉得浑身的血液都燃烧了起来, 你先睡, 我去书房做会, 李不妍盯定定地看着他, 妥协了, 那你别坐太久, 早点回来, 好, 燕三合起身, 呆立了一会, 又在床边坐下, 不妍, 我要留下来, 就留在京城, 把这一个又一个的谜团解开, 那就把这桩宅子买下来, 李不妍一边打哈欠, 一边身子往后倒, 京城是你的根, 咱们就先把根扎下来, 另一处院里, 小裴爷一条腿压着被子, 一只眼睛闭着, 一只眼睛死命撑着, 有气无力道, 谢武时, 谢三爷, 谢祖宗, 你能不能睡了, 不能, 床后的谢之飞用脚踢踢他, 再陪我聊慧天, 兄弟, 你难为我了, 小裴爷把被子往头上一蒙, 这样吧, 你当我已经死了, 裴明廷, 你死了变成鬼, 也得跟我说话, 谢之飞又一脚踹过去, 死尸突然炸起来, 两只眼睛定定地看着脚后的人, 谢之飞被他看得一愣, 你干嘛, 干什么, 突然想到一件事, 在包房里, 燕三盒让你掐他一把, 你为什么打自己一巴掌, 这点小事他还记着, 谢之飞冷笑, 我掐他, 掐哪里, 掐轻了, 他没感觉, 掐中了, 你心疼不心疼, 唉, 我还当你舍不得呢, 死尸一头倒了下去, 是替你舍不得, 我当然舍不得, 他细皮嫩肉的, 乃亲得起, 你这种粗人一掐, 小裴爷声音越来越低, 五十, 你说我这毛围着他转, 他对我有没有一点动心啊, 嗯, 我也觉得有, 他现在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静尘的心魔解完, 我得加把劲, 就是李不言那个, 脚屎棍太爱眼, 他娘的, 是我来听你逼逼刀吗, 谢之飞索性起身披了件衣裳, 走出房间, 雨水顺着屋檐滑下来, 不像是滴在地上, 倒像是滴在了他的脑海里, 印出一张燕三合的脸, 慢慢的, 那张脸又变成了唐明月的, 爷, 朱青听到动静, 披着衣裳走出来, 揉揉眼睛, 怎么还没睡, 谢之飞回头看他一眼, 心下立刻有了决定, 既然醒来, 就回府吧, 这个时候, 朱青看看天色, 还漆黑一片呢, 不对, 隔壁院子里, 还有一丝光亮透出来, 燕姑娘还没睡, 我去和她说一声, 不用, 我亲自去, 谢之飞拿起屋檐下的伞, 走出院子, 轻轻推开了隔壁院子的门, 朱门吱压一声, 燕三合皱眉, 这么晚了, 谁抱他院里来, 是我, 燕三合, 那人在窗下说话, 燕三合走过去, 支起窗户, 先看到一顶黑色的油纸伞, 伞一线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 不得不承认, 这人的迈向是真的好, 这么晚了, 三爷怎么还不睡, 你呢, 他反问, 燕三合挪开目光, 再想一些事, 什么事, 正家的, 谢之飞嘴角弯起, 但眼中一点笑意都没有, 案子就在那儿, 早一天, 晚一天, 他都跑不掉, 怎么三爷又不急了, 急, 但也知道, 刘德青山在, 不怕墨柴烧, 别以为你是铁打的, 谢之飞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 先好好休息两天, 两天后我来找你, 到时候, 一并把案卷带来, 两天的时间, 也足够他打探到唐明月的生辰, 再顺便打探一下他这个人, 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 那就仅仅是巧合而已, 应该是他多想了, 半天的哭作, 燕三河已经平静下来, 李不言和他都说得不错, 案子就在那里, 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 不急在这一时, 他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首先, 他还要去一趟水月庵, 献一个人, 做一件事, 其次, 还要见一线韩旭, 求他帮忙从外围打听一下正家的事, 最后, 他要再去那片废墟看一看, 因为想事情, 燕三河目光虚空着, 双唇紧闭, 皮肤还是那么苍白, 透着难得一线的柔弱, 没有阴气, 没有健美, 没有美人间, 谢之飞用目光描摸着这张脸的同时, 又在脑海里, 仔细回忆着爹和娘的长相, 除了雨滴的声音, 天地间安静极了, 好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一个站在窗内, 一个站在窗外, 各自想着心事, 燕三河回神, 现男人盯着自己看, 三爷在看什么, 话莫过脑子, 看你, 燕三河怎么也莫料到, 他会一技直拳打过来, 看我做什么, 在想, 谢之飞, 你尝得像你娘多一些, 还是你爹多一些, 我也想知道, 燕三河不喜欢被别人问起过往, 三爷是不是想太多了, 谢之飞呼得一笑, 燕三河, 这世上有几对情人, 像陆石和唐之卫那样, 问这做什么, 总觉得不可思议, 感觉像听了一场戏, 听完后劲十足, 怎么也忘不掉, 他声音很低, 被雨声盖过, 听上去有种淡淡的伤感, 这样的谢之飞, 燕三河是招架不住的, 人各有命, 很多事情不能细想, 细想新会良, 三爷还是出戏的好, 你呢, 出戏了吗, 谢之飞把伞往上抬一点, 似笑非笑, 深更半夜不睡觉, 只为一个正家吗, 是, 燕三河啪哒一声, 关上窗户, 又来招惹他, 呸, 第四百一十章, 支开, 谢之飞回到家中, 天还是黑的, 实在是撑不住, 往床上一躺, 睡得昏天黑地, 在睁眼时, 天光大亮, 雨已经停了, 谢之飞想着孕妇莫那么早起, 索性在床上懒了一会, 才发出一声咳嗽, 朱青端着脸盆走进来, 和谢小花说, 那两个丫鬟, 爷, 谢总管一早就来说, 那两个丫鬟昨儿已经敲打过了, 让爷再使唤看看, 如果爷还不满意, 他再想办法把人弄出去, 花儿最近太贴心了, 爷回头要赏他, 朱青一听这话, 就知道爷这儿的心情不错, 谢之飞心情是不错, 陆时的死虽然突然, 却是一了百了, 他解脱, 皇帝解脱, 他们几个也不用再揪这一颗心, 至于唐明月,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应该就是巧合, 我爹了, 上朝去了没有, 早走了, 功过这老玉使的事, 文武百官这回也都知道了, 谢之飞从床上爬起来, 冷笑一声, 从今往后, 一个个都能睡安稳绝了, 朱青不敢接这个话, 只是低垂着脑袋, 今天兵马司巡街, 重点在陆府附近, 应该会有百姓自发去吊宴, 宋老玉使最后一程, 别人多给我弄出点乱子来, 爷放心, 我把东城, 南城的人手都吊过来, 谢之飞点点头, 走到脸盆架子前, 又转过身, 畅春园那头, 给兄弟们招呼下, 就说从今往后三爷照着了, 暗中多帮衬一点, 回头三爷请他们喝花酒, 是, 朱青不用多问, 就知道爷这是想趁机笼络一下城扶摇, 虽然畅春园在四九城的戏园子, 连名号都排不上, 却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三教九流的人都有, 这第二二最适合打探消息了, 爷, 时辰不早, 该去衙门了, 你先去替我顶一顶, 爷呢, 谢之飞用毛巾擦了擦脸, 爷还有事, 而且是大事, 大事自然是去献唐明月, 拿到他的生辰八字, 但三爷不急, 他得想办法, 先把某个叽叽喳喳的孙子支开, 把人支开这种事情, 谢小花最擅长, 谢之飞把想法一说, 谢小花震惊了, 一脸的惶恐, 那唐小姐可是有夫之妇, 别说把人家男人支开, 就是起那一丁点的念想, 都是罪该万死, 难不成, 他家小崽子的口味从神婆, 又改成了人妇? 不至于啊, 左儿燕姑娘一叫, 小崽子赶不及的就走, 爷啊, 谢小花忽然到左儿个三爷死死地盯着唐小姐看, 决定无论如何, 要苦口婆心一会, 这世上的女人千千万, 你可不要想不开, 咱谢府是失礼人家, 做不出那等畜生事儿, 谢之飞, 谢小花现三爷面无表情, 心里咯噔一下, 难不成这小崽子真的有什么想法, 谢小花, 啊, 你也不用去装上挑粪了, 直接跳进去吧, 谢之飞扔下这一句, 甩袖走了, 留谢小花一个人委屈的撇撇嘴, 这年头, 中言逆耳, 中仆难当啊, 难当, 也得当, 谢小花深吸一口气, 英勇旧一般的向客院走去, 谁让这是他从小抱到大的小崽子呢, 等待的时间, 谢之飞先去了老太太院里, 这些日子, 为了老玉使的事情早出晚归, 好些日子莫和老太太说上话, 再不去, 老太太要骂他莫祖宗的小畜生了, 老太太一线小孙子来, 喜出望外, 赶紧命厨房再送点孙子爱吃的东西来, 陪老太太吃完早饭, 听他续到了好一会, 谢之飞去了支春院, 他在院门口略战了战, 还是没有进去乔无事, 既然已经冷了母亲, 误了,才是真正为他好, 否则就是前功尽弃, 一转身, 现大嫂诸室带着匍匐匆匆而来, 走近了, 谢之飞才发现大嫂瘦了一些, 脸上透着一点疲倦, 想来是为了娘家的事, 诸室是来给婆婆请安的, 尽足归尽足, 但该有的规矩还得有, 两人打过照面, 诸室朝支春院看一眼, 三弟不进去吗? 不了, 谢之飞看着诸室眼下的一点青涩, 大嫂仔细身体, 凡事别太累了, 先顾着自个重要, 诸室一瞬间感动, 这些日子, 娘家的事, 府里的事, 再加上中秋节的年礼, 忙得他脚不沾地, 没有人看到他的累, 哪怕是枕边人, 只有眼前这个老三, 回回看到他脸色不好, 回回都要叮嘱一番, 这世上, 唯有真心, 才能换来真心, 诸室笑道, 你自个也小心身体, 瞧着清减了许多, 回头我让小厨房给你炖点, 快别忙活, 谢之飞最恨吃那些 逆逆歪歪的补品, 我闻着就想吐, 你呀, 朱氏瞪他一眼, 燕姑娘那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最近忙, 也末时间过去看他, 马上中秋,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过节, 怪可怜的, 谢, 之飞正要说话, 余光线谢小花远远地跑来, 忙道, 大嫂进去吧, 我还有事, 客院在西边, 谢之飞走进去的时候, 唐明月正在院里 跟着逼招打太极, 一招一拾打得有模有样, 见三爷进来, 唐明月缓缓做了个收拾的动作, 然后甜甜一笑, 三爷来了, 三爷今儿瞧着, 精气神真好, 他这么嘴瞧, 倒让谢之飞这张田嘴没了用场, 唐小姐休息得如何, 睡得还习惯吗, 房间干净, 被褥柔软, 院子里安安静静, 睡得是极好的, 唐明月嘴一弯, 三爷, 咱们里边请吧, 谢之飞随他进屋, 故意左右瞧瞧, 单凶呢, 听府上总管说, 这个季节的毛栗子喷喷香, 他给我买去了, 唐明月扶扶小腹, 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里头这小崽子馋了, 的确是香, 吃得停不下嘴, 谢之飞画风一转, 姑娘找到谢府, 不知道有什么事, 唐明月缓缓收了笑, 事情我都听毕叔说过了, 我师父他, 昨儿夜间, 就在唐姑娘来谢府的路上, 你师父的心魔已经解开, 棺材也已经合上了, 当真, 千真万确, 唐明月双手合在胸前, 一脸虔诚, 佛祖保佑, 菩萨保佑, 唐小姐在唐家待了这些年, 还有这习惯呢, 第411章, 套话, 谢之飞学着她, 做了一个白白的动作, 唐明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水月安养成的习惯, 总也改不掉, 爹未了这个, 还常常说我呢, 人都是这样, 习惯养成了, 很难改, 谢之飞语调懒洋洋, 我从前喜欢爬树, 长大了看见树就想爬一爬, 不吃, 唐明月武传笑道, 三爷小时候一定很调皮, 小时候不喜欢过生辰, 长大了一样不喜欢, 每年到了那一日, 就觉得头疼, 这是为什么, 还, 还不是被那些和尚道士给闹腾的, 唐明月打小在水月安长大, 很清楚, 生辰请和尚道士来家里念经做法, 一定是过瘦的人, 魂魄太清, 八字压不住, 于是, 她顺嘴问了一句, 三爷是什么时候生辰? 7月14, 啊, 唐明月一声惊呼, 我也是7月14, 像是有无数个炮烛, 同时在谢之飞耳边炸开, 炸得她整个脑子嗡嗡嗡响, 什么都听不见, 7月14, 她竟然是7月14, 谢之飞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勉强撑出一点笑意, 怎么能这么巧, 真的呢, 可太巧了, 唐明月笑得两条眉毛弯下来, 我尝这么大, 还从没献过和我一天生日的人, 谢之飞深吸一口气, 这可不是个好日子, 他们说是鬼胎呢, 我师父也这么说, 所以他让我不要随便把这个生辰说给别人听, 还每年给我念安魂经, 唐明月说到这里, 自己都愣住了, 奇怪, 我怎么把自己的生辰告诉他了呢, 不应该啊, 随即他又想, 人家三爷是替师父画念解魔的人, 来过牧梨山, 还进过爹爹的书房, 爹爹的书房门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嗯, 三爷是自己人, 算不得别人, 这么一想, 唐明月很快又释然起来, 据我所知, 唐小姐是被丢弃在, 谢之飞故意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 唐小姐, 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我就是觉得奇怪, 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生辰的, 还是说他捡到你的那天, 就是七月十四, 我? 娘子, 娘子我回来了, 丹二一信冲冲地走进来, 现谢之飞也在, 脸上的笑一下子淡了, 三爷来了, 操他娘的, 这才是跟真正的嚼屎棍, 谢之飞心里恨不得呕出一口老血, 面上却温和地点了下头, 娘子, 趁热吃啊, 等一下, 我和三爷正说话呢, 丹二一往唐明月身边一坐, 说什么呢, 我正好也听听, 说我师父的事呢, 师父的棺材合上了, 说起这个, 唐明月才想起自己该问的正事, 一件都莫问, 对了三爷, 我师父的心魔是什么呀, 他从前到底是什么人, 好好的, 怎么就有心魔了呢, 谢之飞扭头看了眼坐在墙角的臂招, 恰好臂招也回头看他, 四目相对, 臂招冲他轻轻摇了摇头, 谢之飞这才明白, 原来很多事情, 这位大小姐还蒙在鼓里呢, 不是不想和唐小姐说, 实在是牵扯太多, 我, 没关系, 那我就不问了, 毕叔说的, 怀着身子的女人, 要少听那神神鬼鬼的事情, 谢之飞微微一正, 因为身份的关系, 他献过的女子不计其数, 聪明的, 不聪明的, 好看的, 不好看的, 温顺的, 不温顺的, 还没有一个女子像唐明月这样, 让人心里说不出来的喜欢, 献人就笑眯眯, 嘴巴舔死人不偿命, 说话做事极有分寸, 不让人感觉到丁点的为难, 对了三爷, 我能见些燕姑娘吗, 我想谢谢她, 这, 没别的意思, 师父养我一场, 她的是我帮不上忙, 说一声谢谢, 总是应该的, 否则, 唐明月垂下眼睛, 我心里过意不去, 拒绝, 这唐明月十有八九会, 马上打到回府, 不拒绝, 燕三合那个脾气, 那个性子, 谢之飞一瞬间就做出了选择, 燕姑娘有句话让我转告, 她说没有什么可谢的, 让唐小姐早些回目离山, 但唐小姐既然想谢, 我总要想想办法的, 唐明月一听能见到人, 立刻笑得像朵花, 三爷, 你真是个好人, 不对, 是大好人, 那唐小姐就先安心住一两天, 我还有事, 先忙去了, 三爷吃几颗毛栗子再走, 爸, 谢之飞摇头, 有件事情我叮嘱一下, 你师父的事情, 我知道, 半个字都不能对别人说, 谢之飞恩一声, 余光扫了眼正在一旁拨毛树子的男人, 几句话的时间, 这小子已经拨了五六个, 手挺巧啊, 再巧, 也是跟特大号的脚屎棍, 谢之飞出了客院, 直奔脚门, 刚要翻身上马, 远远献谢府的马车, 从巷口驶进来, 那马车是父亲常用的, 这个点, 他不应该在上朝吗, 谢之飞在原地等了片刻, 等马车停下来, 上前掀起车帘, 正要下车的谢道之一愣, 老三, 怎么是你, 爹, 你怎么正会回来了, 谢道之下车, 脸上一抹悲涩, 老御史昨儿夜里去世了, 陛下下诏追风他为郑国公, 赐葬皇陵, 我回来换身衣裳, 赶去陆家调咽, 赐葬皇陵, 这是何等的荣耀, 陛下不仅不杀, 反而把老大人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谢之飞彻底震惊了, 那, 罪己招下了吗, 下了, 今日早朝,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陛下亲自读的诏书, 谢道之抹了一把眼泪, 仰天长叹, 明君啊, 若是往常, 谢之飞也会跟着感叹一声, 但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突然觉得有点不是个滋味, 对了, 你怎么还没去衙门, 这就去了, 等一下, 谢道之叫住他, 再有几天就过中秋, 老太太念了好几次, 要请燕姑娘回来吃毒团圆饭, 这是你帮老太太办妥, 早上陪老祖宗用早饭的时候, 他也跟我说了, 我尽量吧, 什么尽量, 必须把人请回来, 谢道之刚要迈步,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客院住的那对小夫妻是什么人, 其实是来找燕姑娘的, 但燕姑娘不见, 只好来求我, 为什么不见, 说钱货两清, 无需道谢, 谢道之立刻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伸手拍拍儿子的肩, 探口气走了, 谢之飞等他进门, 翻身上马, 一个人直奔水月庵去, 午时不到就已经到了水月庵门口, 谢之飞翻身下马, 目光一扫, 愣住了, 第四百一十二章, 偶遇, 树荫下卸着两匹马, 样子很熟悉, 还是他亲手挑选的, 燕三何来水月庵做什么, 事情不都已经了结了吗, 谢大人, 由小尼姑迎出来, 冲谢之飞行礼, 谢之飞端着做官的样子, 你们安主呢, 安主在和燕姑娘说话, 我有事找你们安主, 你带路吧, 是, 刚走出十几丈, 就见有个灰袍的尼姑, 站在屋檐下, 冲谢之飞招了招手, 你在这里等我下, 谢之飞大步走过去, 冲回袍尼姑汗手道, 四太太, 四太太一开口, 声音有些发颤, 三爷, 我刚刚看到燕姑娘来了, 嗯, 来办点事, 谢之飞打量她, 你在这里寻适应吗, 四太太低头, 半赏才道, 哪里都不是极乐世界, 我打算再住一个月, 就回去了, 所以说, 人家安主不肯收你, 是有道理的, 谢之飞压根不想多问一句, 为什么, 只淡淡道, 想回去, 就回去吧, 安堂里, 慧如看着面前的少女, 心里莫名有些慌, 燕姑娘, 可是净尘的心魔, 棺材已经合上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我这就派人去把墓地合起来, 慧如走到外间, 叫来几个尼姑一通叮嘱, 在转身时, 发现燕三合就站在屋檐下, 没眼明朗, 接二个秋阳正好, 师太陪我去外头走走吧, 好, 两人并肩而行, 身边不时有与他们错身而过的尼姑, 脸上都是一副心如死灰的表情, 走了一会, 燕三合停下脚步看着慧如, 慧如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只好跟着站定, 因为抬头的原因, 他额头堆起一堆抬头纹, 更显老了, 燕三合淡淡开口, 你小时候一定吃过很多苦吧, 慧如一正, 如果愿意, 不妨和我说说, 燕三合眼神很亮, 一个人心里的东西积太多, 身子就沉, 身子一沉就老得快, 有时候要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扔一点, 他看着他, 这是你们佛家所说的放下, 燕姑娘, 你嫉妒敬尘, 不是真的嫉妒他, 是从前的事情没有放下, 燕三合伸出手, 拨动了一下慧如手里的佛珠, 放不下的人, 是最苦的, 他说我是最苦的, 慧如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眼中慢慢泛起一点雾气, 他五岁死了娘, 爹很快又讨了个女人回来, 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 他身上一年到头, 没有一块好肉, 打骂是家常便饭, 那女人生下个儿子, 日子就过得更苦了, 他一天天熬, 一年年熬, 心想熬到嫁人就好了, 十八岁, 爹受了二十两银子的聘礼, 把他给了同村一个四十多的老光棍, 老光棍是个酒鬼, 喝了酒就打他, 打完第二天又跪在他面前, 说些求饶的话,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没有地方去, 心想等以后生了儿子, 会不会好一点, 十月怀胎, 他生了个女儿, 男人嫌弃他, 生了个赔钱货, 出了月子后又开始动手, 女儿三岁那年, 男人在外头受了点气, 回家喝完闷酒后又轮起了拳头, 往常这个时候, 女儿只会躲在角落里哭, 但那天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突然冲出来抱着男人的腿, 求他不要再打了, 男人抄起一旁的板凳, 砸在了女儿的头上, 血顺着女儿的小脑袋流下来, 流了他一身, 他喊了一声娘, 我疼, 就闭上了眼睛, 三天三夜, 他抱着女儿小小的身子, 死都不肯撒手, 直到一头栽下去, 两个月后, 男人在河边撒尿, 他从后面一脚踹过去, 等河水没过男人头顶时, 才轻飘飘地喊了一声救命, 两座新坟竖起来, 他把家门一锁, 去了水月庵, 慧如等眼里的雾气散开, 摇摇头, 燕姑娘, 没什么可说的, 我都已经放下了, 真放下了, 真放下了, 那便好, 燕三河低下头, 凑到他耳边,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画念解磨这么久, 从来没陷过比静晨还要命苦的人, 慧如眼睛陡然睁大, 眼里都是惊诧, 他那样的苦, 换了别人, 是一天都过不下去的, 当, 当真, 千真万确, 四个字, 让慧如心里万千的极度, 一瞬间分崩离析, 这世界上, 还有比我更苦命的人, 原来, 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命的人, 阿弥陀佛, 慧如一声长叹, 善哉善哉, 到此, 燕三河来水月庵的目的, 已完成一半, 对了, 我身边缺个丫鬟, 你一会问问兰川愿意不愿意, 要愿意的话, 我带他走, 燕姑娘, 慧如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他一口吃的, 别的, 只看他自己的造化, 燕三河一转身, 看到有人懒懒地倚着墙角, 一副没骨头的样子, 他怎么来了, 站在这里多久了, 都听到了些什么, 谢之飞收起懒静, 大步走过来, 来处理一点公务, 莫想到你也在, 谢之飞转过身, 看着慧如老倪, 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 有人来兵马司找失散的女儿, 说事就丢弃到这附近, 一把近二十年来水月安收养的 七鹰的名单找出来, 本官要一一查看, 是, 大人, 慧如看了燕三河一眼, 匆匆离开, 还真有名单, 这个借口算是找对了, 谢之飞心里不急了, 气定神闲问道, 为什么要收留兰川, 那孩子性子活泼, 不该在这里, 除此之外呢, 乃来那么多的, 除此之外, 燕姑娘最好对我态度好一些, 否则有关某位老大人的消息, 快说, 什么消息, 谢之飞笑眯眯地看着她, 一连你不哄我几句, 我就不说地欠揍表情, 燕三河转身就走, 逗你完呢, 谢之飞跟过去, 你这人怎么这么经不起斗, 燕三河走得更快, 老大人被封郑国公, 刺葬皇陵, 这算什么消息, 燕三河眼皮一聊, 不出一天, 四九成人尽皆知, 姑娘不知道的, 就是消息, 谢之飞口气很无赖, 我先到姑娘面前讨个巧, 燕三河目光和她一碰, 不知道为什么, 又想扭头就走, 偏偏她好像知道她下一步的动作, 长腿一抬, 挡住了去路, 第四百一十三章, 病发, 这人有病吧, 燕三河拧着眉, 三爷打算干什么, 某人依旧是那剝磨脸磨皮的样子, 姑娘能不能看在这个巧的份上, 赏我一个宝脸, 赏什么宝脸, 今儿初九, 再有六天就是中秋, 你, 不去, 三爷气笑了, 他话还没说完呢, 燕三河, 能不能不要回绝得那么快, 不能, 那没辙了, 谢之飞叹了口气, 中秋夜你做好收留我的准备吧, 燕三河挑眉, 怎么, 请不到我, 他们准备把你赶出去, 没办法, 立了军令状的, 三爷笑得比黄连还苦, 一二难做呀, 燕姑娘, 燕姑娘脑子出现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说, 关我屁事, 另一个声音说, 要不看在他可怜的份上, 不对, 坐到谢府的桌上, 我才可怜, 燕三河想到前两次吃饭的情形, 什么同情心也没了, 三爷, 要二也得宠啊, 谢之飞, 卖惨这一招这么快就不管用了, 那就只能取现就国了, 大嫂爷想你了, 他父亲病重, 府里又是一堆的事, 两边都脱不开身, 今儿早上见到我, 叹气说燕姑娘一个人, 怪孤单的, 嗯, 燕三河眼皮都莫抬, 你信不信, 信什么, 我就问你信不信, 三爷要我信什么, 八月十五那天你不来, 老祖宗连月饼都不会尝一口, 是吗, 你还信不信, 那天谢府上上下下, 谁都不想太平, 那感情好, 你再信不信, 整个谢府, 我和大嫂的日子最难过, 燕三河觉得这人拿了把刀子, 一刀一刀专门往他心口筒, 但他还是那副神情, 关我屁事, 谢之飞见他不接话, 十分之趣地闭上嘴巴, 好吧, 过犹不急, 再徐徐徒之, 恰好这时, 小尼姑来请谢之飞去安堂, 我先去, 他走了几步, 又折回来, 你稍等我片刻, 我办好事情一起回去, 路上请你吃糖炒栗子, 死心吧, 请我吃天上的龙肉, 我也不会去的, 不去, 也想请你吃糖炒栗子, 谢之飞哼哼, 燕三河, 麻烦你把我想的善良点, 燕三河, 大人, 请看, 慧如把一本发黄的小册子递过去, 谢之飞接过来, 先随意翻了翻, 名单都在这里, 历年的都在, 这上头写的时间,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捡到他们的年月日, 你先出去一会, 我要仔仔细细看, 是, 安堂静下来, 谢之飞先找到永和八年, 又找到明月的名字, 然后顺着名字往后看, 七月十六, 谢之飞的脸崩裂开来, 七月十六, 水月安捡到唐明月, 那么也就是说, 七月十四才是他的生辰, 郑, 怀左, 郑怀又都是永和八年七月十四的生辰, 所以, 他们三人是同月同日生, 这简直太荒唐了, 谢之飞抽了口气, 一屁股跌坐在板凳上, 随即, 脑海里又有一个疑问浮出来, 唐明月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生辰的, 慧如太师, 慧如就等在外头, 献谢之飞叫他, 忙走进去, 大人, 小泥姑们的生辰, 是按捡到他们的日子, 还是, 回大人, 如果墙包里有写着年月日, 就按上头的年月日来, 如果没有, 就按捡到他们的日子, 生辰八字写纸上吗? 有写纸上的, 有用写写帕子上的, 最讲究的是绣在锦帕上, 生辰八字外, 墙包里一般还会有些什么? 体面一点的人家, 会有个长命锁, 玉佩之类的, 穷人家的, 能有个生辰八字, 就已经不错了, 慧如眼神暗了暗, 向蓝川连, 生辰八字都没有, 就一个墙包, 问到这里, 谢之飞心里已经有数了, 这份册子, 我先拿回衙门, 等依依和时候, 再派人给你送来, 安理就这一份, 劳烦大人好好保管, 这个你放心, 谢之飞收起册子, 走出安堂, 也许是走得快了, 刺目的秋阳照过来, 他只觉得眼前阵阵眩晕, 他伸手撑住墙壁, 在门槛上坐下, 大人, 没事, 缓一缓就好, 你去忙, 谢之飞伸手俯上心口, 心跳得又快又猛, 还有一点细微的刺马感, 心机又犯了, 上一次犯, 是因为找不到燕三河, 这一次, 却是因为一个唐明月, 唐明月,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长得和郑怀左那样像, 为什么你也是七月十四的生辰, 谁把你扔在了水月安的门口, 远处, 燕三河不由皱起眉头,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谢之飞这副神态, 怎么了, 燕三河走过去, 不舒服, 谢之飞缓缓抬起头, 虚弱地笑了一声, 没事, 就是急的, 急什么, 请不到燕姑娘, 回去铁定要挨板子, 能不急了吗, 现燕三河脸色变了变, 他又笑道, 你可千万别心软, 我这是在跟你卖惨, 脸白成那样, 你倒我瞎吗, 燕三河蹲下去, 自个能不能站起来, 谢之飞一脸见兮兮地问, 燕姑娘是打算来扶我一把吗, 对啊, 燕三河弯腰扶住她的胳膊, 要照顾老弱病残, 谢之飞气得深呼吸, 左儿和她斗嘴, 自己还站上风呢, 这身子一弱, 气势也跟着弱起来, 她借着她的手镜, 慢慢站起来, 行了, 你松手吧, 我能自己走, 不用我送佛送到西了, 谢之飞再次深呼吸, 心道在这么泥一眼, 我一语, 我这条命离死只差一口气了, 燕三河扫了眼她放在胸口的手, 和大嫂说, 十五那天我来陪她说说话, 谢之飞扭头看着燕三河, 眼睛都直了, 没别的意思, 让三爷多活几年, 谢之飞, 得啊, 这条命又活回来了, 说话间, 李不远走过来, 哟, 三爷也来了, 咱们这是有缘千里尼姑安相会啊, 谁他娘的, 要和你相会啊, 来办差, 谢之飞一个字, 都不愿意和这人多说, 李不远丝毫不在意三爷的冷淡, 撇撇嘴, 问过兰川了, 他说他要想一想, 第四百一十四章, 强宝, 人各有命, 燕三河从来不是强人所难的性子, 那就回吧, 三爷选用不用我服, 哟, 三爷这是怎么了, 办个差, 把自己办柔弱了, 姓里的, 你在放什么屁呢, 要不要我背啊, 背你妹的背, 谢之飞想到一件事, 燕三河, 唐明月执意要献你, 拦不住, 燕三河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这人连叫方式的夏妈妈都能哄得定定的, 怎么一个唐明月就没辙了, 没办法, 他怀着身孕, 近了片刻, 燕三河无奈道, 那你安排吧, 谢之飞觉得这回的心计犯得还挺直, 至少在燕三河这里, 很管用, 还有一件事, 三爷的事还挺多啊, 燕三河忍不住刺他一下, 四太太再过一个月, 准备回计价, 燕三河默想到是这一桩事, 很淡地笑了笑, 随他, 谢之飞有些差异他的态度, 你是不是早料到了, 燕三河冷笑, 他又不止生了一个女儿, 那为什么还帮他, 顺带的, 燕三河拉着李不言往外走, 背影小小的在秋阳下很是单薄, 谢之飞的眼神有瞬间的恍惚, 又忽然想到一桩事, 郑家因为武将出身, 所以耳孙的个子普遍偏高, 这丫头似乎比唐明月矮了半个脑袋啊, 回到京城, 买糖炒栗子的地方, 已经排了长队, 一身官服的谢之飞走过去, 冲摊主咳嗽两声, 摊主立刻命小伙计包了一包栗子, 颠颠地走过来, 官爷, 您随便尝尝, 谢之飞掏出二文钱, 塞摊主手里, 转身把毛栗子塞到燕三河手上,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燕三河闭明嘴, 算是默认了, 等人走远, 李不妍来不及地问道, 谢三爷的小甜嘴, 咱地不见了, 刚刚他犯病了, 什么病, 嘴见吗? 燕三河用手指戳戳李不妍的心口, 他应该这里有毛病, 卧槽, 怪不得是短命鬼, 李不妍挠挠头, 那我以后对他, 还是嘴上计点的吧, 瞧那小脸白的都成小白脸了, 燕三河扑斥一声笑了, 把毛栗子塞到李不妍手里, 你吃, 你干嘛不吃, 我不吃小白脸买的东西, 这回, 幻里不妍扑斥一声笑, 午后, 谢之飞回到谢家, 朱青, 等在二门口, 谢人走过来, 迎上前, 爷, 陆家, 晚点再说, 谢之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直奔客院, 客院里安安静静, 唐明月带来的丫鬟和婆子, 都在庭院里无聊地晒着太阳, 见谢府三爷来, 有红衣丫鬟赶紧迎上去, 我家小姐还在午睡, 去叫醒她, 有重要的事, 丫鬟看着三爷紧绷的脸, 一扭头跑进了厢房, 很快, 厢房里有了动静, 达尔一先走出来, 冲谢之飞行李道, 谢兄, 谢之飞点了点头, 目光往他身后看, 达尔一一看他这个样子, 心里又开始不痛快了, 片刻后, 唐明月由丫鬟扶着走出来, 三爷来了, 可是燕姑娘愿意献我了, 唐小姐稍等, 谢之飞看了眼身后的朱青, 让所有人都离开这个院子, 朱青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旁有个声音嚎出来, 凭什么我也要离开, 谢之飞早有预料这孙子会叫, 目光一立, 还想不想让你娘子见到燕姑娘了, 达尔一, 啊, 谢之飞, 想见就乖乖照我的画作, 达尔一脑子转得飞快, 赶我们走, 和谢燕姑娘有什么联系吗, 就说你脑子好使, 谢之飞脸一沉, 浦摆得很大, 燕姑娘有几个问题, 要我问一下你家娘子, 事情须得保密, 丹兄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 没有意见就出去, 谢之飞做了个请的手势, 放心, 你家娘子不会少一个汉毛, 老子信你才有鬼, 丹二一咬着后槽牙, 你这小白脸一看, 就是对我家娘子心怀不轨, 娘子, 我就在院外等你, 你有什么事就喊一声, 不用怕的, 毕叔在呢, 你放心吧, 三爷是好人, 唐明月笑笑, 看了眼毕招, 毕叔, 陪二一出去转转, 姑爷, 走吧, 丹姑爷三步一回头, 一副离开了娘子, 就活不下去的表情, 还时不时的蜿蜒谢之飞, 好人, 好人能盯着别人家的娘子看, 我呀呀个呸, 谢之飞心说唐建西老眼昏花了吗, 给自个女儿找了这么个窝囊费, 院门, 和尚, 谢之飞走到唐明月身边, 唐小姐, 我们唐屋说话, 好, 两人进到唐屋, 谢之飞把唐屋的门也掩上, 唐明月献她这么慎重小心, 不由的心也跟着掉起来, 等不及地开口, 三爷快说吧, 燕姑娘想问什么, 你七月十四的生辰, 是谁告诉你的, 我师父, 你师父是如何知道的, 唐明月一愣, 我不知道, 反正师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师父在水月安门口, 捡到你的那天, 是七月十六, 唐明月又一愣, 啊, 谢之飞掏出册子, 打开其中一页, 手指了指, 你看这里, 唐明月低头一瞧, 呀, 还真是的呢, 七月十六, 那你师父怎么跟你说是七月十四, 我不知道, 还是说你墙堡里, 有一张写着你生辰八字的纸, 唐明月更糊涂了, 还有纸吗, 谢之飞一看他这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 急得抓心脑干, 心这么大, 姑奶奶,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当年的墙堡呢, 你师父给你了吗, 给了, 这个问题, 唐明月能答上, 当年我爹收养我, 师父就把我所有小时候的东西, 都让我带走了, 现在呢, 在哪, 木梨山上, 我娘把我收着, 你打开来看过吗, 我看她做什么, 唐明月笑道, 我又不想找着我亲生的爹娘, 他们不要我了, 我也不要他们, 这姑奶奶不止心大, 性子还痛快, 谢之飞沉默半赏, 我这就去趟木梨山, 唐姑娘方便让我看一眼你的墙堡吗, 第415章, 失踪, 听到这里, 唐明月终于察觉到一点不对劲, 三爷, 师父的心魔不是都解开了吗, 为什么还要看我小时候的东西, 是燕三合交代我这么做的, 回头等我从木梨山回来, 再和唐小姐一一解释, 谢之飞看了看她的脸色, 又添了一句, 事实上, 这事还留了一点小小的尾巴, 一提到燕三合, 唐明月什么都不问了, 我得跟我娘写封信说一下, 不用写信, 拿件信物就行, 唐夫人我献过, 不行, 还是写一封吧, 唐明月笑道, 出来好多天了, 娘要担心的, 你顺带把我捎回去, 谢之飞走到院中, 大吼一声, 朱卿去拿纸笔来, 是, 很快, 纸笔拿来, 唐明月提起笔, 挠挠头, 自言自语道, 哎呀, 我写什么好呢, 报个平安, 还是三爷聪明, 唐明月冲谢之飞笑了笑, 把笔沾沾没之, 提起笔, 又顿住了, 怎么了, 唐明月拖起下巴, 三爷, 你帮我再想想, 怎么个报平安法, 这都不会, 唐大小家, 你有没有读过书, 我这人不喜欢读书, 一看书一写字, 就想睡觉, 唐明月脸上半点羞愧都没有, 我爹说我不是那块料, 所以我还没写过书信呢, 从前给师父写信, 都是爹代别, 你可真能, 谢之飞觉得, 再这么被他磨下去, 心疾病又得犯了, 就说, 在京城一切都好, 让爹娘不要惦记, 等现了燕姑娘就往家里赶, 马上中秋了, 狠思念爹娘什么的, 让他们保重身体, 三爷说得真好, 我就照三爷说的血, 谢之飞见他终于落笔, 这才安心喝起茶来, 一盏茶喝完, 现他还在一笔一画地写, 他起身走过去, 心说那几个字, 三下两下就好, 那还需要, 谢之飞心里的埋怨, 在看到信的瞬间, 一下子消停了, 这是字, 妈, 这他娘的是狗爬, 唐蜜月发现三爷正看他写信, 咧嘴笑道, 三爷快别看了, 我字写得不好, 说完, 他又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我爹说了, 姑娘家不读书不写字, 才是福气, 唐小姐是不是喜欢习武, 呀, 你怎么知道的, 我来的时候, 看到你跟着B招在打太极, 我还会打别的拳呢, 都是毕叔教我的, 毕叔说我要是从小练气, 一定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唐蜜月叙叙叨叨地说着, 完全没发现谢之飞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字写得像狗爬, 喜欢习武, 这他娘的怎么这么像从前的自己, 郑怀祖, 最后一个字写完, 唐蜜月用嘴吹了吹, 三爷, 你看看我写得还行啊, 行, 唐小姐, 这件事情燕姑娘盯住你要保密, 就算是你的枕边人, 也不能说,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 我从牧梨山回来, 会和你解释, 到时候也会带你去谢燕三河, 谢之飞, 他刚化解完你师父的心魔, 身子需要静养几日才能恢复, 那我等三爷回来, 真听话, 谢之飞冲他应挤出一点笑, 听话的姑娘神气会更好, 唐蜜月得意坏了, 巧了, 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院门, 打开, 谢之飞无视单而一的虎视单单, 冲竹青瞄了一眼, 大步离开, 竹青赶紧跟上去, 爷, 谢之飞走到无人的地方, 备马被干粮, 准备去趟牧梨山, 一盏茶后出发, 朱青心头一惊, 刚要说话, 三爷锋利的目光看过来, 他立刻低声道, 是, 对外就说, 我出趟急差, 小裴爷那边呢, 要说实话吗? 瞒着, 谢之飞扭头看了眼远处的客院, 告诉谢小花, 好好照顾好唐小姐, 唐小姐收一两, 也让他饿三天, 是, 还有, 别让唐明月和燕三河见面, 朱青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 咚的一声跳, 就在谢之飞骑马离开京城时, 燕三河正从寒家驿站走出来, 含蓄不在, 他只能留下口讯, 回府吧, 李不言微惊, 不去郑家了, 燕三河, 夜里去, 李不言两眼放光, 我就喜欢这么刺激的, 去之前, 先到陆府给他上炷香, 那就更刺激了, 李不言扶燕三河上马, 咱们先回去吃饱睡饱, 等到月黑风高, 再干坏事, 夜晚的陆府, 白灯高挂, 来送老御史最后一程的人, 排到了巷门口, 燕三河和李不言排在队伍里, 等了足足一个时辰, 才轮到他们, 一炷清香, 三个头, 两人吊咽完, 又翘无声息地离开, 直奔政府旧宅, 整整一夜的时间, 燕三河把整个府底, 又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五更帮子敲响的时候, 两人才从狗洞钻出来, 回到府里, 燕三河让李不言先去睡, 自己则钻进书房, 一笔一笔把政府画了下来, 这一画, 便是整整一天的时间, 最后一笔画完, 燕三河撑着两只敖红的眼睛, 一头才到了床里, 睡得昏天黑地, 醒来, 已是第二日的午后, 燕三河睁眼就问, 三爷来过没有, 李不言一耸间, 表示连鬼影也没有看到, 说好两天后, 把郑家案件拿来的, 燕三河在心里骂了声骗子, 决定吃过饭后, 去武城兵马司跑一趟, 这筷子还莫拿上, 小裴也急匆匆地来了, 燕三河, 谢武师去了哪里, 你可知道, 我还想找他呢, 燕三河查查处不对, 怎么, 他不在京城吗, 小裴也往桌上一坐, 拿起桌上摆着的一副碗筷, 不在, 说是到外头半个急差, 招呼都不打一声, 这小子能耐呢, 李不言进门, 心说, 你小子也能耐, 抢我的碗筷, 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燕三河, 他往常也这样, 怎么可能, 小裴也扒了一口饭, 忙半天, 饿死他了, 他去哪儿, 都会和我说一声的, 燕三河想着, 那日在水月安的情形, 替裴孝夹了一筷子菜, 对了, 裴明廷, 谢之飞身上有什么毛病, 为什么外头都传他是短命鬼, 第416章, 帕子, 呀呀呀, 我娘子替我夹菜了, 我们俩的关系, 又往前进了一步, 小裴也心头一暖, 什么话都肯往外道, 他有心计的毛病, 从娘胎里带来的, 我爹帮他调养了很多年, 才调养成现在这副样子, 小裴也叹气, 他自己也争气, 天天天不亮, 就爬起来打拳, 因为他这毛病, 莫信我啥事都让着他吗, 没信, 就看到他啥事都让着你了, 燕三河, 这毛病现在治好了, 小裴也得意, 有我爹在, 还能治不好吗, 燕三河, 再没犯过, 没犯过, 这小子如今撞得跟头牛似的, 一拳能打死一只老虎, 对了, 小裴也身子往前一凑, 一脸的神秘兮兮, 下一个心魔什么时候到啊, 干嘛, 就随便问问, 不知道, 小裴也低头吃饭, 又飞快地抬起头, 看了燕三河一眼, 两人中间隔着一个冒着热气的汤, 少女的眉眼在热气中看不分明, 却让人怦然心动, 裴笑垂下眼睛, 心想, 趁着下一个心魔还没来, 我得想办法往前走一步, 而恰好这时, 燕三河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小裴也, 黑漆漆的眼睛里有了一抹狐疑, 三爷的心计肯定放过, 却连裴笑都没有说, 为什么? 谢之飞此刻已经到了牧梨山上, 跟在周管家的身后, 连日的奔波, 他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唐建西夫妇匆匆迎出来, 行过里, 谢之飞干脆利落道, 唐老爷, 唐太太, 我们书房说话, 唐, 唐, 谢之飞看了眼身后的朱青, 不用跟来, 就在这里等我, 朱青? 是, 唐建西, 山上冷, 朱兄弟还是到偏厅吃点热饭, 喝口热茶, 先歇歇脚, 周管家, 周管家上前, 朱兄弟, 请, 朱青没动, 只等自家主子发话, 谢之飞微微汗手, 就听唐老爷的, 朱青这才应了一声, 是, 进到书房, 热茶端上来, 吓人退下去, 唐建西迫不及待地问, 我小师妹的棺材, 唐老爷, 此事稍后再说, 谢之飞目光一过去, 看向唐太太, 唐太太, 当年你们收养唐明月的时候, 静晨给过你们一个唐明月小时候的强宝, 唐巧一正, 随即点点头, 强宝呢, 我收着呢, 拿来我看, 唐建西只当这是与唐之味的心魔有关, 忙道, 快去拿, 谢之飞站起来, 我跟太太一道去吧, 唐建西夫妇俩对视一眼, 心里都慌得不行, 怎么连半盏茶都等不及了呢, 唐建西很痛快, 一道去, 谢之飞又交代, 一会劳太太亲自动手去拿, 唐老爷, 不相干的人都退到院外去, 唐建西点点头, 率先走出书房, 在周管家耳边叮嘱了一通, 周管家一溜烟跑进了夜色里, 三人来到了正院, 院里一个人影也瞧不现, 陶巧进乡房里, 一通翻箱倒柜后, 拎着个包袱走出来, 谢公子, 就在这里, 谢之飞的心跳又难以抑制地快起来, 他起身把珠门咔哒一声关上,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唐建西嗓子有点紧, 谢公子, 别说话, 谢之飞深吸一口气, 解开包袱露出水蓝色的小被子, 小被子叠得四四方方, 展开一看, 边上绣一圈竹子, 中间则是用红线绣了个大大的符字, 谢之飞翻过来, 覆过去地看了几遍, 没找到别的东西, 墙包里那张写着生辰八字的纸呢, 没有纸, 帕子呢, 也没有帕子, 陶巧略有些紧张道, 拿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小被子, 不可能, 如果没有纸, 没有帕子, 又怎么会有七月十四的生辰跑出来, 谢之飞目光一凝, 拿剪刀来, 谢公子, 唐建西朝女人递了个眼色, 巧儿, 就照谢公子说的做, 陶巧儿赶紧把剪刀拿来, 谢之飞手指了指, 老宁把它拆开, 剪小心一点, 不要碰着里面的东西, 这, 拆, 唐夫人献谢之飞脸色凝重, 不敢犹豫, 赶紧低头拆线, 女子手巧, 三下两下, 就把外面的颈段给拆了下来, 颈段里面是一层薄薄的棉花, 因为年代久远, 棉花已经压得很紧实了, 谢之飞大手一翠一翠摸过去, 忽然, 她的手顿住, 只见一点一点扣进棉花里, 从里面慢慢拽出一方薄薄的颈帕, 唐家夫妇眼睛都直了, 一股毛骨悚然的寒意, 从两人的脊背窜起来, 明月的墙包里, 怎么还会有这东西, 谢之飞没有马上把那方帕子展开, 一反手, 死死地压在了掌心下面, 动作之猛, 陶巧被她吓得心头一颤, 谢公子, 别说话, 谢之飞大吼一声, 双唇有微微地抖动, 她害怕了, 不对, 还不是害怕, 是一种从骨髓里涌出来的深深恐惧, 以至于她浑身的肌肉都蹦紧了, 如灵大敌, 一块缝在棉花里的帕子, 如果上面不是承载着今天的秘密, 她不需要埋得这么深, 这秘密是什么, 谢之飞急促地呼吸起来, 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已经不光光是跳得快, 还非常的混乱,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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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冲直撞, 毫无章法, 看吗, 她问自己, 不知道, 她回答自己, 人是有直觉的, 她第一眼见到燕三河就觉得很奇怪, 就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这种直觉一路伴随着她, 直到真相浮出的那一刻, 而对唐明月的直觉更强烈, 强烈到她连哄带片, 强烈到一刻都等不及, 就疯狂地赶到了牧梨山, 就是这么奇妙, 而现在, 她也有一种直觉, 答案就在这块帕子上, 这时, 心里有个声音冒出来, 要不, 就算了吧, 把帕子再缝进去, 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 怎么能算了呢, 另一个声音反驳道, 你不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吗, 哼, 真相后面藏着什么, 你想想清楚, 这帕子, 你要不看一眼, 这辈子都会惦记着, 谢之飞的呼吸, 再一次急促起来, 是的, 会惦记着, 今天惦记, 明天惦记, 一直惦记, 周而复始, 永无尽头, 她深深吸尽一口气, 终于把帕子拿起来, 决绝地递到唐剑锡手上, 唐老爷帮我看看, 这上面写了什么, 第417章, 瓷牌, 唐剑锡年岁大了, 眼睛不太好使, 巧儿, 去把烛火拿过来, 陶巧儿拿过烛火, 唐剑锡凑近了, 把帕子展开来, 上面不是字, 是用针锈的, 锈的是什么, 好像, 锈的是一个日期, 谢之飞声音微微发颤, 是不是七月十四, 是, 陶巧儿一声惊呼, 啊, 这不是明月的生辰八字吗, 谢之飞, 还秀了什么, 唐老爷又把帕子凑近点, 嘀咕道, 还有一行字, 只是这秀宫有些差, 巧儿, 去拿纸笔来, 拿纸笔, 就是要把上面的字, 一笔一笔地拓下来, 唐剑锡凑得很快, 不过片刻, 一行清秀的字, 便赫然出现在纸上, 谢公子, 这是一句词, 共有八字, 是什么, 怀左明兜, 逐膝加处, 什么意思, 谢之飞脸色茫然地, 看向唐剑锡, 唐剑锡拧着眉, 响了, 好一会, 突然一拍大腿, 这首次我知道, 老爷, 你快说, 陶巧儿比谢之飞还要性极, 词牌名为, 杨州曼, 怀左明兜, 谢之飞脑子空白一瞬, 杨州曼, 讲的是, 此人有一天经过杨州, 现杨州一片萧条, 心中十分悲凉, 杨州自古是淮南东路的名城, 故称怀左, 这里又有一座非常有名的亭子, 叫竹西亭, 他在亭子里稍作停留, 想到杨州城曾经的风流繁华, 心中感慨万千, 回家就写下了这首词, 唐剑锡趁机还不忘点评几句, 怀左明兜, 竹西家畜, 怀左对竹西, 明都对家畜, 对得算不得巧妙, 但胜在工整, 陶巧儿压根不想听什么词啊, 是的, 他只想知道一件事, 谢公子, 明月的墙堡里, 怎么会藏着这样一句话, 谢之飞咬着后槽牙不说话, 他放在膝盖上的手, 死死握成拳头, 发出可怕的咯咯咯的声音, 眼前感觉东西都在晃, 桌子在晃, 墙壁在晃, 人影也在晃, 晃动越来越剧烈, 如同地动山摇一般, 然后, 他的耳边听到了轰的一声巨响, 山崩了, 地裂了, 谢之飞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 也在瞬间踏了下去, 梁九, 他嘴唇轻颤, 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知道, 也不能对你们说, 他抬起眼, 看着唐建西, 唐建西被他冲雪的眼睛吓到了, 谢公子, 你, 我很好, 谢之飞站起来, 有没有水, 我想先洗把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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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巧儿走到里屋, 端出一盆冷水, 放到一盆的小机上, 我再添点热, 不用, 就冷水, 山里的水, 冷得刺骨, 谢之飞把整张脸都埋下去, 身体狠狠打了个机灵, 一下子就还了魂, 他僵了一片刻, 终于在唐建西夫妇焦急的目光中, 缓缓开口, 静尘的棺材已经合上, 他的心魔是陆石, 那一段罗生士陆石中举游街的大罗, 和唐家戏台上的小罗, 发出的声音, 唐建西一拍额头, 啊, 我想起来了, 是同一天, 严如嫌死了, 李星的女儿丽妃死了, 李星和他两个儿子也难逃一死, 陛下下了罪己诏, 这一切, 谢之妃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一切都是陆石做的, 这二十六年, 他爬到这样一个高度, 活成一个孤仲, 就是想为你们的先生, 为唐家讨一个公道, 谢之妃把帕子塞进怀里, 深吸一口气,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先太子的意思, 谁, 什么, 你说什么, 谢之妃的话, 让唐建西的世界, 一下子颠倒过来, 气息都不稳了, 太太, 谢之妃转动眼珠, 落在陶巧儿的身上, 如果你想让唐明月一辈子平平安安, 就把这强宝烧成灰, 扔河里, 埋土里, 怎么这都行, 就是不能留下来, 还有, 他的声音陡然便利, 眉目深沉冷峻, 刚刚我说的每一个字, 包括这块帕子, 你们都咽进肚子里, 带进棺材里, 连唐明月也不要告诉, 这一趟只当我没有来过, 陶巧儿完完全全被谢之妃的话惊到了, 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下面我想洗个热水澡, 吃一顿热饭, 然后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我会离开, 他从怀里掏出信, 这是唐明月给你们的, 过了中秋, 他就会动身回牧梨山, 谢之妃把信放下, 转身走出去, 守正要去开门的时候, 他又转过身, 以后, 别让唐明月去京城, 就留在这牧梨山, 太太平平过日子, 我会来看他的, 男人远去的身影, 像四周沉默的群山, 与夜色融化在一起, 陶巧儿刚想问一句你来看他做什么, 目光一偏, 见男人已是满面的泪水, 老爷, 他一声惊呼, 山里的夜风, 很大, 朱青等在半路, 献谢之妃走近, 忙迎上去, 爷, 谢之妃点点头, 没说话, 主仆二人一路安静, 朱青好几次挑眼看看三爷的脸色, 欲言又止, 到了客院, 谢之妃停下脚步, 先洗澡, 再吃饭, 再让人送壶酒来, 朱青细切, 爷, 咱们是要在山上住几天, 还是, 明天一早出发, 赶回京里过中秋, 谢之妃说完, 再不开口说一句话, 饭也只是垫了两口, 一壶酒喝完, 倒头就睡, 朱青吹灭了灯, 眼上房门, 默默地守在了外面, 久能助眠, 谢之妃头一挨着枕头, 便没了知觉, 下半夜, 各种杂乱的梦, 纷至踏来, 一会是他和怀佑躲在窗户下, 屋里父母在低声争执, 爹摔门而去后, 娘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气声, 一会是怀佑眼泪汪汪地扑进她的怀里, 哽咽地问她, 娘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哪里做得不好, 一会是爹立生对她呵斥, 你妹妹身子弱你不知道啊, 带着她爬高上低, 万一摔出个好歹, 看我怎么收拾你, 最后的梦境是在夏天的午后, 她和怀佑困急了, 睡在榻上, 娘在一旁给他们打扇, 不知为何, 扇子停了, 她觉得热, 迷迷糊糊睁开眼, 入眼是娘冰冷的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 她被那双眼睛里的阴毒吓了一跳, 毫无预兆地惊坐起来, 梦, 说得惊醒, 第418章, 香客, 朱卿正打着瞌睡, 忽然听到房里有动静, 赶紧推门进去, 点上烛火, 走到床边, 她伸手一探, 三爷竟是一杯的冷汗, 谢之飞挥开她的手, 给我拿桩茶喝, 朱卿往冷茶里堆了点热水, 谢之飞一口气喝完, 身子往后一趟, 没事了, 你去吧, 朱卿默不作声地替三爷爷爷好被子, 眼门离去, 一灯如斗, 谢之飞看着头顶的杖帘, 静静地回忆起一些事, 一, 些人, 是的, 娘盯着的人是怀佑, 从郑怀左记事起, 就知道爹和娘各有偏心, 爹偏心妹妹, 娘偏心她, 唯一的区别是, 爹偏心妹妹的同时, 对她也十分地疼爱, 而娘对妹妹, 则完完全全地冷漠无视, 她替妹妹打抱不平, 妹妹那样可爱, 自写得那样的漂亮, 书读得那样好, 什么都乖乖巧巧的, 为什么娘对她丁点都不喜欢, 为什么她生病了, 娘能守她一天一夜, 妹妹生病了, 守在床前的, 只有爹, 不都是一个肚子里掉下来的肉吗, 为了这个事情, 她甚至还跑去质问娘, 娘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然后让她滚出去, 正因为娘对怀佑的冷漠, 她这个做哥哥的, 就分外心疼自家妹子, 到哪都带着她, 其实他们兄妹俩, 哪里都去不了, 祖父不待见父亲, 也不待见他们, 祖父不待见父亲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娘, 正家从武, 因此娶回来的女人, 各个雷厉风行, 都是直爽的性子, 娘是读书人家的女儿, 是爹自己看上, 硬要求娶回来的,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兄妹俩生的日子不好, 是鬼胎, 和尚批命说会克正家, 他们兄妹俩的活动范围, 仅限于海棠院, 就算逢年过节, 他们都不能走出海棠院的大门, 他们一家四口, 就只能在海棠院, 自个过年过节, 好在祖父虽然不待见他们这一房, 吃穿用度上却从来不苛刻, 别的房里有的东西, 他们一样不少, 唯一苛刻的是没有丫鬟仆妇侍候, 凡事都得自己动手做, 爹每天无所事事, 除了教他洗舞, 教妹妹读书外, 就是打理海棠院, 娘则洗洗衣裳, 偶尔动动针线,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淡无波, 每年的七月十四, 爹都会去庙里添香油钱, 爹给他们兄妹俩在庙里点了两盏长明灯, 每到这一日, 爹天不亮就出门, 娘斑把主意在院子里等, 他和怀佑就陪着娘一到等, 爹从来不会空手回来, 会给他和怀佑带些外头的新奇晚意, 娘也有, 但娘的东西, 爹从来不会拿出来给他们看, 都是关起门来偷偷给娘, 娘收了东西, 半个多月都是乐呵呵的, 这是海棠院一年中, 最平和的半个月, 他和怀佑就是闯了祸, 娘也只会对他们笑笑, 海棠院二进二出, 后面带个小花园, 这巴掌大的地方, 他和怀佑早就完腻了, 有时候实在无趣, 就缠着爹讲故事, 爹会和他们蒋祖父打的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蒋沙场秋点兵, 蒋苍茫的墨北, 还有能热死人的齐国, 他和准佑都听得津津有味, 爹还蒋正家, 蒋正家的祖籍扬州, 蒋老宅边上的竹西亭, 蒋扬州最出名的寿西湖, 蒋金兵入扬州时的惨状, 蒋扬州人早上皮包水, 晚上水包皮, 谢之飞想着想着, 翻了个身, 把脸埋进被子里, 宫起的后颈脊背, 微微颤抖起来, 他长久地保持了这个姿势, 直到第一声鸡鸣, 才掀开被子下床, 推开窗户, 张开双臂, 冲天际咆哮了一声, 啊, 外间, 睡梦里的朱青, 吓得魂都要跳出来, 飞快地冲进厢房, 谢之飞扭头, 一脸平静道, 回京, 回京的路, 风雨不停, 已经赶到京城时, 已经是八月十五的清晨, 一进城门, 谢之飞就勒住江省, 朱青, 你先去给家里报个平安, 朱青听了这话, 只觉得头皮发麻, 爷自从见到那个唐明月后, 没有一件事情是正常的, 更让他担心的是, 也什么都不和他说, 都闷在肚子里, 爷去哪里, 去办件事, 今天就是十五了, 放心, 一定赶回来吃团圆饭, 朱青张了张嘴, 最后深吸了一口气, 生生把一肚子的话都咽下去, 只叮嘱道, 也要早点回来, 好, 谢之飞掉转码头一路往西, 直奔水月庵, 唐明月的身世, 他已经摸得八九不离十,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他必须确认, 一个多时辰后, 慧如老倪看着面前一脸憔悴的男人, 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谢大人, 你这是从, 出了一趟远门, 谢之飞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茶, 香客捐的香油钱, 你们安里有没有记录在册, 慧如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谢大人, 这, 这是, 不查你们, 我就是想看看, 谢之飞温和地添了一句, 当然, 孙露丝如果要查, 我也会让陪大人睁只眼, 闭只眼, 陪大人是干什么的, 慧如心里一清二楚, 他冲谢之飞一点头, 大人, 请跟我来, 两人走到一处斋房, 慧如从怀里掏出钥匙, 打开门上挂着的锁, 谢之飞推门进去, 才发现这里是一处库房, 慧如又掏出另一把钥匙, 打开了其中的一个香笼, 谢大人, 都在这里, 一箱笼的册子, 塞得满满当当, 帮我找出永和元年到永和八年的册子来, 是, 慧如蹲下去, 很快就找到了八本册子, 谢之飞也顾不得地上厚厚一层灰, 双腿盘坐下来, 拿起第一本, 一页一页翻过去, 翻到最后一页, 什么也没有, 随即, 他拿起永和二年的册子, 翻过几页, 呼得目光一读, 落在一行小字上, 七月十四, 香客正换堂, 捐银二百两, 他扫一眼后, 迅速翻开第三本, 七月十四, 香客正换堂, 捐银二百两, 第三本, 第四本, 第五本, 最后一本看完, 他把手指停在那一行的下面, 师太, 这个人, 你可有印象, 正换堂, 我记得这人, 每年的七月十四都来安理, 给一对儿女点长明灯, 再捐二百两银子, 这么久远的事情, 你喂, 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这, 谢之飞脸一沉, 说, 第四百一十九章, 竹西,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那是因为这人均完香油前后, 都要听静尘讲一讲佛经, 而每年的七月半, 都是水月安里最忙的一段时间, 静尘未必会有空, 偏这人就是认准了, 宁肯坐着干等, 也不愿唤别人, 那人长得高高大大, 气度十分出众, 一看就是世家弟子, 他远远扫过一眼, 还十分龌龊地想, 这人不会是冲着静尘的那张脸来的吧, 谢之飞听完, 呆了半赏, 孩子很年静尘, 静尘到哪儿, 他就到哪儿, 自然是跟在一旁, 原来如此, 谢之飞脸上平静得没有半点波动, 一个又一个谜团地解开, 已经把他的心都磨顿了, 册子我都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他从地上站起来, 端出做官的派头, 一把册子都收起来, 慧如还是一脸的担心, 谢大人真的都, 都结束了, 谢之飞从怀里掏出那本小册子, 这个一并还给你, 收起来吧, 慧如一看, 小册子都还回来了, 这才长长松出口气, 你能坐到安主位置, 可见是个聪明人, 什么事情能说, 什么事情不能说, 心里要有点数, 慧如拨动佛珠的手猛地僵住, 谢之飞突然话风一转, 半个时辰后, 我带蓝川走, 他跟着燕三合, 错不了, 屋里一时间, 翘无声息, 慧如老泥, 艰难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 好, 谢之飞冷冷看着他的脸, 我去静尘的坟上看看, 半个时辰后, 在安门口等他, 门, 打开, 又合上, 慧如老泥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半上, 忽然弯腰把几本册子捡起来, 连同那本小册子一到, 往香笼里一扔, 他匆匆啰嗦, 匆匆离开那间斋房, 走出十几丈, 他猛地回头,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他心里有一个预感, 那个香笼, 那些册子, 连同静尘, 明月, 都是他从今往后不能触碰的秘密, 统统带进棺材里吧, 就算为了兰川的孩子, 唐之卫的坟营已经彻底合上, 没有树碑, 就是一个小土包, 再次来到他的坟上, 和第一次的心情截然不同, 第一次对于谢之飞来说, 唐之卫就是个棺材盖不上的陌生人,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这一回, 谢之飞一先衣裳, 跪倒在地, 认认真真的刻下三个头, 谢谢你, 他轻声说, 你是不是也已经窥探到了明月的秘密, 所以才把那块帕子缝进去, 所以才交代他不要把生辰随便告诉别人, 永和一年的七月十四日夜, 郑家的龙宋双胞胎, 咕咕落的哥哥先落地, 起名郑淮佐, 妹妹后落地, 他的名字按理应该叫郑竹西, 因为郑家的祖籍在扬州, 淮佐明都, 竹西家处, 淮佐对竹西, 这才是他们双胞胎原本应该起的名字,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七月十六, 真正的郑竹西被丢弃在水月安门口, 静尘捡到了他, 于是他成了唐明月, 而另一个不知道从何出来的, 刚刚生下来的女婴, 摇身一变, 光明正大的成了郑家的小姐, 取名郑淮佑, 淮佐, 淮佑, 一左, 一右, 多么相配的双胞胎名字, 谁也不会怀疑, 于是从永和二年开始, 每年的七月十四, 爹都会去水月安, 借着香客的身份, 看一眼亲生女儿, 直到永和八年, 郑家被图, 整整七年时间, 因为这个原因, 郑淮佐, 郑淮佑, 长相迥异, 性格迥异, 和普通的双胞胎不同, 因为要掩盖这个长相, 他们兄妹俩的童年, 只能被困在海棠院, 娘对怀又没有亲情, 只有冷淡, 甚至是怨恨, 是因为她真正的女儿, 在水月安荡小尼姑, 要一辈子清登古佛, 而这一切的秘密, 如果不是她意外的魂, 穿到谢三爷的身上, 如果不是唐之卫的棺材合不上, 如果不是唐明月的出现, 就该随着一个个死去的人, 埋进坟里, 谁能想到, 谁敢想到, 我该怎么做呢, 唐之卫, 没有人回答她, 唐之卫的坟荫树在那里, 像一双最无情, 也最慈悲的眼睛, 安静地看着面前这个茫然无措的男人, 别怨礼, 燕三合手里拿着一本书, 李不妍坐在窗上, 一下又一下地擦着她的宝贝软件, 时不时瞄燕三合一眼, 半天莫翻过一夜, 这丫头脑子里, 只怕又在想郑家那案子, 姑娘,姑娘, 三爷来了, 谢之飞, 燕三合啪地扔下手里书, 几乎是跑了出去, 五天了, 这人整整消失了五天, 出门半拆末问题, 五天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她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 明明说好两天后, 要把郑家的案卷给她的, 她当自己说过的话, 都是放屁呢, 燕三合气冲冲, 心想见到了人, 无论如何都要质问她一声, 郑家的案子, 你还想不想查了, 见到谢之飞的那一刻, 燕三合歇菜了, 眼前的男人头发蓬乱, 胡子邋遢, 样子比从西宁府回来那一趟, 还要不成人样, 她这是去深山老林里半差了, 蓝川从今天开始, 就跟着你了, 谢之飞把蓝川往前轻轻一推, 晚上记得回来吃团圆饭, 顺便见现唐明月, 谢之飞, 我还有事, 回头再说, 谢之飞轻飘飘地扔下一句, 转身走了, 燕三合干等了五天, 总要从她嘴里听句准话, 追过去, 笛声问道, 郑家的案卷,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 谢之飞脚步一读, 低头看着她, 美人在鼓, 不在皮, 这张脸乍一看颇有几分惊艳, 细细一品, 则更多了几分味道, 这味道非, 要用一个词形容, 那就是独一无二, 燕三合,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来挣架, 为什么我爹未了你, 不惜把亲生的女儿, 扔弃在泥馆里, 你的身上,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燕三合被谢之飞眼神惊住了, 这眼神太过犀利, 像暗藏着一把锋利的刀, 急什么, 这案子你别想逃掉, 燕三合, 他声音不大, 语速也和往常一样, 但细细一品, 里面竟有一点很绝的味道, 燕三合眉头疏地促起, 这人怎么了, 第四百二十章, 变化, 燕三合从认识谢之飞起, 就没现过他这副模样, 这人从来都是笑眯眯的, 说话莫个正形, 也不知道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但这几次碰面, 他敏锐地察觉到, 这人和以前似乎不太一样, 三合, 燕三合, 快来瞧瞧, 我给你带什么好, 咦, 谢五十, 你回来了, 裴笑赶紧指出脚步, 这是干嘛去了, 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 谢之飞不嫌不淡地看了眼他手里东西, 我能像你一样嫌, 裴笑一正, 兄弟, 谁给你气瘦了, 谢之飞不理, 自顾自往前走, 唉, 裴笑追了两步, 把人拉住,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通, 最后得出结论, 是不是又憋了好几天, 滚蛋, 谢之飞把人一掀, 裴笑不敢再跟过去触眉头, 走到燕三合身边, 把手里的一盒月饼递过去, 尝尝, 五人味儿的, 燕三合接过来, 你不追过去看看吗, 不用, 小裴也感叹, 他呀, 就是得找人谢谢火了, 血气方刚的, 你呢, 我, 小裴也偷瞄一眼燕三合的脸, 心说我不有你吗, 我是正派人, 憋得住, 你还真有脸说, 还是跟过去看看吧, 我看他脸色不好看, 一听谢之飞脸色不太好, 小裴也急了, 那我先去看看, 月饼你记得吃, 跑出几步, 回头谢燕三合, 还站在原地巴巴地看着他, 小裴也气得咬牙切齿, 谢五十, 你他娘的, 就是我娶娘子路上的绊脚石, 回回都来捣蛋, 燕, 燕姑娘, 身后的声音怯声声, 燕三合这才想起来, 谢之飞把蓝川带来了, 燕三合走过去, 你怎么会和谢大人在一起, 他, 他来水月庵接我的, 这话燕三合听出两个苗头, 一个是谢之飞, 专程去了一趟水月庵, 另一个是, 你不愿意跟着我, 不是的, 不是的, 蓝川连忙摇头, 我师父说, 跟着燕姑娘, 比留在庵里强, 我听师父的, 你自己怎么想, 我, 蓝川两只手搅在一起,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师父, 没有别的想法, 但这两天, 我也想通了, 我, 我想试试, 那就先留下来, 真要是不习惯, 我再送你回去, 你看怎么样, 蓝川眼睛顿时亮起来, 我听燕姑娘的, 燕三合拎过他手上包袱, 跟我走, 李不言已经听到消息, 等在书房门口, 见到人先悠了一声, 怎么想通的, 小蓝川, 蓝川低下头, 害什么秀啊, 李不言走过去, 捏捏他的脸蛋, 你呀,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燕三合伸手戳了下李不言的腰, 让他不要乱说, 汤圆, 这是蓝川, 水月安的小尼姑, 暂时还俗了, 安置在你的院子里, 你回头带他去做几身衣裳, 是, 姑娘, 汤圆牵起蓝川的手, 蓝川, 你跟, 汤圆, 你该称呼他一声小姐, 汤圆一惊的同时, 蓝川也惊住了, 不是说好到燕姑娘身边做丫鬟的吗, 怎么称小姐了, 称呼是称呼, 你该学的, 该做的, 一样都不能少, 我身边不养闲人, 汤圆会的本事, 你都必须学会, 燕三合看着蓝川, 李不妍会教你一些防身功夫, 不许偷懒, 跟着他好好学, 蓝川听着一头雾水, 低声问, 那, 我到底是丫鬟, 还是小姐啊, 你就是你自己, 燕三合把月饼往蓝川怀里一塞, 拉着李不妍去了书房, 晚上陪我去谢府, 谢府, 得了吧, 我还想多活两年, 不去, 燕三合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不妍, 不去, 不妍, 不去, 李不妍, 先说好啊, 谁在对你燕三语四,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桌子都掀了他, 燕三合笑了, 两条胳膊缠上去, 只管先, 先狠点, 李不妍手指戳他的脑门, 你呀, 就是心太软, 被那个信谢地蛊惑了, 他能蛊惑我, 燕三合冷笑一声, 我是看他可怜, 你就自欺欺人吧, 李不妍翻白眼, 谢武时, 你给我站住, 谢之飞脚步一毒, 裴笑快步走过来, 歪着脑袋, 看看这人的脸色, 叹气, 说吧, 出了什么事, 就是累的, 谢之飞摸了一把脸, 五天, 就睡了一晚上, 别的时间都在赶路, 真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行了, 别瞎猜, 回去好好过你的节, 吃完月饼, 有空来赏月, 燕三合晚上在我们家, 谢之飞翻身上马, 对了, 他不爱吃五人月饼, 喜欢吃豆沙的, 他娘的怎么不早说, 你个王八蛋, 裴笑抬腿踹过去, 可惜迟了, 一人一马, 已经飞奔起来, 耶, 黄奇走过, 咱们也回吧, 今儿过节, 家里都等着呢, 裴笑原本还想, 在燕三合面前多待一会, 想想裴家的事情, 走吧, 回去, 等吃完团圆饭, 再去谢家和我家娘子赏月, 谢府, 脚门, 一脚已经跨过门槛的谢儿丽, 听到身后动, 静, 转过身, 恰好谢之飞跳下马, 抬起头, 目光碰上, 兄弟两人都愣住了, 谢之飞快走几步, 大哥, 是衙门里的事情不称心吗, 怎么瘦这么多, 谢儿丽摇摇头, 朱家的事情, 请陪书看了吗, 何止陪书, 太医院的人都请了, 怎么说, 最多再拖一两个月, 这么快, 谢之飞也只能寡淡地安慰一句,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你和大嫂都要想开点, 谢儿丽看着老三, 你呢, 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出门办个差, 急着赶回来过节, 燕姑娘什么时候来, 傍晚钱吧, 会来的, 谢之飞现在怕听到燕姑娘这三个字, 赶紧岔开话题, 今儿过节, 父亲有没有说什么, 自然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吃个团圆饭, 解了娘的禁足, 谢儿丽点点头, 柳姨娘呢, 团圆饭, 少不了她, 倒是一碗水端的很平, 谢之飞没什么好说的, 哥, 我先回院里了, 时间还早, 好好睡一觉, 晚上拿出些精神来, 别让老祖宗担心, 谁的兄弟, 谁姓汤, 老三这副鬼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谢儿丽有些怀念小时候, 这小子腻在他怀里, 哼哼唧唧的样子, 若是弱了点, 可看得现摸得着, 心里踏实, 如今大了, 整天不着家,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还不能多问, 地大不由哥啊, 谢儿丽感叹完, 回神一看, 这小子, 哪里是往自个院里去, 分明是直奔客院, 客院的小夫妻, 到底是老三的什么人, 怎么这么伤心, 第421章, 有的, 谢之飞还没走到客院, 谢总管就闻讯而来, 他憋了一肚子, 苦水要倒, 都眼巴巴盼了三爷好几天, 三爷啊, 憋回去, 谢小花睁着两只圆溜溜的眼睛, 一脸委屈地看着谢之飞, 爷, 憋不回去啊, 那兴丹的小子, 太, 太, 谢小花都找不到词来形容, 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 还莫见到过这好男人, 他家娘子拉不出屎, 都要怪马桶不对, 太什么, 待客知道不懂啊, 谢之飞不用听, 也知道那兴丹的孙子做妖了, 明儿他们就走了, 忍一忍, 就算是喂疗我, 我知道你是最疼我的, 哎哟喂, 这小崽子, 哄起人来不偿命啊, 谢小花趁愿地看了眼小崽子, 这一眼过后, 哪还记得自己的委屈, 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宰兽了, 得想办法帮他补回去啊, 去忙吧, 晚点燕姑娘要来, 让厨房多做些他爱吃的, 谢小花眼睛一亮, 两条胖腿抡起来, 再让厨房添一个竹笋老鸭包, 这玩意醉醉清补, 三爷爱吃, 打发走谢小花, 谢之飞很快来到客院, 宅院门口, 毕招坐在竹椅里, 眯着眼睛晒太阳, 献谢之飞来, 起身做个请的首饰, 忽然, 里头传出一声暴怒, 唐明月, 这么大的人了, 喝个水都喝不明白, 每次让你不要喝冷的, 不要喝冷的, 你就是不听, 我, 以后来溃水肚子疼, 别想我替你揉, 你看看你, 就吃那么一口饭, 喂猫呢, 我真吃不下了, 每次让你饭前少吃点蜜饯点心, 敏儿我不吃了, 让你不吃了吗, 让你少吃几口, 把剩饭倒给我, 爹娘不让你吃我剩饭, 他们这回又不在, 他们说吃剩饭的男人没出息, 不吃剩饭的男人, 才没出息, 哎呀, 你竟然反驳我爹娘的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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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倒撞去, 本来想告的, 一看某人今天穿得很精神, 就舍不得了, 要穿得不精神呢, 那就, 也舍不得, 儿子, 你记住, 这人精神不精神, 都是你的爹, 你将来要孝顺他, 毕招见谢之飞, 一脸牙都要被酸碎的样子, 勉为其难地开了个筋口, 小姐, 姑爷, 三爷回来了, 屋里静了一瞬后, 是丫鬟手忙脚乱, 收拾碗筷的声音, 再然后, 传出唐明月一本正经的声音, 三爷来了, 请进吧, 谢之飞走进去, 小夫妻人模人样地端坐着, 一个绷着脸, 一个冲他笑眯眯, 丹兄, 你出去下, 凭什么我悠悠, 你说凭什么, 丹二一, 谢之飞在唐明月面前坐下, 一会燕姑娘会来, 献了他后, 你们明儿就动身赶回去, 呀, 真的呀, 唐明月笑出一口小白牙, 朝自家男人看了一眼, 男人正盼着回去呢, 二话不说, 就把地儿挪了出来, 这京城有什么好, 到处都是窥视他娘子的小白脸, 早点回去, 才能安心, 最后走出去的丫鬟带上了门, 唐屋里, 一瞬间按下来, 谢之飞起身点灯, 唐明月皱眉, 三爷, 这才五十, 没事, 我喜欢亮堂, 好把你看得清楚一点, 谢之飞点完灯坐回去,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女子, 唐明月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摸了一把自己的脸, 三爷, 我脸上有什么吗, 谢之飞这才挪开视线, 木梨山我去过了, 见到我爹娘了, 嗯, 他们都还好吧, 都很好, 谢之飞视线重新回到唐明月的脸上, 就是惦记你, 让你早些回去, 唐明月一想到今儿中秋, 山上就二老孤零零地过节,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就照三爷说的, 明儿动身回去, 我也惦记他们, 唐明月, 谢之飞突然直呼其名, 你有惦记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唐明月被问得一愣, 有想过找到他们吗, 想过, 妈, 唐明月脸上的笑一点点消失, 想过的, 小的时候跟在师父身边, 满心以为师父就是他的娘, 大一点后才知道自己是从安门口捡来的, 那一段时间就经常想, 想问问他们为什么不要他了, 既然不要他, 为什么又要生下来呢, 一碗滑他要喝下去, 岂不是都解脱, 想几天后, 就不怎么想了, 为什么, 师父说人要想自己有的, 不要想自己摸的, 唐明月轻轻一笑, 我在水月安里有吃有喝, 还有师父, 我师父带我可好了, 跟亲娘一样, 说不定我自个儿的亲娘都摸她疼我, 她哼了一声, 不是说不定, 是一定, 否则也不会扔了我, 谢之飞心里像压了一座大山, 沉得她喘不过气来, 后来遇到我爹娘, 他们带我更好, 都把我当成亲生的, 娘舍不得我嫁出去, 硬逼着爹给我招个女婿, 就这样, 我成亲当天, 娘还哭了呢, 说我还是个小孩子, 怎么一眨眼就成亲了, 唐明月笑着笑着, 眼眶泛红, 在牧梨山的这些年, 我当真一点都没想过, 就觉得自个命挺好的, 遇到的都是好人, 三爷, 你知道吗? 什么? 我成亲那天, 师父其实来了, 可因为他是尼姑, 我们那边有个规矩, 成亲那天尼姑不能进门, 进门会不吉利的, 唐明月用帕子抹了把眼泪, 师父在半山腰的梁亭, 和爹说了一会话, 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那时候身子已经不大好, 硬是坐了三天的马车赶来的, 眼泪越抹, 却越多, 唐明月一下子哽咽, 再说不出什么话来, 谢之飞忽然觉得, 自己给唐之卫刻的那三个头, 还是太少, 太轻了, 刻多少个都不畏过, 他定定地看着唐明月, 等他慢慢平复一点, 才慢悠悠地往下说, 上回我问你的生辰, 问你强宝, 接着又去了一趟牧梨山, 是因为在给你师父画念, 解魔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点, 和你身世有关的东西, 唐明月吸吸鼻子, 不瞒三爷, 我料到了, 只是查到了一点线头, 如果你想继续查下去的话, 我, 三爷, 快别废那个事了, 我不想查下去, 为什么, 第四百二十二章, 好命, 这话, 虽然是谢之飞勾着唐明月说出来的, 但他真这么说了, 谢之飞又觉得怅然若失, 为什么, 他问, 且不说查来查去, 费三爷的功夫, 我也舍不得让我爹娘伤心, 他们要是知道我在查我从前的身世, 一定会以为我翅膀硬了, 想飞走, 唐明月手俯上小腹, 含着泪笑了, 查到亲生爹娘, 无非恩怨, 我如今活得好好的, 何苦给自己找不痛快, 三爷, 我不恨他们, 也不愿, 真的,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还感谢他们, 否则, 我怎么能遇着师父, 遇着爹娘, 遇着他, 他朝门外看了一眼, 眼神流露出一点温柔, 我爹说, 人这一生, 无非就是雨来撑伞, 寒来天一, 很短的, 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见谢之飞仍正正的, 他又笑了, 三爷, 你说是不是, 是, 谢之飞说完, 一股热意从眼里涌出来, 心口那块大石突然变清了, 他突然发现眼前的女子,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比谁都聪明, 比谁都豁达, 比谁都知恩图报, 也会比谁都好命, 所以, 郑家所有人都死绝了, 唯独留下了一个他, 没心没肺, 快快乐乐地活着, 这是老天对他的眷顾, 也是郑家所有冤魂, 对他的庇佑, 他握了握拳, 压下眼中的热议, 低声说, 既然你不打算往下查, 那整庄事情就到此为止, 一会见着燕姑娘, 也不必再提起, 就只当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不喜欢别人说谢, 你回头以茶代酒, 敬他一杯就足够了, 别的不要多说, 唐明月对眼前的男子, 有说不出的好感, 尝得好不说, 心肠也热, 人家为了他的身世, 特意跑了趟牧梨山, 一来一回不足五天的时间, 那得多干多累啊, 他光从牧梨山到京城, 就走了半个月呢, 放心吧, 三爷, 我一个字都不会提起的, 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谢之飞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 明儿我送你们出城, 我让府里备一点京城的特产, 回头带给你爹娘尝尝, 好啊好啊, 我替他们谢谢三爷, 谢之飞见他一点都不推辞, 心里反倒觉得开心, 也替我谢谢他们, 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 养这么大, 养这么好, 眼眶又热了, 坐不下去, 谢之飞起身打开房门, 深深吸了口新鲜空气, 转身又叮嘱道, 以后别再到京里来, 这不是什么好地儿, 巧了不是, 我爹也这么说的, 唐明月拨了下耳边的碎发, 以后三爷有空来木梨山玩啊, 带着燕姑娘一到, 我带你们到处转转, 山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 一定会的, 谢之飞声音有些发颤, 怕被唐明月听出来, 他忙不迭地跨出门槛, 走出院子, 一抬头就看到了门口像蚂蚁一样, 骑得团团转的丹二一, 丹二一早就等得心急火燎, 这京城的男人到底怎么想的, 李懿连耻四个字懂不懂啊, 哪有一天到晚关起门来, 和别人家的娘子单独说话的, 见谢之飞出来, 丹二一目光不善地看着他, 三爷的悄悄话说完了, 谢之飞看唐明月, 怎么看, 怎么喜欢, 再看这个丹二一, 是怎么看, 怎么嫌弃, 名字就难听, 二一, 二一, 有种你起个三一, 四一, 五一啊, 谁给你起的名, 呃, 瞧瞧这副蠢货样, 谢之飞, 拔高了声音, 我问你, 谁给你起的这名, 丹二一胸脯一挺, 我爹啊, 这名字有什么说法吗, 当然有, 说说看, 我怕说出来, 你得活活吓死, 丹二一脸上那个字好啊,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剩下二一, 都是如意事, 三爷, 这寓意可不是一般二般人能明白的, 谢之飞, 献谢三爷正住, 丹二一故意一挑眉, 三爷啊, 我的命也不是一般二般人能比的, 你说是吧, 能做唐家的女婿, 命是不错, 但人吗, 傻逼一个, 谢之飞懒得多说一个字, 甩袖离, 你去, 丹二一和谢三爷交锋, 头一回站了上风, 立刻得意地拍掌笑, 毕说, 你快看啊, 他嫉妒了, 嫉妒你奶奶的腿, 谢之飞在心里破口大骂, 回到院里, 谢之飞衣裳都没脱, 对朱青说了一句, 两个时辰后叫我, 便一头栽到床上, 边上的丁一欲哭无泪, 风餐露宿三个月, 他得了爷召回的消息, 忙不迭地往家赶, 好不容易见到爷, 我这么大个人, 巴巴地处在爷面前, 爷怎么就莫看见呢, 他已经不认得我这个人了吗, 化成灰都认得, 谢之飞眼皮都莫先, 把你查到的东西给燕姑娘送去, 然后跟他移到回谢府, 丁一还想和爷再多说几句话, 被朱青一毫紧薄给拖了出去, 没瞧见爷累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吗, 快去当差, 你和爷去哪了, 怎么, 一记眼刀杀过来, 丁一下得赶紧闭嘴, 想保证你这个月的月营, 就什么都不要问, 丁一又想哭了, 怎么几个月不限, 自个连爷的行程都不能问了呢, 我失宠了吗, 他吸了吸鼻子, 忍辱负重地拎起桌上的包袱, 直奔别院, 别院里, 燕三河被汤圆按坐在铜镜前梳头, 中秋到别人家做客, 怎么着也得稍稍道斥一下, 用李不言的话说, 咱不穿金带银, 但至少也得镇得住场子, 头刚梳完, 丁一匆匆而来, 把手上的包袱递过去, 燕姑娘, 这是爷让我给你送来的, 是永和八年, 放下吧, 燕三河朝李不言描过去, 李不言立刻从窗户上跳下来, 走到屋里, 拿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 递过去, 丁一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哎呀, 使不得, 使不得, 收起来, 燕三河口气不容拒绝, 这三个月你不容易, 多得也没有, 一点辛苦费, 不必和你家三爷说, 这, 收, 丁一乖乖把银票收起来, 燕姑娘, 三爷交代我陪你, 那你得稍等一下, 燕三河领起包袱, 汤圆, 小培也给的月饼, 拿给丁一尝尝, 丁一心头那个暖啊, 一点都不怕了, 哼, 真要是冲, 回头他就来给燕姑娘使唤, 燕姑娘心疼他咧, 第四百二十三章, 相见, 包袱成的下人, 打开来, 是厚厚的几叠纸, 永和八年, 华国所有的杀人命案, 都在这里, 李不言不由感叹, 这个丁一看着有些蠢, 做事却很仔细, 三爷身边也不会留没用的人, 燕三河拿出一叠纸, 动手吧, 不是已经知道是郑家了吗, 还找出来干吗, 我要看看上面都写着什么, 京城的命案不是在最上面, 就是在最下面, 你找上面, 我找下面, 被李不言料准了, 就在最上面, 燕三河找出来一看, 一脸的失望, 怎么了, 燕三河递给他, 都是些不顶用的, 要紧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李不言翻了翻, 案子怎么记录得这么简单, 不应该啊, 燕三河在房里夺了几步, 顿足, 走吧, 先去谢府, 那这几叠纸怎么办, 收起来, 找个稳妥的地方先放着, 燕三河走出书房, 丁一放下茶中站起来, 燕姑娘, 走吧, 先不急, 燕三河示意他坐下, 谢府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你说一下, 丁一心里乐开了花, 亏得自己是个好打听的, 等爷回来那几天, 他闲着没事干, 把府里这三个月发生的事情, 摸得清清楚楚, 哎, 燕姑娘, 一言难尽啊, 丁一用一声感叹做开场白, 接着就竹筒倒豆子, 巴拉巴拉倒了个干劲, 燕姑娘, 亏得是八月十五, 老爷顾着老太太, 顾着大爷, 三爷的面子, 才肯让太太出来, 否则这个结谁都甭想过好, 怪我咯, 燕三河冷哼一声, 那哪能啊, 丁一忙笑道, 这事跟燕姑娘丁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太太耳根软, 被坏人挑唆, 上了当受了骗, 也是因为你家老爷, 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李不言拎着月饼走出来, 才让别人有空子可钻, 奇人之福, 哪里那么好想的, 丁一脸都下白了, 心道, 李公奶奶, 您可真胆说, 不言, 再多添一盒月饼, 就做了那么几盒, 都给了那头, 咱们吃什么, 燕三河松松眉, 笑眯眯地看着李不言, 李不言气得一跺脚, 你啊, 别好了, 伤疤就忘了痛, 气归气, 月饼还是添了一盒, 燕三河哄他, 我来拎, 李不言一脸嫌弃,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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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儿去, 燕三河嘴角一抹微小的胡, 丁一看着这一幕, 想着那位对自己正眼都不瞧一下的爷, 又想哭了, 瞧瞧人家, 做主子的, 还哄着吓人呢, 马车到了谢府, 燕三河下车, 一抬眼就看到了久违的谢总管, 谢小花脸上堆出一堆的笑, 盼星星, 盼月亮, 终于把燕姑娘盼来了, 老太太吃罢午饭, 救命老奴在这里等了, 是吗, 燕三河走, 过去, 上下这么一打量, 勾了勾唇, 怪不得这腿都等细了, 不言, 李不言把一盒月饼递过去, 谢总管, 补补吧, 哎哟喂, 这是太阳打西面出来了, 谢总管笑的眼睛成了一条缝, 老奴谢燕姑娘的赏, 燕姑娘甩给他一个后脑勺, 谢总管批颠批颠跟过去, 三爷交代说, 让老奴先领着姑娘去客院一趟, 虽然燕三河也是这么想的, 但见谢总管笑得一脸的谄媚, 故意对他, 谢总管到底是替老太太等在这里, 还是替三爷等在这里啊, 谢小花笑脸不变, 替谁都是替, 只要等的人是燕姑娘, 燕三河不动声色地翻了谢总管一眼, 改名叫谢马屁得了, 燕姑娘, 边上响起一道温和的声音, 燕三河看过去, 树杖之外, 谢不惑被手而立, 一身天青色衣衫, 气质温温和和, 这么巧的吗, 还是故意等在这里, 燕三河微微汗手, 二爷, 谢不惑走上前, 目光上上下下打亮了燕三河一眼, 姑娘瘦了一些, 燕三河对上她的目光, 淡淡道, 养几天就回来了, 谢不惑谴笑, 上回去别院, 不巧姑娘出远门了, 燕三河听汤圆说起过这事, 有事出门了, 老二爷白跑一趟, 不言, 李不言地上一盒月饼, 二爷尝尝味道, 谢不惑接过来, 目光深深地看了一眼李不言, 笑了, 那便多谢姑娘了, 举手之劳, 失陪, 燕三河再次汗手, 随即离开, 一行人远去, 周围再次变得安静起来, 谢不惑看一眼身后的乌行, 李姑娘手上, 一共拎了几盒月饼, 应该是六合, 谢总管一合, 我一合, 还剩下四合, 对, 谢不惑笑容渐渐收敛, 不知道剩下四合, 她会给谁, 乌行犹豫, 爷, 我把手里的月饼递过去, 拿去给姨娘尝尝, 就说是燕姑娘给的, 是, 慢着, 谢不惑看着燕三河离开的那条青石路, 那条路是到客院的吧, 是, 客院里住着一对小夫妻, 听说是三爷的客人, 已经住了有六七天了, 乌行摸得一清二楚, 谢总管一日要跑去看几趟, 瞧样子, 还挺重要, 每到年节, 都是谢不惑最忙碌的时候, 各处的铺子, 田庄都要寻查, 她也是昨儿, 晚上才回得谢家, 那对小夫妻是什么人, 燕三河怎么也会认识, 这主仆二人真是一团迷啊, 客院里, 唐明月看着面前燕三河, 两只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太年轻, 太白净, 太好看了, 这样的人应该养在深闺中, 怎么能替死人画念解魔呢, 还有, 她的面相瞧着很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燕三河也在打量眼前的唐明月, 想象中爱笑的女子, 应该是一团和气的模样, 没有想到她却生得一脸的阴气, 明明已经为人妻, 为人母, 一双眼睛却灵动清澈, 有魂有魄, 难怪讨人喜欢, 听三爷说, 你要陷我, 唐明月赶紧站起来, 走到燕三河面前, 深深做一衣, 燕姑娘, 我贴, 不必说些, 燕三河扫一眼她的肚子, 心里有些发颤, 你给我老老实实坐回去, 燕姑娘, 坐回去, 第424章, 中秋, 唐明月吓得赶紧坐下, 三爷说的半分不错呢, 燕姑娘其实压根不想陷她, 也没打算成她的陷, 燕三河想着那份最己诏, 想着皇帝的手段, 脸一沉, 事情已经结束, 唐小姐早日动身回去, 以后这京城, 你能不来就不来, 不是什么好地儿, 呀, 连话都和三爷说的一样, 燕姑娘, 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在山上住惯了, 总觉得哪都不山上好, 那就好好和爹娘过日子, 不要辜负你师父为你的一片心, 但凡换个师父, 你都不会有现在的好福气, 她说这话, 肯定与我的身世有关, 唐明月月发地听话, 燕姑娘放心, 我会的, 那便无话可说了, 燕三河瞄了眼李不言, 李不言把一盒月饼放在桌上, 今儿中秋, 唐小姐尝尝味道, 好呀, 这是什么味道的, 装了半天, 杏子在这一刻破了宫, 燕三河脸色温和了一些, 尝了就知道, 我没什么好东西给燕姑娘, 改名你和三爷来牧梨山玩, 我再好好招待, 一定会的, 哇呀, 和三爷回答得一模一样, 一个字不多, 一个字不少, 唐明月忽然对燕三河没什么畏惧了, 三爷是好人, 燕姑娘也一定是好人, 明天我就不送唐小姐, 山高路远, 你们一路保重, 燕三河起身, 目光看着唐明月边上的男人, 似笑非笑, 唐明月忙道, 这是我的夫君, 姓丹明二一, 一转眼, 却见男人还傻愣着, 一副呆头鹅的样子, 她忙扯了一下丹二一的衣袖, 我们一起送送燕姑娘, 丹二一目愣愣地站起来, 咕咚咽下一口口水, 燕, 燕三河突然一拍桌子, 丹二一下地直接弹起来, 大半夜的吵什么吵, 有没有一点功德心, 我家娘子寻怀着身孕呢, 都她娘的闭嘴, 哎哟, 哎哟, 丹二一一把捂住胸口, 话都说不出来, 其实这两人刚一进院子, 她就认出来了, 一直缩着脑袋, 莫赶上去打招呼, 就是怕被认出来, 结果, 她娘子却是一脸的激动, 燕姑娘, 你就是让出房间的, 怪不得我瞧这眼熟, 燕三河冲唐明月点点头, 然后走到丹二一面前, 手插腰, 笑容寒气森森, 就一对小夫妻吵架, 谁也不让谁, 丹二一, 吓得再次原地一谈, 颤颤道, 我, 我怎么不知道, 自己已经嫁了人, 这, 这回看在你娘子的份上, 就算了, 你, 你再敢胡说八道, 燕三河另一只手伸到紧箔前, 做了一个横切的动作, 李不言坏笑着, 嘴里为她配了个音, 咔, 达尔一眼前一黑, 心里大喊, 娘子, 救我, 慈恩堂, 女眷围坐在老祖宗身边, 说说笑笑, 这样祥和的氛围, 已经好久不见了, 燕姑娘来了, 老太太撑着拐杖要站起来, 快, 快去把人迎进来, 老太太只管安心坐着, 我去迎, 朱氏走到院里, 恰好燕三河走进来, 目光对上, 朱氏眼前一亮, 但脸上的皮被遮都遮不住, 燕三河咳嗽一声, 李不言把一盒月饼递过去的同时, 冲朱氏一挤眼睛, 大奶奶的月饼, 小姐叮嘱我加了料, 大奶奶一定要尝尝, 朱氏一脸稀奇, 李姑娘做的, 嘘, 李不言竖起手指, 秘密, 朱氏被她逗笑, 把月饼交给身后的春桃, 牵过燕三河的手, 拍了拍, 有心了, 燕三河点头的同时, 终究是忍不住多了一句嘴, 你别太操劳, 没事, 也就这两日忙了些, 朱氏一带而过, 笑眯眯地拉着燕三河进屋, 屋里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燕三河其实并没有刻意打扮, 只是穿了一件银红色的新衣, 衣裳是汤原亲手替她做的, 她的长相偏冷, 往常也都是素色的衣裳偏多, 偶尔穿一身红, 整个人像烈日一样, 晃着所有人眼睛, 谢文叔眼睛看不现, 却能感觉到四周的异常, 忍不住捏捏婢女云慧的手, 云慧附在她耳边, 低声说燕姑娘尖真好看, 谢文叔笑了, 心想那也得有一副好颜色才行, 燕三河上前一步, 冲老太太行礼, 老太太安好, 老太太笑得嘴都合不拢, 好, 好, 快坐, 别站着, 李不言上前递过去一盒月饼, 请老太太尝尝味道, 不仅对她有了称呼, 还给她送了节礼, 老太太眼眶一热, 差点累就下来, 快, 拿得我尝尝, 朱氏一边命人去切月饼, 一边拥着燕三河在老太太身旁坐下, 燕三河端起茶碗, 掩住了嘴角一点淡淡的冷笑, 时间是良药, 比起几个月前, 燕三河对眼前的这位老妇人不再咬牙切齿, 并非原谅, 而是算了, 算了吧, 她也老了, 放下茶碗, 燕三河手指在茶碗上点了几下, 李不言赶紧把手里的最后一盒月饼递到谢文书手上, 这是给大小节的, 谢文书做梦都没料到燕三河会给她月饼, 惊得不知所措, 云慧, 快去替我谢谢燕姑娘, 云慧迈着小碎步走到燕三河面前, 倒了个万福, 谢谢燕姑娘, 不必客气, 老太太, 月饼来了, 丫鬟端着托盘进来, 月饼已经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老太太粘起一块, 笑眯眯道, 给她们都尝尝, 朱氏笑着奉承道, 我说怎么今儿一起来, 就听那喜鹊在枝头喳喳喳叫, 原来是我有口福啊, 朱氏接过托盘, 先捧到婆婆吴氏面前, 太太尝一块, 吴氏应挤出个笑, 粘起一块, 抬头看了燕三河一眼, 不想燕三河也正冷冷地看着她, 吴氏心里一须, 月饼落在地上, 滚了鸡滚, 钻进了椅子里, 这一下就尴尬了, 谁不知道, 吴氏是因为燕三河才被老爷禁足的, 连大爷, 三爷都不许去探望了, 这回故意把月饼弄掉, 这是在明着表示对燕三河的不满吗? 吴氏心说我冤枉死了, 我就是背下的, 燕姑娘, 我不是故意的, 刚刚莫拿住, 第四百二十五章, 暗流, 直觉告诉燕三河, 这一屋子女眷看着热热闹闹, 实在暗流涌动, 都在看好戏呢, 没事, 老大奶奶再给太太碾一块, 也怪我, 朱氏多机灵, 太太最近身子骨不太好, 手上没劲, 静默想到拿个碟子上来, 立刻有丫鬟把碟子端过来, 朱氏把月饼放在碟子里, 亲手奉给吴氏, 梯子都搭好了, 吴氏再笨也知道要顺着梯子爬下来, 赶紧尝一口, 这一口, 他惊住了, 燕三河什么人都不问, 只问他, 太太觉得如何? 他做不到以致抱怨, 但在静尘这一桩心魔上, 谢之妃帮他太多, 不看僧面看佛面, 再说了, 连老太太他都能客客气气说话, 一个吴氏又算什么? 糊涂人, 也是可怜人, 吴氏咬着后槽牙, 心里百般不适滋味地点点头, 众人一线吴氏点头, 也纷纷去吃手里的月饼, 这一吃, 个个都变了脸色, 甜而不腻, 是真心好吃, 老太太咽下最后一点, 意犹未尽, 孩子, 这是你的手艺, 是李不妍的手艺, 众人这才把目光看向燕三河身后的李不妍, 这一看, 又是一惊, 大过节的这丫鬟又穿了一身男装, 李不妍是故意穿男装来的, 更是故意穿给吴氏看的, 结果一看吴氏的脸, 比青菜叶子还难看, 堂堂太太像个木偶似的一声不吭地端坐着, 本来还想和他斗上一斗的心, 书得粘了, 人啊, 得跟比你强的人斗, 斗一个吴氏, 还是算了吧, 老爷来了, 说话间, 谢道之带着三个儿子走进那堂, 女眷门纷纷起身行礼, 燕三河坐着墨洞, 目光透过人群, 一眼就看到了谢之飞, 他穿了一身家常的衣裳, 身形挺拔削直, 又是一副翩翩家公子的样子, 如果不看那双冲鞋的眼睛的话, 忽然, 有一个人比谢之飞, 更引起燕三河的注意, 是柳姨娘, 柳姨娘一身肃静, 头上一只小小的白玉簪, 显得人淡如菊, 见谢道之来, 他不仅不往前迎, 反而往边上避了避, 偏偏谢道之进门的第一眼, 就是瞧向他, 燕三河看着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再看一眼, 赢在最前面的吴氏, 微微摇了摇头, 也难怪一个李正家的, 就能让吴氏昏了头, 实在是这柳姨娘太得谢道之的宠, 这时, 谢道之已经走到燕三河面前, 燕三河这才站起来, 谢老爷, 谢道之看着他, 笑道, 在那边住得还习惯, 燕三河, 很好, 谢道之缺什么, 少什么只管开口, 燕三河, 都有, 谢道之, 听说姑娘带了月饼, 可有我的份, 燕三河, 没有, 谢道之不紧不怒, 反而摸着稀疏的几根胡子, 笑笑, 燕姑娘还是和从前一样, 话少, 话少就对了, 老太太瞪了儿子一眼, 姑娘家的话多就是嘴碎, 孩子你快坐下来, 别理他, 谢道之看了眼自家老娘, 又笑道, 燕姑娘一来, 老三都要靠边站, 老太太啊, 你偏心啊, 那是因为人家孩子好, 哪像咱们府里的, 一个个的都只会气我, 老太太, 来人啊, 快给老爷赏赏燕姑娘带来的月饼, 好吃咧, 老太太说好吃, 那一定错不了, 拿得我尝尝, 尝了你就还想吃, 老太太爱吃, 我就厚着脸皮, 再问燕姑娘要, 你啊, 别折腾人孩子, 有老太太护着, 儿子也不敢, 燕三河看着这对母子一唱一和, 眼中的冷意一闪而过, 这就是场面话, 那里多少会有几句真情实义, 但也一定插了架, 不能全当真, 正想着, 忽然察觉有道视线落在他身上, 燕三河抬头, 与谢之飞的目光对上, 心头微微一记, 不知为何, 这人最近总盯着他, 看就看吧, 眼神还不对, 有种想把他一眼看到穿的意思, 不仅眼神不对, 说话的口气也不对, 透着一丝冷淡, 小天嘴一去不复返, 燕三河若无其事地挪开视线, 同一瞬间, 谢之飞也收回了目光, 看向地上的青石砖, 平常这样喜庆的日子, 他谢三爷插颗打混, 妙语连珠, 最会讨长辈的喜欢,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坐在人堆里, 一个字都不想说, 恨不得隐身了才好, 燕三河的目光, 又无声挪回来, 四周那样的喜庆, 他低头坐在那里, 沉默地看着脚下的青石砖, 好像周遭的热闹, 都和他无关, 这人妥妥地有心事, 而且, 还不是小事, 燕三河得出这个结论后, 再次挪开了视线, 他并不知道, 刚刚和谢之飞的眼神观似, 被柳姨娘统统看在眼里, 柳姨娘打小就在大族里长大, 家里兄弟姊妹几十个, 整日里鸡飞狗跳, 使得他小小年纪, 就懂得看人脸色, 看人脸色, 就是看人, 这是一门学问, 也是他这些年, 在谢家的生存之道, 这谢府, 谁都戴着一张面具过日子, 老太太看似糊涂软弱, 实则处处精明, 老爷的精明和老太太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的是, 他该软的时候软, 该硬的时候小事糊涂, 大事从不含糊, 属于吃软不吃硬, 大爷为人处事, 比这老爷还要圆滑, 弱点在一个情字上, 大奶奶聪明隐忍, 弱点也在一个情字上, 夫妻二人貌合神离, 大小姐瞎了一双眼睛, 万事不争, 唯有一个三爷, 柳姨娘看了这么些年, 始终没有看清这人的底细, 说她是个扶不起的阿豆, 靠着老子混饭吃, 可她混得好好的, 说她精明能干, 这人整天吃喝嫖赌, 正是不干, 如今, 又多了一个人, 柳姨娘再次把目光看向燕三合, 刚刚老太太, 老爷一唱一和, 就差莫把我们疼你这四个字, 写在脸上, 偏偏她脸不红, 心不跳, 一脸的淡定, 这要换了自家那丫头, 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十七岁的年纪, 性子这样沉稳, 绝对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少年老成, 可以形容的, 这样的人, 柳姨娘目光在燕三合和三爷之间来回地转, 心里忽然生出一股决然, 这样的人, 她无论如何都要豁出去, 为儿子争上一争, 绝不能让她落在谢老三的手里, 否则二方永无出头之日,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了, 第四百二十六章, 求取, 谢道之尝一口月饼, 燕姑娘, 这是什么味的, 莲蓉味的, 不错, 真不错, 简直回味无穷, 刚刚二爷拿了盒月饼过来, 说是孝敬我的, 我尝一口, 心想, 这是哪个心灵手巧然做的, 柳姨娘冲燕三合笑道, 这回总算找到正主了, 燕姑娘, 谢谢你, 谢府这种热闹的场合, 没有姨娘说话的份, 往常柳姨娘都是干做着陪笑, 冷不丁地开了口, 众人已经很惊讶, 不曾想听她说, 也得了一盒燕姑娘的月饼, 惊讶从心里跑到了脸上, 燕三合淡淡, 不必客气, 刚刚我还追问二爷, 这是谁给的, 二爷置无半天, 就是不说, 逼急了, 就冲我吼了一句, 姨娘别管, 柳姨娘轻笑了一声, 老爷, 老太太, 你们瞧瞧这傻孩子, 哪里至于啊, 谢不惑在外头也是个响当当的爷们, 冷不丁被生母称呼一声傻孩子, 脸都长红了, 她这一脸红, 落在别人眼里, 就有了几分不一样的意思, 连魂不在身上的谢之飞, 也抬起了目光, 冷冷地看着这对母子, 这时, 柳姨娘起身, 聘聘廷廷, 走到老太太面前, 双膝突然跪下, 老太太被她吓一跳, 拿眼神去看自家儿子, 谢道之皱起眉头, 大过节, 你这是怎么说的, 老爷, 老太太, 二爷今年二世有二, 按道理早就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奈何她命不好, 脱生在妾的肚子里, 老爷, 老太太怕委屈她, 这些年想方设法, 为她找门好清, 无奈还是高不成, 逼不救, 老爷为子头发都愁白了一大片, 原是为了老二的婚事, 谢道之听到这里, 心稳稳地放了下去, 这孩子心里知道, 老爷, 老太太心疼她, 也一定不会委屈她, 所以, 这些年对自己的轻视不紧不慢, 性子沉得跟什么似的, 独独留我这个莫城府, 莫主见的姨娘, 在边上干着急, 只子莫若母, 今日那一盒月饼, 让妾明白过来, 这孩子心里是放了人的, 只是不敢往外说, 也怕唐突了人家的好姑娘, 妾刚刚心里白转千回, 想来想去, 还得为这个傻孩子放肆一回, 柳姨娘抹了一把眼泪, 深呼吸一口, 身子缓缓败下去, 妾恳求老爷, 老太太念在这孩子, 从小观顺听话的份上, 全了她的心思, 随着柳姨娘这一败, 整个正堂里一片死寂, 真落可闻,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太突然了, 死寂中, 一个声音不止死活地横出来, 小姐, 她说这么一大通话,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谢二爷心里放着人是你, 他要为他儿子求亲, 话音刚落, 两道锋利的视线直射过来, 李不言冲眼神的主人挑了挑眉毛, 看什么看, 你不喜欢, 有的是人喜欢, 我家三合人见人爱, 谢之飞想掐死这货的心思都有, 余光飞快地朝屋外看过去, 朱姨一碰上爷的目光, 赶紧趴在丁一耳边, 一通低语, 丁一脸色变了变, 抡起腿就跑, 小培呀, 乐不得了, 有人来抢鸡, 你娘子要飞了, 这时, 郑堂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燕三合的身上, 偏偏她低垂着头, 看不清脸上是什么表情, 柳姨娘直起身, 侧过脸看了燕三合一眼, 把声音放得很柔, 对不住, 燕姑娘, 让你为难了, 她闭了闭眼睛, 深吸一口气, 继续往下说, 一家有女百家求, 燕姑娘这般出众的人, 早晚一天是会发光发亮的, 窃心里有私心, 就想着为那孩子争上一争, 争不上, 是她的命, 窃心里半点不后悔, 若争上了, 那就是她几时修来的福分, 窃心里欢天喜地, 从此愿意吃斋念佛, 换你们一世安乐, 姑娘心里万万不要有负担, 相重也罢, 相不重也罢, 都不必勉强自己, 老爷, 老太太疼二爷, 但更疼你, 窃这头也绝不会记恨, 一心只盼着姑娘日后能觅得良人, 和和美美, 白头到老, 这真是不说话择己, 一说惊人啊, 连素来挑三拣四的李不言听了, 都一脸的感动, 忍不住冲对面的谢三爷, 又挑了挑眉, 谢之飞已经被这根脚屎棍气不动了, 他不仅想掐死他, 还想堵死他, 砍死他, 最好是无马分尸, 边上, 大爷谢尔丽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朱氏, 朱氏故意当着谢尔丽的面, 把目光挪向无视, 你母亲拼了命往外推的人, 人家二房拼了命求取回来, 这就是糊涂人和聪明人的区别, 谢尔丽被女人这一眼, 气得心口一阵翻涌, 只好用喝茶来演示一下, 无视压根莫瞧见媳妇的目光, 他嘴唇微微颤动了几下, 心说这燕三盒哪里好, 怎么小裴爷也喜欢, 谢老二也喜欢, 一个个的都演瞎了吗, 无视暗戳戳看一眼老爷, 盼着他能立马点头同意, 谢道之还真想立马就硬下来, 这是他和老太太早就盘算好的事情, 真要做成了姻缘, 老太太和柳氏那头都有交代, 但这事儿他说了不算, 谢道之咳嗽了两声, 故意沉下脸骂, 柳氏, 大过节的你闹这一出, 像什么样子, 还有没有点负到人家该有的规矩, 柳姨娘眼泪汪汪, 老爷别恼, 且这就给燕姑娘磕头赔罪, 说吧, 身子一转, 硬生生三个头, 磕得质地有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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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被柳氏豁出去的劲, 给吓到了, 燕三河再怎么是贵客, 再怎么的老爷, 老太太的宠, 可到底是个十七岁的孩子, 柳姨娘就算是个妾, 也是长辈, 哪有长辈向小辈磕头的道理, 更何况, 这柳姨娘还是老爷放在心肩上的人, 连朱氏都替燕三河捏了一把, 丫头啊, 赶紧把柳姨娘扶起来啊, 燕三河依旧低着头, 一脸平静地沉默着, 好像刚刚那三个头, 不是朝他磕的, 咦, 怎么不动啊, 难不成是被吓到了, 就在所有人都敬意不定的时候, 唯有那根脚屎棍, 嘴角勾起一点冷笑, 这一套对我们家三河压根没用, 他画过那么多的念, 解过那么多的膜, 别说一个柳姨娘, 就是继伶川这样的大官, 还不照样给他磕头, 哦, 忘了, 谢道枝也不是莫磕过, 我家三河这回一定在心里破口大骂, 我去你娘的, 第四百二十七章, 走心, 我去你娘的, 燕三河骂完这一句气顺了不少, 抬起头, 冷冷看向谢道枝, 谢道枝脑子多好使, 力声呵斥道, 无知蠢妇, 还不赶紧滚出去, 老二的婚事, 我和老太太自有考量, 你逼人家姑娘做什么, 柳姨娘又抹了一把眼泪, 双手撑着地面站起来, 刚要退出去, 却被人拦住了去路, 一抬头, 正是自家儿子, 姨娘坐下稍等一等, 儿子有几句话要说, 众人又是一惊, 怎么今儿的二爷也跳出来了, 谢不货扶柳姨娘坐下, 然后走到燕三河面前,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我再缩着脑袋躲在姨娘身后, 就不配做人了, 谢不货身材虽然没有谢三爷高, 却也不矮, 燕三河不习惯有人居高临下, 缓缓, 站起来目光往上一抬, 直视着她, 一身银红色的新衣, 也挡不住她眼里的冷, 燕姑娘, 谢不货迎着她的目光, 我确实存了那份心思, 不想被姨娘识破, 姨娘心疼我这个儿子, 这才闹出了今天的笑话, 对不起, 让姑娘难堪了, 她眼角微微一弯, 呼得笑了, 我活了二十二年, 从来没有为自己争取过什么, 这是第一次, 我想厚着脸皮为自己说几句, 话说到这里, 燕三河的脸上, 才有了一丝微妙的表情, 来真的, 来真的, 深正, 心正, 深正, 心正, 这话没头没尾, 谁也听不懂, 都一脸的糊涂, 只有谢之飞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燕三河这人, 你在背后使些阴谋算计, 像柳姨娘刚刚那一通畅念俱佳的演戏, 她眼皮都懒得掀一下, 更不会搭理, 如果你对她坦坦荡荡, 她还会嗨你一个坦荡, 果然, 燕三河一台下巴, 你说,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谢不惑脸色微微长红, 我这人没什么本事,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出现, 但我会对姑娘好的, 越是简单朴实的话, 越是能打动人心, 谢不惑把话说得明白, 认识以来, 对她做的事也坦荡, 燕三河沉默片刻, 终于开口, 谢不惑, 我一共带了六份月饼, 就算是谢总管, 也得了一份, 没错, 你谢二爷和我谢小花, 在燕姑娘心目中, 是一样的地位, 别打燕姑娘的主意, 燕姑娘是我们家小宅子的, 谢小花在心里一通嘀咕, 谢不惑笑了, 她第一次发现, 这个神秘姑娘的身上, 其实还有着那么一点志气, 六盒月饼, 二房一盒, 大房两盒, 这点亲书, 她难道看不出来吗, 燕三河, 我的心思和月饼没关系, 是没关系, 但话要说清楚, 免得让人误会, 你这份心我收下, 但我的心思, 不在谈婚论嫁上, 大概, 燕三河想着郑家的惨案, 心里一阵阵发酸, 大概也很难谈婚论嫁, 这话就像一剂闷棍, 打在了老太太, 无视等人的身上, 屋里又陷入了死寂, 然而谢不惑却又笑了, 羊羊下巴, 我知道, 姑娘和普通闺中女子不一样, 她的话, 自然的像是早已经知道了 燕三河的真实身份, 事实上, 燕三河知道她还蒙在鼓里, 所以, 我劝你还是换个人放在心上, 早些娶妻生子, 让你姨娘安心, 我会等姑娘的, 谢不惑眼神温柔, 总要等一等的, 对吧,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燕三河无语坐下, 谢不惑一聊衣裳, 在谢道之面前跪下, 父亲, 姨娘是未聊我好, 看着面前的儿子, 猴杰上下滑动, 身边三个儿子, 老大最让她放心, 老三最让她担心, 唯独这个老二, 从小到大他, 莫放太多心思, 在这孩子身上, 不曾想, 今日这孩子的所作所为, 有勇敢, 有任性, 有担当, 不得不让他高看几分啊, 燕姑娘, 你看, 你个老狐狸倒是会打太极, 燕三河慢吞吞地说了一句, 谢老爷,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谢道之一听, 杨怒道, 大过节的罚什么罚, 燕姑娘都不计较, 你跪我做什么, 快起来, 别丢人现眼, 话锋一转, 她又道, 老太太, 时间不早了, 开席吧, 孩子们都饿了, 老太太看得目瞪口呆, 忙不迭道, 开席, 大奶奶, 快开席, 朱氏也如梦初醒, 哎呀, 可不到吃饭的点了嘛, 来人啊, 扶老太太, 大小节入座, 谢总管, 让人闻酒, 上菜, 来了, 来了, 谢总管亮堂的一嗓子, 让整个慈恩堂都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装模作样地说开了, 笑开了, 但眼神却依旧站在谢二爷和燕三河身上, 谁能料到, 原本平淡无奇的一个中秋夜, 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出戏, 谁能料到, 今日唱主角的, 竟然是二房那个不知声, 不知气的谢二爷, 更有谁能料到, 老爷对二爷不仅不骂, 反而一脸地欣赏, 这时, 主角谢二爷大大方方走到燕三河面前, 燕姑娘, 一起走吧, 燕三河目光装作不经意, 落在谢之飞脸上, 却见他嘴角一抹冷笑, 眼神也是冷冷的, 笑屁啊, 要不是你非得让我来, 我会遇到这一出, 还是李不言说得对啊, 人不能心软, 心意软, 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火上烤, 燕三河被他这么一击, 索性冲谢不惑一点头, 二爷, 请, 两人并肩走出正堂, 谢不惑一脚跨过门槛, 转过身,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谢之飞, 然后才把另一只脚跨过去, 很快, 堂屋里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一脸看好戏的李不言, 另一个是沉着脸不说话的谢三爷, 李不言故意很大声地嘖嘖两声, 不得不说啊, 刚刚谢二爷那番言语, 称得上是个爷们, 连我瞧着都心动了, 谢三爷刷得一下站起来, 就往外走, 这就恼羞成怒了, 李不言追过去, 脸上挂着坏笑, 三爷啊, 你知道追女人和聊女人, 有什么区别吗? 谢之飞脚步一读, 扭头看她, 一个走心, 一个走肾啊, 走你妹, 谢之飞一张脸, 阴沉得像是暴雨前的天气, 第428章, 瞎子, 一顿团圆饭, 没有吃出什么大的幺蛾子, 只有暗留在无声涌动, 饭后, 燕三和借口府里还有事, 和众人道别, 他一走, 谢道之扶着老太太回房, 余下两房人也都各自散去, 谢之飞等所有人都走光了, 才一脸英质地走出院子, 一抬眼, 谢之飞迎上, 去, 扶住她的手, 等我呢, 谢文叔笑笑, 扶我走一段, 好, 云慧见三爷扶住了, 才敢松开手, 往后退两步, 与朱青一道, 默默跟在主子身后, 燕姑娘的月饼, 你尝了吗, 谢文叔的声音像白玉一样, 又柔又糯, 谢之飞心里再不痛快, 也不由也放柔口气, 我去的时候, 都吃光了, 莫尝着, 说的是假话, 月饼端到他面前, 他满脑子都是唐明月的事, 随手就赏了朱青, 我得了一盒, 他送我的, 想尝一尝吗, 还当我三岁孩子呢, 大姐留着自个吃吧, 真不吃吗, 姐, 你有话直说, 谢之飞伸手在他头顶揉了揉, 别拐弯抹角, 谢文叔不好意思地笑笑, 被你看出来了, 你都等在院门口了, 我还能看不出来吗, 谁让我们是亲姐弟呢, 那我就直说了, 谢文叔也确实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觉得燕姑娘怎么样, 谢之飞摸摸鼻子, 还行, 我觉得很好, 谢之飞气笑, 就因为那盒月饼, 谢文叔眨了眨眼睛, 府里那么多人, 我只和他见过一回, 他还记得我, 姐, 他就是随手送送的, 是吗, 谢文叔伸手摸住谢之飞的, 轻轻捏了捏, 我瞧着可不是, 那你倒说说看, 有的是他惦记的, 有的是场面上的, 谁是他惦记的, 谁是场面上的, 大嫂, 总管, 还有客院里的那对夫妻, 是他惦记的, 老太太和二房, 是场面上的, 谢之飞心说, 怎么可能, 他会惦记谢胖子, 惦记他, 就是惦记你, 这副里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总管和你最好最亲, 谢之飞低头, 目光有些发深地看着他, 别言我瞎,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谢文叔抓着他的手, 他虽然和娘不对付, 但心里, 还是向着咱们大方的, 我们仨人都有一份呢, 二弟的心思怕要落空, 话刚落, 就向谢总管, 手里拎着一盒月饼, 癫癫地跑来, 谢之飞脸一沉, 燕姑娘送走了, 老奴亲自送他上车的, 谢总管气喘郁郁道, 三爷, 这是燕姑娘送给老奴的月饼, 我看你一晚上莫吃几口菜, 一会你尝尝, 我说什么来着, 谢文叔扑斥一声, 笑得悦耳动听, 得了老三, 就送到这儿吧, 谢之飞瞪了谢小花一眼, 朱青, 爷, 替我送大小姐回房, 是, 三人走远, 谢小花赶紧把脑袋凑到三爷身边, 一脸神秘道, 爷快想想办法吧, 燕姑娘和二房那位, 小花, 谢之飞看着他, 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 塞他手里, 今儿晚上去外头找个女人, 谢小花, 谢之飞, 致致老年糊涂, 谢小花, 谢之飞, 实话告诉你, 二房今儿个没戏, 明儿个没戏, 这辈子都没戏, 谢小花刚想问一句, 为啥, 忽然小厮匆匆跑过来, 三爷, 谢总管, 老爷, 叫你们去书房, 月色如水, 照着青石鹿, 小丫鬟打着灯笼走在前面, 云慧扶着大小姐在中间, 朱青不禁不远地跟在身后, 云慧有话跟小姐说, 爱着朱青再不大方便, 扭头道, 朱青你回去吧, 小姐有我们就行了, 朱青看他一眼, 不说话, 云慧在谢文叔耳边小声嘀咕, 小姐, 你瞧这个闷狐狼, 回回都这样, 谢文叔拍拍他的手, 柔声道, 朱青, 回大小姐, 忙衙门里的事, 燕姑娘那头, 常去瞧瞧吗? 常去的, 小陪爷好些日子, 莫来家里玩了, 在外头天天和爷在一道的, 谢文叔轻笑了一声, 他们打小就要好, 嗯, 谢文叔扭头朝着朱青的方向, 接儿三爷的话少了, 朱青愣了愣, 低头看着他, 月色下, 他常年不见太阳的肤色, 泛着冷白的光, 三爷出了一趟远差, 急着赶回来过节, 已经好几天没, 睡过一个整觉了, 缓一缓就好了, 谢文叔没事就好, 这人外头瞧着热闹, 里头心思沉着呢, 朱青又低头看他一眼, 飞快地挪开眼睛, 回去吧, 他身边离不了你, 我送大小姐到院门口, 三爷交代的, 回去早了不好交差, 谢文叔笑得眼睛都挽起来, 你呀, 干嘛那么实在, 朱青不说话, 脚步慢下来, 走在他身后, 说话间, 院门口便到了, 大小姐, 我回, 话还莫说完, 朱青突然看到, 地上有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石榴, 大小姐, 小心, 晚了, 谢文叔一脚踩在石榴上, 咔嚓一声的同时, 整个人往前倒, 云慧一只手拎着一盒月饼, 一只手扶着小姐, 根本莫反应过来, 小丫鬟走在前面, 身子还莫扭过来, 朱青冲过去, 双手一揽, 虚虚地把人揽在怀里, 谢文叔好几个, 猎切莫站稳, 慌里慌张抓着朱青的衣精, 借着这股力, 才僵僵稳住, 云慧吓得把月饼往小丫鬟怀里的送, 跑过去, 小姐, 伤着没有, 谢文叔摇摇头, 松开一只手, 云慧赶紧握上去了, 谢文叔才又松开第二只手, 去抓云慧的胳膊, 他抓得很用力, 手背上两根青筋冒出来, 朱青原本还没什么表情的脸, 忽然蹦紧了, 今儿院里, 谁当差, 谢文叔一听这口气, 忙道, 今儿过节, 是我让他们自个出去玩会的, 顿了毒, 他又交代一句, 别闹大, 都是小事, 朱, 清理之回归几分, 沉默一会, 扶小姐进去吧, 我不会说的, 云慧感激地看朱青一眼, 小姐, 我们进去, 朱青等他们进了屋里, 用脚狠贴了几下院外的一株十六树, 枯枝, 坏果纷纷落地, 他拿起扫帚, 把地扫得干干净净, 又往院里看了一眼, 才转身离开, 第四百二十九章, 疑心, 木香院, 柳姨娘命人在院里执一张桌子, 摆些瓜果点心, 一边赏月, 一边和儿子, 女儿, 说些家常话, 谢婉叔磕了几口瓜子, 突然问, 姨娘, 接着你剃, 婉叔, 柳姨娘出声打断, 目光看着几个丫鬟, 你们都出去赏赏月, 这里不用侍候了, 是, 姨娘, 院里没了外人, 柳姨娘先指戳上女儿的脑袋, 和你说过多少次, 不要在外头乱说话, 谢婉叔不服气, 这又不是外头, 这是姨娘自个的院子, 谢不惑, 自个的院子也不行, 人心隔肚皮, 姨娘说的话, 要记在心里, 哥, 你真的喜欢燕姑娘啊, 否则呢, 谢婉叔嘟起嘴, 她别的都好, 就是太冷了点, 不热络, 你懂什么, 谢不惑冷笑, 姨娘看中的人, 怎么会错, 哦, 谢婉叔拖长了音调, 原来是姨娘看中的, 别瞎说, 是你哥先看中的, 柳姨娘替儿子续了一点茶, 我只是就是重提, 谢婉叔一脸好奇, 哥, 你看中他什么, 看中他比你聪明, 可我听说他和三哥走得近, 还挺要好的, 那就更要争一争, 谢不惑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能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得了, 二爷在不在, 母子三人愣了愣, 谢不惑应了一声, 在, 谢总管走进来, 手里捧着一个匣子, 老爷让老奴送来的, 说事给二爷, 谢不惑起身接过来, 也莫打开, 只单单道了一声, 替我谢谢父亲, 是, 谢总管献他没有别的话, 便离开了, 这时, 谢不惑才把匣子打开, 是一块清玉, 不算大, 刻印章非常适合, 谢不惑放在手里把玩的一会, 嘴角露出点四, 有四无银鱼的笑, 姨娘这一步棋, 走对了, 什么走对了, 走错了, 柳姨娘把匣子趴得一合, 是你眼光好, 看准了人, 可我还是觉得燕姑娘家是太薄了, 谢婉叔双手拖着腮, 她要是嫁进来, 肯定没什么嫁妆, 谢不惑无声骂了一句, 蠢货, 谢总管走出牧香院, 直奔老爷书房, 书房里, 大爷, 三爷正坐着喝茶, 谢总管上前回完话, 刚要离开, 被谢道之叫住, 你也坐着听听, 是, 谢总管哪里敢真坐, 往椅子上垫了半个屁股, 谢道之喝了口热茶, 老三, 水月安那个心魔解了没有, 解了, 怎么解的, 爹, 不是儿子不想说, 谢之飞说瞎话, 眼睛都不眨一下, 是燕三合不让说, 你真想知道, 还是直接去问她吧, 只要你敢, 对了, 她又道, 客院那个小夫妻, 明日一早离开四九城, 水月安的事情, 算是彻底了, 谢道之当然知道, 燕三合进谢府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客院看了那个小夫妻, 然后才来县的老太太, 心里虽然一万个好奇, 但燕三合不让说, 她自然也不会多问, 但有件事情, 必须问一问清楚, 老三, 燕姑娘心里有没有什么人, 啥意思, 还真想给谢老二千线搭桥呢, 谢之飞翘起二郎腿, 淡淡道, 爹, 有些事情我也不方便说, 要不, 你还是自个去问她吧, 这个也不方便, 那个也不方便, 那我把你找来做什么, 我就问你, 她说不会结婚生子, 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 爹, 谢之飞桃花眼仰起来, 冷笑, 她真的不是普通的姑娘, 真把她逼急了, 你连谢府的门都不会进, 你和老祖宗都悠着点, 别到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 行了, 行了, 谢道之不耐烦地摆摆手, 心说这小畜生, 竟然瞧着一点都不讨喜, 老谢, 你刚刚送燕姑娘离开, 她可又说什么, 谢总管刚要实话实说, 余光扫见三爷冷冷地向她看来, 忙改口道, 燕姑娘倒也莫对老奴说什么, 只是, 只是什么, 快说, 只是老奴扶她上车的时候, 听她对身边的丫鬟嘀咕了一句, 燕无好焰, 谢之飞立刻冷笑一声, 我说什么来着, 父亲, 谢尔丽插话,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对燕姑娘不适合, 有些事情, 还是让二弟自个儿去折腾, 万一有好结果呢, 谢道之叹了口气, 心说这也是个办法, 叫你们来, 也不光是为这一件事, 她看向大儿子, 春围出世, 李布怕是要杀几个人, 你要不要补, 其中一个空缺, 谢尔丽嘴角略微崩了下, 父亲, 李布可是杜大人当家, 我过去会不会爱她的眼, 谢道之淡淡道, 人, 总是要历练的, 我看到不变, 谢之飞还是一脸的背揽相, 如今时局不稳, 大哥还是安安稳稳地在汉林院待着, 谢尔丽也觉得, 这并不是一个好时机, 只是父亲做事一向稳当,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父亲可是有什么别的打算, 她试探, 谢道之看大儿子一眼, 我打算往后退一退, 为什么, 谢之飞不由坐直了身子, 自家轻跌论年纪也不大, 有的蝗虫, 这会往后退做什么, 汉王的奏章昨儿送到了经理, 说是惦记陛下的病, 想回京静孝, 谢道之扶着胡须, 他这一回来, 京城帕布, 太平, 谢之飞当然知道, 为什么不太平, 里布有汉王的几条狗, 他得保一保, 江南馆厂, 太孙在彻查, 肯定也要死几个人, 他得往里头插上一脚, 最重要的一点, 陆石一死, 玉石台那头也会有变动, 他要不想办法从封地回来, 怎么排兵布阵, 自家老爹怕掺和进太子和汉王的争斗, 所以想往后退一步, 退之前, 就想把大哥往前退一把, 退不是办法, 谢之飞脸上添了几分正色, 父亲坐得稳, 行得正就行, 大哥你说呢, 谢尔丽身知父亲的为人, 绝不是软弱, 除此之外, 父亲想退后一步, 还有什么苦衷吗, 谢道之眉心多出几道皱褶, 陛下最近几日, 性情大变, 谢之飞同一下站起来, 怎么说, 谢道之揉揉两边的太阳穴, 半上, 压着声道, 他好像对谁都起了疑心, 第四百三十章, 宫宴, 深宫里, 中秋家宴还在继续, 皇帝儿子十几个, 成年的儿子都在封地上, 无照不能入京, 宴上除了太子夫妇以外, 也只有几个未成年的皇子, 公主, 要是以往, 还有一个最得宠的皇太孙承欢膝下, 陪皇帝说说话, 喝喝酒, 今年皇太孙在江南当差, 只有一个王贵妃使出浑身招数, 左一居陛下, 右一居陛下, 哄皇帝开心, 太子那肥胖的身子, 只觉得什么菜吃嘴里, 都没了滋味, 越发地想念一个人, 太子, 陛下, 太子刚要起身, 宪皇帝摆摆手, 又撑着桌面坐下, 昨儿, 你兄弟上了奏章, 说要静静在朕身边侍奉, 简直混账, 永和帝冷笑一声, 朕身边, 难道就没有人侍奉了吗? 赵燕落, 汉王是一片孝心, 永和帝默默望着他, 冷冷问道, 孝心不错, 但祖宗定下的规矩还是要守, 否则朕的儿子一个个都学他, 岂不是乱了套? 赵燕落和皇帝做了小半辈子父子, 这种话里的意思怎么会听不出, 只觉得心寒迟冷, 他咬了咬后曹牙, 强笑道, 先帝以孝治天下, 汉王想侍奉陛下于左右, 正是守了规矩, 皇帝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 以太子的意思是, 就召汉王入京吧, 最好把太孙也召回来, 王贵妃替皇帝加了一块子酸笋, 臣妾就喜欢听太孙说话, 不紧不慢地, 耐心得很, 胡逗, 皇帝扬怒道, 朕的太孙难不成, 就是陪你们附到人家说话的, 是, 是, 太孙是要帮陛下做大事的, 王贵妃小声嘟囔, 太孙还要陪陛下一宿一宿说话, 臣妾这样的附到人家, 也就只有在边上掩热的份, 你, 皇帝瞪了王贵妃, 笑着对太子道, 回头你, 替朕给太孙写封信, 就说差一半完了, 早些回京来, 陪陛下说话, 王贵妃说完, 自己先扑斥一声笑了, 其余的皇子嫔妃也都纷纷笑, 内侍一看, 宴上有了几分热闹, 赶紧招来寄人歌舞, 足足舞到皇帝泊罪, 扶着内侍的手离开, 才算消停下来, 皇帝一走, 余下的人也纷纷离席, 片刻后, 就剩下了太子夫妇, 殿下, 我们也走吧, 太子慢慢地笑了, 冲太子妃举杯示意, 亏得你啊, 生了个好儿子, 太子妃看着太子嘴角的冷笑, 只觉得心头突突地跳, 一入内殿, 现秦妃等在里头, 皇帝挥开内侍的手, 顺带着脸上的薄醉, 也一笑而散, 内侍奉了茶, 悄无声息地退出去, 秦妃上前回话, 陛下, 锦衣为那头传来消息, 李星统统都交代了, 皇帝看他一眼, 都交代了些什么, 说是受言如嫌, 不必看了, 也不想看, 皇帝并没有伸手去接, 只是森严地看着秦妃, 既然已经认罪伏法, 正该治他一个什么罪好, 谁不知道, 严如嫌是不得不死, 你李星敢把罪名 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秦妃连个犹豫都没有, 奴才以为李星父子 荡诸九族, 好, 皇帝一掌拍在小机上, 显然十分满意秦妃的提议, 不诸九族, 难凭名分, 陛下英明, 秦妃笑道, 如今百姓都在拍手称赞, 赞陛下是难得一线的明君圣主, 皇帝站起来, 沉默不语地走到窗户边, 一轮明月挂在天空, 冷冷照着这人世间, 秦妃啊, 你可知道, 正为什么要把陆石葬在皇陵? 奴才猜不透, 去吧, 是, 秦妃躬身退出去, 一只脚跨过门槛时, 远远听见皇帝说了一句, 因为他生是朕的人, 死是真的鬼, 谢府的书房, 谈话还在继续, 爹, 谢之妃手上撵着一片衣角, 缓缓地说道, 这是起因, 紧接着又是一个老御史, 直接逼得他下罪几兆, 他叹了口气, 换了谁, 也要睁大眼睛多看看身边的人, 这恰恰说明了爹是陛下身边的人, 敬着多疑, 谢尔利点头, 父亲走到今天的位置不容易, 这个节骨眼上一动不如一镜, 只要父亲行得正, 陛下就算暂时起疑, 日后也会明白过来, 谢之妃把话说得更直白, 爹, 你在卫上坐着, 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人一老, 胆子就小, 说话做事也变得畏畏缩缩, 也是, 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谁不疑心, 只怕连亲生儿子都未必信得过, 谢道之点头道, 行了, 都回去吧, 他一点头, 两个, 儿子的心落下来, 谢之妃懒洋洋起身, 又听自家老爹叹了口气道, 老三, 以后当差, 你要多留个心眼啊, 留什么心眼, 不就是汉王要回来吗, 他就是不回来, 三爷我的心眼也替怀人留着呢, 他笑了声, 爹, 你放心吧, 走出书房, 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 都有话要说呢, 老三, 二房今天的事情, 你怎么看, 谢之妃低头看着自己的鞋, 淡淡地回了四个字, 一唱一和, 谢尔丽脸上带出几分不动声色的欣慰, 兄弟二人又想到一处去了, 谢之妃用脚尖碰碰自家大哥的, 往下看戏就行, 哥只要明白一点, 谁都做不了那丫头的主, 就你明白, 谢尔丽嘴上虽然骂, 脸上却是轻松了不少, 柳姨娘这人闷不吭声, 可越是隐忍的人图谋越大, 有些事情不得不防一防, 走, 陪你小侄儿吃月饼, 玩头壶去, 谢府的第三代, 就谢怀州一根独苗, 这根独苗最喜欢的人, 就是他三叔, 刚刚饭桌上, 小家伙的眼睛已经往谢之妃那边描过好几回, 一脸期盼的样子, 每年中秋团圆饭后, 谢之妃都会去陪小家伙玩几局头壶, 练练他的臂里, 谢之妃丢给谢总管一个眼神, 让他先去忙, 自个跟着大哥去了方舟院, 刚到院门口, 就听见朱氏的声音, 儿子, 给娘被手有月亮的诗来, 咱们也来应应景, 中亭帝白树七鸭, 冷露无声诗桂花, 今夜月迷人尽望, 不知秋思在谁家, 好是好, 就是背了些, 三弟来了, 小淮州跑过来, 先恭恭敬敬地叫了谢儿丽一声爹, 然后牵住谢之妃的手, 三叔, 走, 还是没有牵动, 小家伙忍不住抬头, 三叔, 你怎么了, 第四百三十一章, 较静, 接二个中秋, 你们兄妹一人背手应景的诗, 怀左, 你先来, 床前明月光, 一试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你怎么年年是这一首, 爹, 这诗难道不应景吗, 你爹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小又, 你背一首, 中亭帝白树七鸭, 冷露无声诗桂花, 今夜月迷人尽望, 不知秋思在谁家, 你听听你妹妹, 背得多好, 好什么呀, 我是武将, 将来要保家卫国的, 一会冷露, 一会秋思, 还怎么带兵打仗, 你还嘴硬, 爹爹, 我哥不是嘴硬, 我哥说得对, 娘, 你说呢, 嗯, 爹, 娘都说完了, 你别发哥哥, 小女孩粘起一块月饼, 送到小男孩的嘴边, 一脸讨好, 哥, 你吃, 这什么馅的, 五人, 小男孩最爱吃五人馅的, 想都默想, 一口咬下去, 脚拔两下, 脸变了色, 郑怀佑, 你骗我, 这明明是连绒线的, 好不好吃呀, 小男孩一脸嫌弃, 好吃什么, 甜死了, 一点都不甜, 小女孩挑起眼角, 小声嘀咕, 这世上, 怎么会有人不爱吃连绒线的月饼, 三叔, 三叔, 啊, 谢之飞回神, 前来吃月饼了, 谢怀周拽着谢之飞坐下, 从盘子里挑出一小块月饼, 三叔, 这是燕姑娘送给娘的, 好吃咧, 你尝尝, 什么线的, 谢之飞下意识问, 五人, 谢怀周, 但娘说里面还加了一点红豆, 一点山楂, 和咱们家做的不一样, 谢之飞心脏重重一跳, 一种难以言语的感觉, 从心头涌上来, 回忆再度扑面而来, 小男孩哼一声, 我还想问呢,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不爱吃五人的月饼, 我就不爱吃, 小女孩拖着腮, 如果五人馅里面加一点红豆, 再加一点山楂, 说不定我会尝一尝, 或者加点枣泥也不错, 郑怀佑, 你能不能不要异想天开, 想想也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 那叫什么五人, 改叫七人, 八人得了, 七人, 八人, 有什么不好, 就不好, 爹, 你看哥多八道, 娘, 你看看妹妹, 傻不傻, 郑怀祖, 我们俩到底谁傻, 你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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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玩了, 小女孩一头钻进爹的怀里, 我也不跟你玩, 小男孩一头钻进娘的怀里, 半盏茶过后, 小男孩走到小女孩身边, 用力地咳嗽一声, 玩不玩头壶, 小女孩不理, 玩不玩, 不玩我睡觉去了, 小女孩慢吞吞地抬起头, 慢吞吞地从嘴里咬出一个字, 玩, 三叔, 三叔, 谢之飞再度回神, 你月饼要吃到鼻子里去了, 谢之飞低头一看, 忙把手里的月饼放下, 起身道,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三叔, 你还没陪我玩头壶呢, 改天陪, 改天就不是中秋了, 让你爹陪, 谢之飞讨也是得走出院子, 一口气走出几十丈, 才慢下脚步, 夜如长河, 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他静静地站了一会, 伸手揉揉眼睛, 刚刚走得太快, 沙子吹进眼睛里, 不小心湿了眼眶, 郑怀又喜欢书画, 书画最要紧的就是碧莉, 他因为胎理不足, 碧莉自然就小, 铁灵得有模有样, 但力道总是差许多, 顽头壶是为了给他练碧莉, 这么多年, 他刻意不去想从前的人和情, 只会在每年中秋, 一轮明月升起时, 他才允许从前的人和事, 跑出来肆意骚扰他一下, 所以在这一天, 他会陪小淮州顽头壶, 那感觉好像, 在陪着从前的小女孩, 如今, 小女孩回来了, 她不是你的亲妹妹, 你的亲妹妹是唐明月, 你能那样坦然地面对唐明月, 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对她, 因为她的原因, 唐明月只能在尼古安里长大, 因为她的原因, 娘郁郁不欢, 也因为她的原因, 爹那样聪明的一个人, 只能蜷缩在海棠院, 可这些, 与她有什么关系呢, 她是无辜的, 她应该什么都不知道, 谢之飞突然发现, 自己蠢得无药可救, 低声道, 我在和自己交进什么呀, 爷, 谢小花提着灯笼走过来, 他其实已经在边上看了好一会, 小呆子这一晚上不仅话少, 眉头一直没有松开过, 爷心里有事, 没有, 谢之飞直起腰板, 月饼自己吃, 她给你的不一样, 她伸手, 捏了捏谢小花软乎乎的后颈, 一会再去那院里看看, 替我陪唐小姐说说话, 我陪, 谢小花指着自己鼻子, 一脸诧异, 嗯, 你这样子, 三二一才能放心, 谢小花看着三爷的背影, 撇了撇嘴, 我年轻的时候, 也挺招大姑娘小媳妇待见的, 这话, 三爷莫听见, 她已经走远, 一日, 一早, 三辆马车停在谢府门口, 唐明月夫妇走出门槛, 一眼就看到了立在晨曦里的谢三爷, 谢三爷冲两人微微汗兽, 翻身上马, 夫妇俩赶紧上车, 一行人缓缓出发, 直奔南城门而去, 入了城门, 谢之飞又送出十几里, 才调转马头, 在马车身后停下, 帘子掀开来, 露出唐明月一张笑脸, 谢之飞也冲她笑笑, 就在唐明月以为, 她要说些离别的话时, 她一仰马鞭, 急驰而去, 真是个怪人, 要么凝乎得要死, 要么连声再见也不说, 大二一小声嘀咕, 唐明月粉全捶了下男人, 你才怪呢, 三爷是好人, 对对对, 是好人, 大二一心说, 这四九城市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娘子再来了, 太危险, 连谢府的那个胖总管, 都对娘子有那么点意思, 大晚上的, 还跑来找娘子左一句, 右一句的扯闲话, 妈的, 都什么人哪, 谢之飞一口气赶回衙门, 按规矩, 中秋节朝廷休暮三天, 今儿是第二天, 五成兵马寺的衙门, 只剩下几个看门的侍卫, 见三爷来, 侍卫纷纷上前招呼, 谢之飞一一点头后, 回到自己的屋里, 丁一和朱青已经等在里面, 昨日宫里家宴, 传出皇帝要把汉王召回的消息, 太孙不在京城, 有事情得, 就得靠三爷, 主仆三人忙了整整一天, 傍晚时分, 才算把四九成零的, 按得一一不防好, 谢之飞喊了声朱青, 目光朝梁上看了看, 朱青脚下一点, 人跃上去, 从横梁的背后, 找出了一个包袱, 这里面, 装着正家的案卷, 谢之飞轻轻一笑, 走, 去问燕姑娘讨杯茶喝, 第四百三十二章, 月饼, 此刻的燕三合, 正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两个人, 想到了李不妍, 曾经对他说过的三个字, 烂桃花, 烂桃花一号的小裴也没一挑, 哟, 什么风把谢二爷给吹来了, 这是闲得慌吗, 烂桃花二号的谢二爷, 云淡风轻地回两个字, 是啊, 小裴也没有挑上天, 二爷以前挺耿直的一个人, 现在整得趋近通幽的, 不仅能屈能伸, 还能翘人墙脚啊, 哦, 谢二爷淡淡, 我记得前些日子, 裴家二老来我们谢家, 把墙都拆没了, 哪来的墙脚, 小裴爷一咽, 谢二爷乘胜追击, 小裴爷, 做人不能吃着锅里的, 又看着别人碗里的, 太贪心啊, 小裴爷, 哎哟, 我的天, 八字还莫一撇的事, 怎么到你这张嘴里, 就成了你碗里的了, 他则一生, 真没陷过像你这么莫羞莫臊的, 太不要脸了, 比骂人, 谢二爷压根不是小裴爷的对手, 但比戳心, 谢二爷其实也是很人一个, 小裴爷, 做人呢, 首先得孝顺, 爹妈生了你, 不是让你来气他们的, 戳心是吧, 小裴爷我怕过谁, 谢二爷, 做人呢, 除了孝顺, 还得有点自知之明, 一个遗娘生的数字, 别整天惦记那些不该惦记的人和东西,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谢不惑脸上的血色, 书地没了, 小裴爷傲气地抬起下巴, 这叫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啪, 燕三合听不下去了, 拍案而起, 礼不言, 送客, 小裴爷就要地抬起下巴, 听到没有, 燕三合说送客, 就是让你滚的意思, 燕三合, 一起滚, 小裴爷的脸, 肉眼可见地塌了下来, 三合, 怎么我, 让你也滚, 谢不惑通体顺畅, 血色又回到了脸上, 小裴爷这是听不懂人话吗, 李不言从腰间抽出软件, 一手插腰, 一手在两人中间画了一招, 两位婆妇, 请吧, 小裴爷, 谢不惑, 半盏茶后, 别院的门砰砰两身关上, 门外, 裴笑和谢不惑对视一眼, 两看两相燕, 各自甩袖离去, 门里, 燕三合献李不言笑得前腐后仰, 心里甚是烦躁, 得了, 别笑了, 笑笑都不行吗, 李不言掐了掐笑腾的太阳穴, 学着小裴爷的口气, 哟, 什么风把谢二爷给吹来了, 这是闲得慌吗, 接着, 他转个身, 学着谢不惑的口气, 小裴爷, 做人呢, 首先得孝顺, 爹妈伤了你, 不是让你来气他们的, 燕三合和他对视片刻, 扑齿也笑了, 有两个男人为你吵架, 有没有一点成就感, 没有, 只觉得烦, 李不言安静了一会, 知道我娘为什么离开我爹吗, 燕三合摇摇头, 有一天, 他和另一个女人为了争我爹, 就像小裴爷和谢, 二爷刚刚那样, 你往我心口刺一刀, 我往你心口刺一刀, 李不言, 我娘说, 那一刻, 他突然映入起自己的刻薄, 莫多久, 就带着我离开了李家, 这辈子都莫再回去过, 燕三合走过去搂着他, 想他吗, 李不言抬头看了探天, 昨儿想的, 今儿就不想了, 我活得好好的, 比什么都好, 燕三合, 你爹呢, 想吗, 李不言沉默了一会, 摇摇头, 傻丫头, 燕三合点起脚, 揉揉他的头, 还要再说什么, 呼得大门被敲得砰砰砰响, 又折回来, 燕三合朝看门的丁老头道, 你别动, 我去开, 丁老头赶紧收脚, 门栓一拉, 门支压一声打开, 燕三合沉着脸刚要说话, 现是一个陌生的白面男子, 正了正, 问道, 找谁, 李不言可是住在这里, 男子的声音有些间, 燕三合皱眉道, 什么事, 有人从南边烧了一盒月饼给他, 谁给我的, 李不言探出身子, 一脸疑惑, 男子把月饼往李不言手上一塞, 尖着嗓子道, 是端木工的小主子, 端木工, 小主子, 谁啊, 男子却已经转过身, 攥进马车, 扬长而去, 留下木凳口袋的两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燕三合想到李家的跟在南边, 不会是李家, 找来了吧, 可李家也不住端木工, 我爹也不是小主子, 是老主子, 那会是谁, 什么谁, 谢之飞翻身下马, 把缰绳扔给丁一, 看着门槛里的两人, 你们怎么站这儿, 燕三合刚要说话, 目光看到谢之飞身后的人, 你怎么又回来了, 死不明目, 小裴爷一拍胸脯, 厚着脸皮跑回来问问, 为什么连我都要敢, 燕三合, 小裴爷上一个台阶, 那王八蛋能和我比, 燕三合, 小裴爷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是过命的交情, 你和他是什么交情, 燕三合, 最后一个台阶上完, 小裴爷站在燕三合面前, 压着嗓音质问, 用得着我的时候, 小裴爷, 用不着我的时候, 让我滚, 燕三合, 你跟谁一伙, 燕三合, 你竟然还要犹豫, 小裴爷跺脚, 你伤了我的心, 说完, 甩甩袖子, 跨进门槛, 气横横地走了, 燕三合闭了闭眼睛, 看过不讲理的女人, 莫看过不讲理的男人, 今儿个算是长见识了, 我在巷口碰到他的, 一个人蹲在树下伤心呢, 燕三合一睁眼, 发现男人近在眼前, 忙退后半步, 冷笑道, 怪我了, 不怪你, 是我把他拉回来的, 谢之飞淡淡地看着他, 东西在包袱里, 咱们干正事, 燕三合顿时眼睛一亮, 走, 等一下, 李不言伸出一只手, 拦住谢之飞, 干正事之前, 三爷能不能先替我解个货, 谢之飞, 什么, 李不言把月饼往前一放, 有人送了我一盒月饼, 谢之飞, 嗯, 李不言, 送月饼的人说, 是端木工的小主子, 让他送来的, 啪哒, 庭院里, 小裴也脚下一个踉枪, 摔了个狗吃屎, 第四百三十三章, 开弓, 一盒月饼, 摆在八仙桌的正中间,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他看, 燕三合, 端木工的小主子, 原来是皇太孙啊, 李不言, 太孙干嘛, 送我一盒月饼, 谢之飞, 这里头有什么深意吗, 小裴也, 妥妥地惊吓啊, 黄其, 太孙不会随随便便送人东西的, 爷和三爷都没有呢, 朱卿, 郑家的案子不重要了吗, 丁一, 我不在京城的这三个月, 都发生了些什么, 姑娘, 开饭了, 汤圆走进来, 一看屋里凝重的气氛, 又吓得退了回去, 燕三合深吸一口气, 不言, 先把月饼收起来, 先吃饭, 李不言, 好, 晚饭是十个菜, 一个汤, 厨房做的味道不差, 但谁也没有尝出滋味来, 小裴也按下碰碰谢之飞的脚, 我们两个都没有月饼, 嘟嘟他有, 怀人会不会看上他了, 谢之飞, 有可能, 小裴也, 真是离了个大谱, 谢之飞, 有点, 小裴也, 怀人的眼光没有那么差, 应该是我们想多了, 谢之飞, 希望, 另一边, 李不言碰碰燕三合的脚, 他为什么送我月饼, 燕三合, 不知道, 李不言, 整得我现在脑子跟江湖似的, 燕三合, 皇太孙就是未来的皇帝,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李不言, 你这盆冷水泼得也太狠了点, 再一边, 黄其碰碰朱青的脚, 我以为李姑娘是留给咱们俩的, 怎么主子也要来抢的, 朱青, 你动了心思, 黄其, 那还有假, 朱青, 算了吧, 黄其, 我能不能挣扎一下, 朱青, 希望不大, 黄其, 出师未结身先死, 我怎么和我家爷一样的命苦啊, 八仙捉的一脚, 丁一目光溜一圈, 现没有一个人目光和他对上, 妈的, 老子话悲愤为食欲, 一顿饭, 吃得沉默无言, 心怀鬼胎, 饭后, 所有人一步燕三合的书房, 汤圆端上七碗茶, 蓝川在红泥小炉上架上水壶, 好奇地看一眼屋里的人, 然后眼门离去, 谢之飞站起来, 把书案上的包袱打开, 露出三本案卷, 燕三合, 都在这里, 燕三合恩了声, 目光一挪, 看向裴笑, 看我做什么, 看案卷啊, 他不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要向我道歉吧, 裴明廷, 嗯, 燕三合, 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 也是一伙的, 裴笑挺了挺胸脯, 这就对了, 下次你不能赶我, 下次你再犯魂, 我还赶你, 我哪里混, 我问你, 燕三合, 索性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能不能置身, 什么事, 正家的案子吗, 小裴爷摇头, 那必须不能, 燕三合, 既然不能, 是不是要低调行事, 低调做人, 小裴爷点点头, 燕三合, 既然要低调, 是不是要与人和善一点, 别到处树敌,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小裴爷, 他对你有所图, 这要怎么和善, 图什么, 燕三合冷笑, 我一介孤女, 有什么可图的, 还是图我在老太太, 老爷心里的地位, 豪借我的力, 和大方斗一斗, 争一整, 小裴爷蹭个一下站起来, 原来你心里都明白啊, 燕三合, 我看着很傻吗, 小裴爷, 燕三合逼试着他的眼睛, 我难道看不出他们母子一唱一和, 就你看出来吗, 小裴爷缩了下脖子, 我这不是怕你被谢老二那张脸迷住了, 论脸, 燕三合余光瞄一眼边上的谢某人, 心说谁还能比得上他, 我是只看脸的人吗, 我有那么肤浅吗, 小裴爷被问得羞愧难当, 一咬牙, 行, 下次再和他碰上, 我大不了打不还手, 骂不害口, 说完, 狠狠在心里呸了一下自己, 夫刚不正, 好了, 咱们干正事吧, 小裴爷索性夫刚不正到底, 三合, 你快坐回去, 站着怪累的, 废妖呢, 李不言, 舔狗, 黄其, 真丢陪家男人的脸, 丁一, 三个月不在京里, 小裴爷都学会拍马屁了, 朱青, 论厉害, 还是燕姑娘, 谢之飞没有任何心理活动, 他歪在椅子里, 看着燕三合, 静静地看着, 燕三合坐回原来的位置, 喝一口茶, 清了清嗓子, 缓缓开口, 趁着下一个心魔还莫来, 我要开始查郑家的案子, 这不是一般的案子, 弄不好会惹祸上身, 趁现在案卷还没有打开, 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开宫没有回头见, 一旦这个案卷打开, 在座的命运都会和这个案子连在一起, 案子牵扯出什么, 会查到什么人, 谁也说不好, 燕三合看了眼谢之飞, 这人今天话还是少, 还总看着他, 但可以预见, 四九成的天或许都会被我们几个捅破了, 我和不言没有拖累, 你们有爹有娘, 有兄有妹, 值不值得冒这个险, 他走到门边, 扔下一句话, 一盏茶的时间, 你们给我答案, 谢之飞看着他纤细的背影, 眼里有很深的情绪翻涌, 起初不肯接手的人是他, 现在让他们深思熟虑, 甚至允许他们做逃兵的人也是他, 这样的谨慎是出于对他和明廷的保护,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如果是怕陪, 谢两家牵扯进去, 说不通, 当初这个案子是他硬塞给他的, 为此还说了谎, 称和郑怀佐曾经是好兄弟, 他应该比谁都清楚, 自己是绝对不会撒手不管的, 至于陪明廷, 本来就是他一口答应无数年的, 他更找不到做逃兵的理由, 如果是别的什么原因, 那又会是什么原因, 如果他和明廷当真因为家族原因, 做了逃兵, 那么听他刚刚话里的意思, 他和李不言也会往下查, 由此可见, 他把郑家的这个案子, 当成了他自己的事情在做,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他其实知道自己是郑家的人, 这个结论在脑子里乍一浮出, 谢之飞心里狠狠一惊, 整个人从太师仪里跳了起来, 谢武士, 你干什么? 我? 谢之飞自己都有点猛, 我要干什么? 第434章, 案卷, 小裴爷一看谢武士的表情, 气就不打一出来, 这小子不会打退堂鼓吧? 是人吗? 没什么可想的, 只要咱们小心一点,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小裴爷恨铁不成钢啊, 再说了, 我们退了, 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这案子怎么查? 你说得对, 谢之飞大步走出书房, 我去和他说, 哎, 你给我回来, 应该我去和他说, 小裴爷磨牙, 娘的, 怎么又被他抢了先? 院子里, 桂花开得正盛, 谢之飞走出来的同时, 燕三河转过身, 刚刚屋里的对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唐明月一早, 我送走了, 老玉使那么大的事, 咱们都查了个水落石出, 郑家的案子, 相信也可以。 谢之飞稍稍往前靠近点, 柔声道, 没得我求你的事情, 我自己还怕的, 那就开始吧, 燕三河抬脚往书房去, 不料被谢之飞拦住, 对了, 你觉得桂明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燕三河一正, 长相, 性格, 卫人, 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呀, 挺懂事的一个姑娘, 谢之飞不知道想到什么, 呼得笑了, 我看她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燕三河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谢之飞把路让出来, 我就和你随便说说, 没别的意思, 那就干正事吧, 燕三河从她身边走过, 谢之飞看着她的侧影, 忽然心中一动, 小悠, 莫人答应, 没有回头, 她像是莫听到似的, 继续往屋里走, 燕三河, 燕三河咔一声站定, 转过头, 干吗? 谢之飞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看着她脸上的表情, 半赏, 慵懒地笑了笑, 没事, 就是想叫叫你的名字, 有病吧, 燕三河扭头就走, 门, 再次和尚, 燕三河不再废话, 拿起第一本案卷, 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 屋里安静下来, 李不言无聊地拖着下巴, 一个接着一个打哈欠, 黄其的目光一会在李不言身上, 一会落到, 窗外, 最后索性站起来, 去外头守门, 有些人注定得不到, 那就看都不想看到, 宁肯去外头吹冷风, 丁一也跟出去, 他得找黄其问问自己不在的三个月,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朱青王美人的茶碗里添了点热茶, 开始打坐调息, 谢之飞懒洋洋地歪在贵妃榻上, 眼神有些发直,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有一个小陪爷, 悄无声细地站在燕三河的身后, 低头看着暗卷上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都认识, 但连起来是什么意思? 他就不知道了, 他的注意力都在燕三河那段白声声, 细淋淋的紧薄上, 甚至有种想把手伸过去, 捏一捏, 揉了揉地冲动, 对了, 他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啊? 总这样暗戳戳的, 也不是办法, 我得想想招啊, 一卷看完, 燕三河转过身, 把暗卷递到小陪爷的手上, 站着泪, 坐下看, 看仔细些, 有意思, 绝对对我有意思, 小陪爷心头一喜, 接过来, 经过李不言身边的时候, 赏了他一记毛栗子, 睡什么睡, 一起过来看, 一记, 就把李不言打醒, 他呲呲牙, 在心里骂了是王八蛋, 到底还是把脑袋凑过去看, 看了几个字, 又想睡觉, 这破暗卷, 简直比催眠曲还要催眠, 谢三河, 别偷懒啊, 也过来看看, 谢之飞看他一眼, 李不言被这眼神中的鄙视, 记得想骂娘, 凭什么你不看, 谢之飞冷冷地回了他四个字, 道背如流, 这一看, 就看到了四更天, 最后一页眼上, 燕三河抬头, 目光左右看了看, 在找我啊, 声音从头顶落下来, 燕三河明显吓一跳, 你怎么站在我身后, 刚刚站过来, 谢之飞走到他对面,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燕三河把最后一卷暗卷, 传给小陪爷, 你们先看下去, 我要礼一礼, 说着, 他从太师椅里站起来, 到院子里慢慢躲着步, 一圈又一圈, 谢之飞跟出去, 一撩长袍, 很默形象地在门槛上坐下来, 目光追随着那道身影, 三个暗卷, 他花了将近一个半时辰看完, 看的过程中, 他的表情十分地平静, 只在中间皱过三次眉头, 如果他知道自己就是郑怀佑, 应该不会这么平静, 燕三河平静吗? 后曹牙都恨不得要咬碎了, 但理智告诉他, 要冷静, 就当是在破解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心魔, 但胸口还是闷, 闷得透不过气来, 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走出书房, 用他最习惯的方式, 一边思考案情, 一边缓解扑面而来的窒息感,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圈, 他顿下脚步, 偏过头, 向谢之飞看去, 四目相对时, 谢之飞的眼睛如波云见日一般, 亮起来, 然而下一瞬间, 燕三河却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问题, 他脱口而出, 燕三河迟迟没有说话, 直到谢之飞紧张地不由自主站起来, 才从唇里轻轻吐出两个字, 没有, 他口气中的斩钉截铁, 让谢之飞心狠狠地跳了两下, 眼里的失望藏不住, 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动动脑子, 三爷, 这案子过去九年, 这案卷多少人看过, 审过, 何过, 燕三河冷冷一笑, 我乍一看就能看出问题, 吴关岳父子又何必被冤枉这么些年, 吴淑年又何必郁郁而死, 他走到他面前, 莫问题, 才合乎情理, 对不住, 是我急了, 谢之飞刚刚用倒背如流四个字回答李不言, 其实并没有一点夸张, 这些年, 案卷在他脑海里翻过来, 覆过去的琢磨多少遍, 他能得出的答案也是, 莫问题, 他脸上露出些歉意, 我想着, 你是燕三河, 燕三河也是人, 燕三河悠悠道, 也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正家的灭门惨案, 其实并不复杂, 时间, 永和八年七月十五, 丑十二刻, 地点, 四条巷, 政府府邸, 人物, 数名手拿宽刀的黑衣人, 以及政府一百八十人, 事件经过, 黑衣人事先踩点, 在政府几口井里, 禁述下了蒙汗药, 等整个府邸陷入昏睡时, 便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屠杀, 所到之处, 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只有三处地方例外, 第四百三十五章, 过程, 第一处郑老大的院子, 惊醒过来, 光着脚, 赤手空拳便迎了上去, 最后身中六刀, 倒地身亡, 第二处是郑老四的院子, 郑老四和几个同僚喝酒回来, 因为天气炎热, 就命下人在院子里嫁了张良他, 夜里睡得迷迷糊糊时, 听到外头的动静, 他提起刀冲出去, 却因为酒喝太多, 体力不支, 最后被一刀封喉, 最后一处例外, 是东北角的海棠院, 海棠院住着郑老将军第五个儿子, 人称契爷的郑幻堂, 郑幻堂父子不知何故, 没有中猛汗药, 并且与黑衣人做了殊死搏斗, 结果双双死在黑衣人的刀下, 郑幻堂的发妻, 还有女儿, 则在大火中丧生, 大火冲天, 硬红半边夜空, 引来打羹人和巡接卫队的注意, 等他们赶到时, 政府血流成河, 黑衣人不知去向, 而火势则越来越大, 火还没有扑灭, 消息已经一路加急, 送到了宫里, 皇帝从睡梦中惊醒, 震惊之余, 立刻调动一千轻卫军参与灭火, 并下令全城戒备, 四九城的九大城门禁术不空, 所有百姓连同皇亲贵妻在内, 只许禁, 不许出, 随即, 锦衣卫, 刑部, 大理寺, 督察院, 禁术赶到现场, 展开一寸一寸地毯式的搜查, 与此同时, 五城兵马司协助锦衣卫, 对四九城里的每一户人家进行入户搜紧, 包括城里的每一个名渠, 暗渠, 暗发后得地。 五天, 锦衣卫终于找到了两件关键的证物, 第一件证物, 半块象牙腰牌, 暗卷上不仅有对着半块腰牌的详细描写, 甚至临摹了图案, 它原本是一块整的, 被刀砍成了两半, 这一半落在地上, 被火烤的浇糊, 根本看不出原本的面目, 但值得欣慰的是, 这腰牌上用刀音刻了字, 经过工部能工巧匠的复原, 那个字是, 无, 这件证物是在郑老四尸体边的灰镜里找到的, 杀手的腰牌不会显露在外面, 要么是藏在腰间, 要么是藏在怀里, 很显然, 郑老四语人相搏的时候, 大刀砍过去, 郑正好砍在腰牌上, 腰牌无声裂开, 落了半块下来, 而象牙这东西, 只有大气的皇室才配拥有, 第二件证物, 是一块巴掌大的, 郑中小腹, 里面的肠子都翻出来了, 武作替他脸湿的时候, 想把肠子放进去, 却在腹腔里面找到了这一块巴掌大的, 染血的牛皮, 案件上也详细地记录了刑部和大刑寺, 还原案发时的场景, 郑家父子提刀与黑衣人相斗, 年仅八岁的孩子被刀刺中, 倒地身亡, 郑幻堂疯狂地冲过去, 却被几个黑衣人围攻, 最后倒在儿子的身旁, 杀手以为他死了, 便去屋里找剩下的母女俩, 谁知郑幻堂却还没有死透, 他一寸一寸地艰难地往前爬, 爬出一条长长的痕迹, 他想爬到儿子身边握一握儿子的小手, 不想在儿子身旁发现了这一块 不知从何处扯下的牛皮, 这时火光大起, 郑幻堂用最后一点力气, 把自己的肠子扯出来, 再把这块牛皮放了进去, 他知道自己死后, 武作会替他收尸, 只要一收尸, 就会发现这张薄薄的牛皮, 替他把真凶找出来, 政府一案的总负责人, 便是当今太子赵燕洛, 太子与锦衣卫, 三思仔仔细细研究这张牛皮纸, 研究了整整两天, 才发现这张牛皮, 其实是一张简化了的地图, 上面标注了四九城东南面所有暗渠的位置, 而标注所用的字, 并非汉字, 而是齐国的文字, 三思根据这两样证据, 推断出凶手便是吴冠岳父子, 随即, 锦衣卫顺着这张地图上标注的暗渠找过去, 终于在一处暗渠里面, 找到了埋在泥里的十二件黑衣, 由此又推断, 杀手固有十二人, 谢之飞, 燕三合深深吸一口气, 我们暂且抛开吴冠岳父子不是凶手的这个念头, 就以目前这个暗卷, 暗卷上的这些信息, 证据来推断一下, 谢之飞拳起手指,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怎么推断都是吴冠岳父子, 燕三合, 没错, 我们到书房说话, 谢之飞朝黄旗, 丁一他们递了个眼神, 示意他们赶紧跟进来, 书房里, 小裴爷和李不言正好把最后一卷看完, 两人一个揉着脖子, 一个揉着眼睛, 脸上都是一副白痴的表情, 感觉脑子不够用啊, 燕三合走到书岸前, 把他用过的茶碗分散开来, 先拿起茶拖, 往桌上一放, 众人赶紧围上来, 郑家武将出身, 郑老大, 郑老四, 一个是武学教官, 可对, 谢之飞反应极快, 对, 燕三合, 吴关岳父子能逃脱, 靠的就是这些暗卫, 周爷的身手我们都见识过, 和朱青不相上下, 可对, 谢之飞, 对, 燕三合拿起茶碗, 放在茶拖上, 这是作案的整个过程, 事先踩点, 统一行动, 手起刀落, 怎么逃脱, 每一步都算计得有条不紊, 有预谋, 有组织, 有能力, 可对, 对, 谢之飞接着又道, 而且, 这不是一天两天, 一月两月能做到的, 光摸清那些个暗渠, 都要费上一两年的时间, 燕三合看着他, 那么请问三爷, 谁会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来对付一个正假, 小裴爷不甘心谢武时和燕三合一问一答, 显得他脑子很不行的样子, 赶紧抢话道, 肯定有身仇大恨呗, 燕三合把最后的茶盖一放, 盯得一声脆响, 吴氏一族被郑老将军屠杀, 吴关岳父子丢了皇位, 被逼流亡, 算不算深仇大恨, 小裴爷必须算, 燕三合最重要一点, 当年吴关岳父子逃脱, 也是借着那一把大火, 谢之妃眸子骤然一缩, 动机很明确, 就是以牙还牙, 以眼海眼, 手法很相似, 杀戮, 大火, 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所以, 燕三合目中寒光一压, 指着桌上完完整整的一个茶盏, 案卷莫问题, 案子莫问题, 查案子的人也没有问题, 第四百三十六章, 大神狂欢舟, 神秘番外, 永和元年, 七月十五, 电闪雷鸣, 大雨如注, 郑福, 书房, 郑玉被手占在窗户前, 眼前是一片浓稠的语物, 什么也看不到, 郑焕堂张了张口, 父亲, 郑玉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重重叹出一口气, 郑焕堂的心, 一瞬间被吊起来, 父亲这是怎么了, 把他叫来, 却一言不发, 整整一个时辰, 就这么干站着, 满腹心事, 昨天还高高兴兴呢, 想到昨天, 郑焕堂心里涌上一点喜悦, 妻子肇事, 生下一对龙凤胎, 两个小家伙一落地, 就哭得震天响, 别人儿女双全要花几年时间, 他却是一下子爆俩, 好命啊, 就在这时, 窗前的人转过身, 目光深深地唤了一声, 阿堂, 阿堂的郑焕堂的小名, 成家后, 父亲就很少这么叫他了, 郑焕堂心慌慌, 他从这声低患中, 您就直说, 该打打, 该骂骂, 您别憋着, 阿堂, 我, 郑焕堂艰难地开了个头, 又说不出话来, 郑焕堂觉得自己猜到了几分, 一撩衣裳, 双膝跪下, 父亲, 您别听那接生婆胡说八道, 什么鬼贱, 鬼胎, 我是不信的, 咱们郑家, 把那小的杀了吧, 啊, 郑焕堂猛地抬起头, 脸上的血色轻刻间退了个干净, 您, 您说什么, 郑焕面上一片悲涩, 把你女儿杀了, 杀我女儿, 郑焕堂瞳孔骤然急缩, 父亲, 你疯了吗, 她是你孙女啊, 是我的亲骨肉, 亲骨肉啊, 啊, 阿堂, 郑焕浑身颤抖, 两行热泪从眼眶里缓缓滑落, 轰隆隆, 雷声打在了郑焕堂的心头, 他活二十年, 还从来没陷过父亲的眼泪, 将军泪, 郑焕堂脑子里嗡嗡直响, 下意识问道, 父亲,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跟我来, 郑焕扔下这一句话, 走进了屏风后面, 郑焕堂微微一愣, 忙起身跟过去, 屏风后面是间小小的卧房, 卧房虽小, 五脏俱全, 郑焕偶尔会挤在这里, 他走到床前, 一把掀开杖帘, 你看, 郑焕堂急不上前, 惊得目瞪口呆, 床上有个墙宝, 墙宝里是瘦得像猫儿一样的小婴儿, 依儿的脸色很白, 呼吸很浅, 这, 这是谁家的孩子, 郑玉闭了闭眼, 在笼笼雷声中, 用极其嘶哑的哑声道, 阿唐, 父亲从前, 他说得很慢, 每一个字都像榔头敲在郑焕堂的心口, 原来如此, 竟是如此, 阿唐, 从今往后他, 才是你的女儿, 郑玉看着儿子, 眼里带着痛, 把那个孩子杀了吧, 不能杀, 郑焕堂跪倒在地, 满脸哀求, 父亲, 赵氏心细如发, 这是瞒不了他, 这不是最妥贴的办法,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想, 让我想想, 你若想出好法子, 我便留他一命, 若没有, 那便是我正欲对不住他, 我能的, 我一定能的, 郑焕堂的目光, 凝在小婴儿身上, 忽然想到几个月前, 和赵氏一同去的水月庵, 父亲, 我有一个主意, 半个时辰后, 郑焕堂撑着伞走进海棠院, 大丫鬟迎出来, 七爷, 七奶奶刚刚醒, 郑焕堂, 喂完奶后, 把孩子送到老爷书房,